我意外来到食不果腹的石器时代 每天有着吃不完的山珍海味 甚至还有数不清的小弟小妹安前马后 到我家迎其龙坐的潇洒快活的闲家大声 本以为可以就此躺平享受生活 又曾想个大部落排着队要加入我的挥响 只因我穿越到了一个原始世界 并且开局就成了原始部落的酋长 别的部落还在用食服捕猎 我的部落却极致巨兽大杀特杀 隔壁还在使用钻木驱火室 我的部落直接使用天然气灶台点火 小鸡炖蘑菇BBQ 此时我正缓缓醒来 打亮着周围环境 我看到旁边几人围着一个老人身边 只见他长吸一口气 明显是要交代后事 我死后有小鸡当任酋长 你们要像敬我一样敬他 众人齐其一阵 却是重重点头 只是我心底震撼无比 眼前的老人是僵士部族里的酋长 被人重伤垂死 最要命的是部族内的圣伙 被人偷走 老人伸手附在我头上 就让我这个老头子为这个部落 尽最后一份心力吧 以后就要靠你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猛然直觉头皮一挤 不由闭上眼睛 一道神秘信息涌入自己脑海 不知过了多久 我再次睁开眼睛 已然发现老人面色惨白 游镜灯窟 眼见是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心底仍然震撼无比 自己刚弄清楚怎么回事 就成了这个原始部族的大酋长 还接了这么一个烂摊子 就在这时 我心底一个声音响起 由于诉讼之前看视频评论的666 大酋长系统启动成功 赠送成就点100 虽然觉得有些荒诞离奇 但是转念想到自己都能穿越 系统还能比这更离奇 系统提示 您是否确定用100成就点兑换一颗续命药丸 确定 钉兑换成功 我瞬间察觉到自己手心里出现一枚小药丸 我把药丸喂到老人嘴里 三分钟后 眼见老人胸口再次起伏 周围的人纷纷露出惊喜与振奋 我却转身摇头 我只能帮阿公调主三天的命 三天之内如果想不出其他的法 阿公还是会 我没有说完 老人悠悠醒转眼中亮色在线 没有去问多余直接开口 不用管我轻装上阵 用最快时间向东迁徙 而且我们的神火被偷走了 没了火我僵士部族可能就要王族灭主 老人有气无力说着 可是我接下来说的话让他们嘻嘻惊呼 我可以造火 我抬头说道 有没有干燥的木头 一根干树枝 还有干燥的毛发 听到我这样说 众人都很疑惑却无人敢指引 我整理了一下前世关于钻木取火的方法 要了一柄古刀 在干朽木上挖了一个小洞 然后把干树枝放在上面 两手夹住飞速搓洞 周围人大气不敢出 都死死盯着我 不一会儿 木枝交界处冒起青烟 我赶紧把准备好的动物毛发放在上面 用嘴轻轻吹动 青烟变浓 在场众人无不振奋狂起 青烟中一缕黄色火苗骤然出现 火苗虽只有一缕 却点亮了在场所有人的希望 于是我跟着李虎走出部落 两人刚走出茅草屋 李虎就大声喊道 我们部族再次有了火 大家可以放心不用迁信 而造火的正是我们大江的星球场 周围人也都在这一刻单膝跪下 我拿了脑头正准备说话 脑海里再次传来 丁完成钻木取火 钻木取火对于原始部落 具有化时代的意义 获得成就点一千点 我心底意义 第一时间进入系统商城 界面兑换玉合数 我瞬间察觉到自己脑海中 涌现一段信息 竟是以口诀跟印法相结合 勾动这方天地里的秘力 激活老人的生机便可以救他 于是我睁开眼睛 静止来到老人屋内 伸出两手放在昏尘不醒的老人额头 轻声默念口诀 而后弹绿色光芒自周围亮起 顺着我手心尽数涌入老人头顶 对于眼前的一切简直难以相信 自己施展的竟然是法术 我心底感叹 很快老人眼睛再次睁开 察觉到我举动之后 不由目中露出震惊 小金你进入冥想了 老人低喝一声 我一愣忙不迭点头 我刚才心里想着的全是怎么救你 就得了治愈术 剩下的人都去捡石头 江市部族位于一个三面环山 只留西面一出出口的地方 西面是一片相对低矮的丛林 之前的劫掠者就是从这里进入部族的 而我要做的就是在部族的一面 筑起一道防护墙 晚上躺在茅草床上 回想着一天的经历跟做梦一样 从早到晚就吃了两顿饭 两顿饭都是烟熏火燎的烤肉 肉上浇糊微苦的味道让我难以下咽 还有喝的水还带着泥沙 第二天一大早 白牙就在山洞外等候 大龙山距离大江不足不远 来之前我就让李虎跟明光带着人 去后山砍了不少黑皮竹 削江的竹子做了简易鱼叉 不管我们在哪里凿冰 只要有冰窟窿鱼就会出现 我笃定说道 大家听了一连猛 来的四五十人各自都凿了冰窟窿 等下我们守着这个洞口等着鱼露面 过一会儿一个鱼嘴在窟窿里漠然出现 大口一张一合的开始呼吸 我立刻抄起身边的竹叉 吹着大鱼嘴巴下面直接一戳 扑斥一声闷响 其余人都紧张兮兮地盯着我的动作 不料我弯腰探手 一手拽住竹叉 一手探向冰窟窿 对着涌现碎水的水面直接向上拖转 然后一屁股跌坐在冰面上 被我一把拽出冰窟窿的 还有一条长约印 在冰上活蹦乱跳的大鱼 眼看着大鱼差点就要跌回冰窟窿 一旁明光赶紧抄起一旁的竹叉拦住大鱼 大鱼再次蹦跆了几下 就僵直躺在冰上一动不动 人群中一阵欢呼 随后周围人都开始守在自己的冰窟窿跟前 等着大鱼露头 不一会儿李虎直接一竹叉刺了下去 水面烟红 再看十里虎正跟我一样 探手去拽大鱼 一条一米多的大鱼被李虎拽了上来 只扑腾了几下也便僵直不动 李虎兴奋地哈了哈手 真的可以抓到鱼 这下不足就不缺食物了 快来人帮我一下呀 这条鱼太大了我拽不住 吆喝声接连不断 明光与李虎眼看着大鱼一条条抓上来 兴奋地涨红了脸 不久后几乎每个冰窟窿跟前都堆放了不少鱼 这么一来不足理几天的食物都不用担心了 李虎再次单膝跪地 一手向前满心欢喜说道 谢大酋长执意 这时周围所有的人都看到李虎的动物 都放下手中的竹叉单膝跪地 我瞬间由大炯转为无奈 捕鱼很快结束 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要背着五六条大鱼 这让李虎与明光兴奋异常 他们从来没想过一次捕猎到这么多的食物 我也没想到凿兵捕鱼抓了这么多鱼上来 难怪明光叔说以前站在岸边拿着大棒都能砸到鱼 我想到了前十小时后看到一篇描写北大荒的文章 说是棒打桃子调咬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正在我边走边响的时候 猛然发觉李虎止住脚步 静止站到我身边 面前来了一大群员 而且他们有几个人的脸上都抹着花花绿绿的色彩 头发也齐整竖起 这些人是大部落里人 因为只有大部落的人才会有闲功夫去竖发 去用色彩区分战士与普通族人 竖发与色彩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最让我诧异的是 他们为首的竟然是一个骑着不知什么巨兽的少女 少女身穿纯白色的兽皮衣服 一双眼睛亮如秋水 竟比我前世见到的明星还要好看 但一对剑没有平添了几分阴气 俨然一个女强人 少女左右各有花脸战士站定 还没开口以示一起风发 李虎看到白球少女以及他骑着的坐骑之后 神色大便低喝一声 异兽披甲地龙 我思索之后才用古老的部族礼仪两手交叠在前 敢问上部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上部是小部族对大部落或者部落大联盟的尊称 少女静止从坐骑上跳了下来 举止落落大方 你好 我叫柯朝宁 是青鸟部的人 我跟我的族人来到这里 只是路过没有恶意 李虎与明光却仍旧没有一丝放松 连大气也不敢出 听说青鸟大部在极其遥远的西方 是天底下最大的三大部落之一 部落里的人据说 有几十上百个僵士部族那么多 我神色平静地看着少女再次醒你 既然上部是路过 那么我们就先离开了 长宁出声阻拦 我有点是想问你 就是你们是怎么捉到这么多鱼的 长宁眉眼弯弯凤木中心心点点 我心底一探 知道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况且眼前这个少女也没有强势威胁 倒不如先示好 两相亥取其轻 我点头同意 于是我就把凿兵捕鱼说了的大概 听完之后少女神色哑然 只因为眼前这个少女 智商跟反应明显是比周围人要高 她察觉到了竹制鱼叉的特殊 要知道 历史上原始社会每一次进步 可能都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 但是意义却非常重要 如钻木驱火 让人类不再吃生肉生事 用石头打猎能将人跟动物区别开来 哪怕是简单的石棒木棒 在原始社会的各种争斗中 也能让人占据上风 用竹子制作鱼叉捕鱼 旁人或许察觉不到什么 但是能够反应过来的却深知其中厉害 因为这种武器之前没有出现过 此时少女常宁忽然笑着问道 那你能带我去你们部族看她吗 放心我真的没有恶意 常宁轻松笑道 我对你们的食物不感兴趣也不会强 至少有我在的青鸟战士 还不会做这种事 我只是想见见你们部族的大酋长 跟她请教 向我们大酋长请教 李虎面色古怪看向我 却又赶忙别过脸去看向少女 您找我们大酋长请教什么 少女轻笑道 就是问她除了会做这样的鱼叉以外 会不会做其他的武器放心 我不会白问她 常宁一指身后的披甲地龙 如果你们能让我见她一面 让我得到我想要的方法 这头地龙就是你们的了 真的 李虎呼吸急促 披甲地龙不仅是做其这么简单 丛林里的大部分猛兽都是惧怕她 有这么一头地龙在 部族也能免于很多凶兽的亲戚 尤其是有了披甲地龙的部族 也是有大部落作为靠山的标志 以后他们部族就不会再受其他部族的侵扰 我轻鸟不说的话难道有假 先前的花脸男子再次就要喝倒 阿古力 常宁眉头促起明显有些愈你 你再如此信不信我跟阿爹说不让你出部落 男子赶紧闭上嘴巴 常宁再次看向我跟李虎 脸上带着歉意请原谅我族人的莽撞 我是真心想要请教 你不是要见我们部族的大酋长呢 我就是 我淡定说道 常宁愣住眉头再次促起 你是大酋长 怎么可能你都没我的 在我们部落你还只能接受训练 我心底一探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不过少女好奇归好奇 马上恢复正体 既然你是大酋长 那就省得我跑一趟 这个竹叉除了能插鱼 有没有别的用处 或者说 你会不会做别的厉害的武器了 顿了顿他赶忙加了一句 你告诉我这头披甲地龙就送给你了 文言我心动起来了 真要有了这头披甲地龙作为做起 岂不是要比前世那些骑马的更拉风 答应下来我从身后一人手里拿过一感竹叉 说是竹叉不过是黑皮竹竿一头削尖而已 右手到持竹叉后半段 瞄准那棵树猛然甩出 竹参在空中抖出一个弧度 然后静止刺入那棵树的树杆 竹参正站不止 竹尖部分没入两三寸 任谁也看出了这竹叉的威力 尤其是明光作为猎手 他尤其明白这样的武器在狩猎时代表的意义 明光激动且后悔 大球长您不该 不等他说完 我微笑摇头没事 这边常宁张着小嘴 眼睛大睁着一脸震惊 这是你说的鱼叉这么厉害 说着他看向目风 可以让我的人试试吗 我递给他一杆竹枪 常宁转手递给先前的花脸男子 阿古利你来 男子显然十分意外 伸手接过竹枪 没想到这叫阿古利的男子一样画葫芦 竟然学得有模有样 但他显然没得投掷标枪的药力 没能刺中大树 只是竹尖从大树皮上擦过 饶是如此 那一棵树被竹尖直接扯掉半尺剑方的树皮 而竹身去世不止 静止没入地面十来厘米 我心底暗想着阿古利好大的力气 阿古利脸上明显有些挂不住 常宁却没有在意这些 小跑到那棵大树旁捡起树皮 又仔细看了看树上的的裸露处 那里明显有一道近一厘米的凹痕 常宁眼中一踩连连 阿古利上前接过树皮 又看了看树上的擦痕 最后才伸手去拽竹枪 感受了一下力道之后 他面上露出震惊之色 这怎么可能 这简单的鱼叉有着超乎寻常的威力 如果由部族的战士们 手持这样的竹叉投掷出去 杀伤力必然是惊认的 他脸上兴奋还未退去 转而又一脸认真的问道 这样的武器对于我们青鸟部绝对有大用 阿古利也激动异常 我青鸟部有了这样的武器以后 必将不被这里的土著轻扰 常宁兴奋指了指旁边的地龙 这头地龙是你的了 作为对你的大鞋 我还可以送给你部族最需要的东西 文言我还有点小激动 部族里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吃穿用品 尤其是毛皮跟盐巴 春寒料翘 再这么下去不用莽龙不来 他们要么被冻死在春寒里 要么就会因为盐巴的问题陷入无力症 但凡有点危险不足都将承受灭顶之灾 思前想后之下 我点头说道我需要毛皮盐巴 常宁正色点头 那就这头地龙先给你 回头盐巴跟毛皮我会找人送来 你给我们送来我就没说着 常宁有些着急了翘脸通红 提高了嗓音说道 我们青鸟部向来不喜掠夺图路 不然也不会被其他两大部联手逼出故地 现在我们也是迁徙而来 想在这里安稳繁衍而已 可四处都是本土强敌 他们不停对我们挑衅 不管这青鸟部以前有多强横 既然是迁徙到了我们这里 势必也会受到原有的土猪部落打压 甚至这些土猪部族还会想着吞并他们 如此一来青鸟部的处境可能就很微妙了 看上去是大部落 却要时刻提防这些本土部落的劫掠 如此一来 常宁的话又多了几分可信度 而他的僵尸部族也无形中也安全了不少 可即便如此 沐峰还是有些不放心 他问道 那你们部族有多少能外出的战士 这下轮到常宁沉默犹豫了 很显然 他也在防着沐峰 嗯 沐峰心底血量 看来他部族的处境可能还要糟糕 既然这样的话 仅仅是知道部族所在的话 又能如何 他又不是没有更厉害的武器 而且部族的峡谷地形只要守住 轻易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好 沐峰点头 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 回部族 大酋长 明光跟李虎齐齐惊呼 沐峰摇了摇头 没事 一旁的阿古丽跃跃欲试 他也想去 见识一下这样一个年轻的大酋长的部落 是什么样的 没想到常宁说道 阿古丽 你带着一半的人就在这里等着 我跟着过去 是 阿古丽眉睛打彩地搭拉着脑袋 一副无奈表情 他想了想 又认真看向沐峰 行了一礼 不管怎么样 已经让我见识了竹枪的威力 就凭这个 你值得我行礼 也当得起我轻鸟不战时的尊重与友谊 沐峰不禁好笑 这阿古丽看着很凶 原来是个傻大哥 倒是这个常宁 心思通透 猜出自己担忧 主动留下一半的人 这样就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 主动示好 沐峰带着常宁一行人 回到部族 一路上 离虎与明光都寸步不离左右 生怕常宁发难 不过在看到常宁所带人数 少于几方以后 有稍稍宽心 见到部族外的吉吉木墙之后 这种安心愈发强烈 常宁等人来到僵士部族跟前 看着横在面前的 一道吉吉刺墙之后 都是一愣 他周围的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明白 这是干什么用的 独独常宁在短暂失神之后 猛然看向沐峰 这也是 你教族人做的 沐峰点头 是 这 常宁神情变得激动 翘脸上 也因为激动泛红 他不顾吉吉木刺 榨伤手指的危险 伸手摸了摸木刺 神色再三变化 最后转向沐峰 郑重说道 还请您把这法子也交给我 说着 常宁弯腰行礼 这个你也要学 沐峰皱眉问道 是 常宁脸色胀红 眼里放光 只觉得自己这次不需此行 就在这一个看上去不大的小不足里 竟然接二连三遇到让他震惊的事 竹叉捕鱼 镖枪 及几次墙 这些东西 都是他在其他任何部落都没见过的 包括他自己所在的轻鸟部 这些东西他虽然想不出 但他却分明能够感受到 这些东西 一旦大规模使用之后 给部落带来的影响 沐峰心底知道 常宁是察觉到这些东西的不凡了 他想了想才说道 可以 但是之前你说的地龙跟毛皮 不包括这个 常宁咬牙说道 我可以多给你毛皮跟盐巴 300张毛皮 30罐盐巴 啊 一旁李虎根 明光惊呼 沐峰仔细看了他的眼神 发现并无异状 他知道 一个人若是敷衍跟撒谎 眼神势必会出现闪烁其词的情况 尤其是少女 虽然年纪不大 自始至终说话 都极有魄力 显然是在部落内 极有话语权 他回来的路上 暗自沟通了一下系统 这才知道 野马朵 在这里是未来继承人的意思 甚至这个未来继承人的权力 无限接近部落的大酋长 后世的什么皇太子啊 摄政王啊 跟这个根本没法比 也就是 一旦他决定的是 部落从上到下都会遵守 连大酋长也不会轻易反驳 真是个奇怪的制度 沐峰心底感叹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 他深知这种情况有多么不可思议 偏偏他就存在了 最让他欣慰的是 这少女所说 对自己是有利的 好 沐峰转脸看向李虎 你安排好他们的来人 大酋长 李虎嘀吓一声 紧张地看向长明 沐峰无奈摇头 人家想要对我们动手 早就动手了 放心吧 是 李虎转身开始安排 沐峰摇了摇头 随即看向长明 那么 你想先学哪样 先这个吧 长明眉头轻轻促起 指了指积积木墙 我的部落人多 居住之地 需要这样的东西 好 沐峰点头 这个东西叫防护墙 分为里外三层 说着 沐峰示意长明走进去看 从里到外 依次是石头墙 木栅栏 积积木 这个简单 如果你的部落也想筑墙的话 先把木栅栏做好 埋到土里 木峰比坏了一下 然后贴着木栅栏去垒石头 可以堆后一些 最后在外面一层 种上积积木刺 不过说归说 很多细节 木峰自动跳过 比如埋多深 石头要选平整的 之间的缝隙 怎么处理等等 这也不能怪他 猫叫老虎还留一手呢 可是积积木 还会再长啊 长明皱着眉头 一脸不解 没事 以后他越长越多 就会连成一片挡住部落 免受外部侵扰 长明眼睛一亮 长长的睫毛 也如一抹弯钩 勾人心神 我明白了 长明抬头 灿然一笑 脸上竟然又浮现 好看的酒窝 哎 木峰心底惊叹 心底竟然还有点不好意思 不能怪我藏私啊 我也是为了自保 长明却不知道这些 仔细看了又看 积积刺墙 确定自己已经掌握了 这项核心技术 这才公身向木峰行礼 谢谢您的教诲 嗨嗨 木峰岔开话题 李虎 鱼都分好了吗 啊 李虎也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放下手里的草盾 食物都是交给吉央 由他来分的 嗯 那你去看着 剩下的鱼里外收拾干净了 用盐巴抹匀了 挂起来晒干 可是 李虎看了一眼长明 犹豫着说道 我们的盐巴 没有那么多了 这 木峰丝毫不意外 转而看向长明 长明马上反应过来 眉头舒展 翘脸含笑 您放心 盐巴我一定给您送到 木峰点头 他等的就是长明这句话 忽然 长明尝试一礼 只是我有个请求 想跟您说一下 什么请求 就是您帅步 加入到我的部落 长明满脸殷切与真诚 乌黑的大眼睛 一动不动盯着木峰 啊 李虎马上紧张地看向木峰 不用 木峰果断拒绝 将是部族虽小 却也是独立的一只部族 可是 你们连自己的图腾都没有 长明着急说道 加入青鸟部 你们可以马上有图腾 不足的人也将获得更多的食物 更多的安全保障 他不愧是大部落的人 虽然没有完全了解僵尸的情况 但是所说的问题 已经涉及僵尸的根本 没事 这些我们将来都会有的 木峰淡淡说道 但是僵尸是独立不足 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察觉到木峰态度 长明略觉不是 对木峰的不识好歹 有些愿怒 不过即便如此 他还是平复口气说道 既然这样 那我现在就回去 让部落的人 把东西给你们送来 说着 长明豁然起身 转身向外就走 顿了顿他又说道 不过我的部族距离 这里比较远 等我回去找人送过来 至少也要七天 木峰仍旧淡淡说道 没关系 我们可以等 少女长明先是一愣 回头看了看木峰 好看的毛子里 既有失望 也有好奇 说不出的古怪意味 不过 他也仅是如此而已 冲随从而来的人 招呼了一声 便离开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长明走了之后 李虎很紧张 大酋长 您怎么把竹枪的使用方法 交给他了呢 无妨 竹枪的使用方法 不止这个呢 再说了 我有的是法子防着呢 李虎又紧张地问 他们不会来劫掠我们吧 不会 木峰笑着摇头 你没听那个阿古利说吗 瞧不上咱们部落呢 可您教会了他竹枪的用法 万一他回去之后反悔了 带着族人来劫掠我们 哈哈 木峰大笑摇头 竹枪算什么 又攻不破我们这里 李虎迟疑 竹枪那么大 万一他们拿着竹枪 来对付我们呢 简单 木峰笑道 你去取干草 木板 木棍 还有绳索来 是 李虎赶快跑去准备 不多会 就把这些东西背齐了 木峰拿起一把 净一米长的茅草 把它头脚对齐 用力握紧 然后用寿金 每隔一段距离 就用力扎牢 扎成一个草靶 放在地上 随后他又依法炮制 做了十多个草靶 最后 他将草靶上下横竖排成两层 上面又用一层木棍放好 再次用寿金捆牢 寿金捆好草 把之后 他又将草靶固定在木棍上 然后木棍又固定在木板上 这样两层茅草 把加一层木棍 就这样捆在了一起 再加上一层 差不多三厘米厚的木板 组成了一个 一米剑方的草盾 最后 木峰用几根粗寿金 在中间伸出来的木棍 两边各打了一个死结 两手举起 刚好挡在自己身前 好了 木峰呼出一口气 笑道 但是李虎面上 却都是疑惑 这有什么用 简单 木峰把草盾递给他 你两手举在头顶 护住头 好 李虎虽然奇怪 但还是点头照做 木峰从身旁拿起一根竹枪 往后撤了一步 对着李虎手里的草盾 直接投了出去 破 竹枪射中草盾 李虎只觉得 两只胳膊传来阵战感觉 之后便再无一样 可以了 木峰点头 微笑道 现在你知道怎么防着竹枪了 我知道了 李虎兴奋起来 也就是说 竹枪也能防住 对吗 不错 木峰笑道 他就算带着族人来了 我们多做草盾 也就能防住了 可是刚才这女娃子 李虎斟酌了一下说道 青鸟部的野马朵 不是要我们加入青鸟部了吗 要是因为我们拒绝而动木的话 木峰微微一愣 随即点头 你说的也对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什么 李虎不明所以 没什么 木峰摇头 看来有必要做些准备了 这么说着 木峰转脸看向李虎 叫二十几个人来 叫人 干什么 李虎奇怪问道 挖井取水 木峰沉声说道 挖井 取水 李虎愣住 过了东山 不是有条河吗 木峰摇了摇头 太远了 不方便 要是有人堵着 不足的出口的话 我们会因为缺水而死 顺便要他们带上骨刀 还有其他能挖土的东西 说到这里 他猛然想到了什么 白手说道 行了 你先去叫人 是 李虎赶忙离开 而这边木峰 则直接心神联系系统 系统 交任务 系统提示 任务一 帮助不足度过难关 已完成 获得300点成就 任务二 解决不足生存问题 500点成就 任务三 鼓舞不足士气已完成 获得200点成就 明现在的成就点是500点 木峰心底大喜 盲问 可不可以用这些成就点 兑换几把铁锹 系统直接弹出兑换界面 铁锹兑换 50成9点1把 木峰想了想直接说道 那就兑换6把 拿来挖井 这时 系统里铁锹图案下面 弹出一行 加粗加大的字 兑换上线 三把 不是吧 木峰忍不住吐槽 什么破系统 怎么还限制数量 系统不管不顾 接着提示 您是否确定 用100点成就点 兑换两把铁锹 确定确定 木峰心底不耐烦 难道不能多兑换 系统再次提示 系统只是提供初级的帮助 不能让您获得 远超眼下存在的优势 当然 您自己创造的优势除外 我去 木峰瞠目结舌 黎虎很快把人找齐 木峰把两把铁锹 递给黎虎 拿着这个 等下挖土用 精气 黎虎眼神一鸣 只有大部落才有的精气 周围人看着木峰手里的铁锹 纷纷露出惊恶至极的表情 在他们眼里 精气简直跟神气没什么两样了 大酋长 有人忍不住咕咚咽了一口唾沫 难以置信地问 这是 这是精气 他问话的口气 让木峰想起 小时候 自己只有一块钱的钢棒 做零花钱 见到了别的小孩子 拿着一百块石 那种震撼至极的情景 木峰一阵头大 原始社会工具 基本上都是石头跟骨头制品 金属制品 极为罕见 这也难怪他们如此吃惊了 嗯 是精气 木峰也懒得解释了 现在他属于我们僵尸部族 就用他挖土 挖土 李虎不可思议惊呼 这样的精气 应该是放到祖地供奉起来的 木峰哭笑不得 赶紧说道 这个是铁锹 就是用来挖土的 顿了顿他又加了一句 这是我作为大酋长的指引 只是这一句 周围再无人有意义 李虎恭敬接过铁锹 小心翼翼 木峰无奈 也懒得再去计较 带着人 向吉吉木墙旁边的那棵大树走去 他要在吉吉木墙旁边 挖一口水井 在这里挖水井的原因 有两个 一是因为 部族现在取水的地方太远 用兽皮囊装了水途中 会漏掉很多不说 水质也不好 二来是木峰仔细看了一下 西面的位置 是个出水的地方 将是部族所在的地方 处于三面环山 一面出口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地理上有名的搓击地 也是最佳的出水地 地下水会从三山位置 集中流向搓击口 也就是部族西面这个位置 尤其是部族西面的一片丛林 更是说明地下水源的充足 以前木峰还在现代的时候 考古经过山区 山里的经验老人 都是这么挖水井的 十分奏效 木峰在大树附近选了个位置 用木棍画了一个两米方圆的大圈 自己站在圆圈中央说道 就在这里 挖口井出来 挖井 有人不解问道 挖井能用来干什么 木峰笑道 在这里挖得足够深了 地下会自动流出水来 以后我们就不用去远处取水了 顿了顿 木峰又补充了一句 而且从地底下流出的水 味道也会有点甜 可是地底下不都是土吗 怎么会有水 李虎忍不住问道 木峰再次头大 他想来想去 只觉得以李虎 或者说周围这些不足的人的智商 他很难解释清楚 于是他索性不再解释 只是伸手接过铁锹 说道 只要挖得够深了 就会有水出来 李虎马上闭嘴 他知道 对于大酋长的决定 他一直是只要执行就行了 周围人也都不再多嘴 木峰两手拿着铁锹 一脚踩在锹耳上 用力一踏 再用两手一撅 一敲土 就这样给他挖了出来 他抬手一甩 土被他甩到一边 这些动作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 放在周围这些人眼里 却是神情与震撼各异 大酋长竟然这样使用精气 他把精气踩在脚底下 那可是精气 木峰不知道周围人心底所想 挖了一圈之后 把铁锹递给李虎 好 这里有两把铁锹 二十多个人 人多了 就在我挖的这个圈里挖 把里面的土都挖走 找几个人用藤条挂着瘦皮 等挖得深了 直接把土从下面掉出来 不过他看了一眼周围二十几个人 想了想 又在不远处 又画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圈 你们分成两拨人各自往下挖 一边一个铁锹 其他人用骨刀 一个人挖累了就换人 轮着来 是 于是 木峰站在一边指挥 俨然一个弓头 在检查施工现场 不知是因为铁锹带来的动力 还是他大酋长身份带来的压力 每一个人接了铁锹挖土 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架势 开始挖土 只见铁锹跟骨刀上下翻飞 泥土也在不断被甩出井口 木峰看着挖土的人 渐渐只露出一个头顶 到后来只能见到泥土甩出 不由呆住了 这挖土的速度 木峰木凳口呆 都快赶上前世的挖土机了 十几个人挖一口水井 不到半天时间 直接挖了六七米 只是越往下下去的人越少 最后只能四个人同时下去 即便如此 挖土的速度依然不慢 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的是 六七米的位置土层 已经开始变得潮湿 甩上来的土也明显湿漉漉 黏糊糊的 真的有水 狸狐忍不住惊呼 在井口用藤条挂着兽皮 掉土的人也都兴奋不已 看向木峰的眼光 满是崇拜 又过了两个多小时 放下掉土的藤条 已经有十二三米 井底忽然忽然传来一声惊呼 啊 出水了 井口的人一听 赶忙往上拉藤条 然后看到四个浑身泥泥的人 慌忙从藤条上爬了出来 而井底 则传来一阵阵重重的水流声 以前木峰考古的时候 在山区见过别人挖水井 自然知道 水井出水的时候什么样子 十几米深的水井刚开始 时时看不太清楚底下情况的 但是下面的流水声却很清楚 紧接着便是水井下面的水位 肉眼可见地向上攀升 水井壁上砌好的石头墙 也很快被水浸透 一股子混合着泥土 与底下草根的味道 自下上涌了出来 木峰眼睛一亮 这水的味道它很熟悉 只有真正的山泉水才是这样 绝对要比河里的谁好 水位很快来到距离井口约三米处 井口周围的人 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水 从下面冒了上来 两米方圆的井里 涌上来的地下水打着旋 中央漩涡处清澈明亮 只有贴着井壁 会有相对浑浊的泥沙 那是气墙的石头 与刚挖的井壁上泥土 饶是如此 木峰周围的人 奇奇欢呼起来 哇哇 木峰也十分激动 不等水位稳定下来 忍不住拿来一根藤条 挂着皮囊取了半囊水 不管水还没有澄清 捧着皮囊喝了一口 呀 木峰惊呼 真的有甜味 即便是嘴里还有些泥沙 他也毫不在乎 因为与这两天喝得从河里 取来的水相比 这口地下水好到没法比 大酋长 周围的人再次对木峰 恢复了应有的尊称 看向木峰的眼光满是灼热 黎虎忍不住说道 大酋长 我 我可以喝一口吗 当然可以 木峰点头 黎虎忙不迭学着木峰 用藤条挂着皮囊取了水 迫不及待地也喝了一口 只是一口而已 黎虎眼睛猛然睁大 表情先是惊奇 后是震惊 最后是狂喜 我我 黎虎垂胸顿足 大呼小叫 看向木峰的眼神 在狂热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 大酋长 黎虎欢呼起来 这太神奇了 这样的水我觉得 应该要给老酋长也尝一口 应该的 木峰点头 不过等一下 等这里的泥沙都沉下去了 然后你再装好了送去 泥沙 黎虎意外 嗯 水里有泥沙 等它们完全沉下去了再喝 味道会更好 不然有泥沙的水喝了格牙 格牙 黎虎满脸奇怪 没有啊 木峰恍然大悟 他们喝惯了河里的水 习惯了混着泥沙与水腥味的水 乍一喝地下水 只会觉得好喝 哪里会有其他感觉 但是 木峰可是现代人 喝惯了矿泉水 山泉水跟凉白开的 怎么比 好吧 木峰值得无奈点头 你等上一段时间 再喝就知道了 是 而这个时候 不远处的另外一口井也打好了 出水的情况 跟刚才的一口井差不多 周围再次欢呼起来 木峰心底松了口气 心想 看来这地下水脉足够宽 水也足够多 不然这么近的两口井 肯定要有一口井不怎么出水的 其实 木峰没想到的就是 前世地球上水井 不能离得太近 是因为地下水源 被人类使用过多的缘故 而现在他处在原始社会时期 有几个人知道 开发利用地下水 眼见着水井的水位 都稳定在距离水井 两米左右的位置 木峰心底开始盘算着 给水井做配套设施了 所谓的水井的配套设施 自然就是前世他了解的那些 井沽路 打水桶 麻绳 他暗地里联系了一下系统 结果系统谈出一个隐藏任务成就 完成开辟新水源 成就点300点 哎哟 还有隐藏任务 木峰惊喜 原来跟前世玩游戏一样 还分主线 隐藏任务啊 一下子多出300点的成就 木峰斟酌着 怎么用才合适 直接兑换一套打水设施 倒也可以 加在一起 也就200点成就 但问题于那么大一个井沽路跟木桶 让他凭空变出来 肯定要让不足的人大吃一惊 他觉得自己还是能不暴露 就不暴露得好 于是他取了一个折中的法子 用50点成就点 兑换了制作井沽路跟木桶的方法 又花了100点成就点 兑换了一套木匠用的工具 他打算自己动手去做这些东西 能省则省吗 而这边 李虎已经迫不及待地 取了水奔向老酋长所在的茅草屋而去 他一边奔走一边狂喊 大家都到墙边取水了 大酋长给我们挖井取水了 于是 部族里的人 纷纷走出所在的山洞与茅草房 齐齐奔向防护墙边 最先到的却是白牙 他手里捧着一个石罐 眉头 眼睛跟脸上都挂着笑 远远地冲木风喊道 木风哥哥 我要先喝井水 木风收起心神 看了看已经成清的水 点了点头 用皮囊给他取了水 然后倒在石罐里 少女满脸笑意 两手捧着石罐高举 接着木风倒给他的水 喝吧 木风微笑道 嗯 白牙捧着石罐喝了一口 惊奇无比 信眼大睁着 明显十分惊喜 呀 这谁好甜呀 少女看向木风的眼睛 满是光亮 脸上笑容也愈发显得甜蜜 露出洁白如贝壳的牙齿 木风一下子心神荡漾 忍不住夸了一句 再甜也没有你甜呀 呀 少女如受惊的小鹿 小脸通红 胸口扑通乱跳 忙不迭低头看向别处 水井挖得十分顺利 出水量也很足 整个部族的人都捧着皮囊跟石罐出来取水 再喝了干净透底 口感甘甜的井水之后 整个部族都沸腾了 大酋长真的是大贤 我将是部族复兴有望 老酋长为我们将是选了一个好的继承者 木风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他觉得自己只是简单地挖水井而已 却没想到引来这么大的反应 见到部族的人反响这么大 木风又趁势让李虎在部族里把寿金收集起来 搓成绳索 因为天色已晚 他也被折腾得够呛 紧咕噜的是只好搁置 等着明天再做 当天晚上 整个部族的人都洋溢在欢乐之中 白天捕来的鱼 以及之前存的肉都被拿了出来 部族里的人都集中到茅草屋跟前 烧着火 烤着肉 参与到今天上午捕鱼的人 都兴奋地冲周围 诉说自己今天是如何捕鱼的 而参与到下午挖水井的人 也高兴地大喊大叫 他们看向木风的眼神 也如之前看向老球长的目光一样狂热 木风虽然当上大球长只有两天 却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老球长也被请了出来 参与到部族的狂欢之中 只是不知为何 他的反应跟说话 不再像昨天一样那么清晰睿智了 有的只是寻常老人的叙叙叨叨 孩子 你 你是个好孩子 要好好带着僵尸复兴啊 嗯 僵尸是小部族 但是来套可是很大的 我们祖上可是河水边上的大部落 唉 你今天送给我的那个水啊 可真甜呀 老人拉着木风的手在一旁说话 木风完全说不上话 他有心问老人一些 关于自己脑海里那些隐秘记忆的事 却发现老人听不到一样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叙说当中 他叹了口气 心底隐约猜出 老人可能是心力交瘁 心神受损导致的 看他的情形 似乎有点老年痴呆的征兆了 您放心吧 木风心底暗想 既然我现在是大酋长 僵尸就是我的一亩三分地了 我会让他越来越好的 老人不知是否听懂了这句话 豁然站起身来拍手大笑道 好 好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 木风起得有些早 毕竟没了手机 电脑这些东西 他也不用熬夜 也就不存在赖床一说了 刚起床没多久 就见到白牙蹦蹦跳跳 捧着石罐子来到自己山洞口 冲他欢快地笑道 木风哥哥 你起来了 嗯 木风笑着说 你起得可够早的 是阿爹让我给你送水过来了 顺便给你送吃的来 说着 白牙两手送上石罐 又从肩膀上带来的烤肉 解下递给他 快吃吧 看着烟熏火燎的烤肉 木风着实有点吃不下去 但是看到白牙大大 眼睛满是期待地看着自己 他又不好拒绝 只得接过烤肉 咬牙吃下 白牙欢天喜地 就这么站在旁边 笑着看他吃完 少女赶忙又接过石罐 木风哥哥 你今天要做什么呀 今天啊 我得做打水的工具 打水的工具 白牙疑惑 一双乌黑大眼睛 眨眨眨的 满是好奇 可以教我吗 木风许久没看到 这么干净单纯的眼神了 忍不住笑道 嗯 你想学的话 可以在一边学 太好了 白牙一蹦老高 嘴角抿成月牙 木风轻笑着摇头 取出木匠工具 又让白牙帮忙把木头都搬来 然后开始做紧箍路 因为方法他昨天 花了五十点成就 已经兑换 相当于已经有了一个说明书 他只需要对着上面的步骤 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 白牙在一边 眼睛眨压眨 眼里的光也越来越亮 时不时要问上几句 木风哥哥 为什么要把这木头中间挖空了 你怎么又挖空了一个 这根木头怎么这么些 不要挖空吗 木风一边做一边解释 原本略显枯燥的木匠活 也变得有意思起来 随着木风把紧箍路 木头架 打水木桶做成 已经是上午以后了 而白牙就这么在他身边 寸步不离地看他做这些 好了 现在可以把这些都搬到井边了 今天我只能做这一个了 另外一个得等一等了 嗯 我来帮你 白牙说着 就帮木风把这一套家伙式 搬到井边 然后又跟木风一起安装好 井边已经有人开始看着水井 察觉木风到来 赶忙帮忙安装 这些做完之后 木风在兽金绳上 双好木桶 然后转动井箍路 把木桶放下去 自己又晃动兽金绳 装满之后 又转动井箍路 把水掉上来 只是这一桶水量 就抵得上之前 石皮囊打的水 而且 速度也节省了一大半不止 周围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看怪物一样 看着木风 昨天大酋长 才挖了水井 给部族取出这么甘甜的水 今天又做出 这样方便的工具打水 木风哥哥 我也想试试 白牙欢快跳着 翘脸上竟然泛起撒娇神色 好不好吗 嗯 好好 心神荡漾的木风 赶忙答应下来 安好了井箍路 木风歇了会 顺便也吃了点东西 趁着这个当口 他又联系了一下系统 看了看自己的成就点 只有可怜的五百五十点 他趁机去看了一下 兑换商城 能兑换的小玩意不少 于他而言 都是简单且平常的东西 可对于眼下的部落 就未必了 而他想兑换的 就不简单了 他要兑换的是 技能里面的木道衍生术 木道衍生术 是愈合术的升级技能 是结合了愈合术 与衍生术的一个大技能 这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有点像自己 在现代玩游戏时 合成装备 先花少量的钱 合成一个小装备 再花大价钱 合成一个大剑 而这个木道衍生术 上面也说了 总技能需要三千点成就点 自己先前兑换愈合术 已经花掉了一千点 还需要两千点 技能介绍上说 学会了这个技能 不仅能够治愈 更能增强自身体魄 两千点成就 差距有点大 木风心底盘算 这还不算中途搞些事情 还要兑换工具什么的 哎 今天要是不对换 紧咕噜那些东西 还可以省下150点成就的 木风心底有些懊恼 真是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 没有紧咕噜 也是可以将就的 他一边吃着烤肉 一边自顾自跟系统沟通 全然忘了 一旁还有个少女白牙 在吃吃看着他 呀 白牙翘脸上挂着心疼 忍不住轻声叹气 连吃饭的时候 都要想事情 木风忽然开口 对了 白牙 怎么没看到李虎大叔啊 我啊爹 白牙这才注意到 木风在看着自己 猛然想到自己 刚才正正出神了 羞红了脸 赶忙从木风手里 接过十罐 他去找明光大叔训地龙了 哦 木风一拍脑袋 这才想起 昨天长宁不快地离开之前 似乎跟李虎说了些什么 李虎就跟他说了一声 帝龙要先迁到山洞那边 让他适应来着 当时木风心底 想着水源的事 也就暂时搁置了 与此同时 一个想法在心底升起 对啊 任务上不是说 训养一种动物 就有三百点成就吗 这件事要是做成了 这成就点赚得就快了呀 他们去那个山洞了 木风赶忙问白牙 在东山第六个山洞那里 白牙回答 我阿爹说 帝龙现在还不认人 你现在不能 哎 木风哥哥 你干什么 白牙话还没说完 木风直接跑开 我去看看帝龙 将是依山而建 部族周围也有一些山洞 山洞的作用不一样 有的用来助人 有的用来存放瘦肉 有的用来供奉圣火 还有一些闲置的山洞 白牙口中的东山 第六个山洞 就是一个闲置山洞 如今被李虎他们 用来放帝龙 他到的时候 帝龙正懒洋洋地趴在洞口 对李虎 明光爱达不理 瞧见木风来了之后 两人忙着要失礼说话 木风挥手拦下 怎么样了 李虎大说 木风问道 李虎脸色难看 无奈叹气 昨天那个青鸟布的 野马朵 走的时候没告诉我们口令 现在根本使唤不了他 啊 木风这才反应过来 驾驭野兽 也是需要专门的兽语跟口令的 他心底一下沉了下去 难道光养着这样一个地龙 什么也做不了 那还要他来干什么 他仔细看了一下地龙 浑身青灰色的鳞甲 覆盖了一层 头上跟尾巴上 都有一个隆起的大骨包 皮糙肉厚 这样的地龙 只怕肉也不好吃 一旁明光也满脸愁容 我们原本以为 有了这头地龙 就可以让他 放在部族出入口那里 这样可以震慑很多野兽 可是从昨天到现在 他就趴在这里 饿了吃草 渴了河水 其他的里也不理我们 嗯 木风心底诧异更甚 这地龙还能拿捏人了 木风试探着冲地龙喊道 你 起来 只是地龙紧紧被木风 忽然开口惊了一下 抬了下头 然又低头 继续吃地上的草 李虎跟明光先是摇头 然后才说 木风 这样法子 我们试过了 没什么用的 看着自顾自吃草的地龙 木风来了脾气 我还就不信了 还收拾不了你 他心神一动 记得在商城里面 看到过训兽术 再次沟通系统 系统 给我兑换一个训兽术 系统提示 初级训兽术 需要500点成就 您是否确定 用500点成就 兑换初级训兽术 500点 这也太高了吧 木风傻眼了 自己还心心念念 要兑换木道衍生术来着 眼下一个初级的训兽术 就要500点 这岂不是辛辛苦苦好些年 一招回到解放前 不过在他看到地龙 躺在地上懒洋洋的模样时 心底火气蹭得又上来了 没有高付出 哪有高回报 确定兑换 木风在心底说了声 确定兑换之后 系统马上传来一声 叮 兑换成功的提示声 随即木风发现 自己脑海里 多了关于训兽的信息 也就是训兽术了 木风呆愣片刻 而后便觉得 训兽对于自己来说 早已是轻车熟路 他吸一口气 微笑走到地龙跟前 再次开口 却是一连串旁人 无法听懂的声音 吐噜噜 呼噜噜 吐噜噜 啥 李虎跟明光 惊讶地睁大眼睛 满脸不解地看着木风 大酋长这事 明光不确定地看向李虎 李虎无奈摇头摊手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让两人更吃惊的是 原本一动不动的地龙 这时竟然从地上 一个打挺站了起来 瞪大一双小眼看着木风 小眼睛里还带着好奇 木风心底大喜 果然有笑 这样想着 他又开口喊道 呼噜噜噜 吐噜噜噜噜噜噜噜 地龙原本好奇的眼睛 马上一愣 打了一个响鼻 而后竟然把头伸向木风 鼻尖轻轻颤动 似在去确认木风身上的气息 李虎出声 木风 小心 木风 冲他轻轻摇头 视意无碍 同时自己伸出一只手 悬在空中 地龙小心翼翼 用鼻尖轻触木风手指 轻轻嗅了嗅 同时跟打呼噜一样 猴头涌动出声音 呼噜噜 呼噜噜 木风眼睛一亮 顺势伸手 抹撒了两下地龙鼻子 然后又向后到了 他巴斗一样的大脑袋 轻轻拍了拍 同时 木风声音也变得轻柔 吐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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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地龙此时竟然上前一步 十分温顺地 用头蹭了蹭木风 啊 李虎跟明光 纷纷大吃一惊 他们看向木风的眼神 就像看着怪物一样 木风他 驯服了这头地龙 这么简单的吗 而这一幕 也被刚好赶来的白牙撞见 他大张着嘴 小脸挂满惊奇 他眸中一彩连连 小手轻眼嘴巴 哦 更然几人吃惊的是 木风又说了 噜噜噜噜噜 地龙竟然撒娇麦蒙一般 围着木风原地打转 又不停低头又抬头 尾巴摇啊摇的 眼里全是木风 这 三人彻底被震撼了 原来自己的大酋长会训兽 尤其是眼前的这只披甲地龙 最后彻底颠覆 三人认知的事情发生了 地龙主动匍匐在地 摇头摆尾 看向木风 似在催促木风 坐上他的背 木风自然明白 按捺住兴奋 轻轻拍了拍他脑袋 然后按着地龙的甲背 跨了上去 随后他又拍了拍地龙搏梗 地龙静止起身 驮着木风昂手挺胸 与此同时 地龙抬头冲面前的三人 奋力嘶吼了一声 嗷呜 虎啸龙鹰 李虎 明光 以及白牙 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纷纷后退几步 木风也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心底暗想 这披甲地龙不过是 石草恐龙的后代 竟然也有 这样的龙鹰之声 不过他的心绪 完全被兴奋取代了 骑在地龙背上 木风整个高处里 虎跟明光半个身子 他恍然明白 为什么前世的人 喜欢青球宝 带成肥马了 别人骑马 咱骑的可是恐龙 木风洋洋得意 心到这五百点成就 花得不冤枉 对了 现在都骑着恐龙了 不出去显摆一下 岂不是锦衣夜行 木风这样想着 于是拍了拍地龙脑袋 示意他向山外走去 地龙果然照做 李虎 明光眼里 满是震惊与狂喜 大锐之赵啊 我大将 终于要崛起了吗 而这边白牙 看着威风凛凛的木风 芳心暗动 脸上红韵如朝霞攀升 好看的大眼睛里 水汪汪的 他怯声声地喊了一句 木风哥哥 木风回头 怎么了呀 白牙 我 白牙呼得紧张起来 小手无处安放一样 不停揪着自己兽皮衣角 大眼睛跟小猩猩一样 眨呀眨的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 看着木风 又看向地龙 哦 你也想骑士吧 木风一拍额头 马上又拍了拍地龙 示意他蹲下 地龙打了个响鼻 有些不情不愿 但还是照做 任由木风 拉着白牙上了背上 随后 木风拍了地龙搏梗 地龙便起身 向山脚处步足走去 白牙坐在木风身后 心底既紧张又兴奋 看着自己面前稍微显瘦 却明显高大的身影 眼睛里的光更亮了 驮着木风的地龙 开始小跑下山 梦春风轻 骑着地龙的木风 只觉得耳畔清凉 看着山下的步足 大有奔赴江山的感觉 哈哈 还是骑着恐龙拉风呀 木风心底暗爽 同时 心底另外一个想法又萌生了 现在拉风的坐骑友了 应该左牵黄 右擒仓的 还缺条黄狗跟猎鹰啊 看来训养计划得加速了 加油吧 骑龙少年 木风这样称呼自己 骑着披甲地龙的木风 着实风光了一把 整个步足的人 都看到了骑龙的少年 如同天神下凡 顺带着坐在他身后的白牙 也着实兴奋到不行 到了吉吉木墙旁边的时候 木风拍了拍地龙搏梗 示意他把自己放下 然后冲他呼噜吐噜一通 然后地龙左右看看 静止趴在吉吉木墙旁边 就此步走了 木风哥哥 白牙脸上 兴奋还未退进 他怎么在这趴下了 嗯 木风笑着说道 这地龙对丛林里的野兽 有震慑作用 有它在 步足就会安全很多 这样啊 白牙歪着头想了想 好看的毛子里满是好奇 可是它要吃什么呢 也不能老是待在这里啊 这个简单 它不是喜欢吃草吗 那就找人专门给它 送来草根树叶就行了 木风顿了顿说道 对了 再给它搭一个草棚 草棚是什么 白牙不解 呃 就是给地龙住的房子 木风解释 说干就干 它马上喊来李虎跟明光 找了十几个人 砍树的砍树 割草的割草 在木风的指挥下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一处适合地龙住的草棚 就搭成了 草棚里面放着的 还有干草 在一旁看着的部族里的人 无不惊叹 大家快看啊 这地龙竟然也住草房子 白牙也睁大眼睛 满是好奇地说 木风哥哥 你给他住草房子 嗯 木风摇头 这个不是房子 是草棚 专门给地龙住的 跟阿公的茅草房是不一样的 可是 我怎么感觉 他住的比阿公的还要好啊 小姑娘眼睛眨牙眨的 说不出的调皮 木风知道这是一句无心的话 但是他转脸 看向其他人的反应 转而明白过来 笑着说道 放心吧 马上我们住的要比他好得多 我们要盖很多大房子 真的吗 白牙眼睛一亮 看向木风的眼神 满是星星 那当然 木风笑着说道 以后我们部族里 每个人都会有阿公那样的房子住 甚至要更好 哇 周围的人都是震惊加欢呼 木风又说道 现在我们只是给地龙盖草棚 马上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草棚 里面养更多的野兽 啊 白牙愣住了 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木风 我们现在的食物都不够吃的 还养着它们干什么 现在不够 不代表以后也不够 木风信誓旦旦 放心吧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去抓更多的野兽 获得更多的食物 这样说着 他心底一动 马上喊来李虎跟明光 你们两人过来 其他人都散了吧 于是众人都离开 只剩下木风跟明光等人 白牙 你去帮你阿娘干活去 李虎吩咐 是 阿爹 白牙恋恋不舍地看了看木风 转身走开了 木风 李虎跟明光看向他的目光 满是尊敬 由不得他们不如此 两人折腾那么久 没有搞定的地龙 却被木风轻松制服 现在木风 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 再次往上拔高 狩猎队 是不是明天又要去打猎了 是的 明光恭敬回答 去哪里 准备抓什么的 木风问 还没想好 明光老实回答 这怎么能行 木风摇头 一点计划都没有 这样也抓不到多少猎物啊 计划 明光满脸不解 就是准备 木风心底一叹 摇头说道 既然想打猎 就得先弄清楚 哪里有猎物 有哪些猎物 怎么抓 明光傻眼了 木风问的问题 他从来没有想过 眼见明光如此 木风也就不变在深究了 点头说道 这次就不要走远了 部族附近 就有现成的猎物 附近就有 明光一愣 随即摇头 木风 大酋长 这丛林里的林阳 实在太狡猾了 根本抓不到 抓不到 木风摇了摇头 那是之前的方法没用对 方法 明光愣住 仔细想了之后 眼睛一亮 您是说 您有法子 嗯 木风点头 笑着说道 抓林阳 追是追不上的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们自己 送到我们手里来 让林阳自己跑来 明光意外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木风轻笑摇头 这次我带你们 做个陷阱 然后再抓羊 就好办了 陷阱 黎虎与明光对视一眼 满脸疑惑 那又是什么东西 木风神秘一笑 等明天抓羊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现在 是我们要先 准备一点东西的时候了 准备东西 什么东西 盐水 羊肉 自古以来 就是上等美味佳肴 也是木风的最爱 所以 它自然就将野羊 作为自己 第一要训养的动物了 但是如明光所说 野羊在丛林里 跑得实在太快 极少有能追得上它的 野羊不但跑得快 也十分狡猾 出现的地方 介于人类部族 与大型食肉凶兽之间的丛林里 有些野羊出现的地方 距离将是部族 部族十里地 木风根据记忆 想起在部族附近的野羊数量 着实不少 小规模的野羊群 也有二十多只的样子 这完全符合它的 士手标准 它让明光准备的东西 除了盐以外 还有寿金跟藤条 寿金被它搓成寿金绳 留着栓羊用的 至于藤条 则是用来编网 编网的法子 木风以前就会 他以前考古时候 专门研究过历史 对鱼网的出现 与编织很熟悉 在木风的特意强调下 藤条选的都是软绵 且韧性十足的 在他的指导下 部族的人 很快都学会了 用藤条编藤网 只是藤条编织的网 怎么着也不如绳索 麻线编织的网 更为实用 好在木风也不是 用它来捕鱼 而是制作陷阱 做完这些 木风问了 明光野阳的出没习性 决定在明天早上 天还没亮 就出发去林子里 目标地是一个 约末有三十只 野阳出没过的地方 第二天天还没亮 李虎就出现在了山洞 将木风喊醒 有了之前捕鱼的经历 眼下木风再要出去 也无人阻止了 整个部族的青壮 五十多人尽数出洞 几乎每个人 身上都带着皮囊 皮囊里装着盐水 除了盐水以外 每个人身上 都带着藤条网 骨刀 竹枪 以及兽金绳 最让人不解的是 木风让人 把那两柄铁锹也带上了 大酋长 这是打算干什么 李虎小声问明光 打猎还带着皮囊 皮囊里还带着水 我也不知道啊 明光摇头 现在精气也带来了 不会又要挖井吧 挖井 李虎皱眉 挖井能捕猎吗 木风走在两人身后不远处 听到之后暗自摇头微笑 也不解释 心里感叹 原始社会人的认知水平 真的是堪忧啊 一行人很快来到明光说的地点 天仍然没亮 木风拿着火把四下看了看 周围的草丛 灌木上的叶子上面 齿痕分明 显然是被食草动物啃食过 他又左右看了看 选了一处草木相对茂盛 又少有齿硬的地方站定 说道 就是这里了 周围的人都凑了上来 木风 要怎么做 木风伸手拿起一根竹枪 在地上画了一个七八米长 两米宽的圈 说道 现在 大家赶紧把这圈里的土都挖走 土都扔到远一点的地方 啊 李虎意外 我们要在这里挖这么大一个井 木风摇头 不是 不需要那么深 只要跟你身高 差不多就行了 他原本想说一米多深的 但不确定野羊的弹跳 为了保险起见 只得多说了一点 这有什么用啊 李虎面带不解 木风看了看天色江明 白手说道 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 先把坑挖好 等一下你自己就知道了 是 李虎赶紧招呼这些人挖土 两把铁仙 加上五十多把鼓刀 几乎不到一个小时 就把木风画的坑给挖了出来 做完这些 李虎又看向木风 木风 现在做什么 现在砍几个细长的树枝 能够横在这坑上的就行 然后把藤条网放在上面 快 于是 李虎 明光 跟几个青壮 赶忙就近砍了树枝放在坑上 又按照木风要求 把藤条铺上 做完这些 所有人还是不明白 木风想干什么 都奇迹看向他 木风心底一探 指的说道 现在 所有人就近把草割断 放在藤条网上 把藤条网上铺满 直到看不出网为止 记住 铺云一点 也是众人又奇迹行动 很快又按照木风要求的做完 五十多个人 又奇迹看向木风 木风十分无语 指的说道 现在 把坑周围的土尽量都弄走 再把草盖在上面 最好不要看到土 众人又照做 一个来自地球现代人的铺草陷阱 就这么完成了 最后 木风不等众人奇奇看向他 自己拿起皮囊解开口子 对着陷阱上的青草 撒了过去 啊 木风 你这是干什么 李虎忍不住惊呼起来 木风仍旧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吩咐到 再来十个人 各自也往草上撒盐水 做完这些之后 木风又拿起一个皮囊 找准一个方向 对着草叶子洒了 不下于十来米的水 同时他又让李虎 明光也都各自洒了 十来米的盐水在草上 这样 无形之中 有三道线上的青草 都洒了盐水 最终指向地 都是眼前的这个陷阱 木风拍了拍手 满意点了点头 示意众人跟着自己赶紧离开 至此 木风设计的针对野羊的陷阱 完全设置成功 他的训养计划 也正式启动 木风在穿越之前的现代放过羊 对羊的脾性很熟悉 以前他放羊的时候 经常给羊喂盐水 羊也经常偷偷钻进玉米地里 对着玉米干子狂啃 只因为羊喜欢咸味跟甜味 所以 他撒盐水在草叶子上 是想让羊在吃草的时候 能顺着盐咸味 一路走到陷阱里 但他还是有点担心 这一招不奏效 毕竟前世 他只是用盐水喂羊 并没有这样抓过羊 尤其是他还没见过的野羊 所以他带着不足的人 远远躲开 窝在半人高的草丛里 等着野羊群的出现 等待的时间最是难熬 沐风想要动弹 却又不敢 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 恰好惊扰到了要出现的羊群 他左右看了看 发现不足的人 竟然都趴在草丛里一动不动 显然对于这样的等待极为擅长 沐风心底嘖嘖称奇 心底暗道 原来不足人 也不是全然没有可取之处 至少 他们足够耐心 好在没过多久 一群约莫三十来只的野羊群出现了 沐风心跳加速 对比眼前的野羊与记忆里的羊 发现这所谓的野羊 与前世的羊相差无几 区别在于 眼前的这群野羊的头要小一些 浑身的毛发稍长 毛色黑 灰 鹤三色斑杂 看上去拉里拉遢 不过这些羊的头虽小 奔行的速度 却比沐风见过的任何羊都要快 只是两三个呼吸的功夫 野羊群就从他们的视线里出现又消失 所幸的是 他们奔去的方向 正是陷阱的方向 沐风 现在怎么办 明光小声问道 跟上 动静小一些 说着 沐风摆了摆手 毛着腰向陷阱方向去 后面的人齐齐跟上 沐风他们走走停停 没过多大会就来到陷阱附近 远远看到野羊开始吃草了 沐风估摸着 马上就要有羊吃到带颜的草叶子了 未免万一 沐风转脸小声对李虎跟明光说道 你们两个各带着十来个人 各从一边围着这些羊 他们自己走向陷阱最好 如果有羊想跑 你们就带人堵住两边 不要让他们从你们那边过去 有硬闯的 直接竹枪大棒子伺候 剩下的人跟着我 从正面直接赶过去 确保让他们全进陷阱 明光雨李虎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才明白了沐风的打算 眼睛纷纷一亮 两人无声点头 各自带人猫着腰 从两边包围了过去 沐风也原地紧张地 看着那些野羊 果然 梅多大会 有两只野羊 发现了青草上的岩咸味 吃草的速度明显变快 让沐风心底一震的是 那两只羊 如他所料 顺着刚才洒水的那道线 往陷阱那边走 很快又有其他羊 也发现了端倪 开始争先恐后的 啃食那条 撒了盐水的草线 这样情景 自然给李虎他们 尽数看在眼里 所有人都诧异无比地 看着三十来只羊 争着抢着往陷阱 那个方向啃去 无一例外 这倒让沐风意外了 但这样结果 却是他最希望见到的 李虎与明光 也看出苗头 加快收缩包围圈 甚至于彼此之间 远远都能通过草丛里的 隐隐床床 判断大致方位与人数了 野羊群一无所觉 顺着草线来到了陷阱附近 自然而然地发现了 陷阱上铺着的青草 羊群明显先是一愣 原地顿住 没有上前 还在小心向前挪动的 沐风等人 马上原地停下 一动不动 大气也不敢出 但他们显然多虑了 野羊只是顿住 而后几只大一点的野羊上前 仰头冲青草地方 狠狠抽动了几下鼻子 而后奋力叫了起来 咩咩咩 随后在目风目瞪口呆的神情中 率先叫的那只羊 立马向前冲了过去 直接一跃 整个跳起 扑向青草陷阱 看那架势 全然是几百年 没喝过一场好酒的酒鬼 忽然遇到了一只 装满酒大酒瓮 而他后面的野羊眼见如此 怎能容忍他 独自享用着 充满诱惑的美味青草 纷纷咩咩咩叫着 冲向青草丛 野羊一只只高高跃起 随着第一只羊 率先落在青草陷阱上之后 后面的羊 也就一眨眼的前后差距 都落到了青草陷阱上 扑扑破 刚落地的野羊 还没来得及享用美味 就直接掉到了陷阱里 其余的野羊跃起又落地 跟下饺子一样 也扑扑落进里面 后面正准备跃起的野羊 察觉不妙 刚想停止时 却给最后面的野羊 直接冲撞地停不下来 生生给挤掉进陷阱里去了 三十多只野羊 剩下六七只 咕咚 有人咽了一口唾沫 明显是被这样的场景 给震撼到了 即便是木峰 也没想到 这些野羊 为了多吃一口盐水草 竟然如此奋不顾身 至于剩下的几只羊 毫无意外地 被五十多个人团团围住 也全都逼迫地 跳进了陷阱 一时间 整个陷阱里满满当当 全是野羊 尤其是有藤条网缠身的缘故 这些野羊如线泥潭 动也动不了 只能在陷阱里 咧咧叫个不停 木峰大喜过望 看着满坑的野羊 咧嘴大笑 大风收啊 从挖坑到全部的野羊下坑 前后不过两个小时 这速度之快 不要说明光 就连木峰都无比惊讶 这些野羊 智商似乎还没前是羊的一半高啊 木峰心底感叹 但转念一想就反应过来 这些野羊 以前从未见过陷阱 自然不会想到 这样就被抓住了 相信 以后陷阱用得多了 这些野羊 也会防着人类了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 木峰相信自己 已经训养出了家羊了 也就不需要再捉野羊了 这样想着 木峰咧嘴大笑了起来 不错 不错 一只都没有跑掉 还有七八只小羊 明光则是激动无比地说道 木峰 你这个法子 真的是太好用了 这么一个坑 就抓到这么多野羊 以前我们好多次 都不一定能抓到一只的 其他人也兴奋地看向木峰 眼神中满是狂热 有人咧嘴大笑 提议 这么多羊 都杀了烤肉吃 大家纷纷响应 木峰赶忙摆手制止 陈生说道 这些羊不能都杀完 我们要带回去自己养着 养着 有人疑惑 可是我们自己的食物都不够吃 不吃它们 难道要饿死吗 木峰看着那人说道 眼下部族里的食物虽然不多 但也不是不够最近吃的 我们可以先吃一部分野羊 再吃鱼和其他的猎物 剩下的羊可以养着 留着生下小羊 小羊再养大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吃不完的羊 也可以给部族的小孩子留下食物 让部族更强大 周围的人眼睛纷纷亮起 似乎看到了木峰所说的情景 这时又有人疑惑了 可是我们现在的食物 也不够吃到生小羊 小羊在长大的时候 木峰笑着说道 在小羊长大之前 我们可以再抓别的猎物吃 也可以吃鱼 花毛龙 还有角鹿 以后我们部族里除了要养羊 还要养花毛龙 角鹿 也有其他的动物 木峰本想说 牛 猪这些的 但是现在他还不确定 部族周围有没有这些 名字上对不对的上号就没说 最后木峰又说 将来我们将是部族强大了 养的动物多了 就不用那么多人去打猎了 甚至于最后 我们都不需要专门去打猎了 啊 这下明光慌了 木峰 大酋长 我们不打猎 还能干什么 哈哈 木峰心情大好 笑着说道 放心吧 到时候肯定会有别的事 要你们做的 现在 先把羊弄回去 是 所有人齐齐动手 按照木峰的要求 把野羊一只只 用兽精绳竖了脖子 然后又看向木峰 木峰无奈笑道 先一人牵着一根绳索 几个人拿着代言的草在前面 其余人在周围挡着 防止羊正脱了跑掉 对了 陷阱再用些树枝给铺好 用草盖上 过两天再来看看 是 事实证明 木峰想多了 即便是 刚从陷阱里出来 这些野羊 依然对代言的草念念不忘 丝毫不管已经绳索加深 伸着头要吃草 木峰瞠目结舌 心底再次对写出那句 棒打袍子瓢咬鱼的作者 报以歉意 原来原生太下的野生动物 智力这么低下 木峰再次刷心里认知 这么蠢的野羊 却被冥光说成狡猾 这多少说明了一些 很不好的问题 木峰无奈揉了揉眉头 任重而道远啊 回到部族 三十多只野羊奇奇 出现在了部族 引来所有人的围观 看啊 这次冥光他们这么早就回来了 还抓到这么多野羊 这么多野羊 够咱们吃上好一阵子了 这次是大酋长跟着去的 所以才有这么多猎物 前天也是 大酋长带着大家去捕鱼 鱼也多得吃不完 大酋长大咸 木峰没有去跟部族的人说明 该说的 他在陷阱那边已经说了 相信那些青壮 各自回到自己家里 会说明白的 而且有李虎在 他也不用担心这个 他要做的是 给羊建造一个羊圈 但是 养羊无可避免的 要考虑尿骚位 羊山位 所以 羊圈的位置选择很是重要 想来想去 他选中了一块地方 很适合适 就在部族最北面的北山脚下 那里一大片 积极藤条 灌木也多 天然封闭 也方便他就地取材 去建造一个羊圈 更重要的是 训养野羊 作为食物储备 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大事 自然要放在部族的复兴之地 于是在木峰的指导下 一个用两米多长的树枝 加成的篱笆墙 就围成了 墙上挂满了 积极木藤条 不要说野羊了 就是人 想要靠近篱笆墙 都非得给扎伤不可 野羊被松了绳索 放在羊圈里 明显很不适应 但是再多次撞上 篱笆墙被刺之后 只得信心而退 失去自由的野羊 在羊圈里 一个劲咩咩叫着 却无一人感到心烦 尤其是木峰 看着偌大的一个羊圈 却只放了三十多只羊 兴奋之余 略微有些遗憾 他不自觉摸了摸下巴 家财太少 我这个农场主 有点寒碜啊 一次陷阱捕猎 三十五只野羊 其中有三只受伤 也就不回来了 当天就被宰杀了 分给部族的人 剩下三十二只 里面有十二只公羊 二十只母羊 这其中又有三只公羊 三只母羊 明显年老体衰 可以作为 接下来优先吃掉的 也就是说 能够作为部族 训养食物的野羊 一共有二十六只 虽然木峰也知道 吃羊肉 还是讲究一个嫩字 但还是忍住 没去动小羊 毕竟 小羊可以繁衍出 更多的羊 即便是只杀了三只野羊 部族里的欢喜程度 还是超出了他的认知 只因为与明光那些人之前 抓的一些狐狸 野狼 角西相比 羊肉显得尤其鲜美 于是当天晚上 整个部族再次燃起篝火 部族洋溢在一片 大球掌大咸的欢呼声中 现在整个部族 除了后山的山洞 还向征兴地供奉着火以外 部族里的人对火 已经完全是做寻常了 只因为木峰后来 在整个部族都教会了大家 如何去钻木取火 木峰被请到人群最重要坐着 所有人都手捧着烤鱼烤肉 端着石罐子里的井水围着他 态度千功 尤其是白牙 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身 白色毛屁屁在身上 说不出的好看 他被族人推坐 代表手捧烤肉跟井水 单膝跪地给木峰敬献 少女望向木峰的时候 眼睛亮如繁星 好看的眸子里 也尽是喜悦与崇拜 尤其是他嘴角轻轻微笑 硬着火把 显得别有风情 木峰有些心神荡漾 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干咳了两声 结果羊腿跟石罐 白手示意 这才说到 我们都是僵尸不足的族人 我也是大家看着长大的 以后大家都不用这么客气 叫我木峰就好了 是 大酋长 所有族人齐齐回应 木峰无奈 知道这是原始社会 很多根深蒂固的思维 一下子转变不了 只得作罢 一手拿着羊腿 一手端着石罐 他一下想到了 前世烤羊腿的味道 油 孜然 辣椒面 胡椒粉 那么多齐全的佐料 一股脑抹上去 吃的那叫一个殆劲 如果再配上 冰镇过的啤酒的话 木峰再看看自己 手里烟熏火燎 只加了盐巴的羊腿 顿时觉得索然无味 这么好的羊腿 却只能配井水 木峰有些欲哭无泪 看来 不足的食谱 急需改善啊 木峰再次沟通了系统 把训养动物的任务 交了一次 获得了300点成就 成就点来到了350点 系统 有没有调料可以兑换 木峰忍不住吐槽 羊腿实在太难吃了 可以 系统弹出商城 木峰只是看了一眼 就惊呼起来 我去 打劫嘛 就这么一小瓶辣椒面 需要50点成就 还有这么点自然 够干什么的 一顿烧烤都不够 系统提示 盐巴 各种香料 在当年属于高级消耗品 价格自然很高 随即系统提示 是否确定兑换 木峰犹豫良久 咬牙问道 那这个时代 就没有香料了 系统提示 有 需要你自己去发现 随即系统发出了一系列图片 给木峰看 都是些香草 香料的图片 同时也给木峰发了新的任务 找香料 每种100点成就 木峰看了看 有八角 桂皮 花椒 茴香等 还有一些他不认识的 他眼睛一亮 这些香料 竟然在这个世界都有 发现了不仅可以解决调味问题 还可以获得成就点 当真可以提上日程了 于是他想了想说道 那我不兑换了 一顿饭而已 我可以忍 自己退出与系统的沟通之后 他又变得期待起来 前世研究历史 很多谜题都让他困惑不已 尤其是 还有人质疑他所做的工作 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但眼下他已经身处 这原始社会 不足的事 他一句话就可定夺 几乎做的每一件事 都会给不足带来影响 还有比这更充实 更有意义的事 他想了想 觉得把训养动物 跟寻找调味料的事 可以同时进行 一件事 是可以解决不足的 长远温饱问题 另外一件事 可以解决自己 和不足人的调味问题 更何况 自己还能赚取成就点 他揉了揉脑袋 自顾自孝道 看来训养计划得加速了 想到这里 他冲李虎跟明光说道 李虎大叔 明光大叔 明天我们继续去补练 继续补练 明光跟李虎眼睛一亮 脸上挂着喜色 还去抓眼羊吗 不用 沐风摇头 找几个人去陷阱看一下就行了 我们去抓花毛龙 花毛龙 明光一愣 怎么抓 沐风咧嘴一笑 我自有法子 花毛龙就是原始鸡 也就是鸡的祖先 按照沐风自己的想法 还是叫鸡来得简单 不管他祖上恐龙再牛气 现在不也照样沦落成了林子里 飞不起来的秦鸟了吗 这一次 他依然问了明光 关于原始鸡的脾性 知道了他们出没的区域 以及脾性 心底暗暗有了计较 不得不说 明光虽然反应有点慢 但就了解动物脾性这方面来说 还是很称职的 沐风对比他的介绍 只觉得原始鸡跟后世经过驯化的鸡相比 除了样子凶一点 个头大一点 其余也没什么特殊的 如明光所说 花毛龙虽然不如野羊这么大 但是跑起来的速度更快 吃的东西也不像野羊那样 只吃草 它们吃花种子 也吃一些小虫子 一些带毒的蝎子什么的 也吃 沐风听到他这么介绍 不禁咧嘴笑了 心想 只要能咽到肚子里 只怕没有鸡不吃的东西吧 他笑着对明光说 行了 明天带上藤条网 竹枪 兽金绳 从吉吉木藤条上 再弄点木刺下来 包好 明天带着 对了 再从山洞里拿一条大鱼 把肉切成小细条带上 大鱼干什么 明光皱眉不解 不挖陷阱吗 不用 沐风笑着说道 抓原始鸡 就是这个法子 原始鸡 明光又诧异 哦 沐风猛然反应过来 花毛龙的又一个称呼 而且叫他龙 实在是侮辱了龙 以后他就叫原始鸡了 沐风一言 敲定了原始鸡的称呼问题 要是鸡能说话的话 不知做何感想 是 明光不再纠结 第二天上午 李虎带着七八个人 去昨天捕羊的陷阱那边了 沐风则是跟着明光 带着三四十个人 往另外一个方向 因为带的东西很少 弄得跟着的人都不敢相信 他们这是去打猎了 沐风 明光回头问道 我们连蛊棒都没带 能抓到原始鸡吗 肯定呢 沐风回答 只要你说的没错 那就能抓到 我知道了 明光高兴起来 似乎只要沐风这一句话 他就能心安起来 一群人走了没多久 就到了目的地 按照时间上来算的话 还不到昨天一半的时间 这让明光和周围狩猎队的人 感觉有些不真实 他们从来没有打猎 是走这么近的 但自从沐风参与到打猎中来之后 他们每次走的地方都不远 却都能满载而归 到了 就在那一片位置 率先停下的明光指了一个方向 沐风 接下来该怎么办 所有人都看向沐风 简单 沐风笑着说道 把切好的鱼肉调给我 明光赶紧递上来 用瘦皮包着的鱼条 沐风接了过来 直接抓了一把走到附近 轻轻撒了一小片 然后又抓了一把鱼条 在不远处又撒了一片 这是干什么 所有人都一脸疑惑地看着沐风 不过沐风没有解释 而是抬头看向周围 找到一棵有点像杨树的大叶树木 转脸看向明光 给我瘦金绳 还有一杆竹枪 明光照做 把两样东西递给 沐风接了过来 用瘦金绳拴在一起 约有四米高 另外一端又拴上竹枪 紧接着原地用手 对着其中一根树枝 投出镖枪 镖枪下落的时候 刚好挂在树枝上 沐风两手攥紧绳索 两只胳膊一较近 只听啪的一声 那截树枝 就给他连只带叶拉了下来 被迷惑了 沐风仍旧不解释 摘下一片叶子 有巴掌大小 掐掉叶金 把树叶顺着叶金纹路对折 又横着对折了一下 再用手从中间撑开 成一个三角小碗状 他转脸冲明光说道 急急目刺给我一根 明光仍旧照做 满脸稀奇 沐风接过目刺 直接串起树叶 这样就等于用急急目刺 固定好了小碗的形状 随后 沐风又拿了一根鱼条放在里面 顺手把放有鱼条的树叶小碗扔在了地上 他转脸看向周围的人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照我刚才的样子做呀 就这样 明光挠了挠头 木 沐风 这样子能抓到花毛 原始机吗 其他人也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沐风 明显也有些怀疑 沐风叹了口气 只得说道 放心吧 只要原始机在这里出现 就一定能抓到 是 其他人纷纷走上前来摘树叶 折小碗 然后再穿木刺 放鱼条 最后扔到地上 人多力量大 加上这工序本来就简单 所以不用片刻 地上就放了一两百个树叶小碗了 看着地上杂乱无序放着的树叶小碗 木风微笑道 我把抓机的土法子都用上了 就等着原始机上钩了 树叶小碗装着鱼条散乱放在地上 除了木风 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皱眉表示不解 行了 现在大家还像昨天一样藏起来 等到原始机 也就是花毛龙出现之后 从周围包围 到时候用手里的藤条网罩住就行了 可是 他们跑得那么快 我们追不上啊 有人疑惑 放心 等一下你们会追上他们的 木风神情自若 笃定说道 这些人将信将疑 老是各自找了草丛 或者灌木藏了起来 没过多久 在刚才木风丢一条的草地上 果然来了一群原始机 看来明光对丛林里的动物习性很熟悉啊 木风暗自点头 这一群原始机出现之后 让整个部族的人都暗自握拳 兴奋地想要当时就冲出去 木风更是吃了一惊 我的天 这群原始机是有人饲养的吗 怎么这么多 在他前世的记忆里 山里的鸟类是极少有群居出现的 但眼下 这群原始机粗 看上去也不下一两百只 这是要发财啊 木风心底激动起来 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原始机 我的 都是我的 这群原始机与木风记忆中的机相差无几 但它们身上的羽毛更为鲜艳 个头也比后来的机要大上不少 尤其是它们的头上也不是红色机关 而是凸起的一块骨壮观 最要紧的是 仔细看会发现它们的鸟汇中 还有上下两排参差交错的锯齿状牙齿 原来原始机真的是恐龙演化过来的 木风心底暗叹 自己算是亲自见证了活的机的祖先 而它马上又神有无外地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后世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如今看来 一定要追根溯源的话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有了 先有鸡 这边木风还在胡思乱想 那边僵尸不足的人 已经更大了眼睛 看着眼前一幕 刚进入密食区的原始机 开始低头啄草丛 很快就有鸡 发现了草丛里掉落的鱼条 只见一只原始机伸嘴一啄 一根细长的鱼条 就给它叼在嘴里 而后它仰头不断张嘴吞咽 鱼条便顺着鸟会一点一点滑进喉咙 这一幕 恰好也给木风看到 它咧嘴无声而笑 它小的时候养过鸡 知道鸡吃毛毛虫 长条鱼 蝎子什么的 都是整个架势 所以丝毫不奇怪 尤其是鱼肉 对于鸡也有特殊的吸引力 这时 其他的原始机发现了这只鸡的异常 纷纷凑了上来 想要着走 却给这只鸡 甩头左躲右闪避了过去 同时 它加速甩动脖子 终于将整根鱼条咽了下去 这是典型的群鸡抢食了 不过没多大会 其他原始机也发现了地上散放的鱼条 疯狂拼抢起来 地上的鱼条很快抢食一空 不远处的江士族人还是不明白 地上的吃完了 可以去吃草叶子碗里的呀 吃完了 它们不就跑了吗 果然 尝过了鲜美的鱼条之后的原始机 开始躁动起来 齐齐咯咯叫个不停 同时两次张开 扩大自己的觅食范围 低头在地上找食吃 很快 这些原始机就发现了散放在地上的叶子碗里的鱼条 纷纷欢喜兴奋地大叫起来 哥哥哥 哥哥哥 原始机张嘴醉着树叶小碗中的鱼肉啄去 却在碰到里面的鱼肉之前 一口咬住了横在上面的鸡筋木刺 鱼肉近在嘴边 却给木刺生生阻住 但是咬中叶子碗的原始机死活 也不愿松口 好像在担心 只要一松口 就会有其他的机构来抢走 只是这么一来 树叶子碗就像大号的口罩一样 不仅蒙住了原始机的嘴巴 也蒙住了他的眼睛 被蒙住眼睛的原始机 一方面不愿松口 另一方面又看不到面前的鹿 只能叼着树叶碗醉酒一样左奔右突 而后跌倒在地 即便如此 跌倒在地的原始机仍是不肯松口 很快 这一大群不知道具体数量的原始机 开始集体醉酒 哥哥嘴上叼着个叶子碗 蒙着眼睛东倒西歪地打转 因为看不见落 他们自然也跑不远 而躲在暗中的江士族人 看到这一幕之后 面上纷纷露出大海神情 满心都是疑惑 沐风是否施展了什么巫术 不然这些原始机 怎么会这样原地打转 而沐风此时却不管族人的想法 看到满地乱转的原始机 抄起身边的藤条网 就向前冲去 同时大喊道 快 就是现在 被抑郁惊醒地江士族人 纷纷振奋呼喊着 抄起藤条网 对着乱做一团的原始机 就是一通乱照 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其余的禁术被将士族人抓住 沐风轻点了一下数量 一百一十二只 他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又是大风收啊 大酋长 周围有人兴奋喝道 我们抓了这么多花毛龙 是啊是啊 明光也兴奋到杖红了脸 没想到跟着大酋长 您出来打练 都是这么简单 大酋长大闲 沐风无奈了 他发现不足的人 只要一激动兴奋 就会叫自己大酋长 非得平静下来 才能叫回沐风 最要命的是 这群人一激动 还喜欢大呼小叫什么大闲 听得他甚得慌 他赶忙摆手说道 能抓到是件好事情 现在赶紧回部族去 对啊 这么多原始机构 我们吃好久了 又来 沐风没好气地说了一句 不是说了吗 现在我们抓到猎物 不能一下子都吃完 要留一部分养着 这样以后 我们就不用为食物发愁了 是 那人赶忙回应 我以后不会这样说了 于是 沐风带着人赶回部族 自然又引起一阵轰动 因为出去打猎的人 每个人都攥着兽精绳 每根绳上 都有三四只原始机 哇哇 部族的人一阵欢呼 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 狩猎队也太厉害了吧 一下子抓到这么多花毛龙 大酋长说了 这个叫原始机 管它是什么呢 现在一下子抓这么多 是不是够我们大吃一顿的了 大酋长说了 只能吃一部分 不能敞开了吃 剩下的要养着 养它们干什么 我们自己的食物都不够 沐风叹了口气 指得出声说道 原始机不能一次吃完 我们要留下一部分养着 喂以后做准备 部族里的孩子体格太弱 我们不能只顾着自己 要给他们吃足够的多 足够好的食物 这样他们才能更强壮 长大了才能保护部族 只有这样 我们将是部族 才能越来越强大 人群中一阵沉默 最后都单膝跪下 单手伸向沐风 谨遵大酋长指引 沐风这才无奈转身 直接带着人 走向北山脚下 将士族人不无担忧地 彼此看了一眼 最后才有人小声说道 大酋长不会生我们的气了吧 应该不会吧 沐风心情有些沉重地 带着明光走向北山 心底头一次 对原始社会的状况 有些揪心 抓到了猎物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吃 一次性吃光 今天能填饱肚子 就照称了吃 至于明天 后天怎么样 根本没人去关心 他相信 要不是自己的大酋长身份 放在那里 他们真的会把这些 原始鸡统统吃掉 看来部族的人 要解决的不只是肚子问题 还有思想上启蒙认知啊 沐风暗自摇了摇头 把不快赶走 转而一拍脑袋 对啊 他们不明白的是我明白啊 我是大酋长 这个部族我说了算啊 想到这里 沐风心底豁然开朗起来 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 部族是好是坏 都看我怎么发展了 他忽然又干劲十足了 明光 把手里的鸡都拴到一起 现在赶紧去找藤条 越躲越好 再把部族里 能动手干活的人都叫来 不分男女老少 啊 明光意外 不明白沐风要做什么 却马上答应起来 是 很快 沐风要的东西 都集中到了面前 人也都来到他跟前 沐风指了指身后的羊圈 大家看到了没有 羊在这里面养着 这样 我们可以等着大羊生小羊 小羊长大 再生小羊 以后我们就有吃不完的羊 将士族人 都顺着沐风的手指看去 果然发现 那群野羊正在吃草 有人眼睛恍然一亮 似乎听懂了沐风的意思 而现在 我们也抓了这么多原始鸡 吃肯定是可以吃的 但是不能一次吃完 也要留下来一部分养着 可是花毛龙 原始鸡不产小仔啊 有人问道 沐风微笑摇头 有心要给族人普及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的说法 却明白他们很难理解 只得笑着说道 如果原始鸡没有小仔 那么这么多大的原始鸡 从哪来 这 是因为他们产的不是小仔 而是鸡蛋 沐风轻笑着 说出这个熟悉的词 原始鸡就是从鸡蛋里孵化的 所以这鸡蛋既可以用来产小鸡 又可以用来吃 而鸡蛋的营养 是很多食物都比不上的 它可以让我们 让部族里的孩子更强壮 沐风一股脑地 把鸡 鸡蛋的好处都说了出来 只是将士族人 一个个听得大眼瞪小眼 因为沐风说的鸡蛋 孵化 营养 完全是他们不理解的词 沐风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心底无奈苦笑 自己救着鸡的启蒙教学 似乎还是有点快了 看来还是不能操之过急啊 沐风心底感叹 想到这里 他摆了摆手 这样吧 大家先跟我学怎么编鸡龙 至于怎么养鸡 怎么吃 我慢慢告诉你们 是 锦尊大酋长指引 所有人单膝跪地 单手向上 又来 沐风一阵无语 编鸡龙 所有人都齐齐看向沐风 目中满是不解 人群中的白牙抬头 如心的眼睛里满是疑问 沐风哥哥 什么是鸡龙 鸡龙就是用来训养原始鸡的 沐风一指羊圈 养羊的地方叫羊圈 养鸡的地方叫鸡龙 顿了顿他又说道 不过这些原始鸡 还没训养成功 不能放在小鸡龙里 必须放在一个大鸡龙里 大鸡龙 为什么 白牙促着绣眉 歪头想了又想 也没弄明白 因为它们还是野生的 忽然失去自由 被关了起来 空间太过狭小的话 容易被气死 沐风笑着解释 气死 白牙一愣 促起的眉头 拧成一个疙瘩 面上满是不解 看起来更可爱了 是 沐风笑着说道 要是地方太小的话 它们会不吃不喝 然后就饿死了 原始鸡也会生气吗 白牙好奇地 看着拴在一起的鸡 满是不可思议 沐风省笑摇头 心想 养鸡可是门技术活 事实上 它说的就是事实 以前它还在 现代的时候 抓到过野山鸡 无论是单独 放在鸡笼子里 还是跟家鸡放在一起 要不了多久 它们一准 会不吃不喝饿死 但如果 是一个相对宽敞的地方 无论是单只 还是一群 都能很好地活下去 这就是它来自 现代的好处了 对于养鸡这样的事 有着眼前这群人 难以想象的经验 好了 现在大家跟我一起来 编个大鸡笼 大到把这些鸡都给放进去 沐风一手拿起几根藤条 另外一手拿起鼓刀 把藤条一段削尖 然后斜着插在地里 尖端入地十来厘米 随后 沐风又削了几根藤条 顺着刚才的藤条 相隔五六厘米 平行插进地面 接下来 它又对象插了藤条 这样一个菱形篱笆的雏形 就出来了 紧接着 它又用手把藤条上面部分 用编网的方法 把藤条交错放置 这样就更稳固了 现在大家可以拿着藤条 这样编藤网 围成一个大圈之后 就成了大鸡笼了 沐风看了看藤条的长度 想了想说道 注意 藤条尽量都斜着往中间去 这样能放置原始鸡 冲出鸡笼 它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鸡笼 编成一个下宽上窄的 瓶口笼子 这样即便原始鸡 能飞冲一段距离 也无法冲出鸡笼 毕竟鸡无法垂直飞行 越过两米高的障碍 斜着飞 又会被下宽上窄的笼子 给限制住 这也是沐风前世的 养鸡经验了 果然人多力量大 几乎是整个部族 能出力的人 都来编制篱笆鸡笼 前后不到半个小时 就竣工了 沐风让人专门留了一个窝口 自己动手编了一个篱笆小门 又用收紧拴在上面 这样一个地面势底 笼口向天 高近三米 方圆两三百平的大号鸡笼 就这样编好了 看着这么大的一个鸡笼子 沐风恍然生出一种感觉 这要是放在前世申请吉尼斯记录 肯定又是一项世界记录了 他让黎虎把原始鸡一只只 都放在鸡笼子里 结果发现 有八只鸡已经奄奄一息 直接给滴流出来了 沐风轻点了一下 剩下的104只鸡 有36只公鸡 68只母鸡 本着训养家繁衍的原则 沐风把这36只公鸡中的老 若挑了出来 留下12只放在里面 这么一来 第一批能吃的鸡有32只 32只鸡 是僵尸部族过去几年 都没吃到过的总和 毕竟原始鸡跑得实在太快了 这一点从鸡笼内奔行到 只能看到残隐的原始鸡 就能确认 鸡是放好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 怎么去养这些鸡 果然 明光开口问了 沐风 这些原始鸡该怎么养啊 它们也不吃草呀 这个简单 沐风笑着说道 部族周围都有去年秋冬 干到的草碎 找人专门揪草碎扔在里面 除了草碎以外 大家也可以翻土抓蚯蚓 小虫子 大叶子的草 都可以给原始鸡吃 哦 对了 别忘了在这里面再挖一个水池 用石头砌上 每天早中晚 各给一次水喝 还有 再放些甘毛草在里面 甘毛草 明光奇怪 这有什么用 不出意外的话 你明天就知道了 沐风神秘一笑 而后一甩手 行了 大家都去忙吧 随后它看向部族西面 远远瞧见 李虎带着人也回来了 看样子 他们也不是空手而回 而李虎人还没到防护墙 就开始大声嚷了起来 大酋长 大酋长 你看我们又抓回来几只野羊 李虎几人都带回了十来只野羊 一个个喜气洋洋 但是在看到了沐风身后的大号鸡龙以后 喜色变成了震撼 上天 这么多花毛龙 都是你们抓来的 嗯 沐风点头 这次捉了不少 我没想到 这林子里会有这么多 他看向李虎身后 不由笑道 看来你们也有补货呀 嗯 这次里面有十一只 李虎兴奋 那个陷阱我看了还能用 把羊抓上来之后 又再铺上了草 可惜部族里的盐不够了 不然再撒上一些盐水 应该还能捉到更多 沐风点头 可以 不过要等部族 弄到足够的盐才行 对了 以前部族里的盐 都是从哪里弄到的 李虎脸色一下变得难看起来 是跟莽龙部兑换的 先前偷到我们部族伙 重伤老酋长的 就是他们的人 嗯 沐风奇怪问道 他们又是 从哪里弄到的盐呢 还有两个部族 既然一直是 互相兑换东西的 为什么他们要来 我们部族偷火呢 哼 李虎恨恨说道 之前一直是 我们给他们毛皮 他们给我们盐巴 可是上一次 我们准备了毛皮 去他们那里兑换的时候 他们的人说盐巴没有了 要我们回来 可刚回来没多久 他们的人就来了 抢了毛皮 偷了圣火 害得我们僵士 差点王族灭种 李虎咬牙切齿 这个仇 我们一定要报 嗯 沐风重重点头 仇是肯定要报的 但现在我们将是人手 部族还不够强大 贸然报仇 只会让部族遭受重创 你明白吗 是 李虎微微低头 行了 你先把羊送进羊圈里去吧 沐风说道 部族的事 我会想办法 我们一起 让部族变得更强大 是 李虎重重点头 那我先走了 李虎走之后 沐风皱眉思索 本来今天 抓了一百多只原始鸡 是件大喜事 但前后两件事 都让他心底揪了一下 只因为一件事 僵尸不足的弱小 我一定要改变僵尸 沐风在心底下的决心 与此同时 他再次沟通了系统 系统 交任务 这次 他一下子交了两个 训养动物的任务 一个是原始鸡 一个是先前的地龙 系统提示 训养原始鸡任务完成 获得成就三百点 训养地龙任务完成 获得成就点三百点 这样下来 加上前面剩下的 三百五十点成就 沐风的成就点 来到了九百五十点 九百五十点的成就 可以兑换的东西很多了 但是这次沐风 打定主意 不再乱消耗了 决意攒下来 去兑换木道衍生术 他想获得足够强横的技能 这样才能带领 部族强大起来 成就点 还是成就点 沐风坐在一旁 仔细思索起来 部族的人 眼见木风再次沉默 自发地都走开了 白牙满脸关切 两步一回头地 看着木风 而木风这边 则是在想着 获取成就点的方法 找香料 一种是一百点成就 要想凑够两千点成就点 至少还要找十一种香料 木风摇了摇头 光找香料有什么用 只是调剂了口味而已 我要做的 是能改变部族的东西 他再次沟通系统 帮助部族找到其他食物 是不是也可以获得成就点 系统回答是 在部族现有的食物基础上 每多找到一样食物的 可以获得二百点成就 无论是什么食物 只要能吃就行 对吗 木风确认一遍 是 系统回答十分肯定 那好 木风眉头舒展开来 既然如此 那我下午开始 就进山去找食物跟香料 做了决定之后 木风转身去找老酋长 希望能从他嘴里 问出点关于自己脑海里 那段莫名的信息 这几天 他一直在尝试着 去接触自己脑海里 那五团一样的东西 却每次都不能接近 他只知道 那团好似实体的东西 就是老人传给自己的 但是具体如何用 他一点眉目也没有 问了系统 系统倒是给了一个建议 用五千点成就 兑换一把记忆钥匙 然后帮他打开那谜团 在成就点上 一瓶如洗的木风 指得信心而退 转而寄希望于 这个传给自己记忆的老人 只是很可惜 老人在被自己救活了之后 在短短的一天之内 就忘记了绝大多数的东西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木风去了茅草屋 又问了一遍老人 结果仍旧是老人 在那自言自语 木风压根听不明白 他在说什么 无奈之下 他只得离开 自己想办法 离开茅草屋以后 木风回到自己住的山洞 山洞里放的东西少得可怜 茅草 兽皮 还有食罐 除此以外 别无常物 木风再次感叹起来 好歹我也是一部的大酋长 连我住的地方都这么寒沉 看来部族里很多基础性的东西 都得弄啊 他自言自语 住的房子 日常用具 生活用品 他揉了揉脑袋 感叹原始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 确实不容易 这么多事 只能一件一件来了 木风心底想着 先做比较着急且重要的事 这样想着他又去找茅草 毕竟三次外出打猎 茅草对野兽的介绍都十分熟悉 明显是对丛林十分熟悉 木风就是想让他发挥自己的强项 带自己进山去看看 木风 察觉到木风过来 明光赶忙从自己山洞中跑了出来 你找我有事 嗯 木风看着明光一脸愁色 怎么了 明光大叔 明光叹了口气 朔锋他 朔锋 木风头脑里猛的一惊 马上想了起来 朔锋是明光的儿子 自小跟着明光 出没野外丛林 对野外的熟悉程度 不亚于明光 白牙喜欢的酸果 最开始就是朔锋找到带给他的 在上次蟒龙步 劫略不足的时候 自己之所以会昏迷不醒 是因为蟒龙步的人拿着大棒砸向了他 当时朔锋迎头上 替木风挡了那一击 直接给人砸到了脑袋 至于自己为什么昏迷 应该是朔锋挡下了一棒之后 自己又挨了一棒 而且看上去自己这副身体的主人 原来的木风应该是死了 不然也不会有自己穿越而来一说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为了救自己 才落得这样地步 木风不能不管 朔锋 他怎么样了 木风着急问道 他还是没有醒过来 明光脸上挂着悲痛 现在就快断气了 啊 想起最近两天 明光一如寻常 完全没看出端倪 他赶忙问道 你怎么不告诉我 没用的 明光摇了摇头 老酋长说了 你们两个孩子 只怕都活不过来 能否醒来全看天意 而且 步足现在正处在危难的时候 步足比我们更需要你 木风也不管明光没说完 静止走向山洞 朔锋 明光赶紧跟在后面 木风来到山洞里面 看到地上铺着厚厚茅草 茅草上平躺着一个少年 黑瘦脸庞 五官棱角分明 只是 眼下少年眼睛紧闭 面旁也因为昏睡太多天 没怎么进食 而愈发瘦削 尤其是他脖梗 耳根处 还有小片血污 看上去十分惨淡 朔锋 木风心底一紧 该不会是 哎 明光眼见木风这样 无奈叹气 木风伸手小心探向朔锋鼻息 察觉还有微弱至极的呼吸 悬着的一颗心 这才松了下来 只要还有呼吸 他就有办法救回朔锋 他还有叫 木风赶紧说出这么一句 好让明光安心 果然 听到这句话之后 明光愣住 继而大喜说道 真的 木风无声点头 背对着明光 伸手探向朔锋头顶 开始默默运转玉和树 顿时 山洞里泛起淡绿色的光点 光点出现后 开始点点 涌向木风手掌 明光察觉到异状 睁大眼睛 死死看着这些光点 这是 明光眼神中泛起狂热 激动到说不出话来 而木风自然看到 周围的绿色光点 他看着这些光点 汇聚向自己手掌 又通过自己手掌 涌进朔锋头顶 与上次施展 救治老酋长不同 这次他明显感觉到 绿色光点 从自己手掌 涌向朔锋头顶的时候 一股暖洋洋的感觉 让他很舒服 但接下来 就是眼皮打颤 让他有种 昏昏欲睡的感觉 我去 原来这法术 这么消耗精烈 木风暗自咬了一下舌尖 不让自己睡去 保持手掌 扣在朔锋头上 约莫十来分钟 对于木风来说 简直是极大的煎熬 他实在太困了 但是好在朔锋终于醒了 醒来之后的朔锋 睁开眼睛 看了看在自己床头 强撑着眼皮不睡的木风 又看了站在一旁的明光 终于开口说话 阿爹 木风 醒了 终于醒了 明光大喜过望 兴奋地跳了起来 太好了 而朔锋的阿娘 闻讯赶来 看到已经行转的朔锋 喜极而起 随后夫妇俩单膝跪地 单手向上 朝向木风 谢大酋长 刚刚清醒的朔锋愣了一下 看向木风 大酋长 木风摆了摆手 强撑着眼皮说道 明光大叔 你去鸡笼抓一只大的原始鸡 杀了 戏弄干净 找石罐 把鸡放进去 加满水 炖了给朔锋吃 用石罐子 炖了 明光有些不知所措 木风无奈了 只得说道 你去把鸡弄干净 然后我来炖 木风要做的自然就是鸡汤 因为现在朔锋的身体 最适宜的 就是喝鸡汤补补了 烧汤的时候 鸡汤的香味 溢满了整个山洞 明光夫妇都忍不住 凑到木风跟前问 木风 这就是你说的炖汤吗 这也太香了吧 嗯 木风拿起一个小号的石罐子 倒满 又扯下两条大鸡腿 放在碗里 捧到朔锋跟前 朔锋 有点烫 你小心便 不过他心底却想 可惜了 没有葱姜跟香菇 不然会更香 就在这时他脑筋里灵光一闪 对啊 葱姜蒜 还有蘑菇笋子 这些都是可以做香料跟食物的 他心底马上有了计较 朔锋这边早已闻香味 闻得鸡肠碌碌 他扯过鸡腿 捏在手里放在鼻尖 使劲吸了一下香气 然后大口咬下 只是这一口 将整个鸡腿全咬在嘴里 直接烫得他连连吐舌头 即便如此 第一次尝到如此美味的朔锋 仍旧不舍得松口 大嚼特嚼了两口咽了下去 沐风有些无奈 他想到了原始鸡为了吃鱼条 也死活不愿松口的样子 随后他又赶忙把这样想法压了下去 毕竟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 正在沐风感叹之际 朔锋又把另外一只鸡腿也吃了下去 而后才捧起食罐子 闻了一下鸡汤 仰头咕嘟咕嘟全喝了下去 看他的样子 就好像鸡汤不烫 又好像是他整个人就跟没嗓子一样 直接往肚子里倒的 还有吗 转瞬喝完汤的朔锋 游子不满足 看向沐风 有 沐风捧着食罐 转身又去给他盛汤 又把剩下的鸡肉 全给朔锋拿来了 朔锋也不客气 风卷残云 一般把肉吃完 汤也喝了干净 沐风目瞪口呆 那可是一只不下七八斤的原始鸡啊 加上一大食罐的汤 就给朔锋一个人吃完了 倒不是他心疼鸡 而是那么大的量 朔锋肚子能盛得下吗 只是他显然多虑了 吃饱喝足的朔锋揉了揉肚子 放了个又臭又响的屁 然后就从茅草床上站了起来 自己捂着鼻子说道 出去说 沐风诧异看向朔锋 你不用再休息休息了 不用 睡在上面太难受了 朔锋摇了摇头 而且我也没事了 跟在一旁的明光眼里的震惊 简直无以复加 他心底对于沐风施展的那个法术猜测 更加确定了几分 欲示如此 他眼中金光欲胜 朔锋来到洞外 大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回头我再打一只还你就是了 沐风不以为意 摇头说道 不用了吧 什么不用 黑兽脖子一挺 我知道花毛龙难抓 一定会赔给你的 可是 不足里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只了 沐风微笑说道 怎么可能 朔锋不可思议地看向沐风 一百多只 你骗我的吧 骗你干什么 沐风省笑摇头 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朔锋将信将疑 跟着沐风一起往北山走 而明光 没有跟过来 明显对两人很是放心 两人来到鸡笼子跟前 朔锋看着紫鸡笼子里飞奔的原始鸡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他又看了看羊圈里的野羊 不确定地问道 这些都是我昏睡这几天 你们抓的 嗯 沐风大笑点头 怎么样 这下你信了吧 信了信了 朔锋看着野羊跟原始鸡 两眼放光 沐风猛然想起 今天要去找明光的目的 看着眼前的少年 不由眼前一亮 笑着问道 朔锋 刚才的汤好喝吗 好喝呀 朔锋笑着说道 我从来没喝过 这么好喝的东西 嗯 沐风点头笑道 可要是能放些别的东西 在里面 味道就更好了 啊 还可以更好喝 朔锋诧异 赶忙问道 放什么 呃 放些香料在里面 比如说葱啊 蘑菇菌子啊之类的 香料 菌子 朔锋面露不减 哪里有 沐风心里一乐 朔锋这算是 问到点子上去了 他笑着说道 外面的林子跟山里有 所以我们可以去那里面找 朔锋一下子明白 沐风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 要去林子里找 可是林子里太危险了 都是野兽 我们也没有武器 他的意思很明显 外面野兽很多 也很危险 但要是有武器 他就赶出去 沐风对他算是十分了解了 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怎么没有 他翻手一伸 手里握着一把 小臂长短的金铁短刀 挠 给你 这是 朔锋一下子呼吸急促起来 这是精气 还是最锋利的金刀 他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向沐风 你从哪里得到的 不等沐风回答 他又急切问道 这是给我的吗 沐风笑着点头 把刀递给了他 接过刀的朔锋身上 气势骤变 瘦削驱黑的面庞上 陡然泛起自信于凶悍神色 他舔了一下嘴唇 咧嘴笑道 有了这把金刀 我就能带你进丛林 沐风看了看 点头微笑 心底却又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们的 这把刀也推贵了吧 二百成就点 朔锋收了短刀 看向沐风的眼神 已经变做精气与狂热 精气 在此之前 他也只是听阿爹说过 从未真正见过 没想到 眼下自己竟然有了一把精气 而且 还是被族人最为推崇的金刀 沐风 朔锋钉短刀 说吧 你要去林子里找什么 有了这把金刀 我想试试 能不能杀了满荒山上的熊皮 别 沐风赶紧摆手 我找你来不是去冒险的 那是干什么 刚才已经说了 我想要进山帮部族 找各种可以吃的食物 这样部族 以后能吃的就多了 你阿爹他们打猎 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朔锋眼睛一亮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沐风笑着说道 我知道你跟明光大叔一样 对山里林子都很熟悉 所以就找你 给我带路 好 沐风咧嘴笑了起来 什么时候出发 就午后吧 你先回去准备一下 好 午后太阳过了正南 沐风等来了朔锋 沐风自己背着用藤条边的小被篓 带着瘦金绳 拿着一把铁铲 也是用二百点成就对话来的 说是铁铲 有点类似于军用铁锹 一边有锯齿 另外一边有锋刃 当真是能扎能砍能挖 又能锯 朔锋也是一身装备 瘦金绳 竹标枪 短刀 大棒等等 两人同行 带的东西明显不同 沐风是想去找东西 朔锋明显是奔着干下去的 他有些无语 笑着说道 我们这是去食物 不是去打练 朔锋赶忙解释 林子里野兽太多 带上这些防止危险 沐风笑道 好吧 我们先不走远 就在东山找找看 好 朔锋点头 东山我说 两人随即向东山进发 因为两人走的路相对开阔的地带 所以一路上相对安全 偶尔见到一两只落单的原始鸡 见了他们两个 竟然也不跑 只有在朔锋尝试着拿竹枪去射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会煽动翅膀四散逃开 可不用多久又会跑回来 原始时期的野兽的蠢笨可见一斑 即便如此 朔锋依然没能抓到一只原始鸡 不由有些泄气 为什么你能抓这么多花毛龙 我就抓不到 简单啊 沐风笑着说道 从随身带着的兽皮里取出一节鱼条 揪下一片树叶做了小碗 照就放了鱼肉扔向原始鸡 结果不言而喻 肉腥味吸引了原始鸡 而后 他就咬着树叶子 挽原地打转 朔锋目瞪口呆 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他咽了一口唾沫 你这施展的什么法术 沐风摇了摇头 耐心解释给他听 朔锋听得半知半解 但看向沐风的眼神明显有些畏惧 他这才想到 阿爹跟自己说的 现在沐风是大酋长 说话做事都要对他保持足够的尊重 他救了不足 也救了你 大酋长 朔锋有些敬畏的 又有些兴奋 我现在明白 怎么抓他 说完 他便迫不及待地 上前一竹枪打翻原始机 然后用兽精绳捆了 系在竹枪上挑着 沐风颇觉无奈 自己是出来找香料野菜的 没想到这些东西没找到 朔锋这边已经开张了 我们是来找能吃的东西的 沐风再次提醒 可这原始机就能吃啊 朔锋咧嘴大笑起来 他自己都原地打转不走了 不带走就浪费了 好吧 沐风点了点头 接下来就不要再打猎了 我们要找的是植物 好 朔锋点头 认真低头左看右看 两人终于进了东山山脚 春天里 山里早有不少绿色植被 很多植物 沐风都不认识 只得不断沟通系统进行辨识 很快 沐风终于发现了一小片野菜 这一片野菜的发现 让沐风不由欢呼雀跃起来 季菜 沐风惊喜喝道 眼前的的野季菜 跟现代的季菜相去无几 区别在于 野生的季菜明显单颗要小 但是野生的季菜风味 口感都不是现代大棚里种植的季菜 可比的 野生的季菜洗摘干净 用开水一汤 撒点盐跟蒜泥 味道就少有可比的了 要是能加点醋跟麻油 那味道简直绝了 还有就是 季菜猪肉饺子 味道更是不用说 当然 季菜也可以清炒 还可以煲汤 味道都不差 沐风看着眼前的野季菜 想到前世时候吃季菜的美味场景 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 大酋长 朔风有些不明所以 你对着一片草流什么口水啊 你不懂 沐风笑着说道 咱们已经找到了一样可以吃的野菜了 野菜 朔风摸了摸后脑勺 不解道 吃这个草 这东西能吃吗 能 沐风大笑 以后你会喜欢上吃的 沐风看着这一小片季菜 满心欢喜 挖了一些放在被篓里 又用铁铲砍了一节树枝插在地上 这是干什么 朔风不解问道 这是做标记 沐风笑着解释 这里离不足不远 回头我要找人把这些都挖回去种下 种这个 朔风挠了挠头 这个山里都有啊 为什么要种 沐风笑着摇头 你以后就知道了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朔风问道 嗯 继续往里面走 沐风又看了一眼野草菜 心底暗道 已经找了一种野菜了 二百点成就没跑了 于是 两人又站起来 往山上走 因为沐风找到草菜在先 这下朔风也来了精神 他走在山路上左看看右看 时不时大呼小叫地指着一株植物问沐风 你看 这样的能不能吃 这样的呢 这种草能不能吃 沐风有些好笑 纠正道 能吃的叫野菜 不能吃的才是草 朔风无奈摇头 可是我也不知道 哪个是野菜 哪个是草啊 没关系 沐风笑着说道 这次我们两个过来 就是为了找野菜的 我可以教你任 回去你再教部族的人 好 朔风重重点头 他已经听阿爹说了 沐风现在是大酋长 已经带着部族出去打猎三次 三次都是收获满满 阿爹告诉他 能跟大酋长一起出去 一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好好看 好好学 更要保护好大酋长 沐风不知朔风心底所想 继续向前走去 左右张望 期望能发现什么 老实说 东山东路山势平缓 植物不少 野草更多 偏偏想要找到能吃的野菜 当真有些困难 他心里想着 自己是不是找错方向了 野菜应该去林子里找 而山里出的 则是一些药材跟菌子之类的 想到这里 他不由向一些朽木根部 以及一些浅草处找去 期望能找到蘑菇什么的 结果就这么简单地换了思路 他很快 在一根粗壮的树根旁边 看到了一簇簇浅灰色蘑菇 树花 木峰再次惊呼一声 树花是一种蘑菇 跟苹菇比较像 但是颜色没有苹菇那么深 由于树花多生在朽木上 远远看上去 如同一朵盛开的花 所以又叫树花蘑菇 树花蘑菇不仅可以吃 还可以用作中药 营养价值不用多说 无论是烧菜还是煲汤 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前世木峰进山考古 在野外自己生活做饭 有的时候 就会找些树花之类的菌子 烧汤盒 眼下在这原始社会 见到了树花 他顿时生出一种亲切感觉 他小心翼翼地 用铁铲削掉一簇树花 放在被篓里 又砍下树枝 插在地上做了标记 这一下朔锋又奇怪了 大酋长 这是什么草 也能吃吗 这是蘑菇 可以吃 木峰笑着说道 但它不是草 是菌子 他左右看了看 又发现了另外一种 像是没撑开的小雨伞一样的蘑菇 伸手拔起一颗 笑着说道 这叫雨伞菇 也可以吃 除此以外 长在这种树上的蘑菇 叫松茸 很少见 也可以吃 木峰耐心解释 但是记住了 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吃的 有的有毒 吃了会出人命 啊 朔锋吓了一跳 那怎么办 除了你不足 也没人认识啊 简单 木峰笑着说道 一般能吃的蘑菇 都是这个颜色 灰色 淡黄色 褐色 其他的像是红色 紫色等颜色越鲜艳的蘑菇 毒性就越大 都不能吃 顿了顿他赶紧加了一句 以后你们要是采蘑菇 就不要采颜色 看上去很好看的蘑菇 是 朔锋连忙记在心里 生怕漏了任何一个细节 难怪阿爹要我跟着 大酋长身边好好学 原来他懂得这么多 朔锋心底暗想 木峰指了指树花 等回到部族里面 就要靠你带人 来把这些东西 都弄回部族里 可别记错了 是 我一定记住 朔锋郑重点头 好 木峰点了点头 起身继续向前走 同时他在心底盘算 树花可以吃 二百点成就 雨伞菇可以吃 二百点成就 哈哈 这一趟进山 成就点赚取的 也太容易了吧 木峰边走边想 一旁的朔锋 则是若有所思地 看着周围 走走停停 去看周围有什么可以吃的 猛然间 他倒吸一口凉气 赶紧喝了一声 大酋长 停下 嗯 木峰还在想事情 听到朔锋喊话 下意识挺住脚步 怎么了 朔锋一个箭步 跑到木峰身边 直接横起短刀 眼神死死盯着一个方向 随着朔锋一声低喝 木峰本能察觉到 周围有异状 他虽然还没转过身来 但却从朔锋的神情中 感受到了危险 他下意识 顺着朔锋看的方向看去 发现那里此时 竟然出现了一只 长着硕大獠牙的黑皮野猪 野猪 木峰眼睛瞬间一亮 不由低呼一声 朔锋奇怪 为什么大酋长见到野猪 会有高兴的感觉 他赶忙横身 挡在木峰与野猪之间 一手拿刀 一手拿着竹枪 防备野猪随时可能发难 木峰被挡住半个身子 却也能清楚见到 野猪晃着悠闲步子 朝他们走来 他倒吸一口凉气 这野猪比他前世 在山区见到的 最大的野猪还要大 两根獠牙 直接弯到了头顶 要知道 他前世见过的那只野猪 足足有八百斤 眼下这只无论体型 还是獠牙 都要大上两号不止的野猪 不用想都知道 他的杀伤力 这只野猪獠牙尖端 寒芒闪闪闪 看上去就十分锋利 毫无疑问 谁要是给这野猪 獠牙顶一下 不死也要重伤 朔锋一手持刀 侧脸回头对木峰说 大酋长 等一下我上去拖住他 你赶紧跑 说着 朔锋就要横刀上前 等等 木峰赶忙一把拉住朔锋 把刀收起来 怎么能行 他要是冲过来 我们都跑不了 听我的 木峰低喝道 你拿着刀 我们俩都得死 朔锋敬意不定 手有些发抖地 把刀放了回去 同时也不像先前 看野猪那么凶狠了 看来 短刀给他的勇气 不是一点半点 木峰摇头 又是一朔锋 把竹枪也收起来 朔锋想要说什么 却给木峰 用眼神声声制止了 他指得照做 就站在这里 不要动 木峰低声说道 等一下他 就是到我们跟前了 也不要动 更不要去看他的眼睛 知道了吗 知道 知道了 朔锋有些哆嗦 木峰在背后 轻轻拍了他后背一下 示意无碍 然后轻轻走到朔锋前面 自己面对野猪 啊 朔锋大吃一惊 在他伸手低声说道 大球掌 你不能 听我的 别吭声 木峰小声说道 是 不下千斤的野猪 夺着步子 晃悠悠出现在两人 二十来步附近 看到两个人突然出现 明显也是一愣 小眼睛转了转 明显在思考 大球掌 朔锋低声说话 别说话 相信我 是 野猪也在这个时候 终于思考完毕 继续迈步 朝他们这个方向走来 朔锋紧张到不行 不敢去看野猪 木峰却不是如此 老神在在 不仅没有惊慌失措 反而有些期待 因为就在刚才 他想到了自己会的 初级训兽术 刚好对野猪有效 眼看着野猪 一步一步 终于来到两人跟前 木峰故作无事地 向前迈出了一步 同时解下肩头的背搂 假装没有看到野猪 这是干什么 朔锋奇怪 野猪已经走到 两人跟前 发现木峰举动 也是一愣 小心翼翼伸了鼻子 往前使劲挫动两下 似乎在确认 两人是否有危险 一股臭烘烘的味道 从野猪两个大鼻孔里传来 朔锋恶心到 差点一口吐出去 木峰也忍着恶心 鼻子冷哼一声 而后嘴巴没有张开 喉咙在一起摩擦 发出呼噜恩能的声音 野猪吓了一跳 一甩头 赶紧后退了一步 同时前腿向前探 把头一低 露出两只硕大的獠牙 面向木峰两人 啊 朔锋差点一口叫出声 却想到木峰说的话 赶忙捂住嘴巴没有说话 木峰没有直接盯着野猪 而是用居高临下的眼神 轻轻瞥了一眼野猪 而后嘴巴里发出嗷噜噜 嗷噜噜的声音 同时一手伸出 对着野猪做出你过来的姿势 啥 朔锋虽然站在木峰身后 却因为个子较高的缘故 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心底惊骇莫名 大酋长 他不会是要野猪自己过来吧 野猪明显一愣 原本掘起的头颅 又抬了起来 他迷惑地看着眼前 这个长得明显 跟他不一样的家伙 思在奇怪 他叫自己过去干什么 木峰表现得很不耐烦 喉咙里继续涌出嗷噜噜 嗷噜噜的声音 同时一脚在地上 抹萨巴吐 显得有些焦躁 野猪受到催促 猛地甩头 打了一个响鼻 又是一股臭味传出 但他就是不过来 木峰再次哼了一声 嗷噜噜了一声之后 右脚狠狠剁了一下地面 自己伸手上前一步 做事要去摸野猪的獠牙 野猪吃了一惊 也顾不得骑他 转身扭头就跑 啊 这一下朔峰彻底惊讶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野猪 就这么跑了 他下意识地看向木峰 却发现 木峰已经抄起背搂 快步跟着野猪跑了过去 与此同时他嘴里依旧喊着什么 这怎么回事 朔峰来不及多想 赶紧抄起刀跟上 大野猪在前面跑 木峰在后面追 在后面是朔峰 场面十分怪异 大酋长 朔峰硬着头皮低贺 快停下 再往前面就是东山深处了 里面有很多凶兽 木峰这才停下 他刚才见到大野猪 实在是太兴奋了 忍不住以训兽术 去跟大野猪沟通 希望能把大野猪带走 但是大野猪明显不愿意 掉头就走 至于大野猪 为什么不像地龙那样听话 木峰猜想 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他的训兽术是初级的 对于大野猪 这样的野性难训的野兽 很难以下就奏效 二是披甲地龙 在送到他们不足的时候 明显是已经驯服过的 只不过不听 将士族人的命令而已 看来 要想真正训化野猪这样的野兽 还是需要高级的训兽术 但成就点 木峰暗自择舌 不过他也确认了一件事 那就是 有了训兽术 遇到一般的野兽 他应该都不会有危险了 大酋长 朔锋心有余悸地问 刚才是怎么回事 那只野猪怎么会忽然跑开了 是不是你用什么法术了 嗯 木峰也不想横生之劫 懒得多做解释了 如今 自己有大酋长的身份 很多的自系统的手段 都可以用大酋长来解释 而且也没人怀疑 哦 朔锋目中露出金融 心底暗道 果然 随后又问道 你已经将他赶走了 又去追他干什么 木峰笑着说道 现在部族里有了羊 原始鸡 如果再有野猪这样大的野兽 作为食物 以后狩猎队 是不是就不用冒险出去打猎了 朔锋这才反应过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木峰 你是说 连野猪也要养 嗯 木峰笑着说道 而且野猪那么大 身上的肉很多啊 杀一只 就够很多人吃的了 可是野猪在林子里 也是少见的凶猛 就是一些虎豹 也都也都不敢跟他们正面交手的 朔锋脸上挂着担忧 刚才他只要来这么一下 只怕我们两个都得死 不用担心 木峰笑着说道 等我们回部族了 我想个法子 然后来抓野猪 即便是不能养 也可以抓回部落做食物 野猪也吃毒蛇 所以 有他们在的地方 一般不会有毒蛇猛虫 所以 部族如果能养一些野猪 毒蛇之类的东西 也不敢轻易出现 可是 现在我们连他们在哪里都不知道 朔锋摇了摇头 这些灌木这么浓密 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这个好办 木峰笑道 看我的 说着 他把贝楼里沿途采摘的蘑菇 都拿了出来 用铁铲全部拍碎 枝叶撒了一地 随后 他又把地上的蘑菇碎屑 全部扔向野猪脚印消失的入口 这是干什么 朔锋迷惑不解 木峰也不解释 转身拉着朔锋就跑开 找了一处十分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 不要出声 木峰吩咐道 大酋长 你不会法术吗 朔锋小心问道 我的法术 只对一只野兽有用 要是多了就不行了 木峰随口解释 朔锋想了想 身以为然 果然闭口不吭声 一动不动盯着蘑菇碎屑所在的地方 两人等了好一会儿 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 朔锋忍不住低声问道 大酋长 怎么办 等 木峰低声说道 野猪在确认周围有没有危险呢 只要有野猪 就会出来的 他看了一眼太阳 又说 现在临近傍晚 野猪也快出来觅食了 只要他出来觅食 就一定会闻到蘑菇的味道 蘑菇的味道 野猪能闻到 朔锋有些不确定 放心吧 肯定呢 木峰笃定 而且野猪生性小心 现在估计就在哪个灌木丛里 偷偷看着呢 话音未落 就在蘑菇碎屑放着的不远处 灌木丛的另外一边 隐约有了动静 灌木出现了抖动 动静不大 却明显有东西在附近 木峰赶紧闭嘴 伏地身子看向那里 灌木刚开始 只是轻微晃了两下就没了动静 安静了半分钟之后 一只肥瘦的猪头从灌木里挤了出来 小眼睛滴溜溜地乱转 左右看了看 确认没有危险之后 才甩了甩脖子 然后整个身子就从灌木里钻了出来 嗯 朔锋下意识看向木峰 脸上带着疑问 木峰却是一喜 心底暗道 太好了 因为眼前这只野猪 不是刚才的那只 它要小伤不少 木峰原本心底还在担心 这么大一只野猪 会不会是落单的 眼下看到灌木丛里钻出另外一只 它就彻底放下心来 有一只就有两只 有两只就有三只 有三只就有一群 木峰心底暗喜 不出所料 随着这一只野猪出来之后 灌木丛里很快又开始抖动 开始只是两三处 到后来直接是一大片 我的天 木峰看着奇奇抖动的灌木丛 心底激动起来 这是得有多少 二十多还是三十多 四十来只野猪 当所有野猪都出现的时候 木峰吃了一惊 怎么这么多 这些野猪距离不足也不远 为什么明光之前 就没来这里打过猎呢 不过他转念一想就明白了 这一群野猪数量这么多 本身又攻击性十足 再加上部族里的狩猎队 只有五十来人 使用的武器 也无非是些棍棒而已 他们即便都来了 也不一定是这些野猪的对手 这就是原始社会的残酷了 人类在野兽 自然面前都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但是木峰相信 这只是存在于之前的僵尸部族 现在自己是大酋长 这样的情况就会改变 他不仅要抓野猪 还要养野猪 但是这群野猪粗 看上去足有四十多只 着实出乎木峰的预料 他一边观察野猪 在地上争抢零星的蘑菇碎线 一边想着抓野猪的法子 一旁的朔丰 则是大气 也不敢出 紧张地看着野猪群 生怕他们忽然发现了两人的踪迹 好在这些野猪 只是轰抢了碎蘑菇之后 又拱了一会地 然后就闹哄哄地走开了 周围弥漫着一股子猪身上 特有的臭臭味 两人等着野猪走远了 这才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 朔丰心有余悸地看向木峰 大酋长 这这么多的野猪 不好抓呀 就算是不足的狩猎队都来了 也拿他们没办法 嗯 数量的确有点多 木峰点头 要是二十来只 或者是三十来只 他想办法 挖得大一点的陷阱就是了 但四十来只野猪 要考虑的就不是抓 而是养的问题了 要知道 野猪破坏力跟复仇星 可是不容忽视的 他以前就见过两只野猪 被抓后逃掉 疯狂报复 结果生生把一个山村里的 番薯地都拱翻了 这四十多只野猪 要是都抓回去 谁能保证不出点意外 不足 现在只有两百来号人 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可这么多的野猪 一旦抓回去训养成功 不足的肉食 也就有了保障 毕竟羊也罢 鸡也罢 无论将来生小仔的数量 还是出肉量 都无法与猪相比 看来得回去好好想想了 木峰看了看天 已经傍晚 行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野菜 一起采回去 好 朔峰松了口气 终于要回去了 这一趟跟着大球长出来 虽然没有发生危险 却足够惊心动魄 尤其是先前那只大盗 让他都感到心悸的野猪 竟然离他们那么近 回去的路上 朔峰小心翼翼 不再想着打练 而是寸步步离木峰身后 木峰倒是老神在在 顺着刚才来时的路返回 一边想着怎么抓野猪 一边看看 周围有没有可以食用的野菜 结果还真给他发现了一小片野山葱 见到韭菜一样粗细的野山葱 木峰简直要欢呼雀跃了 这一次出来 就是为了找香料跟野菜 结果野菜 发现了季菜的蘑菇 香料却只发现了小葱 哈哈 木峰大笑着拿铁铲 连根将这一小片的野葱 都给挖了出来 然后放在自己的竹楼里 他心底已经想好 晚上就用野葱跟树花 加上一支原始鸡炖汤 尝一尝久违的鸡汤 至于其他的小葱 他得种下去 留种子 让整个部族都有这种调味香料 老实说 上午给朔峰炖的那碗 鸡汤他自己都看不下去 也就是朔峰没喝过鸡汤 才会觉得美味无比 朔峰看到木峰笑得开心 忍不住问道 大酋长 你遇到了什么好事情了 嗯 木峰仰了仰手里的野葱 这个东西 叫野葱 可以炖鸡汤的时候加进去 配上树花 味道要比上午 你喝的那个还要好 真的 朔峰兴奋 还能比我上午 喝的更好喝 没见过世面 木峰忍不住脱口出 等你喝了就知道了 世面是什么东西 朔峰挠了挠头 好吃吗 木峰赶紧摆手 不重要了 你只要知道 这个东西放在汤里 味道会很好就行了 以后外出见到这样东西 也都连根挖出来 带回部族种下 是 朔峰虽然奇怪 但还是点头 等到木峰将这一小片的野葱 都挖完 就继续往部族赶去 路上他们又采了些蘑菇 也挖了一部分的野祭菜 刚回到部族 木峰赶忙背着竹篓 在自己山洞附近找了块空地 用铁铲挖松土 留下一部分 作为晚饭用的食材之后 剩下的全给他种了下去 祭菜 野葱 这是木峰来到原始社会中的 第一批青菜了 种好了这些野菜 木峰又去水井打水 刚种下去的菜苗 如果不浇水 菜根很难扎根在新土壤里 这是他前世自己种菜得出的经验 没成想 现在又用上了 种好祭菜 跟小葱的木峰看着日落西山 颇有种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感觉 他拍了拍手 笑着说道 搞定该犒劳犒劳自己了 不过 在此之前先教一下任务 系统 教任务 系统提示 任务一 发现可食用祭菜 获得200点成就 任务二 发现可食用野葱 获得200点成就 任务三 发现可食用蘑菇 获得200点成就 现在的成就点为 1200点 哈哈 木峰咧嘴大笑起来 一下子就获得了600点成就 看来快能兑换木道衍生术 等等 不对啊 祭菜 野葱 树花跟雨伞菇 四种东西 应该是800点成就啊 靠 系统你 欺负我数学不好 系统 树花跟雨伞菇 都是蘑菇 所以算作一种 木峰不满起来 发挥起了前世 做学术研究的较真精神 但却是两种东西啊 还有不能吃的毒蘑菇呢 发现的时候 难道不需要辨认 木峰这样抱怨的时候 心底其实多少有些心虚的 两种蘑菇也是蘑菇呀 只是接下来系统的变化 让它下巴精掉一地 系统更新提示 任务一 发现可食用剂菜 获得200点成就 任务二 发现可食用野葱 获得200点成就 任务三 发现可食用树花蘑菇 获得200点成就 任务四 发现可食用雨伞蘑菇 获得100点成就 您现在的成就点为 1300点 末了系统又加了一句 虽然是两种食物 但可以归为一类 所以成就点减半 我去 木峰内心狂喜 简直难以置信 这也可以 同时他心底 生起另外一个想法 这个系统 好像很智能的样子 难道自己 只要表现得强势一点 有理有据一点 就能获得更多的成就点 想到这里 他咧嘴大笑起来 太开心了 今天晚上的炖鸡汤 一定要吃三大碗 炖汤去咯 不对 再等等 这样说着 木峰直接抄起铁铲 飞奔向北山脚下 那里除了有吉吉木 还有黑皮竹 部族里的竹枪 就是黑皮竹做的 既然有竹子 那就有竹笋啊 木峰一拍脑门 真是骑驴找驴 现成的转成就点的机会 来到黑皮竹林跟前 看着一株猪足 有二十多米高 胳膊粗细的黑皮竹 木峰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 这么粗的竹子 笋子的头肯定也大啊 找笋还是个精细活 木峰自言自语 正准备找呢 就听到一声清脆叫喊 木峰哥哥 木峰抬头一看 是白牙 正气喘吁吁的喘气 好看的毛子里满是惊喜 你回来了 嗯 木峰微笑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先去了明光大叔那里 又问了硕峰哥哥 他说你已经回来的 我刚才去你山洞的时候 远远看着你往这里跑 叫你都没听到 白牙小嘴微翘 气鼓鼓的 明显有些埋怨 木峰微笑摇头 我这不是赶着来这里找竹笋吗 所以没听到 找竹笋 白牙疑惑 竹笋是什么 木峰指了一根明显刚长出来的竹子 就是竹子还没长成竹子之前 刚从地上冒出来的东西 你说的是竹牙吧 白牙娇笑 眼睛微微眯起 一指自己嘴巴 就跟我的白牙一样 你的 白牙 木峰微微一愣 对啊 我阿爹说 大象的牙又白又大又长 吃东西可快了 就给我起名白牙 白牙一脸认真模样 好看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 说不出的可爱 嗯 木峰怎么也没想到 说竹笋竟然说到名字上了 尤其是狸狐给自己 规律起名字的方式 竟然是那么的 清新脱俗 那你阿哥的名字 木峰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 青牙哥哥 是罩着青脸狮子的牙起的 红牙哥哥 是对着斑毛老虎的牙起的 白牙耐心解释 噗 木峰再也再也忍不住 捧腹大笑 狮子 老虎 大象 感情狸狐起名字 是跟动物的牙叫上进了 就是单纯地觉得 这些动物的牙口好 厉害 不过好歹也是有寓意的 跟现代的人差不多 就是有点太搞笑了 木峰摇了摇头 原本木峰还觉得 青牙 红牙跟白牙三个名字挺别致 挺清新脱俗的 如今看来 倒真的是清新脱俗 木峰再次忍不住大笑起来 木峰哥哥 你笑什么 白牙一脸不解 没什么 木峰赶紧回归正题 还是找竹笋吧 嗯 就是你说的竹牙 找竹 竹笋干什么 能吃吗 白牙一脸期待 得 木峰心底暗笑 随即认真点头 嗯 能吃 听到木峰说 能吃 白牙立刻来了精神 那我帮你找竹笋吧 白牙自告奋勇 好 木峰点头 拿起铁铲 开始在竹笋里刮落掉的竹叶 这是干什么 找竹笋 不是直接看地上有没有就行了吗 白牙大大的眼睛 邪满好奇 不是的 木峰笑着说道 竹笋在破土长出来之前 就已经形成了 在地下也能挖到的 木峰一边用铁铲 把树叶刮到旁边 一边出声解释 你看地面 如果有鼓起来的大包 或者是裂缝 就说明下面有竹笋 一挖一个准 可是竹笋这么大 我怎么知道 哪里都土骨起来了呢 白牙歪着头问 拿起一根断掉的细竹竿 左右扒了 什么也没看到 不是你那样找的 木峰倾笑摇头 你顺着竹子的根部 往周围看 一般竹笋 不会离竹子太远 为什么 因为竹笋都是长在竹根上面的 就跟脸藕一样 木峰笑着解释 脸藕 白牙又是满脸稀奇 脸藕又是什么东西 嗯 一种长在水里底下的 很好吃的蔬菜 木峰心底一亮 想到自己发现脸藕的可能性 现在是春天 脸藕能从水底下长出叶子 能有这么大 木峰比划了一下 继续说道 到了夏天 脸藕会开花 开点花很漂亮 有红色的 白色的 你说的这个 我好像见过 白牙一手挠着眉头 眼睛里都是思考之色 但我又想不起来了 回头我问一下我阿哥吧 好好 木峰忙不迭点头 心底大喜 真是瞌睡就来枕头啊 自己想转成就点 马上白牙 就说见过 两人按照木峰说的扒拉主页 没过几分钟 木峰就率先扒拉到一个鼓起的裂缝 哈哈 木峰大笑道 我先找到了 白牙马上惊喜凑了过来 我看看 木峰点头 脑 你看 还没挖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 鼓起的一个大包 说明它马上就要长出来了 这样说着 木峰蹲下 抄起铁铲就开挖 顺着最高点的周围一展的地方开始挖 先别挖身 挖掉周围一层浮土 确定了竹笋的位置在深挖 峰一边挖土 一边细细说明给白牙听 毕竟接下来再挖竹笋 就是需要部族里的人自己挖了 你记住了 回头我会让部族的人来挖竹笋 你就替我给他们好好说说 怎么挖竹笋 白牙一听 神情马上变得肃穆起来 小脸上红扑扑的 满是认真 是 大求长 木峰顺着裂缝周围挖掉一层浮土 果然发现了一截拇指长短的笋尖来 哈哈 就是这里了 木峰大笑道 确认了竹笋的位置 接下来挖的速度就快了 只见铁铲飞动 竹笋完整地露出来 一个三十多厘米长 有木峰小腿粗细的竹笋 就完整地露出来了 呀 地底下真的有竹笋 白牙欢喜道 嗯 木峰把竹笋挖出来 捧着这个大竹笋小道 晚上烧汤就用它了 用它 烧汤 很显然 白牙还不知道汤是什么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汤的味道 要比烤肉好太多了 木峰看了一眼天色 说道 趁着天还没黑 咱们再挖几个 晚上叫上你阿店 明光输几个 我炖汤给你们喝 太好了 白牙欢呼雀跃 满脸都是喜色 两人再次挖笋 没多大会 又找到了三颗笋 木峰把笋子放在背楼里 又去了一趟鸡笼那边 抓了两只大哥的原始攻击回去 现在鸡笼被明光派人专门看管 主要就是 防着原始鸡逃出去 至于要不要防人 这一点则无需担心 有木峰的命令在 没人敢偷鸡吃 白牙帮木峰送到山洞里去之后 又按照木峰的意思 回去把阿爹 两个哥哥 明光 朔峰 函树 都叫到了木峰的山洞 木峰心底估摸着 怎么着也有点 前世请客吃饭的味道了 来到木峰的山洞里 几人都很紧张 不知道木峰这是要做什么 木峰让白牙把鸡收拾干净了 又弄来了几条鱼 宰了一只羊 让几个人帮忙张罗烤肉 而后他自己开始收拾竹笋 野葱 树花 还有野剂菜 野剂菜他原本打算是炒一下的 可在发现了没有油之后 他就转为凉拌 先用石罐烧开水 把野剂菜洗干净 放在里面焯水 最后捞出来 沥干水分 加上点盐根野葱花 就算齐活了 没有麻油 蒜泥跟芝麻 只能这么讲究一下了 即便如此 拌好的野菜放在石碗里时 还是让左右人都面面相去 即便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知道沐峰这是做什么 大酋长 这个东西 能吃 黎狐忍不住率先问道 嗯 可以吃 沐峰点头 不过要等一下 还有别的东西 说着 他又转身炖鸡去了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这是此时沐峰心底想到的 最最熟悉的一句话 原始鸡 野葱 黑皮竹笋 树花 都是最原生态 最新鲜的食材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在石罐里加上盐巴 水还有鸡 分清先后顺序 中途放竹笋 最后放树花蘑菇 已经尝过鸡汤滋味的朔锋 瞧手一盼 眼巴巴地看着锅里 其他人也忍不住抽动鼻子 据闻已经一满整个石洞的香味 沐峰哥哥 这就是你说的鸡汤吗 白牙眼睛发亮 忍不住凑到石罐子跟前 这也太香了吧 沐峰点头 就是这个鸡汤 等会煮熟了会更香 其他几人更期待了 也不再坐着 纷纷起身站在石锅旁边 都神情陶醉的去闻 蒸腾出来的香味 不肯放过一缕 沐峰哭笑不得 心底暗想 至于吗 大酋长 黎狐忍不住说道 原始鸡就是用来炖汤的吗 是不是以后我们都这么吃了 沐峰忍住笑意 怎么可能原始鸡用来炖汤醉补 以后部族里有 身子骨虚弱的 受伤的 生孩子的 都可以炖汤喝 除了炖汤外 原始鸡还有其他的吃法 不过这得等以后了 反正烤着吃是味道最不好的吃法 沐峰想说 现代的地锅鸡 白斩鸡 烧鸡什么的 问题是 只怕他讲了几人也不懂 只会浪费唇舌去解释 索性就不讲了 可即便是炖汤 也已经颠覆了几人的认知 眼下一个大食罐里炖的汤 已经很浓 香味完全出来了 几个人都忍不住流了口水 大酋长 现在可以吃了吗 一旁的朔峰 沐峰早已经按捺不住 捧着十碗就等着鸡汤出锅了 还不行 再等等 沐峰这才笑着把树花放进去 等蘑菇熟了 就可以了 负责烤肉的明光 则回头说道 烤鱼烤肉也已经好了 好 沐峰是一几人 坐在自己 从外面搬来的石板上 居中的是一块大石板 真是失策 沐峰心底暗叹 早知道先做一套桌椅了 不过他面上没有表现出来 自己给他们发了一双双 刚消好没多久的黑皮竹筷子 再次引来一片疑惑声 这是什么 李虎问道 这是筷子 白牙嘴角翘起 翘脸上挂着自豪 这是我跟沐峰哥哥一起做的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用来吃饭啊 沐峰笑道 重几人说道 把十碗给我 我来给你们盛汤 啊 这怎么行 白牙 李虎赶忙起身 拉住沐峰 大求找你坐下 呃 好吧 沐峰无奈 指得坐下 每一个碗里都成一点竹笋 还有树花蘑菇 至于鸡 直接捞出来放在这里 白牙照做 很快 桌子上放着凉拌剂菜 烤鱼 烤羊肉 炖熟炖烂的原始鸡 鸡汤 八个人 五个菜 放在现代无比简单的菜 却是沐峰穿越而来之后 最奢侈 最豪华的一顿饭了 只是所有人都 一手拿一根筷子 眼巴巴地看着沐峰 因为他们发现 除了烤羊肉跟烤鱼 另外三样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吃 呃 沐峰错愕 赶紧拿起一双筷子 边说边示范 这是筷子 可以用来加菜 说着沐峰加了忌菜 放在嘴里 入口清淡 味道当真不错 尤其是 与前几天烟熏火燎的烤肉相比 这简直是人间美味了 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对于其他人来说 却难如登天了 几个人不是拿不住筷子 就是加不到菜 最夸张的是 一向老成持重的明光 无奈之下 只得一手拿着一根筷子 用力加了一点忌菜 放在嘴里 尝了忌菜之后的几人面上 纷纷露出惊奇表情 继而都大笑道 这是什么东西 吃起来味道跟肉不一样啊 味道这么好 白牙又俏皮笑道 我知道 这是野忌菜 沐峰哥哥说 这是野菜的一种 也可以吃 几人都面带惊讶地看向白牙 独独离虎脸上露出自豪之色 很明显 沐峰跟白牙亲近 他这个当爹的 自然就觉得脸上有光 趁热尝尝汤怎么样 沐峰捧起十罐子 又做了示范 可以先喝汤 然后再吃两口里面的竹笋跟蘑菇 竹笋 蘑菇 不等沐峰解释 一旁的朔峰早已等不及了 捧起十碗咕嘟咕嘟喝了起来 一边喝还一边扒鸡嘴 沐峰有些无奈 想当场说来着 但是想到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 也就没当回事 其他人眼见朔峰狼吞虎咽 也喝了一口汤 于是 一个个眼睛大睁着 看着自己手里的十碗 简直不敢相信 这就是鸡汤 李虎意犹未尽 我还能再喝一碗吗 尽管喝 沐峰也捧着十碗小口小口喝着 坦白说 鸡 蘑菇 竹笋 当真都是顶级食材 鸡汤的味道 真的没得说 这鸡汤 比自己在现代五星级大酒店 喝的汤味道还要好 真要说美中不足的就是 十碗太重了 当然 这些对于其他几人来说 又完全不是问题了 除了鸡汤 他们马上又沉浸在美味的竹笋跟蘑菇中了 吃肉喝汤 人生乐事 这是沐峰此时最真切的感觉 而周围几个人 早已经兴奋地大呼小叫 大酋长 明光兴奋起来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原始鸡是这么吃的 李虎忽然说了一句 你不也没抓到过几只吗 哈哈 所有人都大笑 沐峰更是忍俊不禁 他原来觉得 李虎原来就是一板一眼的呢 明光吃扁 瞪着眼说道 有抓原始鸡的功夫 我还不如去抓别的野兽呢 不过他马上又说道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大酋长可以一次性抓这么多 现在我们有了抓原始鸡的方法 明天我就去林子里去找找 看有没有其他的原始鸡群 嗯 可以 沐峰点头 鸡笼子足够大 再放一两百只也没问题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再编一个鸡笼 到时候 原始鸡真的多了 那就一人一只地吃 那真的是太好了 李虎胀红了脸 那样的话 只怕是大部落 也没有吧 沐峰笑道 大部落有没有我不管 但是我们僵士 以后就要这样 甚至比这还要好 说了这话之后 他有种怪异感觉 心里暗想 这话 要是给前世的人听到了 只怕会嘲笑我是个只知道吃饭的饭桶吧 但是 眼下不足最需要解决的 就是温饱问题啊 肚子都甜不饱 还谈什么其他 名以食为天吗 沐峰心安理得起来 又说道 最近一段时间 狩猎队就不用冒险出去打猎了 每天找几个人出去到陷阱那边看看 有没有羊 有的话就带来几只 李虎点头 我知道了 大酋长 顿了顿 他又横横说道 可惜部族里的盐巴不够了 不然的话 用盐巴浸草 再出去打两次猎 我们的野羊 肯定要比现在的多 这是没办法的事 沐峰淡定摇头 部族现在缺盐巴跟毛皮 暂时掀不出去 除了去抓羊 明光大叔 也可以带着人去大龙湖抓鱼 还有原始祭 如果青鸟部的那个 野马朵说话算话的话 再有两三天 他就会再回来 到时候 我们又有盐巴 就可以再出去打猎了 可恶的莽龙部 明光恨恨说道 要不是他们不守信用 我们怎么会差一点王族灭种 必须报仇 明光攥紧拳头 狠狠砸在青石板上 沐峰心底一领 忽然想到好几天过去了 莽龙部要来的事 一直没了下文 要是他们还来的话 岂不是部族又要倒霉 不行 不管莽龙部来不来 都得有忧患意识 不然哪天 他们忽然来了 整个部族都要倒霉 想到这里 沐峰又说道 虽然现在 我们不能马上报仇 但是部族的防御必须做好 这样吧 明天只派出去 十个人出去抓羊 其他人都在部族里 啊 明光又意外起来 为什么 防止莽龙部 随时有可能来截掠 沐峰低贺 只有把部族的防御 跟武器做好了 才能保证 他们在来的时候 我们不被打败 是 所有人都意识到 沐峰说的事情的严重性 神情都变得有些惊慌 看得出来 莽龙部给他们留下的 除了仇恨 还有阴影 眼见几人神色 沐峰又暗自摇了摇头 他想让几人重视这件事 却没想到 让几人变得这么压抑 他拍了拍手 也不用这么担心 大家打起精神来 明天只要按照我说的做 只要莽龙部的人还敢来 我们就能打败他们 啊 所有人齐齐看向沐峰 大酋长 你有办法 尤其是白牙 大大的眼睛里 满是崇拜 沐峰哥哥 肯定是真的 沐峰信誓旦旦 第二天一上午 部组里除雀出去的 十个狩猎队员 部组里能够动手劳动的人 都给叫到了茅草屋跟前 沐峰开始布置他的计划 李虎 从青壮里 抽出二十个人 打井水和泥巴 里面加上干茅草 然后像我这样呼 在这些石头缝里 注意了 和好的泥 不能太软太硬 茅草不能太长 长的 就给砍断再放进泥巴里 一定喝云石了 然后糊住缝血 再在外面抹平 沐峰示范了一遍之后 就把这件事交给李虎 不管部组里的人睁大眼睛 一副惊奇的样子 明光 再抽出二十个人 去北山砍黑皮竹 不能太细 要像我小臂一样粗细的 结成这么长一段 送到这里来 做镖枪 至于其他人 把墙外的石头都捡起来 拿到这里 分成一堆一堆的放好 有人忍不住问道 大酋长 我们做这些 有什么用啊 沐峰咧嘴微笑 当然是保护不足啊 这一次 只要莽龙步还敢来 我一定要让他们 有来无回 防护墙 镖枪 石头 沐峰轻生面倒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 尽可能地去想出应对措施 预防可能到来的莽龙步 按照道理上来说 莽龙步已经截略了 他们的毛皮 偷了圣火 甚至连不足的石冠 木棒都被抢走了不少 整个僵尸 已经没多少 有价值的东西了 但是昨天晚上 李虎忧心忡忡地说 还有一样 女人 沐峰猛然警醒过来 前世他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就曾经了解过这类信息 原始部落之间的战斗 往往因为三个问题 食物 领地 以及女人 食物是用来吃的 领地是用来居住繁衍的 女人 则是用来繁衍后代的 这样的情况 木峰坚决不允许 所以 他要尽可能就地取材 将僵尸部族的防护做好 这样才能应对 莽龙步可能到来的 下一轮截掠 除了防护措施 他还需要了解 莽龙步的实力状况 于是他喊来了 正在忙碌的李虎 李虎 莽龙步的实力怎么样 他们有多少人 他们整个部族有六百多人 能战斗的轻壮 有二百六十多人 李虎老实回答 两百六十多人 我们部族能战斗的 只有一百二十多人 木峰轻声念叨 随即松了一口气 还好 不是很多 什么 李虎吓了一跳 他们的人比我们多得多 没关系 木峰神色轻松 他们用的武器是什么 石棒 古棒啊 怎么 李虎下意识问道 嗯 那就好 木峰心敌已经有了计较 放心吧 这次莽龙步的人只要赶来 我们肯定能打败他们 可能吗 李虎想问出这一句 却没有敢出声 不可否认 木峰才当大球长几天 就已经给部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食物解决了 火也有了 可莽龙步那两百六十多人 是实打实的轻壮啊 一百二十多人 打两百多人 怎么看都是赢不了的 大球长 李虎忽然沉声说道 如果这次 我们打不过莽龙步 我会拼死护着你们出去 到时候 希望您带着白牙和不足的人 离开这里 往东迁徙 木峰眉头一皱 摇头笑道 李虎大叔 莽龙步还没来呢 你怎么就开始 交代后世了 再说了 咱们这不是以防万一吗 万一他们不来呢 不 李虎摇头 他们会来 现在的僵士 对他们来说就像一块肉 只是吃得早晚罢了 木峰又笑道 放心吧 他们真的要来了 我也能让大家击退 莽龙步的人 可能吗 李虎终于问出这句话了 放心吧 木峰拍了拍他肩膀 相信我 出人意料的 李虎竟然正重点了点头 整个僵士的劳力齐齐动手 很快就将不足为一的出口 竖起了一面防护墙 防护墙由三层组成 最里面是石头垒成 又护上了泥巴 又厚又结实 中间一层是构树栅栏 才几天的功夫 已经发了牙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会抽之拔高 最外面 一层是几几次藤条 也已经发芽 寸许长的尖刺 爬满构树栅栏 盖得严严实实 无从下手 两米多高 自南向北峰柱 不足入口的 防护墙横在那里 让整个不足的人 看着都心安不少 防护墙后面 放着一堆堆 拳头大小的石头 石头旁边放着的 是一堆堆两米长 削尖了的竹枪 眼见这些 都做好了之后 木峰又让李虎他们 扎了四五十个草人 都与长人差不多大小 然后他让人 把草人零散 固定在部族外面 距离墙三十多米的位置 李虎 找二十多个人来 木峰下了命令 是 李虎转身点了二十个人 木峰点头 现在你们拿起地上的竹枪 跟我一起做头枪的动作 看能不能射中外面的草人 可是隔着墙 我们看不到啊 有人说道 不用在意 你对着大致的位置 投出去就行了 木峰说道 说着 他捡起一根竹枪 向后侧开身子 单手对着墙外一枪支出 同时他大喊道 投枪 身后二十个人齐齐出手 二十杆竹枪齐齐飞出 但过了最高点之后 就明显有缘有劲了 只听到外面一阵 擦擦擦的声音 只有三声噗噗噗的声音 木峰皱眉 心里疑惑 中了三个 随即他看向李虎 你去看看 射中几支竹枪 李虎赶忙跑到墙外 然后又抱着竹枪回来 中了三枪 木峰皱眉 转而又说 去把那些草人换的位置 再来 李虎照做 木峰仍旧带着人投枪 这次中了五枪 不行 再来 李虎再次带人出去 木峰再次出枪 这次只有四枪 木峰又让李虎 多扎了几十个草人 差不多一百的样子 零零散散布置在墙外 木峰再次带人出枪实验 这次他带的是五十个人 但是命中的数量 只有十几枪 反复实验多次 仍旧如此 木峰大致估算了一下 命中率 只有可怜的百分之十左右 也就是说 隔着两米多高的墙 投掷标枪的话 视线受阻 十枪最多重一枪 这里还有一个前提 是人不动 木峰又带着人出枪实验 在可以见到目标的情况下 投枪是四中一 甚至是三中一 很明显 长期使用石头 木棒打猎的族人 即便没使用过标枪 对于投掷 也是天生在行 木峰实验完毕之后 陷入沉思 现在要解决的是 两个问题 一个是投枪的视线问题 另一个是对方躲避的问题 他首先想到的 就是把战斗的地方 放在防护墙的外面 但是这样一来 将士族人也失去了保护 这是木峰不想看到的 现在将士族人已经狠手 不能再出现任何伤亡了 他想了想 最好的做法 就是在防护墙里面 做几个高台 能够与防护墙差不多高 足够宽敞 上面站着不足的人 投掷标枪 说干就干 木峰对李虎说道 现在 大家都去搬石头 在防护墙这边垒高台 木峰一边说 一边拿起木棍 在地上画范围 一共画了四个位置 每个石台都能并排 占15到20个人 李虎赶忙照做 组织族人搬石头 火草泥 最后驻高台 人多力量大 合不上下没花几个小时 就把石台砌好 木峰再次实验了一次 让人站到石台上 这一次的命中率 果然提升了不少 视线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要解决的 就是对方躲避了 木峰再次实验 正对防护墙大门的位置 依次排开 站着30个人 然后在木峰的组织下 四个石台的人 加上正对大门的人 齐齐朝一个区域投掷标枪 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100来个草人 瞬间给射 倒30来个 如果其余30多个人 在扔石头的话 会更多 两个问题都已经解决 经过这一系列的布置与实验 所有人都明白了木峰的打算 眼神中原本有的紧张 也很快散去 取而代之的 一个个目光坚定的眼神 以及跃跃欲试的架势 李虎 明光等人彻底不再怀疑 看着防护墙周围布置的一切 他们甚至目光灼灼地期待 莽龙步快些到来 而莽龙步 也果真没有让他们失望 在第二天一大早 狩猎队还没走出 不足多远的时候就冲了过来 狩猎队的人急忙赶回报信 战斗近在眼前 将是不足的人都看向木峰 看得出来 李虎这些人 虽然嘴上说着 要跟莽龙步的人打 可事到临头了 还是有些没底气 木峰知道 在这样的原始部落 人数就是绝对的优势 两倍的人数放在那里 任谁也会发出 不过他却不在此恋 他跟着李虎等人来到西面 隔着吉吉木的围墙 看到了一个个面向凶狠的莽龙步人 他们身穿瘦皮 头发齐整竖起 脸上也有斑蓝色彩 有点像柯长宁的青鸟不装束 反观将士族人的扮相 就十分寒沉了 看来这场仗打赢了之后 还得对部族里的精神面貌改进一下 木峰心底暗想 不过他看了莽龙步的人 拿的武器之后 不由失效 他们拿的武器 大多是木棒 石斧 骨刀 还有手里颠着两块大石头的 就这架势 还不如他看的电影里 小混混群殴 齐刷刷地拿着西瓜刀走路 来得有气势 这一仗 没悬念了 木峰微笑 莽龙步的人 来到吉吉木五六米处 发现多了一道 吉吉次竖起的墙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明显没反应过来 一个脸上彩文明显 比周围人多的人上前喊道 僵尸的人听着 把所有女人交出来 不然就杀光你们 大酋长 李虎低贺 他就是莽龙步的首领 牙阔台 木峰点头 冲花脸首领冷笑 抢了我们毛皮 现在还想来抢女人 不行 他本想学前世电影里 喊一句杀你如探囊取物的 但估计喊了对方 也听不懂 值得遗憾作罢 不行 那人明显是个暴脾气 鼓刀一举 杀光他们 这就算是开战了 莽龙步的人 怒吼嚎叫着 冲向吉吉木的墙 地面都被他们 大力践踏的隆隆作响 大酋长 李虎抱贺 准备 木峰上前一步 等着莽龙步 冲到吉吉木跟前停下时 把手抬起 枪九十来个人 齐齐出枪 其余三十多个人 抄起石头 直接扔了出去 莽龙步的人 正急停在吉吉木墙的跟前 一个个皱眉惊呼 看得出来 都是吃过吉吉木刺的亏 他们从没想过 这个吉吉木 可以这样放在一起 组住了他们的去路 正在他们齐齐 看向那个首领时 九十多赶标枪 从天而降 那是什么 首领疑惑抬头 不等他反应过来 周围的人啊 惨叫起来 随即倒地不起 第一波标枪配石头 一下打死 打伤三十多人 哇哇 将士族人 瞬间士气大涨 欢呼起来 大酋长 黎虎脸上涨红 兴奋大喊 木峰自然也很兴奋 这效果完全在预料之内 莽龙步的人 从未见过防护攻势 被吉吉木组在跟前发愣 再加上 他们还是原始部族 没见过标枪 没有队形 没有站位 等于是在原地送人头 第一波标枪投出去以后 莽龙步直接倒下三十多人 将士部族士气大震 不等莽龙步的人反应过来 木峰把手一挥 喝到 头枪 标枪再次飞舟而出 这一次 莽龙步的人终于着忙 左右奔突着想要躲开 只是先前他们站得就很拥挤 慌乱躲避标枪之际 也无人顾得上周围的人 撞得撞 倒得倒 这样一来 被标枪射中的人 虽只有二十来个 但因为躲避标枪撞倒的人 却足有三分之一 眼下僵尸的人已经不需要木峰再指挥 第三轮的标枪赶在第二轮标枪落地时 直接投了出去 莽龙步倒地的人还没完全站起来 就给从天而降的竹枪再次硕倒 这一次又是三十多人 而造成这个结果的最重要原因就是 莽龙步的人站的位置实在是太密集了 莽龙的首领终于意识到问题 大声喊着 散开 散开 他周围的人赶忙各顾各的四散躲开 第四轮的标枪正要投出去 木峰果断大喝一声 都换石头 于是 一百二十多颗石头 齐齐扔向莽龙步的人 石头不像标枪还要制作 遍地可循 所以将是准备的尤其充分 在莽龙步的人看来 天上如同下起了一阵石头雨 啊 啊 啊 莽龙步里的参呼声 此起彼伏 被石头又砸伤几十人 前后不过一会儿功夫 莽龙步来的人 已经倒下了一半的人 好 李虎兴奋吼道 他从来没这么痛快过 对方明明人数 比自己这边多一半 却偏偏还没接近他们的时候 就倒下了一半有余的人 他第一次知道 原来仗可以这么打 大酋长 李虎面色仗红 他们倒下了一半的人 现在让我们过去 跟他们一战吧 嗯 木峰疑惑看向他 为什么 现在他们没受伤的 跟我们差不多了 我们能打得过了 李虎目中战意凛然 请让我带着他们 过去一战吧 木峰愣了一下 只觉得这李虎脑筋 似乎不太灵光的样子 他摇了摇头 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 李虎诧异 现在他们刚刚伤亡这么多人 正是无比愤怒的时候 你现在冲过去 他们杀红了眼 会跟我们拼命 木峰摇了摇头又道 现在我们人少 能避免伤亡 就尽量避免伤亡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我明白了 李虎点头 是我冲动了 放心 等下他们开始逃走的时候 再出击 木峰狠狠攥紧了拳头 隔空砸了一下 抓住那个牙扩台 让莽龙部付出代价 是 李虎芒兴奋点头 吆喝着指挥起来 莽龙部的首领 已经是气急败坏了 原本他带着人 不远几百里赶来 就是为了劫掠僵尸部族 这原本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 却没想到 连僵尸部族的人 一个手指头都没碰到 自己这边 就倒下了一百多人 尤其是 对方那些 不知道是什么的武器 竟然可以从天而降 直接将人刺伤 巫朔 他拿着骨刀拨开一柄镖枪 呼喊着 快走 回去 得了命令的莽龙部人 纷纷惊叫着扶起同伴 顾不上地上的骨刀大棒 狼狈往回逃窜 就是现在 木峰把手一挥 抓住莽龙部首领 抓住牙扩台 僵尸轻壮齐齐大声呼喊 抓住牙扩台 而后一个个拿起竹枪 涌出防护墙 冲向溃逃的莽龙族人 莽龙部的人心胆剧烈 谁见过这样的阵仗 李虎一马当先 憋了许久的火气彻底爆发 拿着硕大木棒 追着牙扩台一通乱打 全无章法 牙扩台明显溃逃之心如潮水 只想快速逃离僵士 连还手都顾不上了 结果被从后面追上来的 僵士族人给一竹枪朔倒 抓了起来 气不打一处来的李虎上去 就要将他杀死 却听到木峰高呼 住手 不要杀他 大酋长 李虎恨恨说道 就是他带人 抢了我们不足的火跟毛皮 木峰摇头 我知道 但是他留着有用 不只是李虎 就连被抓的牙扩台 明显也是一愣 无比紧张地 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 部族大酋长 你 你想干什么 牙扩台哆嗦问道 既有生死不再棘手的恐惧 也有面对大酋长的天然畏惧 放心 木峰笑眯眯蹲下 伸手拍了拍牙扩台肩膀 就像一个长辈在拍晚辈一样 我不会杀你 会放了你 木峰满脸和煦 什么 不止牙扩台 周围的人 包括李虎跟明光 都大吃一惊 你不杀 不杀我 牙扩台明显不信 吃惊问道 嗯 木峰继续笑眯眯说道 挥手打断要开口的李虎等人 继续说道 我可以放你们回去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条件 所有人都一愣 是的 木峰笑眯眯说道 我可以放你们其中几个人回去 你们回到部族之后 拿双份的毛皮和盐巴过来 跟我们换人 要是你不愿意的话也可以 杀了你们 我僵尸的人 一样可以过去抢回来 你 答应不答应 莽龙部的牙扩台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害怕过 即便是面对自己不足的大酋长 也没有过 眼前的少年看上去年龄不大 说话的时候 也笑眯眯的 看不到生气 更看不到仇恨 但是偏偏他说话的时候 自己从心底颤抖 他丝毫不怀疑 只要自己说 马上李虎 就能杀了自己 我答应 我答应 牙扩台也是人 自然也怕死 不仅如此 他更害怕 一旦自己死了 部族里的那些女人跟孩子 将无人保护 只能成为其他部族眼里的 带在羔羊 很好 木峰笑眯眯的拍了拍他肩膀 记住了 以后要是想报仇了 就来僵尸 但是也准备好毛皮跟盐巴 因为一旦被抓我要的 就会更多 牙扩台整个人猛地一哆嗦 他看着周围横七竖八 躺着的莽龙族人 使劲摇头 不敢 不敢了 不敢就好 木峰笑着起身 拍了拍手 看向李虎 那就先放几个人回去 其他人都用兽精绳拴起来 就在墙外面 找人看着他们 有想逃走的 直接打死 也不用给吃太饱 说这话的时候 木峰神情坦然 这里是原始社会 一切都遵循的 弱弱强食的丛林法则 他虽不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但也绝对做不到 别人骑着他脖子拉屎撒尿 他还能大度面对 且相比较于其他部落 木峰没有上来赶尽杀绝 已经十分人意了 这要是放在其他部落 或者按照李虎的意思 直接就是 杀死牙扣抬根所有俘虏 然后顺势把蟒龙部截掠完 是 李虎此时已经明白了 木峰的意图 郑重点头 大酋长放心 他们赶跑 就得死 好 木峰转身离开 虽然这次战斗 涉及的是不足的生死存亡 他开始还有点激动与紧张 但从蟒龙部的人 来势汹汹到眼下的禁术被生情 前后不过半小时 颇有种虎头蛇尾的感觉 这也太不惊打了 木峰甚至有些遗憾地摇头 他隐约觉得自己 对部族之间的战斗这件事 看得如此平淡 也与自己前世 是个历史学家有关系 他相信 经过这么一折腾 以及刚才自己 近乎杀人诛心地 吓唬牙扩台之后 蟒龙部的人 以后是不敢来了 对了 系统 叫任务 木峰记得 前几天自己领了任务 还有一个部族生存的任务 迟迟没有交掉 果然系统上面仍旧显示 任务 解决不足生存问题 500点成就 我这都打败了 蟒龙部的人了 还交不掉任务 系统提示 确保蟒龙部的人 不再来犯 就可以交掉任务了 木峰恍然 心想 那就等蟒龙部的人 拿盐巴跟毛皮 来换人的时候再交 现在我交别的任务 系统随着木峰心意而动 直接跳转到食物界面 发现可食用竹笋 获得200点成就 现在的成就点 为1500点 好 木峰暗自握紧了拳头 还差500点成就 就到2000点了 到时候 就可以学木道衍生术了 现在自己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 去凑够剩下的500点成就 这样一来 他其实坐等蟒龙部的人 过来交盐巴 毛皮 应该就凑够了 但是木峰有些等不及了 他前世的时候 就信奉一句话 肉到嘴里不算自己的 别人还能给你抠出来 只有咽到肚子里的才是 尤其是他想到 东山的野猪 心底就开始盘算起来 野猪捉住了有300点成就 再找找看 有没有其他的野菜 这样一来 就能赶在蟒龙部的人来之前 赚够2000点成就 就这么干了 木峰下定了决心 而且 这也是目前部族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于是 刚到山洞没多久的木峰 赶忙又起身 去找明光商量 看怎么去抓野猪 明光正在忙着 收缴蟒龙部的战利品 古刀 古棒有很多 让人意外的是 还有一把乌黑的金属棍 看不清楚具体材质 十分坚硬 明光见到木峰来了之后 赶忙把棍子递给木峰 这是规矩 不足所有收获 都优先供大酋长挑选 木峰拿过棍子 在手里颠了两下 看到上面一点嗅技也没有 有些疑惑 因为这根金属棍子 不是他前世见过的 任何一种常见金属 倒有点像是 史书上记载的天外云天 他握着棍子挥舞了两下 呼呼声风 很是顺手 大酋长 这是什么武器 明光问道 木峰摇了摇头 这不是武器 是一种精气 但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可以确定的是 他很坚硬 适合打猎 战斗 说着 他又把棍子递向明光 你们打猎用得着 明光赶忙摆手 大酋长 这样珍贵的精气 还是您留着吧 我现在有收脚过来的象牙刀了 说着 明光扬了扬手里 收脚的骨刀 寒光森森 明显十分锋利 木峰也不客气 好 大酋长 你有什么事吗 明光问道 这里交给我们就好了 事有事 木峰开门见山 我要抓野猪养着 听到木峰说要抓野猪 明光吓了一跳 马上又惊喜起来 他想到 最近几次打猎 都是木峰带着他们出去 无意不是收获满满 木峰 你要抓野猪 嗯 木峰点头 我想朔峰已经跟你说了 东山有野猪 数量还不少 太好了 明光攥紧拳头 野猪肉远比其他的野兽肉要好吃 只是他们太凶悍了 怎么抓 木峰问道 以前你们怎么打野猪的 以前都是狩猎队一起出动 挑小的野猪群下手 最好是遇到一两只落单的 如果遇到数量多的 我们只能绕道走 说到这里 他看向木峰 我听朔峰说 东山腰那里的野猪 有四十多只 是的 至少四十多只 这么多 会不会太危险了 明光犹豫着看向木峰 其实照他的意思是 这么大一群的野猪 想都不用想 肯定抓不了 但是木峰说要抓 那就有办法 现在不只是明光 包括李虎跟其他不足的人 都是这样认为的 木峰点头 危险肯定是有的 所以 我才来找你商量一下 怎么抓野猪 明光摊手 我们之前五十多个人 一次也只能 抓个两三只 一不小心 还会有人受伤 也不知道怎么抓 才能不危险啊 木峰皱眉 这样的结果 他其实已经想到了 他又问 那野猪出没的区域 你能弄清楚吗 不能惊动他们 明光点头 这个没问题 给我两天的时间 我就能弄清楚 他们出没区域 那好 木峰点头 这两天你就去东山 弄清楚野猪的出没习惯 带上朔风 还有其他人 把那里我做标记的 祭菜跟蘑菇都采回来 祭菜连根挖 蘑菇连着树根一起带回来 我要在部族里 种植这些东西 好 你放心 明光下了保证 自顾自去忙了 再次得空的木峰心底 又开始惦记着 木道衍生术了 不行 就算抓野猪 也得两天以后 现在还是没办法对话呀 木峰心底着急 随后他一拍脑门 马上跟系统沟通起来 系统进入任务界面 系统马上弹出任务界面 木峰在心底问道 是否有关于 制造工具的任务 系统直接弹出一个紫界面 全是关于工具制作的任务 我去 木峰心底惊呼 这么多 他看了一眼 自己竟然有个任务 已经可以交了 当真意外 任务 制作紧箍录 成就点100点 这么少 木峰心底哀叹 因为紧箍录的制作方法 与工具 都是从系统对换而来 所以 成就点就少 如果所有制作过程 都是您自己完成 成就点就高 这样啊 木峰意外 那我要是自己制作一套 桌椅板凳这样的用具 可以获得多少成就点 200点 系统回答 制作淘气呢 500点 这 木峰惊讶又疑惑 怎么会区别这么大 系统回答 系统给出的所有答复 都是基于宿主身处的环境 条件来定的 从目前来看 您制作桌椅板凳的难度 远远低于淘气 同样 淘气的出现在历史上 也不仅仅只是盛放物品的工具 对于后世的美学 文化 工艺 都有深远的影响 我明白了 木峰点头 同时心底 对于系统的成就判断标准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这样一来的话 我可以先做一套桌椅板凳 先赚点成就再说 说干就干 他马上去部族里面找木头 但是问题来了 部族里面 基本上没什么适合 做家具的木头 他想来想去 只好去找李虎 希望能从他那里知道 哪里有干木头 赶巧李虎正在跟青崖 红崖说着什么 瞧见木峰来了 马上攻进到 大酋长 青崖跟红崖 也赶忙行李 大酋长 木峰摆了摆手 叫我木峰就行了 说着 他看向李虎 李虎大叔 哪里有干燥 结实的木头 干燥的木头 李虎奇怪 干燥的木头 都是部族里 披了荡柴火烧的 你要那个干什么 我想用它们来做桌椅板凳 木峰笑着说道 桌椅板凳 李虎奇怪问道 那是什么东西 拿来用的 木峰笑着说道 桌子可以在上面放东西 椅子跟板凳可以用来做 很舒服的 李虎皱着眉头 想了半天 也没想明白 木峰说的是什么 指的老实说道 干燥的木头 都是部族里的女人收集 对了 白牙跟他阿娘 就是收集干木头的 我把白牙叫来 让他带您去 好 木峰点头 同时心想 一百点成就 稳了 李虎找来了白牙 白牙见到木峰之后 满脸都是兴奋 大大眼睛里 满是光芒 木峰哥哥 我听阿爹说 莽龙部的人都被抓了 嗯 木峰点头 都拴在部族外面呢 你真是太厉害了 那么多的人都能打败 白牙抓着他的手 又是跳又是笑的 这一下 我们不用担心 他们了 是不用担心了 木峰笑着说道 你阿爹有没有告诉你 来是干什么的 说了 让我带你 去找干木头 说是要做什么桌椅板凳 是的 你知道哪里有这样的木头吗 我知道 就在部族的西山 我们都是 在那边砍的木头 就是木头有点粗 不好砍 好 带我去看看 于是 白牙就带着木峰 去了西山脚下 因为这里紧挨着部族 山上树木很高 地面上很少有灌木跟生草 所以 也很少有野兽 木峰跟着白牙来到后山 身后还跟着两个人 专门给木峰扛木头的 木峰哥哥 桌椅板凳 是用来干什么的 白牙眨着眼睛 笑容欢愉问道 莽龙部被击败之后 少女再次恢复了之前 那副无忧无虑 天真烂漫的样子 桌子有这么高 可以用来放东西 我们之前一起吃饭 都是放在石板上 太麻烦了 木峰比划了一下 椅子跟板凳 是用来坐的 坐在上面很舒服 这么神奇吗 白牙歪着头 咬着手指左响右响 模样十分可爱 那你能给我坐一个椅子吗 当然可以 木峰点头 等我做这些的时候 会叫上李虎大叔他们 让部族里的人 以后都能用上 太好了 白牙欢呼雀跃 那我帮你选木头吧 什么样的合适 嗯 要干燥 粗壮 中间没有裂纹的木头 木峰解释 白牙仔细想了想 然后左顾右盼地 开始找木头 确切地说 是找没有发芽的枯死树感 木峰也一边说 一边开始找 他在系统的知识库里了解到 可以做桌椅板凳的木材 有很多 什么紫檀 花梨木 酸枣木之类 全然是他没见过的 但眼前都没有这些 适合做桌椅板凳的 有松树 柳树 山树 还有榆树 等等 木峰眼睛一亮 榆树 他一拍脑门 对啊 于前不是也可以吃吗 他记得小时候在农村 每年春天 老人都会勾下 于前花下来蒸着吃 于前花洗干净 和上面粉 加好佐料 蒸上一下 蘸点醋 那味道 让他到现在都难以忘怀 不过可惜 眼下不足 还没有面粉之类的东西 当然 于前花也有人用来烧汤喝 味道也不错 哈哈 木峰咧嘴大笑起来 意外之喜啊 木材还没找好 倒先找到能吃的了 木峰抬头看着正茂间的鱼前花 开心大笑 木峰哥哥 你笑什么 白牙回头 小脸上写满疑惑 哈哈 我发现了一种好吃的东西 木峰笑道 什么东西啊 白牙不减 就是这个树上的花啊 木峰笑着说道 很好吃的 啊 这个东西能吃 白牙诧异 嗯 肯定能吃 木峰大笑道 你等着 说着 木峰从自己身后的背楼里拿出兽精绳 拴好一根粗重的树枝 拎起来转了几圈 对着一截子挂满鱼前花的树枝 用力一甩 而后兽精绳挂在了那截子树枝上 木峰用力往下一扯 咔嚓一声 鱼树枝被一下拉断 一大只的鱼前花就掉在了地上 木峰哈哈大笑 扯过一小撮鱼前花就放在嘴里 嚼了几口 不由感叹 还是熟悉的味道呀 木峰哥哥 白牙瞪大眼睛 本想阻止木峰吃鱼前花的 毕竟谁也不知道鱼前花能不能吃 但他马上又出口了 因为木峰已经把鱼前花送到了嘴里 看样子 味道还很不错 白牙犹豫了一下 也揪了一撮放在嘴里 小心翼翼地嚼了两口 脸上露出惊喜 呀 好甜呀 那当然 木峰事宜跟来的两人也尝尝 两人有些不确定地看了木峰一眼 而后下了什么重大决定 一般咬牙各自吃了一撮 最后都满脸堆笑地去吃鱼前花了 木峰哥哥 白牙一边吃花一边说话 两腮撑得老高 眼睛都成半圆状了 你是怎么知道 这个东西能吃的呀 木峰咧嘴笑了起来 不告诉你 白牙也不计较 只是眉眼弯弯地傻笑乐呵 全然没有在意什么形象不行象的意思 娇憨可爱 木峰意外 继而又高兴起来 看来少女对自己当真是信任 无论是尝试吃鱼前花 还是自己别搅的理由 不过他马上又转脸 看向不远处树干有黑 树关雪白的一片树了 心底跟着期待起来 要是没意外的话 那应该是与怀树吧 坦白说 木峰心底有些激动 因为他的猜测一旦正确 那么他的木道衍生术 可能马上就能兑换了 为了稳妥起见 他示意白牙继续找木头 而他被过脸 却暗自跟系统沟通 系统 叫任务 木峰心底期待 脑海中 系统直接弹出任务界面 上面赫然写着 发现可食用鱼前花 获得二百点成就 现在的成就点为 一千七百点 Yes 木峰内心狂呼 不禁咧嘴大笑起来 一旁的白牙还没反应过来 就见到木峰一边跑一边 笑着大声喊道 来来来 白牙 这里还有一种花能吃 比刚才的还要甜 什么 白牙大大眼睛写满惊奇 还有能吃的花 怎么跟着木峰哥哥出来 连花都能吃了 虽然心底疑惑 但白牙还是小跑着跟了过去 他还没到木峰跟前 木峰就已经依法炮制 再次从一棵树上 拽下一截子挂满白色花的树枝来 这花也能吃 白牙下意识问了一句 翘脸上满是不可思议 不过木峰已经揪下一串放在嘴里 甘甜多汁 果然是杨槐花 白牙 以及身后的两人 已然不像刚才那么震惊 伸手也捞了一串放在嘴里 对于杨槐花美味的惊讶 却一如先前 木峰心满意足 压着激动在心底默念 系统 交任务 马上 系统弹出提示 发现可食用槐花 获得二百点成就 现在的成就点为 一千九百点 木峰简直要欢呼雀跃了 还差一百点成就 接下来就简单了 一百点成就 他都不用去想别的法子了 只要他找到合适的木头 做出来桌椅板凳 就凑齐了两千点成就了 找木头 找木头 木峰大呼小叫 这一下让不明所以的白牙 跟身后两人面面相去 不明白 木峰这是怎么了 似乎一事顺 事事顺 很快木峰就找到了合适的木头 还是榆木跟槐木 似乎西山这林子里 容易枯死的树木 也就这两种了 木峰随身背着木匠工具 直接拿锯子锯端木头 让人帮着扛回去了 在看到木峰用锯子锯木头的时候 他旁边的三人又是一阵惊叹 白牙甚至惊呼 木峰哥哥 这就是惊气嘛 可不可以也给我一件啊 这样我们收集干木头的时候 就会省力很多 可以 木峰点了点头 但得等两天 他心底打定主意了 现在说什么都不能动成就点 一定要攒够两千点 去兑换木刀衍生术 而等他抓到野猪 又能获得三百点成就 交了不足安全的任务 也有五百点成就 他打算到时候 用这些成就点 给白牙他们兑换锯子 他看了一眼兑换界面 一把锯子的成就点是五十 兑换上线也是三把 不过白牙显然没有想这么多 眼见木峰答应 眼睛一亮 欢喜不已 而后一蹦老高 太好了 木头很快被运到 木峰的山洞门前 他让白牙把犁虎找来 又叫了几个部族里 年纪稍大的老人 他打算将木匠的手艺 交给这些老人 由他们以后在部族里 专门制造工具 老人们自然很兴奋 作为部族里的老人 他们已经无法 对部族有什么贡献了 部族一旦遇到困难 首先要缩减的 就是他们的食物 部族要是被迫迁徙 他们在途中若是跟不上 就只能被迫放弃 所以 他们格外珍惜 木峰带给部族的一切 尤其是部族没有迁徙 正是知道这些 木峰才决定 让他们过来学木匠的手艺 而且 木匠手艺 也不用他们外出冒险 也不是特别重的体力活 他们完全干得了 木峰拿出木匠工具 当着这些人的面 开始锯木 下准线 刨平 打孔 一根根原本肘纹乱生的木头 先是被锯成一块块长短 宽厚不一的木板 木块 然后又在豹子的来回打磨下 变得光滑 这些做完以后 木峰又用凿子 在各个衔接处挖了孔 最后 他把宽约20厘米 厚三四厘米的木板 都固定在两根方木条上 没有铁钉 他就挖了小孔 用刀削了木钉代替 将木板拼在一起 一个桌面就做好了 做完这些 木峰才把四根方木桌腿 用横方木固定 并装上桌面 用斧头的背面 悄悄打打进行固定 一个简单的四角桌子就做成了 桌子做好之后 周围旁观的人都叹为观止 这就是桌子 李虎瞪大眼睛 伸手按了按桌子 感受了一下桌面 不可思议说道 怎么用呢 简单 木峰笑道 你们稍微再等一会 说着 木峰又拿起一块 已经打好四个孔的木板 又拿起四根短了一些的方木条 安在上面 悄悄打打 一个简单的小板凳就做好了 随后 木峰把板凳放在桌子跟前 又把自己的石冠 筷子都放在桌子上 然后才坐下 这一下不用木峰做任何解释 所有人都明白 桌子跟板凳的用处了 李虎瞪的眼珠子都快要出来了 大球长 我也要学做桌子 与此同时 木峰脑海里 系统的提示声再次响起 完成桌椅板凳制作 获得一百成就点 现在的成就点是 两千点 桌子跟板凳做好以后 木峰终于凑够了两千点成就 他按下心底的机动 跟李虎等人交代了 制作桌椅板凳的要点之后 才把工具箱拿给李虎 告诉他可以放在阿公的茅草屋里 以后不足理的老人做工具 都在那里完成 这样的话 老人之间彼此有个照应 李虎如获至宝地 捧着工具箱 带着几个老人离开了 白牙兴冲冲地央着木峰 给他专门做了一个小板凳之后 才离开 终于送走所有人 木峰兴奋联系系统 系统 兑换木道衍生术 系统直接弹出兑换界面 您是否确定用两千点 成就兑换木道衍生术 木峰深吸一口气 确定 但他心底 其实已经是按耐不住的狂喜了 两次使用愈合术之后 不然他如何仅仅是掐绝念绝 就能让重伤冰死的阿公与朔峰 又活过来呢 虽然他自己对于神仙术法 一直抱有怀疑态度 却从未否认他们的存在 他小的时候 生了奇怪的病 看了诸多医生都不曾治好 只是去别村的神婆那里瞧了两眼 又给人家摸着额头 念叨了一些话之后 就不治而遇了 后世的苗疆乌骨植树 湘西的感尸 以及一些木峰在考古过程中 遇到的种种离奇的事都表明 这世界上有很多事 历史研究学者 更是在研究了这么多真相之后 对历史有了新的认知 比如说 中国历史是上下五千年 是从皇帝时期到现代的五千年 还是中国的历史应该拆开来 是上五千年 下五千年 业内考古学者已经发现 远超于下朝的历史文物 距今八千多年 其高超的制作工艺与精细程度 远不是下朝以来的人能够掌握的 于是有人想到了 在下朝之前 会不会还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 又或者是我们不理解的 具备法术的时代 再比如说 一直被国人视作 是智怪小说的《山海经》 在国外却被视作是研究远古历史的指引 甚至于有个国际史学研究机构 NCAA以《山海经》中的地理描述为指引 在南美洲发现了天然金矿脉 还有就是 西方的科学家诸如牛顿 伽利略 达芬奇等人 在研究自己学科领域达到极致之后 就会转去研究神学 所以现在才有了科学的尽头 是神学这句话 穆峰想到自己都能穿越而来 有法术就更不值一提了 系统在他说出确定之后 马上提示 叮 兑换成功 很快 一段神秘信息 直接涌进他的脑海 那是完整的木道衍生术 在旁人看来 此时的穆峰原地站定 一动不动 两只眼睛动也不动 胸口起伏 也渐渐归于平缓 如果是李虎 或者是阿公在跟前 肯定会以为他进入冥想了 冥想是具备污吏的人 才有机会进入的一种状态 通常是部族的首领或者酋长 而实际上 木峰则是正在消化 木道衍生术的信息 木道衍生术 由育合术与生长术 两个小技能组成 修成之后 不仅可以治愈伤病 还可以增强体质 好大一会儿 木峰才彻底掌握木道衍生术 他睁开眼睛 伸出一手 对着一块约有五厘米后的木板 一拳砸去 咔嚓一声 木板直接被他砸得四分五裂 力气变大了 木峰惊喜 前世他练过跆拳道 可以劈开两三厘米的木板 不过那是表演道具 跟眼下这块怀木板 压根不能比 他又两手张开 去抱那块石板 之前他搬这块石板的时候 是声拉硬拽 才弄进山洞的 眼下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就轻轻松松给端了起来 哈哈 木峰大笑 身体素质果然是变强了 他放下石板 原地拉了一个架子 又一拳对着空气轰去 呼 一阵急剧的破空声传来 拳风的速度分明达到了极致 我去 这拳速应该要比李小龙还要快吧 木峰心底激动不已 他前世的时候 看过李小龙出拳的视频 知道拳速快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会有破风声 向偶像致敬 木峰再次挥出一拳 在这个无人知道的原始山洞里 花了两千成就点 兑换木道衍生术 效果让木峰十分满意 他又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变化 只觉得自己好像变高变大了 握拳的时候 也有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真是好记呢 木峰不由把目光注视到系统其他技能上 整个技能板块上面 列书单一样 展示着各样技能 他细细看去 金木水火土 阴阳 风雨雷电等各系 元素技能都有 俨然如同前世玩的魔兽技能面板 还有一些比较冷门的召唤术 训兽术等 他已经学了初级的召唤术 看着这些技能 木峰内心灼灼 原来会法术这么神奇啊 细细感受了木道衍生术带来的变化之后 木峰又看了一下其他技能 他发现每一种技能都有自己的特点 土系技能的特点是与大地有关 精细的与各类金属精华有关 最让木峰惊喜的是 木道衍生术与土之后种术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加速或者延缓一片土壤之内的生物生息速度 这简直就是神迹啊 木峰惊喜到 但是 兑换这些技能的成就点 也让他生出窒息感觉 土道之术成就点要少 却也需要5000点成就 还是成就点 木峰钻进拳头 看来还是得想办法壮大部族 这样成就点赚取的就快了 现在就等着李虎回来了 想办法抓野猪 木峰心底盘算 照系统的情况来看 只要是有利于部族发展的任务是 都能获取成就点的 部族里现有训养的有机根羊 六处里还缺马 牛 猪 狗 猪也已经有了着落 其余三种动物在部族附近有没有呢 看来回头得问一下明光 实在不行就走远一点找找看 训养家畜也不能完全解决部族的温饱问题 毕竟谁也不能长久吃肉 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得靠种植 只有种植作物 才能让部族有出路 看来除了要训养动物 还需要去找能够种植的作物啊 木峰心底仔细回想 也不知道我穿越在哪里 这里适合种什么 他仔细思索 觉得自己还是在地球 且应该是华下古地 不然他不至于刚穿越 就能明白周围人说话的内容 且所见所欲 也都与自己以前研究过的历史十分贴近 但要说具体是在哪里 他就不是很清楚了 他记得阿公好像说过之言片语 说江湿原本是从极西之地 迁徙而来的大部落 这么说来 江湿现在所在之地 应该位于东面 但具体东到哪里 他就不能确定了 至于是华下南方还是北方 这一点从松树林 跟大片的黑皮竹林来看 应该是偏难一些 毕竟在地里上完口粗细的大竹子 是只有南方才有的 但问题在于 黑皮竹子是前世他所没听过的 尤其是山下开春 万物开花发芽 大龙山上的那片湖却仍然冰雪不化 又让他联想到北方才有这些特征 有些难以确定啊 沐峰挠了挠头 要是能确定这些的话 附近大概有哪些动物跟野生作物就知道了 等等 沐峰似乎想到了什么 赶忙拿出那根从莽龙部缴获的金属棍子 仔细看了看 要是能看出这块金属是什么材质的 能不能判断现在所处的时代 只可惜 无论他怎么研究 也没能看出来这块乌漆抹黑的棍子 到底是什么金属 无奈放弃 先前他得了这根棍子的时候 也去问过莽龙部的人 只说他们也是捡来的 并不知道他是什么 这让原本想从陨石记录 上去判断位置的沐峰也没辙了 只得作罢 当天晚上无事 第二天上午 沐峰计划到部族附近转一转 看能否找到一些野菜 赚取成就点 结果被黎狐请到茅草屋那边 教他们怎么做桌子跟板凳 沐峰只得耐着性子 又给他们示范了一遍 确保围观的几个老人都会了 才算结束 午后 明光终于回来 直奔沐峰的山洞 大酋长 您要的东西 我都给您带回来了 明光远远大声喊道 还有野猪的出没区域 也已经弄清楚了 好 沐峰兴奋地走出山洞 看着几个人 正在往地上放朽木 朽木上一蹴一蹴的树花 破损了不少 却都没摘下 这 沐峰有些无语 他忘记说 可以摘下树花再带回来的 结果他们就原封不动地全扛回来了 虽说这是重视大酋长的原因 可这脑筋也太不转弯了吧 沐峰哭笑不得 这些树花蘑菇 拿刀贴着根部削掉就行了 一定不要削掉根了 啊 不是要种蘑菇吗 明光疑惑问道 把蘑菇都削掉了 还怎么种 沐峰耐心解释 蘑菇是菌子 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 只要你不把根挖掉 它就会割了一茬 再长一茬 这样啊 明光眼睛一亮 那岂不是说 我们不足要有吃不完的蘑菇了 沐峰点头 说是这么说 但是这枯木里面的养分用完了的话 蘑菇也就没办法再长了 啊 明光意外 那是不是蘑菇也就没了 嗯 沐峰点头解释 只要在木头完全朽烂掉之前 再把这些蘑菇的根 移植到其他朽木上就可以了 对了 注意把这些木头 都放到少见太阳的阴凉处 用茅草给它搭个棚子 早晚个泼一次水 这样的话 蘑菇长得快 明光疑惑不解 但还是点头照做 至于这些季菜跟野葱 沐峰一指自己门前已经栽种好的一小片 就顺着我挖好的笼子继续栽 浇上水就可以了 是 明光点头 对了 野猪的事 你跟我说一说 明光眼睛一亮 终于说到正题了 明光兴冲冲地跟沐峰说了 野猪的出没情况 我带着朔峰去了您说的地方 灌木从后面 的确有野猪 明光兴奋 不仅有大野猪 还有小野猪 小野猪 沐峰眼睛一亮 心底开始快速盘散起来 只是驯养大野猪的话比较麻烦 但如果有小野猪一起的话 野猪驯化的过程会大大缩短 小野猪有多少 沐峰问道 明光尴尬挠头 我们是从另外一个灌木丛钻过去 偷偷看着的 没敢离得太近 没怎么看清楚 沐峰点头 嗯 做得对 不能暴露 明光又说 不过看样子不少 黑压压的一片 小崽子一个个 叫得可欢时了 沐峰想了想问道 有多大一片 黎虎比划了一下 犹豫着说道 这么大一片 怎么这也有四五十只吧 死 沐峰惊了一下 前世的时候 他入山考古见过野猪群 一般也就七八只 多得十几二十只 就算是国外野猪泛滥成灾 一群也就四五十只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东山山腰处 随便碰到的一个野猪群 竟然是一个超大号的野猪群 先前他跟朔峰 在灌木丛外见到的 大个野猪 保守估计 已经有四十多只 现在明光告诉他 还有不下四五十只的小野猪 一来一回算下来 怎么这也有八十多只野猪 沐峰激动了 这么多的野猪 完全抵得上 前世一个小型的养猪场了 不过他马上又想到了 另外一个问题 看向明光 等等 这么多野猪都在一个区域活动 他们吃什么 他知道野猪是杂食性动物 但是这么一大群野猪集中在一起 不是靠简单的杂食就能解决的了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在东山 可能有野猪赖以生存的食物 而且这食物 一定是大量存在的 否则养活不了野猪 人类吃的东西 野猪都吃 沐峰眼睛一亮 要是真的有这样的食物 岂不是也能帮部族 再找到一种食物 而且我还可以赚成就 真是一举多得 沐峰心底打定了主意 听到沐峰问自己 野猪吃什么 明光挠了挠头 野猪到底吃什么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野猪肉很香 说到这里 明光竟然流出了口水 大酋长 要不明天我们就去抓野猪 不 沐峰摆了摆手 计划的变一变了 不抓野猪了 明光意外 野猪肯定要抓 但是要缓一缓 沐峰快速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然后才继续说道 不管是大野猪 还是小野猪 我们肯定都是要养的 养猪需要猪圈 明光意外 羊有羊圈 猪还有猪圈 沐峰点头 羊圈只需要用围栏 就可以 但是猪圈不行 得用石头 这样吧 你把不足的青壮 都叫到阿公的茅草屋那里 我有事要说 对了 把白牙也找来 明光点头 是 虽然有些奇怪 但他还是照做 很快就把人都 集中到了茅草屋跟前 除了白牙意外 全都是不足的青壮 沐峰哥哥 白牙自然察觉到 今天的与众不同 看向沐峰的目光 满是亮光 翘脸上满是期待 他不过一个小丫头 眼下去参与到了 不足男人才能做的大事中 自然十分兴奋 沐峰冲他微笑示意了一下 并未说其他 而是看向所有人 现在 分出十个人去跟着白牙 到后山去挖竹笋 让他教你们怎么挖 回头我要用 竹笋 很多人还是第一次 听到这个词 不等沐峰回答 白牙就翘生生说了 竹笋就是埋在地下 还没长出来的竹子 可以吃的 不过他转而又看向沐峰 沐峰哥哥 你要挖竹笋干什么 沐峰笑着说道 现在东山有一大群野猪 我要用竹笋去抓野猪 野猪 人群中一阵轰动 野猪肉好吃 野猪肉最香了 可是野猪也太凶狠了 最后所有人 又都齐齐看向沐峰 他们都知道 沐峰既然开口说能抓野猪 那就肯定能抓到 毕竟在这之前 他已经带着族人抓到了羊 又抓到了足够多的原始鸡 还捕到了到现在 也没吃完的鱼 尤其是最近两天 部族的狩猎队 明明都没出去打猎 偏偏出去的人 总能带回来六七只野羊 十来只原始鸡回来 这些 都归功于沐峰 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 沐峰笑着说道 野猪肉是好吃 味道也香 但是野猪也凶啊 所以 在抓野猪之前 我们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 大酋长 您说吧 要我们做什么 有人开始响应 盖猪圈 第五十一章 都是我的 盖猪圈三个字一出 所有人都愣住了 野猪还要跟羊一样 有猪的地方 眼见众人都奇怪 沐峰又说 野猪跟野羊不一样 必须有足够牢固的猪圈 这样才能保证 他们不会跑出来 所以 野猪圈跟羊圈不一样 要用石头 现在 都赶紧搬石头 然后在西山那边 盖上野猪圈 所有人都开始动了起来 一部分人跟着白牙 去后山挖猪笋 其余人都搬石头 去盖猪圈 沐峰亲自指挥 在西山脚下 依着几株大树 画了一个圈 开始盖猪圈 他之所以 把猪圈选在这里 是因为 这里处于下风口 地势相对 东面跟背面也较低 更是避开了井水的附近 他画的圈足够大 大到 可以去养一百多头野猪 考虑到野猪的破坏力 沐峰将猪圈的厚度 放到了一米五 高度放到了两米 这其实是他小时候的梦想 小的时候养猪 猪圈不过一米来高 二三十厘米后 家猪经常能从猪圈里跳出来 害得他经常要追着赶回猪圈里 他那个时候 就想着 有一天 自己要是养猪了 一定要盖一个足够高 强足够厚的豪华版猪圈 让猪再也跑不出来 只是这样的梦想 在前世的时候没有实现 却在眼下这里实现了 因为有了之前 驻土台的经验 所以 族人这一次野猪圈的建造 就显得轻车熟路了 石头抢垒成之后 木峰又指挥着族人 和了草泥 灌在石头缝隙里 用平板石抹云 看上去就像一个土坯墙一样 猪圈留了窝口工人进出 他又让人在猪圈里搭了草棚 周围也是用石头堆砌的 看上去竟要比阿公的茅草房 还兼顾牢靠 这不由让族人一阵感叹 这给野猪准备得住的地方 也太好了吧 木峰笑着说道 放心吧 以后我们不足住的 会比这个要好 看着猪圈盖成太阳还未落下 木峰想了想 又让人从北山挪来了 几几次种在猪圈内侧 野猪皮糙肉厚 真要是一心拱墙 估计还是有些悬 木峰心底估计着 再给他们加点防护措施 真要是拱墙了 看着几几次不扎他们 负责挪栽几次的人 暗地里笑道 要说咱们大酋长 还真的是厉害啊 先前用几几次 让莽龙部的人没挨着 咱们就给打败了 现在又用他对付野猪 另外一人哈哈大笑 是啊 我看野猪要倒霉了 第二天一大早 木峰只带着十来个人 到东山去了 人虽然少 但都是部族里打猎的好手 李虎 明光 寒树 青崖 红崖 朔峰 大酋长 李虎低声问道 既然我们要去抓野猪 为什么不带上所有人 木峰摇头 我们今天主要目的 不是抓野猪 而是看看 能不能找到 他们吃东西的地方 找他们吃东西的地方干什么 李虎不解 这么大一群野猪 肯定是 有什么东西养活他们 木峰说出自己的想法 如果真的有这种食物 而且我们族人也能吃的话 对部族来说是好事 野猪吃的东西 我们也能吃 明光迟疑着问道 木峰不打反问 野猪吃不吃蘑菇 明光一下子反应过来 点头说道 我明白了 嗯 木峰说道 等会到了地方的时候 都别乱出手 先弄清楚 野猪去哪里吃东西再说 只要弄清楚了这一点 今天傍晚或者明天早上 我们就来抓野猪 好 周围的人兴奋低吼 十来个人 在明光的带领下 一路直奔野猪所在的灌木丛 临近灌木丛的时候 明光把手一挥 示意众人开始隐蔽 然后自己亲手亲脚地 往一处灌木里钻去 不大一会儿 明光从灌木丛里探出头来 示意木峰 他们过去 十来个人 稀稀苏苏 钻进灌木里 虽然有些声响 但周围也有山峰带动的树叶声 刚好遮住 灌木丛有两三米高 都是秘密的枝叶 视线不是很好 明光在前面带路 木峰跟离虎紧随其后 后面又是其他人 走了好一段路 明光滚终于停下 然后回头示意 所有人噤声 原地趴下 等到所有人都照做了之后 明光才并排着 趴在木峰旁边 伸手小心翼翼 拨开了一层灌木 原本十分昏暗的光线 豁然开朗起来 几乎所有人都惊了一下 这么多 木峰自然也吃了一惊 透过明光拨开的灌木丛 距离它们所在的位置 不到二十米处 一片室外桃源一样的空地上 密密麻麻的都是野猪 这些野猪有黑有白 也有棕色跟花色相杂的 大小不一 有趴着不动的 有拱地的 还有原地打滚的 看上去毫不快活 木峰咧嘴无声笑了起来 心底暗想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第五十二章 比野猪更有价值的东西 十几人藏在灌木丛里 一动不动 一是不敢 二是不能 眼下不远处的野猪 虽然看上去悠然自得 人畜无害 但要是发现有人在附近了 发起狂来 他们绝对无法招架 所有人都下意识看向木峰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木峰却是目光灼灼地 看着野猪们在那打拱 等着野猪们出去觅食 来之前 明光已经说了 野猪会从灌木丛的 另一个方向集体出去 留下几只大野猪看护小仔 其他的野猪都出去 十几个人就这么趴着 苦等了一个多小时 这些野猪终于出动了 一只长着巨大獠牙野猪 率先起身 迈着步子向一处灌木走去 木峰看得分明 就是前几天 他跟朔峰在另外一个方向 看到的那只 看样子 他就是野猪王了 野猪王走在前面 走到一处灌木跟前 嘴一拱 分开一处灌木 露出一个祸口 就这么钻了进去 后面的野猪鱼灌而入 很快就消失在灌木丛里 木峰桥的分明 是与他们相对的一个方向 大球长 怎么办 要不要现在就去抓小野猪 一旁的明光 用微不可查的声音问道 木峰摇头 伸手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其他几人 转身小心爬了出去 带的几个人 又原路返回到入口处 几人都兴奋说道 大球长 咱们这里有十二个人 可以抓几只小野猪回去 不行 木峰摇头 那样的话 大野猪回来发现了 就会有防备 再抓就不容易了 我们这次来是弄清楚 这群野猪到底是吃什么 发展成这么大一圈 其实在心底 他是想着 把现在就把这些小猪仔 装进猪笼子带回去的 但他担心 只有小猪仔的话 未必能够养得活 还是得弄几只大的野猪 再去才行 但是只要涉及抓大野猪 眼下的十几个人 又绝对不够看的了 为免打草惊蛇 他决定先不动这些小猪仔 转继续去跟踪野猪群的去向 既然木峰说了不抓 周围的人自然没有一个有意义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野猪都去了另外一个方向 李虎问道 木峰则是看向明光 野猪去的另外一个方向是哪里 你能找到吗 明光点头 可以 这两天 我跟朔峰都是在这周围候着的 从那边可以绕到 刚才野猪钻的树丛里 好 木峰点头 带我们去 大家都小心一点 不要留下什么痕迹 给野猪发现了就不好了 是 于是 明光在前面带路 领着木峰等人 从另外一个方向绕了过去 这一次 他们没花多长时间 就绕到了灌木的另外一边 他们旁边就是一条 深藏在灌木丛下 一条不易觉察的通道 就再不远处 若不是通道隐约传来的尿骚味 他们还真不一定能够发现 他们确认了通道之后 又刻意保持与通道的距离 顺着通道 开始找野猪 这次也没走多久 约某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他们终于又听到 野猪吃食的闹哄哄的声音 所有人立刻都警醒起来 明光下意识 回头看向木峰 止住脚步 木峰点头示意 自己弯腰弓身向前 一点一点向前走去 把动静降到最低 事实上 木峰小心过头了 几十只野猪一起吃东西的 闹哄哄的声音实在太大 压根听不到他们的动静 木峰一边亲手捏脚地往前走 一边侧着耳朵仔细听 嘎巴咔嚓声不绝于耳 还有扑扑素素的枯叶 皆敢被压断的声音 除此以外 竟然还有野猪 用嘴拱泥巴的哼哼声 嗯 木峰心底狂震 果然有大面积的粮食作物 他小心翼翼地拨开灌木 远远地发现 又是一片豁然开朗的地带 面前不远处 除了几棵高大的树木以外 就没有灌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东倒西歪 约有一人高的黄褐色阶杆 很多阶杆上 还挂着一颗十来厘米的金黄色碎子 玉米 木峰心底狂喜 竟然是玉米 他怎么也没想到 野猪在拱地啃食的 竟然是玉米 他原本还以为 自己穿在华夏谷地 想当然认为是没有玉米的 却没想到 眼下一大片的玉米 看来是自己想当然了 只是这一片野生的玉米碎子 显然没有前世那么长 甚至连一般都不到 可即便如此 木峰还是忍不住 呼吸急促起来 脑海里满是关于玉米的信息 气候热的地方 玉米一年可以种春夏两季 早春一季 吃鲜玉米 软糯香甜 剩下一季 收成熟的玉米 打粉吃面 木峰生怕自己看错了 揉了揉眼睛 又仔细看了看 确认眼前的就是玉米之后 这才咧嘴无声大笑 玉米接杆从中 一只只野猪 还在那拱来拱去 时不时拱倒几颗玉米 啃食上面的玉米碎子 木峰简直是太高兴了 在他看来 发现玉米 比发现野猪还有价值 第53章 意外之喜 木峰带着十来个人 在灌木丛里猫着 静静等着野猪吃完离开 直到最后一只野猪 哼记哼记地 从玉米杆里离开之后 木峰终于按耐不住 心底的兴奋 欢呼着冲了出去 李虎 明光等人十分不解 纷纷低贺 大球掌 木峰回头冲他们招了招手 你们快来看 他们十分疑惑 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 凑到木峰跟前 木峰顺手从一颗 还没被拱倒的玉米杆上 掰下一个玉米棒子 伸手拨开包叶 露出一截 差不多有十来厘米的玉米碎 因为是野生的缘故 玉米碎很小 根本无法跟木峰前世见过的 长达二三十厘米长的碎子相比 就算是玉米粒 也要小伤不少 一颗颗圆嘟嘟的 得两三颗 才抵得上现代的一颗 即便如此 木峰还是笑得合不拢嘴 你们看 我这次要找的 就是这个东西 木峰大笑道 大丘长 这是什么东西 李虎看着满脸兴奋的木峰 不明就里 这叫玉米 可以吃的 木峰耐心解释 可以吃 李虎听说以后 伸手也从一根玉米杆上掰了一个 拨开包叶 抱着就啃 只是马上他就阿佩地吐出玉米粒 这么硬 一点也不好吃 一旁的明光 朔峰等人 原本也掰了玉米准备尝尝 听到李虎这么一说 又把玉米扔到了地上 别扔啊 木峰着急道 这是完全成熟的玉米 自然不能这么吃 只有这上面的包叶 还是绿色的时候可以生吃 啊 李虎皱眉 那现在这东西不能吃 还是您想用它来喂野猪 木峰笑着摇头 这玉米是已经成熟过了 也可以吃 不过不是直接吃 需要磨成玉米粉 然后蒸馒头吃 磨成粉 蒸馒头 李虎重复 一脸的不解 其他人也是满脸不解 很明显 木峰所说的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了 木峰自然也看出他们的迷惑 笑着摆手 行了 你们以后会明白的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尽可能地多掰玉米 然后带回部族 大酋长 掰了这些玉米 回去就吃吗 有人问 嗯 木峰点头 一部分用来磨成面粉吃 一部分用来磨成面粉吃 一部分用来留作种子种下去 将来不足的食物 就不再是问题了 啊 那人惊呼到 这么难吃的东西 会有人吃吗 难吃 木峰神秘一笑 那是你还没吃过玉米做的东西 等你吃过了就知道了 那人心底一暖 没想到木峰 作为一个大酋长 竟然这么和其耐心地 给自己解释 这要是放在以前的老酋长 肯定是懒得多说一个字的 听到木峰说 要回去种玉米 而且玉米可以做食物 所有人都动了起来 他们身上都带着 原本要抓小猪崽的竹笼子 现在都用来装玉米了 在木峰的指导下 所有的玉米都是包了包叶 留着光滑的玉米棒子 放在猪笼子里的 除了木峰意外 其余人每个笼子里 都装了不下百斤的玉米棒子 尤其是李虎跟明光 虽然吵嚷着玉米不好吃 但一听到玉米可以做食物 那是相当不含糊 各自背了接近两百斤的玉米棒子 木峰看着远处 还有一大片玉米接杆 上面还都挂着玉米棒子 有些觉得人带少了 不过好在眼下 十来个人带的玉米已经够多 除了筛下种子以外 还够吃几顿的 十来个人 小心翼翼避开野猪所在的那片灌木 顺利回到上山的路 木峰手里拿着一个玉米棒子 掰下一颗大的玉米粒 放在嘴里嚼了几口 感觉有些硬 明显是淀粉含量不太高 他心里明白 这是因为玉米是野生的缘故 想要淀粉含量高 只能通过后天不断培育了 不过 他心底还是很高兴 因为玉米的出现 让他意识到 自己所在的环境 似乎没那么多局限 连玉米都能发现 那其他的农作物呢 一旦布族里面大面积 种植了玉米 加上驯养的各种牲畜 它们将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 而布族内的人 只有填饱了肚子 才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 而眼下 他要想的是 玉米种在哪里合适 而玉米粒 又要怎么才能磨成面粉 玉米只能种在 布族西面山脚下的 平坦地带了 那里地势开阔 土壤看着也肥沃 至于磨玉米粉 看来得做一个石磨了 木峰这样想着 系统 叫任务 系统马上提示 获得可食用玉米 获得成就点300点 嗯 木峰奇怪 可以吃的 不是200点吗 玉米属于农作物 在历史上影响深远 成就点要高一些 哈哈 木峰大笑 意外之喜啊 第54章 普及能吃的食物 木峰带着这么些人 回到布族以后 直接将玉米粒 尽数包了下来 玉米脱粒 在前世是个简单的活 直接把晒干的玉米棒子 送到脱粒机里就可以了 但是眼下 周围没有这些条件 木峰只能选择手工脱粒 这就是个好神的精细活了 好在布族的人多 而且手动包玉米粒 也不太好体力 在李虎的号召下 布族能来的人都来了 前后不到半个小时 所有的玉米棒子 都变成了玉米粒 所有的玉米粒 与玉米棒子 都分开放好 将士族人 在脱好玉米粒之后 都没有离开 都好奇地看着木峰 看他怎么处理这些 他们从未见过的玉米 毕竟来之前 李虎已经告诉了他们 说玉米 将来会是不足的主要食物 可是刚才脱粒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 都捏了一颗玉米 放在嘴里 而后又无一例外地 都吐了出来 作为首领 李虎问出了大家的心声 大酋长 现在玉米棒子 已经跟玉米粒分开了 接下来要怎么做 接下来 需要将玉米粒大小分开 小的留着我们莫成粉吃 大的 留作种子种下去 将来能接更大的玉米 木峰蹲下去 伸手抓起一把玉米粒 开始示范 把这么大的都放在这边 当种子 其他的都放到这边 李虎学着木峰 伸手也抓了一把 开始筛选 左挑右捡 也没挑到几颗 跟木峰挑的大小的 大酋长 李虎忍不住说道 真要挑你说得那么大 这里就没多少了 木峰微笑道 玉米种子 本来就不要多少 一颗种子 将来就能长出一根玉米 我明白了 李虎招手 所有人 现在都开始筛种子 于是 将士族人 又开始手捧着玉米粒 开始筛种子 前后不过半小时 所有玉米粒 又筛选完毕 现在干什么 李虎又问 所有人也都带着 奇怪的眼神看着木峰 明显到现在都不明白 他们做这些事干什么 木峰想了想 灵机一动 说道 临近中午了 先生火做饭 去杀二十只鸡 再从我这里 把蘑菇都拿走 洗干净 炖汤 李虎眼睛一亮 大酋长 您这是要炖汤 嗯 木峰点头 再去拔一些野葱 还有 让白牙也拿些竹笋过来 都洗干净了炖汤 部族里的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除了知道鸡是什么以外 其他的蘑菇 野葱 还有竹笋 一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李虎大笑道 大酋长放心 汤我已经会炖了 说着 他冲部族里的人大喊道 去 把部族里最大的几只十罐都拿来 我要用大酋长教我的法子 做最香 最好吃的鸡汤 一旁的明光 忍不住凑到木峰身边 小声说 大酋长 您不是要养着鸡的吗 怎么现在一下子杀这么多 木峰笑道 你看大家都不知道 筛选玉米种子 到底是干什么的 所以我先让大家知道 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吃的 李虎眼睛一亮 对啊 族人还不知道 竹笋 蘑菇这些东西能吃呢 木峰点头 等会他们喝过了鸡汤 又吃了蘑菇跟竹笋 自然就明白 玉米也可以做成美味的食物 接下来再要大家做什么 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明光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顿了顿 他又小心问道 可是 大酋长 这玉米粒这么硬 到底要怎么吃啊 木峰笑着说道 之前不说了吗 现在长成这样的 只能磨成面粉蒸馒头吃 再种下去的 包叶梅黄的时候 可以掰下来生吃 也可以煮着吃 香甜软糯 十分美味 明光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那现在就种下去 明天能吃到吗 木峰笑着摇头 怎么可能 至少 也要两三个月 七八十天吧 忽然 木峰脑海里 系统忽然出声 根据您周围所处的环境判断 玉米成熟期为两个月 嗯 木峰心底一动 你还能判断这个 系统 系统能够根据宿主 所处的环境综合判断 并以此发布任务 自然也能判断宿主 周围的生态环境 我去 这么先见 木峰心底暗想 成熟期是两个月 那岂不是说 四五十天的时候 就可以吃青玉米了 系统又加了一句 如果将木刀衍生术 与土之后种术 结合在一起施展 这个生长期 可以缩短一半 我去 木峰再次惊呼 不仅是为两大术法的强大 更是因为 想到了兑换土之后种主 所需要的成就点 五千点 六十天缩短成了三十天 木峰忍不住叹道 好像游戏里的技能 CD变短了呀 这边明光听到木峰说 七八十天 不由有些失望 这么长的时间啊 不过他马上又开心大笑起来 这些玉米 真要是能填饱肚子 又美味的话 等上这么久也行啊 毕竟不用冒险出去打练 哎呀 这鸡汤也太香了吧 说着 明光赶紧大呼小叫地 凑到李虎跟前 我说李虎 你这汤的味道 都快赶上大球掌顿的了 而不足其他的人 也都一个个伸长了脖子 围着几口食罐 一脸陶醉 第五十五章 春天种玉米 鸡汤的香味吸引了整个部族的人 因为他们从来没闻到过 这么香的东西 木峰颇觉好笑地看着族人 一个个捧着碗等着汤 正在烧汤的白牙备受瞩目 众目睽睽之下 学着木峰之前的样子 用木勺尝了咸淡 然后才将勺子的 给部族专门分发食物的吉央 一个部族里最公平的那个人 才能执掌分发食物的器具 吉央就是这样的池少人 从白牙手里 接过勺子的吉央也十分激动 因为他就要分发部族 都不要着急 每个人都有份 吉央拿着勺子开始分汤 每个人都分到了汤跟鸡肉 鸡虽然只有二十多只 但每只差不多都有十几二十斤 挑的都是大个的鸡 再加上放了很多竹笋跟蘑菇 所以每个人的食碗里 都满满当当 冒着香气 一时间整个僵尸部族 都笼罩在一片香气四溢的味道中 所有人都端着食碗大口喝汤 畅快吃肉 这样的食物味道真的是太好了 原来鸡是这样炖汤吃的 这个像草一样的就是蘑菇 味道也很好啊 原来竹牙也能吃 木峰看着不足的人 凑在一起端着食碗 或敦或站 高高兴兴喝汤 倍感满足 他自己也端着食碗 站在高地说道 大家现在都喝到鸡汤了 味道好不好 所有人都一起响应 好 木峰又问 那汤里面的竹笋 跟蘑菇好不好吃 所有人又都齐齐回应 好吃 木峰满一点头 那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不仅蘑菇跟竹笋可以吃 在野外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吃 而且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自己种着吃 将士族人纷纷议论起来 真的吗 太好了 可是要怎么种呢 大酋长不是说 还要种玉米吗 听到众人议论 木峰笑着说道 现在我想 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以后不仅要种蘑菇 还要种玉米 还会种很多其他的东西 很快有人就问了 大酋长 玉米要怎么种呢 木峰笑道 这个简单 等大家吃完了 我们就在部族西边种玉米 好 人群中一阵欢呼 眼见族人明白了 种植玉米的必要 木峰暗自庆幸自己 想了一个好方法 毕竟以部族人的理解能力 如果单纯地 去讲种植作物的好处 他们未必能理解 现在他只是通过一顿饭 加上蘑菇跟竹笋 就让所有人明白了 原来吃的东西 不是只有肉 还有地里长的植物 很快众人吃完 都眼巴巴地看着木峰 他们现在都明白 按照木峰说的做 以后会有吃不完的美味食物 他们也不用再为食物而发愁 木峰点头 所有人都带上鼓刀 到部族西边 把那一片空地上的草 都给挖掉 顺便把土翻了 于是 所有人都按照木峰说的去做了 拿着鼓刀 开始去挖土 因为受了木峰的鼓舞 所有人都干尽十足 挖土则草干得特别认真 以至于被部族的人 翻过土的地上 连一丝草叶子都见不到 我去 这效果比例耕地还要好啊 木峰看着很快 被清理出来的一大片空地 不禁感叹 应该有两三亩了吧 李虎站在翻好的地里 四下张望 有些茫然地看着木峰 大酋长 现在这里的草 都被清理干净了 部族岂不是跟丛林 就不一样了 木峰明白李虎的意思 部族里的东西 是应该与周围环境 相融合在一起的 只有这样 部族才不会在荒野里 显得太过突兀 自然也就减少了 很多不必要的风险 他笑着摇头 我们都要种地了 为什么还要跟丛林一样 顿了顿他又加了一句 我知道你担心的 放心吧 以后我们将不用担心 任何来自荒野丛林的危险 得了木峰这样一番话之后 李虎彻底放下心来 他郑重点头 那现在 我们应该怎么种玉米 我来教你们 木峰拿着鼓刀 在地里挖了一个 深约七八厘米的小坑 放下一个玉米粒 用两脚对着小坑 把刚才挖的土给埋上 又踩了两脚 然后他距离刚才的小坑位置 又隔了十几厘米的位置 又挖了个坑 依法炮制 随后他抬起头 看向周围的人 士族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脸上分明都是好奇 李虎挠了挠头 那要是一直 种到那边了怎么办 木峰无奈了 你不会另起一行吗 这 李虎大炯 还是有些不理解 木峰于是 就这刚才挖坑的位置 又横向隔着十来厘米 又挖了个坑 然后一指方向 看向李虎 现在明白了 哦 不只是李虎 这下其他人也明白了 不过 李虎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大酋长 玉米粒种下去 能长出来玉米 那玉米棒子呢 木峰彻底无语了 玉米棒子不能种的 可以用来荡柴火烧 顿了顿他眼睛猛然一亮 咧嘴笑着说道 不对 玉米棒子碾碎了 可以用来培育蘑菇 第五十六章 培育蘑菇 听到木峰说 玉米棒子碾碎 可以种蘑菇 所有人都疑惑无比 白牙眨着大眼睛凑到跟前 木峰哥哥 这上面什么也没有啊 怎么种蘑菇 这个简单 木峰一边回想前世 塑料大棚培育蘑菇的细节 一边解释 把玉米棒子碾碎 找东西包裹在一起 做成军包 再把蘑菇的根放在里面 扎几个小孔堆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顿了顿他又说道 不过现在还是有点冷 军包得放在山洞里 定期浇水 蘑菇能在山洞里长吗 白牙疑惑道 可以 而且蘑菇的生长不太虚太阳 他耐心解释 前世小的时候 他在老家就培育过蘑菇 种着卖钱的 用的就是玉米棒子碾碎了 混合蘑菇菇 堆放在一个泥墙塑料顶的大棚里 必要的时候 周围还要垫上干草保温 不需要阳光照射 眼下虽然没有塑料大棚 但是有山洞一样 可以解决问题 至于山洞内温度不够的问题 也很好解决 弄些干草 在山洞里熬烟就可以了 说干就干 木风留下大部分人种玉米 又带着白牙 跟十来个人一起去弄军包了 首先是要将玉米棒子弄碎 这个没什么技术难度 直接拿石头砸就可以了 而不足的人最擅长干的事 也就是扔石头跟砸石头 但是怎么把弄碎的玉米棒 做成军包 这就是个问题了 眼下自己是在原始社会 到哪里去弄塑料布 难道要跟系统对换 木风心底暗想 刚叫了任务 得了300成就点 就要再划出去 无奈之下 他只得跟系统沟通 看能不能兑换到塑料袋 只是看了以后 他就恨恨起来 系统能给他兑换的塑料袋 只能是十个 还是有数量限制 你要信 木风彻底无语了 自己倒是忘记了数量限制 十个塑料袋能干什么 既然兑换塑料袋不行 那他就只能想其他的办法 思前想后之下 他只得自己找来一堆细长的树枝 又让白牙帮忙 弄来细长柔韧的茅草 然后开始动手 自己制作军包 他先舍了四根差不多长短的树枝 用茅草扎成一个正方形 随后又做了一个 都是十来厘米建方的 做完这些 他又舍了四根二十厘米左右的树枝 将两个正方形的木架固定好 这样就成了一个长方体的木架 然后 木枫又用树枝依次固定在木架上 只留一面没有木条 这样就做成了一个 一面开口的长方体木条盒 做好之后 他用手撑了几下 觉得还是很牢固的 就开始往里面装 已经碎成黄豆大小的玉米棒子 每装三四厘米 他都会放上准备好的蘑菇根 这样上下分两层 四周是正方面各一根 长方面放两根蘑菇根的军包 就算做好了 最后封饼木枫用的是 茅草直接压在上面固定好 这才放在一边 开始做另外一个 一旁的白牙看得聚精会神 眼见木枫终于做好了一个 大大眼睛充满惊喜与神奇 这就做好了 看着少女乌溜溜的大眼睛 眨呀眨的 木枫也是一脸笑意 对啊 就是这么做的军包 你看明白了吗 嗯 白牙甜甜一笑 露出好看的雪白牙齿 就是为什么 你装玉米碎子 为什么还要按一下 哦 木枫诧异 点头笑道 你看得倒是仔细 他耐心解释 玉米碎放在一起 中间会有缝隙 蘑菇根在里面不好扎根 压一下 可以让玉米碎更紧凑 这样蘑菇容易扎根 长出来就更容易了 可是这个军包 都被树枝封住了呀 白牙绣眉紧促 十分不解 不会的 木枫笑着说道 看到这木条之间的小缝隙没有 它们会从这里长出来的 真的吗 白牙歪着头 一副思索模样 这么小的缝隙 就能长出蘑菇 对了 木枫哥哥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呀 木枫一愣 随即笑道 你没看到蘑菇从木头上都能长出来 木头的缝隙不是更小 也对哦 白牙咬着指头 不再纠结 那我们赶紧做军包吧 嗯 木枫点头 都做好之后 把蘑菇都搬到山洞里 等个十来天 就可以吃蘑菇了 这么快 嗯 木枫笑着说道 就是稍微有一点麻烦 到时候 要有人专门浇水 一天要浇水好多次 交给我吧 白牙甜甜一笑 我可喜欢吃蘑菇了 嗯 好 木枫答应下来 估计这些军包能做一两百个 浇水的话也不用太多 让它们保持湿润就可以了 我记住了 那好 木枫笑着起身 我去找你阿爹商量一下 看怎么把东山那边的野猪 给抓回来养 第57章 鸡蛋能吃吗 木枫再次来到部族西边 去找李李虎跟明光 两人正带着族人 再给玉米浇水 看到木枫来了之后 两人赶忙来到跟前 大球掌 木枫点头 中完了 明光点头 已经中完了 就是大家还是很奇怪 玉米是怎么吃的 什么时候能吃 不急 木枫笑着说道 要等五六十天呢 这么久 李虎不由嘀咕 这中间 我们还得靠别的食物啊 嗯 木枫点头 现在部族已经有了鸡跟羊了 每天狩猎队出去 也能带几只羊 跟鸡回来 够吃的吧 够了 明光大笑 以前我们从来不知道 原来不用受伤 也能抓到猎物 除了鸡跟羊 狩猎队也在大龙湖抓了鱼回来 顿了顿 他又挠头说道 就是有个事情 要跟大球掌您请教一下 什么事 木枫看着他有些为难 疑惑道 那些野羊圈养在羊圈里倒还好 按照您的要求 每天找人专门割草 舍了树叶喂它们就行了 李虎面露难色 可是那些原始鸡不吃草根树叶啊 现在我们都在用鱼肉喂它们 可它们数量太多 喂不过来啊 哦 木枫一拍脑门 这茶我倒忘记了 他只记得跟明光说了 喂羊是用草根树叶 却忘记了说喂鸡的事了 你一直用的鱼肉 木枫只觉不可思议 嗯 李虎面带疑惑 不是您第一次就用鱼肉抓的原始鸡吗 木枫无语了 哭笑不得说道 鸡不止吃鱼肉啊 也吃虫子 花草种子 蚯蚓什么的 而且吃了这些东西 下蛋也快 等等 这几天你们去鸡圈里捡鸡蛋了吗 鸡蛋 明光一脸疑惑 什么鸡蛋 顿了顿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试探着问道 是不是鸡笼子拐脚里 堆在草里的那个带壳的东西 木枫连忙点头 是啊 那就是鸡蛋 明光摇头 没有捡 前天我进去看了看 不小心弄烂了几个 黏乎乎的 还有点腥味 不好闻 你没捡起来 木枫问 没有啊 那东西有什么用 明光一脸疑惑 能吃吗 木枫彻底无语了 那是鸡蛋 做熟了很好吃的 营养也高 能让部族里的孩子更强壮 啥 明光更为疑惑 可是那东西 闻着味道就不好啊 也没人知道怎么吃啊 木枫无奈了 摆了摆手冲两人说道 走 去看看 说着 静止往鸡笼那边去了 李虎跟明光赶紧跟上 来到鸡笼跟前 负责看着鸡笼的族人 赶忙行礼 木枫摆手 静止来到鸡笼子里 一股子前世养鸡场 才有的鸡屎的臭味 扑面而来 李虎跟明光赶忙 用手掩住口鼻 却发现 木枫只是用手扇了扇 就来到一片甘草堆跟前 只是一眼 木枫简直要乐开了花 之间 甘草堆里已经 零零总总地摆放着 不下于两百来个鸡蛋 这些鸡蛋 与前世记忆里的相比 略微咸小 却也相差无几了 颜色上也稍有差异 白色或是褐色的蛋壳上 还有斑斑点点 就是这个 木枫不管周围臭味 咧嘴大笑起来 把这些鸡蛋都捡走 用干茅草扑着 放到我山洞里 别弄烂了 啊 明光忍不住说道 大酋长 这东西怎么吃啊 闻着味道 也不像好吃的样子 木枫笑道 你杀鸡的时候 鸡身上的味道好闻吗 这下明光反应过来了 眼睛一亮 明是说 鸡蛋得做熟了才好吃 木枫点头 关于鸡蛋的吃法 他随便想 都能列出个 十种八种的美味吃法 只可惜 这里材料不够 他想了想才说道 回头我会告诉你们 怎么吃鸡蛋 这些原始鸡 也别光喂鱼肉了 回头让不足的人 在周围揪些黄油种子 挖草下面的虫子 都可以扔在里面给他吃 顿了顿他又说道 等这次抓了野猪之后 那一片玉米也收过来 留够种子 跟不足人吃一段时间的 剩下的都用来喂鸡 鸡吃玉米吗 明光开口问了一句 木枫面色古怪 但还是耐心说道 会吃的 而且 他们会非常喜欢吃 太好了 明光脸上露出笑意 只要不是在喂鱼就好 木枫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原来在明光心底 还是心疼鱼肉的 好吧 木枫在心底想 好像无论什么时候 鱼肉都要比玉米金贵 半天不说话的李虎 却终于问到了重点 大酋长 怎么抓野猪 第58章 抓野猪的奇怪方法 大酋长 李虎跟明光神情振奋 您想好要怎么抓野猪了 两人现在对木枫话 是绝对的赞成与支持了 因为到现在为止 木枫每做一件事 他们都极少明白 木枫的意图 偏偏最后的结果 都能让他们喜出望外 嗯 办法是有 但是这次要麻烦一点 木枫点头 麻烦 两人相视一眼 然后看向木枫 什么方法 办法跟上次抓野猪差不多 但是需要准备的东西 要多一些 抓的时候 野猪麻烦得多 木枫沉吟道 这个没关系 明光马上咧嘴笑道 只要大酋长 明说能抓 再麻烦 我们都愿意去做 是的 李虎赶忙响应 那好 木枫点头 去把白牙蛙的竹笋 都包了壳 放在茅草堆里捂一夜 然后到西山去采槐花 鱼钱花 越多越好 槐花 鱼钱花 我已经交白牙刃了 怎么采槐 让他告诉你们 木枫想了想又说道 另外 这次让不足的人 多准备兽精绳 骨刀 藤条网 还有之前打猎的棍棒 也都带上 是 两人齐声喝道 行了 开始去准备吧 木枫摆手 明天一大早 我们就出发 然后去抓野猪 是 第二天天还没亮 应木枫的要求 所有人已经整装待发了 木枫让人把用茅草 捂了一夜的竹笋拿出来 裹着茅草 放在笼子里带上 让人意外的是 即便是隔着茅草 也能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除了竹笋 还有杨槐花 鱼钱花 以及还没吃完的蘑菇 狩猎队的五十多个人 尽数出动 都浑身带着装备 因为是去抓野猪 目的地也早已摸透 所以他们很快来到 野猪群所在的灌木丛附近 现在怎么办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明光 回头低声问道 木枫也压低声音说道 所有人记住 等一下无论做什么不要出声 动静都放到最小 周围的人纷纷无声点头 在昏暗的视线中 一个个眼睛发亮地 看着木枫 静等他下一步的指示 现在 一半的人在这里挖陷阱 木枫低声说道 挖得要深 最起码两米深 木枫对着一棵树 比划了一下位置 然后又低声说 挖好之后 直接在上面 铺上一层树枝跟青草 尽量从别的地方耗草 不要动着周围的草 然后再在上面 盖上一层浮土 明白吗 所有人再次无声点头 挖陷阱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了 好 在这附近挖两个陷阱就好 挖好了之后 就近找地方躲起来 都回来 是 随后 木枫又转脸 冲另外一半人说道 现在 明光跟我 还有你们去玉米地那边 会议的明光一招手 很快分出一半的人 跟在他后面 猫着腰 稀稀素素地 往玉米地那边进发了 来到玉米地附近 木枫选好了 在那处灌木 从出口不远处 画了一个大圈 然后不用它指挥 明光一挥手 所有人一言不发地上前开始挖土 木枫心底感叹 原始不足的人 虽然智力无法跟现代人相比 但是对于命令的执行上 绝对是丝毫不打折扣的 这个陷阱 在木枫的寿意下 挖得比较大 也更深 足有三米多 挖好了这一个之后 他又在这个陷阱的左右两边 又指挥族人挖了两个陷阱 这样就跟那个灌木出口连在一起 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 话而言之 这些野猪从灌木丛里出来之后 要面对的就是三面陷阱 要么就是原路返回 他上次来的时候 已经围着这一大片的灌木丛看了一遍 这些野猪也当真会选择出入地点 两三个出入点都比较隐秘 且灌木稀少 其他的地方 除了能供一些小野猪出入外 大野猪基本上很难成群通过 所以他选择挖陷阱的地点 都是能供大野猪出入的地方 很快 玉米地这里的陷阱 已经挖好也埋好 毕竟人多 明光问木峰 大丘长 现在干什么 木峰点头 捡一些玉米棒子 扔在陷阱上 然后留十个人 在这里就行了 其他人跟我回到李虎那边 十个人 明光意外 低声道 十个人抓四十多只大野猪 嗯 木峰微笑点头 不过不用动手 这十多个人 只要在一旁看着就行了 确保掉下来的野猪 不会跑出来 顿了顿他又笑道 至于野猪要是原路返回 就不用管他们 反正咱们这一次 也不一定能抓完 是 明光点头 挑了十来个身强力壮的人 跟自己留了下来 木峰于是又带着剩下的人 返回李虎身边 大酋长 远远看到木峰回来的 李虎在暗中招手 木峰来到他身边 点头低声问道 挖好了 嗯 挖好了 现在该怎么办啊 李虎疑惑说道 现在我们带的这么多竹笋 跟槐花 余钱花都没用吗 等着 木峰笑道 等 李虎一脸疑惑 第五十九章 连窝端 听到木峰说 等着 李虎当真一言不发 原地等着 只是他很奇怪 明明带了竹笋 跟槐花这些东西 怎么又不用了 不过木峰没有向他解释 只是原地等着 时不时看看天上的太阳 终于 在木峰看到阳光 到了和上次野猪出去的 时间一致的时候 他才小声冲李虎说道 好了 现在去把带来的竹笋 槐花 撒一些在陷阳上 是 李虎低鹤 带上几个人猫着腰 赶忙把槐花 碎蘑菇 余钱花 零散地撒在了陷阳上 但是撒满了一层之后 还剩不少 李虎回头看向木峰 大酋长 接下来怎么办 木峰 冲他招了招手 示意他把笼子给自己 李虎照做 其他人藏远一点 你跟我过来 木峰低声说道 说完 他看了一下之前做的标记 确定了第一次 大野猪进去的位置 一扭身钻了进去 李虎赶忙跟上 木峰在灌木丛里一边走 一边在地上撒下竹笋 鱼钱花 槐花 以及碎蘑菇 一时间 周围竟是混合了酸味 但甜味 还有一股子蘑菇 特有的奇怪味道 诱饵 李虎隐约明白 木峰的想法了 走了好大一会儿 两人终于来到野猪群 所在的空地附近 木峰蹲了下来 小心翼翼伸手拨开灌木 向里面看去 发现跟上次一样 周围只剩下几只大野猪 跟一群小野猪 果然 木峰点了点头 转身冲李虎咧嘴 无声而笑 随后在李虎 无比诧异的眼神中 开始抓着混合几样东西的诱饵 对着它们所在的位置 扔了出去 不远处猛然有野猪察觉 甩了甩头 四下张望 木峰马上原地不动 正准备洒出去的 另外一把诱饵 也立马攥紧 没有出手 那野猪左右张望了一会 也没发现什么 值得回头继续拱地 大酋长 李虎低贺 不碍事 木峰笑道 说着又撒了几把 这才转身 示意李虎赶紧离开 李虎惊魂未定 转身就往外走 木峰也加快速度 跟在李虎后面快速返回 好在一路无恙 两人顺利回到藏身地点 大酋长 李虎低贺道 刚才太危险了 要是给大野猪发现了 我们两个只怕跑都跑不了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 您千万不能冒险 李虎严肃说道 您是不足的大酋长 是不足的希望 木峰笑着摇头 如果不能带不足强大 还要我这个大酋长干什么 李虎大受震动 神色激动 正想保证什么 却见到木峰 马上伸手示意晋升 他赶忙俯下身子 竖起耳朵 去听周围的动静 灌木丛里 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声音 分明是一群野猪在乱鼓 来了 木峰低声说道 李虎就在他身边 自然听得真切 暗自振奋地握紧了拳头 果然 不过几个呼吸 一只大野猪率先从刚才他们进去的灌木 从探出了头 小眼睛滴溜溜乱转 左右看了看 明显是在确认周围环境是否安全 还挺小心 木峰大气也不敢出 生怕一不小心 惊了野猪 这只大野猪在那看了好一段时间之后 才终于放下心来 把头一扭 从灌木里钻出身子来 事实上 即便他不出来 后面的野猪也会把他挤出来 因为他一露面 后面的野猪就像决堤的水一样 一瞬间乱哄哄地全涌了出来 随着他们出来的 还有几只大野猪 显然 混合了四种东西的诱饵味道 让所有野猪都无法抗拒 刚一出现 所有野猪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叫嚷着撒欢甩提的啃食地上的诱饵 李虎看得呆了 昨天他带着白牙去采槐花跟鱼钱花的时候 才知道两样花是甜味的 当白牙示范给他看可以吃的时候 他当真是惊奇无比 他没想到 野猪也对淡甜味的槐花 跟鱼钱花这么喜欢 若仅仅如此就罢了 那些在他闻着一股子酸味的竹笋 为什么也这么受野猪欢迎 不待他反应过来 刚露面的野猪们 就将灌木从附近的诱饵吃得干净了 毫无意外 所有的野猪都看到了不远处 还有两大片地方 洒满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又不出所有人意料的 野猪们纷纷惊呼 尖叫着冲向那两块满饰蘑菇 槐花等诱饵的陷阱上 于是 抓捕野羊的那一幕再次上演 率先扑到陷阱跟前的野猪 直接坠坑 中间的野猪还没反应过来 就给后面的野猪冲下陷阱 至于最后面的野猪 想要掉头逃跑 已然来不及了 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不需要沐峰再指挥了 已经有族人冲出来 手里拿着大棒堵住了灌木入口 将想要逃窜的野猪 又赶回陷阱边缘 无奈之下 有几只野猪又给赶到了陷阱里 还有几只大野猪 嗷嗷叫着夺路而逃 将士族人只是看了一眼 兴奋地大吼大叫 抄起木棍 就要去追逃走的野猪 都回来 木风赶忙起身 出声喝住 同时 他来到两个陷阱里 只是看了一眼 就乐得合不拢嘴 我滴乖乖 这下子连窝端了 第六十章 套猪的汉子 两个大陷阱 大小四十来只野猪 除了跑掉的四五只大野猪 其余的尽数 落到了两个陷阱里面 一时间陷阱里乱哄哄的 大小野猪一起叫唤个不停 虽然吵闹 但将士族人无意觉得厌烦 一个个仗红了脸 看着陷阱里的野猪 兴奋到不行 大酋长 李虎兴奋地看向木风 我们以前从没抓到过 这么多的野猪 嗯 木风大笑 他也很意外 挖个陷阱 竟然把小野猪一网打尽了 留下一部分人 把小野猪装到笼子里 大野猪用兽精神捆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将士族人齐齐喝道 其中一人兴奋喝道 大酋长放心 要是这些野猪到处乱跑 我们拿它还没办法 现在都在陷阱里了 肯定跑不掉了 那好 木风点头 看向李虎 留下十五个人 在这抓小野猪 其他的人 跟我到明光那里 是 于是 这一波近三十个人 分成两波 一波留下来 动手抓小野猪 另外一波 则是在木风的带领下去 玉米地那边 他们还没到达玉米地附近 隔着老远 就听到灌木那边 传来一阵阵骚乱声 期间夹杂着 将士族人的吆喝声 和野猪的哼叫声 嗯 木风仔细听了听 脸上有些惊疑不定 招手冲身旁的人说 都把棍棒准备好 等下要是有野猪冲过来 直接乱棍伺候 能打倒的就给打倒 不能打倒的放它过去 是 于是木风猫着腰 手里 颠着自己那把军用铁铲 拨开灌木 从向前走去 好在他想象中的 野猪奔突没有发生 映入眼帘的 是灌木从出口处的 一片狼藉 挖好的三个陷阱里面 倒是有野猪 不过都不多 每个里面都只有六七只 其余的野猪不知去向 偏偏就是每个陷阱里的 六七只野猪 都是大野猪 一个个在陷阱里昂着头 滋着牙 冲将士族人吼咧咧的 时不时的 还会有一两只野猪 在陷阱里高高跳起 看样子 竟然想要冲出陷阱 不过看他们的跳跃高度 木风松了口气 只是半米来高 怎么也达不到陷阱的三米高 而将士族人 正一个个手拿木棒 围着陷阱 冲野猪大呼小叫 明光跟两个族人 正抱着腿在那呻吟 嗯 木风一个箭步上前 蹲下来问 怎么了 明光大叔 让人意外的是 明光的腿虽然受伤了 但是脸上满是兴奋 大酋长 您看 我们抓到了二十一只大野猪 是的 我看到了 木风无奈摇头 先别管野猪了 你这伤势野猪拱的 嗯 明光呲牙咧嘴 明显很疼 有只大野猪 刚才想跑来着 被我一棍打在鼻子上 它顺势撞了我一下 就这样了 我看看 木风扶着明光 想把它扶起来 明光啊的一声 脸上痘大的汗珠 一个劲地往下掉 木风赶忙松开它 小心探向它腿 摸了摸 面上露出凝重神色 明光的腿断了 不过只是沉阴片刻 它就让明光待在原地别动 伸手放在它的腿上 默默运转目到衍生树 不一会儿 明光就又能站了起来 这 明光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 起身对木风连连道谢 木风摆了摆手 又看了另外两人的伤势 不过都比李虎的轻一些 木风想了想 也用木道衍生树 给它们治疗了一下 两个人恢复如初 千恩万谢地 对木风行礼致谢 好了 木风起身说道 忙正式要紧 赶紧把这些野猪 都捆起来带走 不然等野猪群回过神来 我们再想走就困难了 大酋长 关键是 这些野猪太大 不好抓啊 明光无奈说道 我们都没办法下陷阱 说着 他又无奈苦笑 没抓之前 我还想着把他们全抓了 可现在只是二十来只 我们已经没办法了 怎么没办法 木风笑着说道 把我让你准备的 最粗最长的兽精绳拿来 兽精绳 明光赶忙递出来 在这呢 我还以为用不到了 怎么会用不到 木风笑着 一边说 一边用兽精绳 做了一个活扣的绳圈 然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一手攥紧一头 另外一手攥着兽精绳 在手里旋转 活扣绳圈 在空中五成一个圆 这是前世 他在内蒙大草原上 达沃尔大会 上学到的套马的法子 只是眼下被他用来套猪 事是奇妙 也不是木风一言能够说明 而后在众人疑惑不解中 他一把甩出绳圈 对着奇奇昂头野猪中的 一只套了过去 破 绳圈直接套 到了这只野猪的脖梗上 不带他反应过来 木风一个反向横拉 两手一较劲 直接收紧绳扣 让江士族人目瞪口呆的事 木风只是这么一较劲 那只野猪 竟然被他一把拽倒在陷阱里 咕咚 不知是谁咽了一口唾沫 大酋长 他的力气怎么这么大 而木风这边却叫了起来 还愣着干什么 帮忙把这只野猪弄上来 第六十一章 莽龙不熟人 原本让江士族人 无从下手的野猪 在木风的套头绳索之下 轻松被抓住 二十来只大野猪 被捆得结结实实 僵尸的人用粗木棍 从被绑住的猪脚上面穿过 两两一对 抬着野猪往部族赶回 路过离狐所在地的时候 他们早就已经抓完野猪 并清点完毕 小野猪四十一只 大野猪四只 加上二十一只大野猪 前后一共六十六只野猪 这中间还不包括 因为反抗被杀死的一只大野猪 被砸死的四只小野猪 六十六 很吉利的一个数字 木风乐得合不拢嘴 前后看他嗷嗷叫的野猪 摸了摸鼻子 好像有点狠啊 小的连窝端了 大野猪也抓了一半的样子 而僵尸部族的人 眼下在看木风 已经是凤若神明了 他们从没想过 抓野猪 可以一次性抓那么多 也不知道 那只野猪 王会不会报复 木风心底盘算 野猪的报复心 还是很重的 前世在山里的时候 老农经常挖陷阱 下家子抓野猪 一旦给野猪逃走了之后 附近几座山头的庄稼 都要遭殃 这要是哥在以前 布族什么也没有的话 他自然不担心 但是现在布族外面 就种的玉米 万一野猪要是 跑来撒欢的话 玉米地可就遭殃了 看来回去的时候 得想的法子防着一点 木风这样想着 他们很快回到布族 将士族人 眼见狩猎队一次出去 带回这么多野猪 都沸腾起来了 大球长大弦 狩猎队鹦鹉 天佑大将 木风十分无语 才意识到 原来歌功颂德 在什么时候都是有的 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 好在他也不是第一次 见到这场面了 摆了摆手 示意族人退去 然后带人 把野猪一支支放进猪圈 刚到陌生环境的野猪 明显躁动不安 一个个在猪圈里 昂着头 嗷嗷乱叫 时不时 还有野猪尝试着 要翻墙越狱 只是很可惜 木风提前给他们 准备的是两米高 一米多厚的石头墙 任他们如何撒欢 也无法得逞 木风油圈外 垒起来的阶梯 走上猪圈墙上 俯看野猪 一个个昂着头 冲他乱吼 他撇了撇嘴 现在你们就叫吧 再过一段时间 你们就老实了 果然 没过多大会 已经有野猪 开始适应了新环境 撅嘴拱地打滚了 木风转身 对身旁的李虎 跟明光说道 找几个人专门看着猪圈 一旦有猪拱墙 就用棍棒给打开 不然墙会被拱塌掉 是 两人点头 可是 大酋长 明光挠头问道 野猪为什么吃啊 木风想了想说道 先从北山挖些竹笋扔在里面 回头找几个人 去那片玉米地 把玉米摘回来 留着喂猪 好 明光点头 我现在就找人过去 把那些玉米全摘回来 别 木风赶忙摆手 不能都摘完 给剩下的那群野猪留着 为什么 明光疑惑 你不给他们留点吃的 他们就会四处乱跑 说不准就会跑到我们这里祸害 哦 明光反应过来 您是担心 野猪会下山报复我们是吧 嗯 木风点头 笑着说道 还有一点就是 眼下我们还不能完全抓住这些野猪 但是将来就未必了 让他们还在那里待着 等这些野猪别闹了 再去把剩下的都抓来 明光恍然大悟 眼睛里满是亮光 咧嘴开始傻笑 木风正准备接着说别的事 就看到院墙外玉米地附近 来了一群人 差不多有二十多个人 都背着毛皮 正犹犹豫豫地 看着僵尸不足的防护墙 驻足不前 来客人了 木风笑着说道 嗯 李虎跟明光回头一看 脸上神色游戏转怒 莽龙步 说着就往外跑 看他俩的驾驶 大有上前大打出手的意思 等等 木风喝道 他们是来换人的 不准动手 李虎跟明光无奈 只得回了一句 是 继而带人跑到部族门口去交涉去了 至于木风 因为大酋长的身份 需要自重身份 当然不会去部族门口 去见莽龙步的人 很快 明光跑来了 告诉木风 大酋长 他们带来了十罐子盐巴 一百张毛皮来熟人了 这么少 木风冷哼一声 我不是说要双倍的吗 这个 明光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们之前被掳走的 还不到五十张毛皮 我去 木风暗自赴匪 这他们莽龙步也推没出息了吧 因为五十张毛皮就劫掠僵尸 还害得僵尸差点王族 行吧 木风无奈摆手 既然他们已经教了东西 那就放人吧 可是 李虎又说道 他们大酋长 还想要回鼓刀跟精气 鼓刀 精气 木风冷哼一声 想得倒霉 给他鼓刀跟精气 让他们日后再来对付我们僵尸 那 明光迟一道 让他们滚 木风摆了摆手 第六十二章 长宁带着毛皮跟盐巴又来了 明光去而复返 木风奇怪 怎么了 不是说了吗 让满龙步的人走吗 不是 明光挠了挠头 大酋长 部族外面又来了一群人 是青鸟步的那个野马朵 柯长宁 木风反应过来 他带人来了 是的 这次来了 有一百多个人 带着不少毛皮 明光神色明显有些激动 他们真的是来给我们送毛皮跟盐巴的 嗯 木风也觉得意外 没想到这个柯长宁这么守信用 真给他送东西来了 走 一起去看看 是 明光转身在前 往部族出口那里走去 远远的木风 就瞧见部族出口那里 已经围了很多族人 正站在那里 好奇地打量着 在不远处的两拨人 一拨是莽龙步的人 正一片哀红的埋怨 另外一拨是青鸟步的 站在一起静静看着僵尸部族的人 与莽龙步的人 有着明显区别的青鸟步族人 一个个身强体壮 头颅高昂 奇奇看向站在他们队伍前面的一位少女 少女白球白帽 身形奇长 她站在整个青鸟步的最前面 身旁是一只披甲对龙安静趴着 她就安静站在那里 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不管是青鸟步 还是僵尸部族 便连骂骂咧咧的莽龙步的族人 也都一个个盯着少女去看 仿佛她在那里 天生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少女寺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目光 毫不在乎 只是时不时地点起脚尖 看向江市部族深处 然后看到人群身后走来了两个人 目光跟明光 看到目光出现 少女原本平静的脸上 瞬间泛起笑容 如雪帘盛开 她大声喊了一句 目光大球长 是我来了 一边喊 她一边往江市部族的入口处跑来 野马朵 她身后的人纷纷惊呼 刚从人群中露面的目光有些错愕 不知道这少女 这是抽奶门子疯 怎么见到自己这么热情 貌似我跟你 还不是很熟吧 目光心底暗想 不过再看到她身后的披甲地龙兜 背着毛皮就明白过来 人家这是送东西来了 伸手不打笑脸人吗 更何况 上次少女走了之后 她也着实担心了几天 担心她带着几百上千人来打僵尸 于是她也微笑说道 你好呀 我们又见面了 眼看着目风 只是平静应对长宁 并无异状 轻鸟不得人 这才松了口气 你好 长宁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就是跟你问候一下的 目风不欲 在这种问题上纠结 你这次来 又是做什么呀 长宁大笑 露出边背一样的洁白牙齿 她回头指了指身后的几只披甲地龙 好 我遵守承诺 给你送毛皮跟盐扒过来了 顺便再次向你请教 顿了顿她又凑到目风跟前 吐气如蓝 小声问道 那边一拨人是哪里的呀 怎么惹着你们了 连人家身上的毛皮都给扒下来了 目风看了一眼莽龙部的人 撇嘴说道 他们先前截掠了我们僵尸 掳走了我们的毛皮 害得我们僵尸部族 差点王族灭种 啊 不足也能截掠你们部族 你们这个防护墙 他们也打不进去啊 这防护墙是他们截掠之后 我才让族人造的 目风无奈说道 我也是在部族被截掠了之后 才当的大酋长 就因为一些毛皮跟盐扒 常宁疑惑 目风还未开口 一旁跟着过来的明光却开了口 他们抢了我们的圣火 不过后来 大酋长又教我们 怎么圣火了 嗯 目风眉头皱起 但是明光话已经说出 他否认也于事无补了 你会造火 常宁愣住 吃惊问道 会啊 我将是部族人人都会啊 明光再次大嘴巴 啊 常宁再次震惊了 你们部族的人都会造火 嗯 目风平静点头 他再否认也没什么意义了 那造火的法子 你能教我吗 常宁满脸稀记 我这次给你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毛皮 说着他赶紧招手冲 身后的人喊道 快 把毛皮都搬下来 还有盐巴 目风看着一捆捆的毛皮 犹豫要不要浇 他想了想就明白过来 青鸟部是个大部落 肯定有火 而且肯定是分批保存的火种 于他来说 无论他焦不焦 青鸟部都有火 于常宁来说 他看重的是这个可以 人人生火的法子 尤其是常宁一约送来了毛皮跟盐巴 没有出现他担心地带着族人来灭江市 已经表示了足够的善意跟诚意 想到这里 目风微笑点头 可以 不过 你得拿别的东西来换 太好了 常宁欢呼起来 嗯 目风微笑着看向常宁 上次你来的时候 我已经教你制作标枪了 也告诉你 怎么凿兵补鱼 这一次 还要学造火 常宁翘脸微红 可是你看 我带了三百张毛皮 三十贯惊艳 目风哑然失笑 他虽然说得大声 但是明显底气不足 不过目风此时却笑着说道 这些可不够哦 第六十三章 乱哄哄的野猪叫声 常宁依然喜出望外 小脑袋重重点头 嗯 我会再给你们足够的物资的 似乎生怕目风反悔 他赶忙冲身后的人招手 示意他们把毛皮 盐巴赶紧搬下来 毛皮送到哪里 常宁主动询问 我让他们帮你们 把毛皮搬进去 大酋长 明光有些紧张地 看向目风 目风看了常宁一眼 说道 不用 我们自己可以搬 常宁看了看目风 又看向僵尸部族里面 指得老实说道 好 目风随即说道 好 你随我来 我叫你造火 常宁身后的战士 却猛然高呼 野马躲 不可以 常宁则是摆了摆手 没事 我们是来送毛皮跟盐巴的 没有恶意 目风看了看 说话的那个战士一眼 又说道 你们要是不放心 可以派几个人进来 但是不能都来 那个战士眼睛一亮 赶忙转身挑人 迅速站到常宁身后 常宁眉头青醋 察觉到了目风的不愿 目风转身走进部族 自始至终看 也没看盲龙部 在他看来 有李虎的敲打 莽龙部断然 是不敢再来僵尸的 常宁看着目风走开 咬牙跺了跺脚 转身说道 你们都不用跟进来了 我自己过去就行了 野马躲 有人高呼 您不能 闭嘴 常宁见眉一挑 我们是来请教人家的 不要让人家误会 可是 没什么可视的 常宁呵斥 如果我连这样的胆子都没有 将来怎么帮我阿爹 壮大部落 那人不再吭声 常宁转身走进僵尸部族 一过防护墙 常宁立马被眼前的景象 给惊到了 刚才在外面 他还没看到里面的布置 进来了之后 他满心都是震惊 脸上 也都挂满了惊奇 夹高到了两米的防护墙 两个满是侵略泉水的水坑 茅草屋跟前 放着一个个不认识的木质器具 更让他惊奇的 是在防护墙附近的山脚下 还有两米高的围墙一样的东西 他虽然不知道那叫什么 但是隔着围墙 他听到了围墙里面 乱哄哄的野猪叫声 从声音上判断 这些野猪怎么着 也得有五十只以上 这 常宁分明记得 自己上次来的时候 还没有这些的 木峰察觉到了他的震惊 觉得差不多了 这才转身说道 不是我不想让你的人进来 而是你们这次来的人太多了 一百多人 足以威胁我将是不足的安全 常宁这才稍稍 从周围的变化中反应过来 神色中带着歉意 对不起 因为这次带着这么多毛皮 我怕路上出意外 所以带的人多了 顿了顿他又微微欠身 还请您教我如何造火 好 木峰眼看常宁态度谦逊 点头应道 造火其实很简单 说着 他冲一直在附近 没说话的白牙招手 白牙 你来教这位子子 怎么生活 被木峰叫来的白牙 此时出奇地有些紧张 原本十分灵动的信眼 此时也略微有些陋怯 他来到木峰跟前 叫了声 木峰哥哥 随后略带紧张地 看向常宁 不由得他不紧张 眼前这个比自己高 眼睛比自己好看 穿的毛皮也更柔软的 好看子子 是从大部来的 带的那么多人 让阿爹跟明光大叔 都有些担心 他教我 常宁意外 好看的毛子里 写满了疑惑 嗯 木峰点头 看向白牙 白牙 你教他吧 是 白牙点头 自己转身跑去 拿来干树枝 朽木还有动物毛发 当着常宁的面 开始钻木取火 常宁一脸疑惑 但还是一言不发地 看着白牙 他明白木峰的目的 就是让白牙教他 只要白牙都可以 那么他也一定可以 他眼睛一动不动地 盯着白牙的每一步 双手夹着干树枝 在朽木上快速转动 然后放上毛发 轻轻吹气 不一会儿 毛发上清烟散尽 一道火苗藤地燃烧起来 这么简单 常宁满脸意外 随后自己 也拿了干树枝 跟朽木开始生火 不出意外 他也成功钻出了火 这 常宁自己愣住 他从没想到 原来生火可以这么简单 您真的是一位大贤 尝您躬身行礼 我再次以清鸟部名义 请您加入我们清鸟部 顿了顿 他又说道 以您的贤能 我会向我阿爹推举您 为我清鸟大部的先知 先知 目风意外 他从大酋长系统了解到 像僵尸这样的部族 因为人少 部族里只有首领跟酋长 也没什么图腾信仰 跟祭祀典礼 更没有相关的人员 即便是部族里有这些活动 也基本上就是部族的大酋长 或者是首领一间挑了 但是在大部落联盟里 就不一样了 酋长 首领 先知 祭祀等等 都是有明确分工的 先知在一个部族里的地位 极为超然 不受任何人管束 却享受部族最高待遇 常宁满脸期待地看向目风 反观白牙 则是暗中攥紧了了手心 眼睛里满是紧张与担忧 不过目风只是微笑摇头 不用 第64章 一记阴损的妙招 常宁意外了 他相信 如果是邀请别的部族的人 加入清鸟部 别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因为 他见过太多的人 为了加入大部落 甘愿做很多旁人不愿做的事了 偏偏眼前这个叫目风的年轻人 竟然想都不想 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您是不是不太清楚 清鸟部的强大 常宁试探着说道 我清鸟部的族人 早就不再为实物担忧 每日所做 也不过是放牧牲畜而已 目风点头 我知道 清鸟部何止几十几百个 僵尸部族那么大 但是一加入 你们部落 僵尸将会失去自己族名 除此以外 僵尸所做一切 也都不能尽如己意 常宁还想劝说 却被目风一摆手 如果你没别的事 就可以走了 等等 常宁俏脸微红 如果我所说冒犯到您了 还请原谅 顿了顿 他欠身行礼 还请您教我其他东西 嗯 目风点头 按照约定 你可以选想学的东西 只要你愿意拿东西来换 都可以 但是在此之前 得先说好 造火 你是拿什么东西来换的 常宁想了想猜说道 毛皮 盐巴 这些东西 您可以尽管提 甚至 您要是想自己拿盐巴 去跟其他不足的人 兑换东西 也可以 目风眼睛一亮 盐巴绝对是个好东西 在这个时代 绝对是个硬通货 僵尸如果有了足够多的盐巴 绝对可以多出来一条 发展之路 目风点头 那就盐巴 再多来三十罐 好 常宁深吸一口气 平复心情 这才指着一旁的水井说道 不知道这个存水的东西 能不能教我 你是说水井 目风点了点头 可以教你 这个叫水井 挖深了可以自己出水 水也要比河水要干净 怎么做这个东西 常宁眉头舒展 目中亮光见盛 这个东西不是做的 是挖的 目风摇头 需要挖很深 周围要用这样的石头砌上 就这么简单 常宁眉头青醋 满是疑惑 挖井很简单 难得是 你得知道哪里地下有水 地下有水 常宁眉头皱得更为厉害 仔细思索都没想明白 目风摇头微笑 就是地底下的水 但不是哪里都有水的 你得会选地方 那怎么找有水的地方呢 目风笑道 这个就看地形了 你跟我过来 常宁赶紧跟上 目风在前 一边走一边解释 我在这里挖井 是因为 这里是个搓击地 就是三面环山的汇聚地 看到没有 常宁顺着目风的手指方向看去 又看了自己所在的位置 毛子上泛起异彩 这样啊 随即 他又兴奋问道 那有没有别的地方有水的呢 目风想到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 自己这里是 峡谷地带 天然的一手南宫的地方 要是轻妙不心生歹意 因为水源的问题 想要争抢这里 不行 得把他们往别处引 目风心想 脸上却笑着说道 可是这样的地形出水有限 能容纳的人更少 差不多也只够我们这样的小部落使用 要是人多的话 得去其他地方 大河之盼 泉水不断 两沟相交 泉水滔滔 山嘴对山嘴 嘴下有好水 最好的还是平地 你就尽量去选地面潮湿 处于地势较低的地方 一般会有地下水 明白了 目风这么一通介绍 直接把常宁听得无比震撼 他心底此事犹如翻天覆地一样 只觉得 眼前这个少年大酋长所知道的 只怕自己部落的大酋长 也未必知道 仅仅是一个挖井找地下水 他就说出了不下十种 其中至少有三种 正是对应青鸟部所在的地方的 青鸟部是大不足 食物虽然不是问题 但是饮水却是不足的头等大事 他此番前来 本想跟目风讨教武器的 却没想到 收获这样意外的技能 要是他能加入我青鸟部 该多好啊 常宁心底西迹 凤目中流光溢彩 在看向目风时 已经不只是激动这么简单了 目风自然看出常宁意状 却只是微笑摇头 他之所以愿意 对常宁讲得这么详细 一方面是想把青鸟部 拧到别处 另外一方面也是想结个善缘 常宁无奈 只得退而求其次 做武器的法子 您能教我吗 武器 目风皱眉 察觉到目风神情 常宁马上说道 盐巴我给你一百罐 目风摆了摆手 你让我想想 教你什么武器 常宁马上闭口不语 目风的确在想 却不是在想要教什么武器 而是教多少为好 他想到了 前世有些国家干的错事 自己生产最先进的武器 会把一些淘汰的二手产品 卖给其他的国家赚钱 顺带着这个国家的其他产业 也是这个德性 自己的最先进的技术 捂着不松手 交给别人的 都是他们几十年前就淘汰的 这么做一来能赚钱 二来换了那些落后国家的友谊 最重要的是 他们掌握了这个落后国家的技术机密 因为技术是他们给的 里面存在的弱点 短板他们了如指掌 以后双方一旦发生冲突跟竞争 他们就能掌握克敌制胜的先机 这一招虽然阴损 但却是保证一个国家 在技术上领先的妙招 想到这里 穆峰已经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了 他点头说道 弓箭行吗 弓箭 常宁一脸茫然 那是什么 穆峰点了点头 咧嘴微笑 既然你没有听过 那就弓箭吧 第六十五章 最简单的单片弓 穆峰以前用柳树枝条 做简单的小弓 套上黄麻杆子 就成了童年最喜爱的玩具了 后来他研究历史 也对历史上的各种冷兵器 做了详细的了解 其中就有在历史上 出现最早的武器之一 弓箭 而做弓箭的材料 就是黑皮竹 黑皮竹柔韧坚硬 现在部族里的镖枪与竹叉 都是用黑皮竹做成的 尤其是他 本就打算让狩猎队的人 也都能有弓箭 这样 无论以后是打猎还是防身 都会多一种武器 为此 他专门叫来了李虎跟明光 让他们跟在一旁看着 因为他要叫的弓箭 虽然是最简单的 将来部族里用的最多的 也是这个 考虑到长宁感受 他也让李虎放两个 青鸟部的人进了部落 不然他们若是欣喜长宁安危 再生出什么变故 就不好了 木峰让明光去北山 看了几根黑皮竹回来 然后就在自己山洞门口 开始做弓箭 他拿起起一根 约有一米八长的黑皮竹 踮起砍刀 准备披竹子 不过在他下刀之前 皱眉想了想 未显正事 他看向长宁认真说道 柯长宁 在叫你如何制作弓箭之前 有件事 我需要你向我保证 嗯 长宁看到木峰严肃 马上反应过来 正色说道 您说 弓箭我可以交给你 但是我不希望这样的武器 将来被你青鸟部 拿来对付我 将是不足 木峰盯着长宁的眼睛说着 如果你能保证 将来弓箭锋刃所指 不是我将是 我可以教你 如果不能 那我不能教你 木峰义正言辞说着 但是在心底却想着 若你真的敢对我将是动手 我会让你后悔 周围几人都感受到了 木峰突如其来的严肃 一个个大气不敢出 尤其是李虎跟明光 两人分明从木峰的话 听出了另外的意思 弓箭将来极有可能威胁僵士 可既然是这样 大酋长不教他 不就行了吗 李虎心想 同时他看了明光一眼 发现他也满脸疑惑 反观长宁却先是一正 眉头紧锁 半晌之后 他似乎然想到了什么 凤幕中一片惊喜 然后重重点头 一手在胸 一手指天 我以我不轻鸟图腾起事 若我得了弓箭之法 将来必不指向 将是一草一木 如果违背誓言 我不轻鸟 永远无法震飞于天 野马朵 跟随进来的两人 齐齐抱贺 不待他们说出后面的话 常宁挥手打断他们 闭嘴 木峰看了看他的眼睛 漂亮的眸子里 满是郑重与真诚 他点点头 好 我信你 就这么一来一回 常宁的承诺 他族人的反应 以及明光跟李虎的不解 一一尽收眼底 木峰心底暗笑道 这么一来 不由得他不信 这就是大杀气了 不过志工的时间有点长 白牙 去准备一些吃食 就炖汤吧 木峰吩咐道 是 白牙赶紧退下准备 于是 木峰这才拿起砍刀 将黑皮竹剖开 而后又拿起其中一半 再次剖开 得了一根竹片 他就拿着这一根竹片 开始削去多余部分 将竹片周身消磨光滑 成了一块宽约 五六厘米的光滑竹片 他要做的是一根竹片 做出来的单片弓 其实只是最简单的一种弓而已 李虎 生火 木峰吩咐道 在一旁老实看着的李虎 赶忙生火 木峰便拿着竹片 放在火苗上烤 烤的位置 大概是竹片一端的五分之一处 这是干什么 常宁忍不住问道 将竹片烤软 然后好弯曲 这样说着 木峰就把竹片 从火苗上拿了下来 两手捏着竹片 尝试着在地上按了一下 果然出现了 超出黑皮竹群长弯度的弧度 不过木峰只是稍微弯曲了 几下之后就没有再用力 而是架在火上继续烤 如此反复烤了 不下七次 前后耗费的时间 也足有一个多小时 木峰才将竹片的一头弯曲成功 随后 他又依法炮制 将竹片的另外一端 也这样烤软弯曲 最后 他将竹片中间的五分之三处 放在一处石台上放着 竹片两边露出来的五分之一处 各用一根瘦金绳拴着 下面吊着差不多大小的石头 做完这些 他才拍了拍手 嗅了嗅空气中飘来的香气 笑着说道 吃饭 这就做好弓箭了吗 常宁疑惑 好看的眉头拧成疙瘩 明摆着是没看出来 这样的东西能跟武器搭上面 还没有 木峰笑着说道 先给弓身定型 吃完饭才能继续做 哦 常宁这才反应过来 嗅了嗅鼻子 眼睛一亮 这是什么 好香呀 第66章 猫叫虎 留一手 鸡汤的香味 再次让常宁惊叹 他第一次喝到鸡汤 对里面的竹笋 蘑菇十分喜爱 喝汤的时候 全然不顾忌形象 就连一直自重身份的 两个轻鸟不仁 在闻到了鸡汤的香味之后 也不再端着架子 捧着石罐子 闷头吃肉喝汤 这就是你说的炖汤 常宁捧着石罐 脸上爬上化不开的红韵 长长的睫毛眨眨眨的 木峰微笑问道 怎么样 好喝吗 嗯 长宁点头 好看的毛子眨呀眨的 满是好奇 你是怎么懂得这么多道理的 不自觉间 他对木峰的称呼 也从宁变成了你 木峰笑着指了指自己脑袋 没事的时候想啊想的 就明白了 这样啊 长宁歪着头 学着木峰的样子 又促起秀眉说道 什么也没有啊 怎么想 哈哈 木峰大笑摇头 割下手中的石罐 不是你这么想的 那要怎么想 长宁不解 等你以后慢慢想就明白了 木峰转向竹片 拿起来放在手里 发现吊着的两头 已经弯曲的差不多了 看来黑皮柱的弯曲与柔韧度 比我预计的还要好 木峰点头 好了 弓身已经做好了 现在上弓弦 弓弦又是什么 几人都奇怪看向木峰 木峰也不解释 直接说道 明光 寿金给我一根 明光赶紧递给他一根 木峰拿了寿金绳 先是用工具 在竹片两端钻了个孔 然后用寿金 从一边穿过 缠好绑定 记了结实的死结 而后他把系好的一端 放在地上 两腿夹住弓身 一手拽住寿金 另外一手 按住弓身另外一头 两只膀子一较劲 小心将寿金 从竹片上面的 打孔处穿了过来 也绑好打结 一根黑皮竹片 做成的弓 就这么做好了 木峰一手持弓身 一手拨动弓弦 上面传来嗡嗡之声 嗯 台力不错 木峰点头 一旁的长宁 喜上眉梢 弓箭这做好了吗 可他要怎么用呢 木峰笑着说道 弓事做好了 还需要箭呢 啊 箭又怎么做 长宁意外 箭就简单了 木峰抄起砍刀 选了一根细青 一端削间 约有一米长 然后搭在弓弦上 这就是箭 这么简单吗 长宁疑惑 这要怎么用呢 木峰左右看了看 看到约莫二十多米 意外有棵大树 上面开了一朵白色大花 木峰笑着对长宁说道 看到那朵花了吗 花 长宁顺着木峰手指的方向看去 点了点头 看到了 怎么了 嗯 木峰微笑点头 送你了 说着木峰搭建 晚弓 侧脸瞄准 深吸一口气 与此同时 他在心底默念 姿势要帅 在剑神俱乐部的功夫 可不能落下了 几人眼见木峰奇怪举动 都凭住呼吸 仔细看着他 一举一动 不敢出声 木峰微微一笑 一眼闭上 只用一眼瞄准 粘剑右手顺势一松 嗖的一声 逐渐应声而出 直掠向那朵花的下方 啪 花枝被剑一下射断 同时被剑带动 向前向上 又飞了一段距离 啊 常宁尖叫起来 从木峰粘弓搭建 到瞄准出手 再到飞剑断花枝 这一系列的动作 都被他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刚才的眼神举止 竟然要比阿古利还要神勇 常宁心想 不自觉低下了头 耳畔飞上红霞 脸怎么会这么烫 常宁心底暗想 全然忽略了 逐渐带给他的震撼 反观其他几人 李虎 明光 以及两个青鸟部的人 都是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这就是弓箭 竟然有这样的威力 作为猎手的明光 自然明白 这其中代表的意义 飞剑能断花枝 自然也能击中其他目标 如野外凶兽的最脆弱处 而青鸟部两人的震撼 则更为剧烈 他们想到的是 这样的武器 如果用来对敌 这样系 这样快的武器一旦射出 敌人怎么能防得住 野马朵 两人齐齐爆合 这弓箭 对我青鸟部来说 将有大用 常宁这才从自己 莫名的羞涩中清醒过来 这才意识到 刚才沐风这一剑 所代表的意义 这就是弓箭的威劣 常宁美目顾盼 一彩生辉 沐风摸了摸下巴 效果好像还不错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只是单片弓而已 真的到了两军阵前 只有人家有了护甲 这样力道的弓箭 比挠痒痒强不到哪里去 要是有力气大的 这样的弓一拉就折了 那就得需要两片弓 三片弓 甚至更复杂的组合弓了 但这些 他自然是不会说的 还是那句话 猫叫虎 留一手 沐风冲常宁微笑点头 把箭递给了明光 示意他也试试 明光试了几次 只有一次擦着树干飞过去了 有些丧气 常宁眸子里满是金光 跃跃欲试 我可以试试吗 沐风点头 于是 常宁接过弓箭 学着沐风的样子 拈弓搭箭 而后回头看向沐风 满是询问 沐风会议 点头说道 闭上一只眼睛 哪只手拿的箭 就哪边的眼睛睁开 眼睛 剑尖 还有你要射的目标 都在一条线上 然后射出去 常宁照做 果断出手 嗖的一声 逐渐射中了 刚才那棵树的树干 中了 常宁欢呼 激动地在沐风跟前 大笑大叫 翘脸上满是惊喜 第67章 怪我咯 常宁学得很快 颇有些天分 可惜 不是我将是不足的人 不然真的可以 倾囊相授了 沐风心底有些遗憾地想 明光面上有些难看 低头羞愧说道 对不起 大酋长 无妨 沐风笑着摆手 第一次就射中当然很好 但是以后多加练习 也一样能够很准 明光这才释怀 重重点头 常宁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弓 再次震撼起来 交合道 这就是弓箭 嗯 沐风点头 威力你也看到了 所以我先前才要你跟我保证 常宁这才反应过来 马上攻身行礼 大酋长 您放心 我轻鸟步向来众诺 带我回到部落 必会将今日承诺告知足内 好 沐风点头微笑 我相信你 常宁欣喜 眉眼弯弯 笑着说道 关于弓箭 我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要请教大酋长 你说 刚才我试了一下 弓箭的威力很大 可这样的弓箭 如果给一些力气 特别大的人用 会不会一下就拉断了呀 沐风心底诧异 按道这常宁当真是 问到点子上去了 但凡是弓箭 设计的肯定有弓箭 所需气力大小 不过眼下他却不能说近 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这没办法 弓箭就是这样做的 威力大 却容易拉断 所以用的时候 要把握好力度 哦 常宁似有明雾 眼里亮光展开 我明白了 好了 沐风摆手 学了造火 又学了挖井 现在又学了弓箭 行了吧 看似沐风再问他意见 实际上是已经在下逐客令了 常宁自然明白 弓箭说道 此番已经学到太多东西 再多常宁只怕记不住了 谢谢大酋长 沐风诧异 深深看了他一眼 再次感叹 这常宁相较于这个时代 智力真的可称得上是出类拔萃了 他点点头笑道 好 常宁再次正色 横着右手在胸前 一如沐风第一次见到他时所行之理 态度谦卑 沐风大酋长 此次是我青鸟部准备不足 下次 我会再来请教 大酋长如果有想要的东西 可以说与我听 只要我青鸟部有 一定竭尽所能 黎虎与明光听了 脸上都露出激动神色 沐风想了想 点头说道 好 我听你先前说道 族人现在不用打练 每天不过时放牧牲畜 是吗 哦 沐风点头说道 能告诉我 你们有哪些牲畜吗 常宁点头 我将是不足放牧的牲畜 有羊 脚鹿和弯脚牛 鹿 牛 沐风眼睛一亮 你们有多少 能给我们一些吗 你们要弯脚牛跟脚鹿 常宁秀眉微醋 疑惑道 不要其他的东西吗 暂时不用 沐风摇头 如果可以 你下次给我们部族带来毛皮 鹽巴 牛 还有鹿就可以了 好 常宁深深看了一眼沐风 没有多说什么 再次行礼 我记住了 再次感谢大酋长 那我下次再来请教 说着 常宁就带着两人 转身离开将是部族 不做一丝停留 目送常宁离开 沐风这才看向 李虎跟明光 你们也都学会了 两人兴奋点头 学会了 这样的武器 如果我们将是能够人手一把 不要说一个猛龙步了 就算有十个八个的猛龙步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嗯 李虎也兴奋搓着手 看向沐风手里的弓箭 大酋长 我也想试试弓箭 可以 拿去吧 沐风点头 另外 你们俩自己先试试 能不能做弓箭 不懂得来问我 什么时候会做了 再教其他人 另外 遇到有力气大的 也告诉我 这样的弓不适合 需要做更复杂的 更复杂的 明光疑惑 您不是说弓箭只有这样的吗 呵呵 沐风摇头笑道 那是因为柯长宁是外族人 教他的 只是最简单的弓箭制法 啊 两人震惊了 我还以为 李虎仗红了脸 我还以为您教给他的方法 已经是最厉害的了 万一他们掉过头来 攻打我们将是不足的话 最厉害 沐风摇头 还差得远呢 力气大的 可以用两片弓 三片弓 再不行的 还有组合弓 说到这里 他笑着说道 两片弓跟三片弓 就是把把几片竹片 绑在一起做的 你们可以试试 是 两个人兴冲冲地离开了 两人走后 沐风又暗暗摇头 出了弓 箭也有讲究啊 光秃秃的竹箭很容易射片 他们应该想不到 加灵毛这种东西 还有开血槽 没办法 不足不同 也不能怪我没说全 沐风摇了摇头 正要转身离开 却发现白牙还在旁边站着 白牙 沐风疑惑说道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不用你忙了 沐风哥哥 白牙有些怯懦 我也想学做弓箭 你看那个轻了不得子子 他就会射箭 这样啊 沐风笑道 好 我教你 太好了 白牙欢呼雀跃 翘脸上满是兴奋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沐风终于把做工的所有细节 都给白牙讲到了 白牙才兴高采烈地离开 待着白牙离开之后 沐风才在心底沟通系统 系统 交任务 系统 解决不足生存问题 任务已完成 获得500点成就 制作弓箭完成 获得300点成就 制作标枪任务完成 获得200点成就 现在的成就点为 1300点 我去 标枪的任务成就 怎么现在才给我 沐风惊呼 系统 任务一直可以交 但你没看到 我去 怪我咯 沐风心底意外 第68章 猪油肥皂 送走了常宁 沐风终于松了口气 虽然常宁对他的态度 一直很好 但是他不足的那些人 就未必了 毕竟想想就能明白 常宁乃是一个大部落 长上明珠一样的存在 地位尊崇无比 如何要在这样的一个 小部族里 对着沐风千杯有礼 而沐风之所以愿意 教他些先进的技术 除了想为不足 换到物资以外 也有他态度好的原因 毕竟人家态度这么好 从未视强凌弱 他也犯不着端着架子 平白给僵尸树敌 至于莽龙布 自始至终 也没有被沐风放在眼里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只让李虎去 就把莽龙布打发了 送走了两拨人 沐风在系统里交了任务 自己看了一下 能够兑换的道具与技能 有心兑换一点现代的东西 但看到一小袋牙膏 就要二百点成就 他又果断放弃了 毕竟用盐巴也是可以刷牙的 其他的东西嘛 人人也可以 真心酸呀 沐风固引自怜 好歹我也是一步的大酋长 日子过得这么寒沉 但实际原因 是他现在深知成就点的重要 自己得抠搜地节省过日子 还有就是 现在已经抓到了野猪 他也有法子 自己制作些洗漱用具 这样还能获得成就点 哈哈 沐风看着系统上 写着的制作肥皂的任务 还可以获得二百的成就点 心里忍不住盘算起来 兑换牙膏什么的 至少二百起步 还不是永久兑换 但是我自己制作的 不仅能长期使用 还能获得二百成就点 一来一回 赚了四百点啊 原来我这么适合过日子 沐风暗叹 先前莽龙部 想要再次劫掠僵尸的时候 沐风就在感叹 将士族人 一个个精神面貌需要改善 眼下不足的危机已经解除 这件事 就得提上日程了 要想改变族人的精神面貌 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入手 一个是外在 一个是内在 外在的形象好了 神清气爽 感觉也会不一样 他一想到 族人蓬头垢面的样子 就忍不住暗自吐槽 就连自己的形象 他也是看不过眼 做肥皂 沐风做了决定 先从外观上 让大家变得干净一些 不然可惜了 白牙那一张清秀的小脸了 说干就干 他开始准备 制肥皂的材料去了 制作肥皂的材料也很简单 猪遗脏 草木灰 草木灰现成的就有 猪遗脏 也简单 直接去找吉央要就行了 部族里的猎物分发于宰杀 都是由他负责 他记得上午的时候 带回来的野猪 就有一头已经死了的 按照明光的说法 是回头 就交给吉央处理 找到吉央 沐风要了一大块遗脏 跟猪油脂肪 不过 在看到吉央处理的野猪之后 他整个人感觉都不好了 因为在吉央的处理下 野猪身上的肉 的确是最大化的提出了 但是猪下水的其他东西 都被扔了 这其中包括 猪头 大肠 猪血等等 红烧猪头 干过肥肠 酸爽猪血菜 沐风感觉心都在滴血 就这么浪费了 不过看着已经沾了 太多烟杂物的猪下水 他也无奈 没奈何之下 他只得说到 野猪暂时不要再杀了 你扔掉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做成美味的食物的 吉央一脸疑惑 但却知道 大酋长不会无地放食 点头答应下来 沐风拎着猪一藏回去 事实上 猪一藏跟猪油花有些像 他想要做肥皂 用的只能是猪一藏 至于油花 他当然也有妙用 两者要分开 不过这对沐风来说 都不是问题 他直接花了300成就点 兑换了一个初级的厨艺技术 把各样食材的处理方法 烙印到了脑海里 没办法 即便他现在 在想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但还是知道该花的就得花 他先是找来现成的草木灰 放在一个石罐子里兑上水 搅拌均匀 又咬牙 花了50点成就 从系统里兑换了一块细密的纱布 然后他又用纱布 过滤草木灰兑成的水 得了草木碱水 升起火 架在上面烧开 进一步浓缩碱水 最后他才把一藏跟猪油花分开 把猪一藏放到石罐子里 架在火上开始炼油 在两个石罐子 同时呲呲作响的时候 沐风皱眉想了想 赶忙又抓了一大把白牙送过来的槐花 放在草木灰水的罐子里 要知道 碱水跟猪一藏搭配 就是最古老的制作肥皂的方法 但是这样做出来的肥皂 也多有一股油腥味 现在他放槐花进去 就是希望用槐花的清香味道 去盖住油腥味 果不其然 碱水罐子里 很快飘出一缕缕清香甘甜的花香味 沐风看着熬了一会 这才用筷子将槐花都挑出来 这才把已经炼好的猪一藏油水 倒进浓缩的碱水里 最后 沐风拿着筷子在石罐子里搅啊搅的 合着一藏油花跟碱水很快造化 成为淡黄色的粘稠状糊糊 闻着空气中飘出来的淡淡花香 跟肥皂特有的味道 沐风吸了火 咧嘴笑道 成了 第69章 美味的猪油渣与炒鸡蛋 肥皂膏越来越浓稠 沐风吸了火成了出来 放在小罐子里等它变凉 又团成了一个方形 可惜没有模具 不然的话可以做成别的形状的 系统 教任务 做成肥皂 获得200成就点 现在的成就点是 1150点 唉 本想变多的 没想到花了350点成就 反倒少了 沐风哀叹 好在300点换取的是长久的厨艺 也不算亏 可惜的是 它现在的厨艺 真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各样材料不足 不行 现在我厨艺有了 野猪也有了 不能因为缺了材料 就不吃好东西了 不然我要这厨艺有何用 都辛苦这么多天了 还不待让人享受享受的了 可它放眼去看整个山洞 不由悲愤起来 现在唯一的安慰 只能是油渣了 它记得小时候 家里为了省钱吃油 都是花了几块钱 买了猪油汁回来 放在锅里炸 炸出来的油渣 那叫一个香 小孩子嘴馋 闻着油渣的香味受不了 就盼着大人能够心情大好 赏两块油渣 得了油渣的他 一块入嘴鲜少 两块入嘴又舍不得 十分纠结 油渣入嘴 嘎崩脆 唇齿之间满是香味 那个时候 沐风就盼着 能哪天自己炸油渣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如今 愿望实现了 不是在现代的地球 而是在这不知何处 不知何时的原始社会 不过好在 周围条件的简陋 与食物的匮乏 愈发衬托出了油渣的美味 沐风把猪油汁处理干净 烧热石罐子 开始炼油 看着石罐子 慢吞吞地冒烟 最后才变热 他忍不住再次吐槽起来 这石罐子也太厚了吧 看了得赶紧想个办法 这些轻薄的淘气啊 他还记得 做淘气的任务 好像是三百点来着 油渣在石罐内 呲呲作响 很快飘出一股 浓郁至极的香味 沐风蹲在罐子跟前 猛吸一口气 十分陶醉地 闻着油渣香味 眯起眼睛满足说道 就是这个味儿 被爽 他闻了好几口油渣香味 这才睁开眼睛 拿着筷子 翻动里面油渣 挑了一块已经泛黄的 夹了出来 刚出锅的油渣 还呲呲作响 冒着热气 沐风吹了吹 眼尖热气变淡 赶忙放在嘴里 但油渣还是有些烫 他吐露了嘴 舌头来回翻滚 这才堪堪 适应油渣的热度 大嚼特嚼 香啊 沐风忍不住赞了一声 就在这时 一个翘生生的声音 响了起来 好香啊 沐风哥哥 你在做什么好吃的 沐风一回头 瞧见白牙 正捧着一罐子吃食 站在洞口 给他送饭来了 哎呀 白牙 沐风一口咽下油渣 起身说道 快来快来 有好吃的给你尝尝 好吃的 白牙眼睛一亮 脸上笑出酒窝 什么好吃的呀 这么香 你尝尝就知道了 说着 沐风从食罐里 又加了一块 已经变得焦黄的油渣 转身递向白牙 白牙伸手就要接着 沐风赶忙喝道 烫 白牙吓了一跳 赶忙拿起另外一双筷子接着 也吹了几口气 这才放在嘴里 呀 好香 白牙一边突噜着嘴 一边小手在嘴边不停扇着 明显是觉得烫 偏偏又因为太香 而舍不得吐掉 好一会 他才堪堪咽下这口油渣 这才吐着舌头好奇说道 沐风哥哥 这是什么呀 这么香 猪油渣 沐风笑着说道 就是猪身上的油脂炸出来的 正说着话 李虎跟明光也来到洞口了 大酋长 您在吃什么 怎么这么香 我去 沐风富匪 你们都是属狗的嘛 竟然闻着喂过来了 不过他只是这样想想而已 自然不会当真 而是笑着说道 快来快来 野猪身上油脂炸出来的油渣 香得很 哈哈 我们就是想来尝尝的 谢谢大酋长 两人也不客气 当真进来 拿起筷子加了油渣吃 结果一不小心 李虎没注意 油渣温度太高 烫着嘴了 即便如此 第一次吃到油渣的他 还是忍不住吐了 捂着嘴 在那呜啊呜啊的大叫 十分滑稽 阿爹 白牙有些无奈 鹅眉青醋 剁了剁脚 煞是可爱 沐风灵光一闪 笑着说道 你们稍等一下 再让你们尝尝 另外一种好吃的东西 啊 还有好吃的东西 白牙眼睛像猩猩一样 眨牙眨的 满是期待 嗯 炒鸡蛋 说着 沐风直接拿起一个干净的石罐 架在火上开始烧热 然后咬了一点 还未凝固的猪油放在里面 石罐上呲啦作响 沐风赶忙跑到山洞外 扒了好些野葱 包洗干净 切成段 快速放到石罐里 他赶紧用筷子扒拉两下 一瞬间猪油香 葱香一满整个山洞 这 白牙三人目瞪口呆 而这边沐风 则转身拿来几个鸡蛋 打散了放在石罐里 又扒拉了两下 鸡蛋凝固成块 然后他又捏了 一点盐巴撒在里面 又抄了几下筷子 这才成了出来 一盘来自现代做法的猪油 野葱炒鸡蛋 就这么出锅了 白牙 李虎还有明光 看着黄灯灯香喷喷的炒鸡蛋 纷纷咽了口水 第七十章 你原来长着熊样 当天晚上 白牙三人在沐风这里蹭了一顿饭 这也难怪他们 因为炒鸡蛋太好吃了 野猪油 野葱 野鸡蛋 哪一样不是最原始 最顶级的食材 而且炒鸡蛋用的也是原始的石罐子 真的应了那具高级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却做出了最美味的东西 沐风先尝了一口 只觉得唇齿满香 这样的味道 就算是放到现代 也不是一般的厨师能炒出来的 华嫩 Q弹 再加上鲜味十足 这一点 从白牙三人的反应上 就能看得出来 沐风哥哥 白牙眼睛完成半月牙 甜甜笑道 鸡蛋就是这样吃的吗 你这是太厉害了 明光不可思议道 刚才还有些腥味的鸡蛋 怎么现在这么香了 黎虎也不说话 只顾着往嘴里扒拉鸡蛋 时不时地还伸手拿两块油脂 放在嘴里 巴唧巴唧 满嘴流油 全无一丝不足手领的样子 沐风想到了自己小的时候 偷油渣吃的情形 忍不住笑了 是的 鸡蛋可以这样放点猪油炒着吃 也可以用白水煮熟了吃 嗯 炖汤的时候 打散了成蛋花 撒在汤里也好吃 沐风一边说 一边自己咽口水 这些在前世 可都是常见的美食啊 三人听到沐风所说 又见他反应 不由期待起来 能让大酋长都馋得咽口水 那得多好吃 眼看三人模样 沐风不由笑道 放心吧 这些东西的吃法 我们将是人人都能吃到 现在给你们看一样新东西 沐风笑着拿出 已经快要冷却完毕的肥皂 几人不明所以 这是什么 沐风笑着对白牙说道 来 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白牙额眉促起 一脸疑惑 老是把手伸出来 因为刚才吃油渣的缘故 白牙手上 嘴角都是一层油腻 他笑着说道 先把手在水里洗洗看 白牙照做 却发现手上的油渣 怎么也洗不掉 滑腻腻的 很不舒服 怎么回事啊 白牙有些着忙 哈哈 沐风笑着递出肥皂 来 在手里搓两下 然后再放在水里洗一洗 白牙照做 搓手的时候 只觉得两手之间更滑了 还有一些白色泡沫 怎么回事 白牙醋眉 小脸上写满意外与惊喜 这个味道很好闻啊 能吃吗 说着白牙当真要尝尝味道 别 这个不能吃 沐风赶忙阻止 这个就是用来洗手的 白牙惊奇 这才用水冲了冲手 结果惊喜大笑 呀 手上的脏东西没有了 沐风又笑道 脑 用这个把你的小脸也洗洗 白牙惊喜点头 眼睛里满是笑意 自己捧着肥皂 蹲在石罐子旁边 先湿了湿脸 又打了肥皂 不多会 一个小脸通红 白净粉嫩的小丫头 就站在了沐风的面前 哎呀 明光大叫 白牙这么好看 李虎也意外了 即便白牙是他女儿 他此刻也像是第一次 见到白牙真正模样一般 丫头 你过来 让阿爹好好看看 哈哈 这也难怪 以前部族里每日都在喂食物 盐巴跟毛皮发愁 谁有功夫 就管谁好看 谁不好看 眼下吃穿不愁的情况下 李虎才发现 很多之前没注意到的事 比如说 原来我家白牙生得这么好看 白牙自己摸了摸小脸 只觉得手上跟脸上 都滑腻软嫩 说不出的舒服感觉 最要紧的是 无论手上还是脸上 都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很好闻哪 白牙心想 目封眼见白牙模样 忍不住赞道 不错不错 白牙可真是漂亮呀 就像一朵花一样 啊 白牙一下羞得小脸通红 胸口小鹿乱撞 他虽然不懂目封说的 像一朵花一样是什么意思 但却本能泛起一丝羞涩 他害羞低下头 生如文锐 目封哥哥 这是什么东西啊 能给我一块吗 可以啊 目封笑道 这个叫做肥皂 专门用来洗脸 洗手的 可以让手跟脸变得更干净 说到这里 目封调笑道 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白牙 变得更漂亮 更好看呀 漂亮 好看 白牙羞的红韵 到了脖子 煞是可爱 不过 他却死死攥着那一块肥皂不松手 明显是舍不得松手了 哈哈 目封忍俊不惊 果然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啊 说着 他转脸 看向满脸脏兮兮的李虎跟明光 你们两个也把脸洗洗吧 明光跟李虎相视一眼 皱眉挠头 觉得没多大必要 但还是按照目封说的 把手跟脸洗了 这一下 目封跟白牙都吃了一惊 李虎国字脸 一脸硬茶胡子 脸色古铜 一派硬汉模样 明光则是刚须寸寸 面上棱角分明 如刀削腹凿 很是坚毅 两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惊讶 又都同时说了一句 特别搞笑的话 你原来长着熊样 第71章 寻陶土 一句你原来长着熊样 让李虎跟明光两人 大眼瞪小眼 也让目封回想起了 上大学时的一件事 一个跟他们 打了三年篮球 被晒得特别黑的学长 结婚的时候 发了结婚照 几个要好的同学 纷纷在下面留言 最经典的一个评论是 感谢摄影师跟抛光技术 让我们看清 原来你长这个样子 李虎跟明光他们 则是因为多年以来 从未想过有洗脸一说 谁会特别在意 谁长得什么样子 甚至于最夸张的是 不足理一些年轻人 因为常年不洗脸 身上 脸上都是污渍 彼此之间 只靠身上的瘦皮 来判断谁是谁 但眼下有了肥皂 这些就变得不一样了 有了肥皂 族人就不用脏兮兮地 跟乞丐一样了 这也是目封 改变将是精神面貌的 第一步 好了 目封看着大眼瞪小眼的两人 笑着说道 肥皂的作用 你们也看到了 以后大家就可以 让族人都用肥皂 把脸洗干净了 嗯 必要的时候 还得把身上也洗干净了 目封脑海里灵光一闪 马上我会在部族里 建一个洗澡的地方 都去把身上洗干净 顿了顿 他终于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一个个脏兮兮的 太埋态了 李虎跟明光尴尬无比 低头摸了摸鼻子 李虎硬着头皮问道 大酋长 这个东西 肥皂 怎么做的 味道还挺好闻的 野猪身上的胰脏 还有草木灰 目封解释 就是野猪身上的东西 跟烧草木剩下的灰 啊 李虎惊讶 那怎么做成这个肥皂的 肥皂的做法 我回头再教你们 现在有几件事 要跟你们说一下 部族里需要再做一些改变了 一听目封有事情要交代 两人马上神情肃穆 请大酋长指引 目封摆了摆手 静止说道 现在部族里使用的 食罐烧饭太麻烦了 也太笨重 最重要的是 制作起来也麻烦 我要制作一种 更轻便的容器 能用来盛放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啊 白牙扑闪着大眼睛 问了一句 陶罐 陶罐 三人齐齐一愣 那是什么东西 这个到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目封也知道 自己一时半会解释不清楚 索性不去解释 我需要一些制作陶器的土 这些土比较特殊 需要是在河边的淤积土 或者是湖边的砂糖泥 顿了顿他又说道 如果能找到那种土壤在外 发白的高龄土 就更好了 河里的淤积土 砂糖泥 白色的高龄土 三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一个听明白的 目封叹了一口气 心道 果然如此 于是他指的说道 这样吧 明天明光大叔带上几个人 带我去一下之前取水的河 我们去那里看看 是 明光回应 至于李虎大叔 你带着白牙 尝试着做弓箭 是 两人都起起点头 另外 告诉吉阳 这两天先不用杀猪了 杀几只羊先顶一阵子 目封直措牙花子 他浪费了太多好东西了 啊 这下李虎愣住了 吉阳是部族里最公正的人 他怎么会浪费东西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目封白手 只是他扔掉的很多东西 还都是可以吃的 只不过 大家不会做而已 哦 李虎这才反应过来 我知道了 行了 今天先这样吧 你们回去早点休息 也做些准备 是 三人离去 第二天上午 目封背着弓箭 拿着铁铲 带着十来个人 跟着明光出了部族 往东南而去 他们需要绕过南山 然后贴着南山山脚 往东南进发 东南方向有一条河 以前部族没有水井的时候 就是在这条河里取水的 这条河什么名字 谁也不知道 只知道 大致方向是自西北 向东南流向 河水还算清澈 因为出发的早 目封一行 十来个人穿过丛林 又经过一边 深可及腰的草滩 这才来到河边 按照明光的说法是 他们穿过的那片丛林 有不少野狼 野熊的 索性 他们并未遇到 河两岸 已经是水草风貌 水里也是早性交衡 难怪之前的水溢谷子泥腥味 木峰看了一下河边的泥巴 都是黑灰交错的淤泥 淤泥 木峰皱了皱眉 河边因为生长草木 又加上水草横生 长此以往 会有植物腐烂的根筋 与泥土混合在一起 形成黑灰色的淤泥 淤泥土壤虽然肥沃 却不适合用来制陶拉坯 他要找的 是淤泥下面 河流长时间冲击形成的淤积土 他用铁铲挖了几铲 先铲去十几厘米的表层淤泥 下面露出一层 有黑的偏软的泥土 木峰伸手捞了一把 在手里妈撒了两下 又放在鼻尖纹了纹 摇了摇头 继续挖 带得挖到二三十厘米深以后 黑色淤泥 渐渐变成黑 黄香蕉的软泥 甚至于最深处 三十来厘米处的泥 已经没了黑灰色 而是黄色 黄焦泥 木峰惊喜出声 找到了 第七十二章 意外发现 黄焦泥一般是在 大河古道淤积的土壤 是历史上最早用来 拉坯制陶的土 木峰原本想着 能不能找到一些 河道的淤积土 再不计找些砂糖泥 做一些粗陶 这样的话 也好过什么东西 都用石罐子盛放 却没想到 在这里发现了黄焦泥 黄焦泥可以制作出来黑陶 黑陶陶制坚硬 表皮无幼稚 却乌黑发亮 也就是说 黄焦泥烧出来的淘气 不仅轻便 也能用来盛水 保证不会污浊水源 周围的人眼见 木峰惊喜出声 纷纷凑上前来问道 大酋长 找到了您要的东西吗 找到了 木峰大笑 从坑里抓起一把黄焦泥 用手碾碎 就是这样的土 明光满脸疑惑 这土有什么用 我们部族也有很多土啊 为什么还要跑到这里来找呢 木峰摇了摇头 不一样 行了 现在赶紧把这些土挖了 带回去有用 是 于是明光带头 一个个拿着鼓刀开始挖土 因为有人挖土 木峰刚好趁着这个 当口左右逛逛 考虑到周围的草摊实在太深 谁也不知道 有没有什么野兽在附近 它也没敢走远 就在周围巴拉铁产看看 有没有什么发现 没想到 它这一巴拉之下 还真的有意外发现 一株看上去很熟悉的植物 在草丛里露了出来 水禽 木峰愣了一下 仔细看了一下叶子 又看了一下根莖 发现这株族有半米来长的植物 真的是水禽 只不过 这株水禽的叶子 相比记忆中的要小一些 根莖却要长得多 不许此行啊 木峰怪笑道 野生的水禽放在前世 可是稀罕物 他伸手扯断这根水禽 放在鼻子跟前闻了闻 味道果然是水禽特有的 还很冲 水禽一出现 肯定不止一颗 木峰再次拨开河边草丛 果然发现了一小片水禽 哈哈 木峰笑道 不错不错 食谱上又有可吃的了 水禽虽然名字带个水字 其实也可以在少水的地方长 只不过 那样的水禽根莖 不会长很长 反倒是叶子会很茂盛 但水禽天生是叶子风味足 根莖口感好 都是木峰的最爱 他在见到水禽的一瞬间就决定了 要把水禽移植到布族里去 要知道 水禽的移植也很简单 跟竹子差不多 只要移植一颗根莖 就能衍生出来很多颗 这一小片 怎么说也够吃一顿精叶的 然后根莖就移植到布族去 说干就干 他捞起自己的铁铲 开始挖水禽 很快就挖到了不少 而冥光他们 也挖了不少黄胶泥 大酋长 冥光示意木峰 带来的兽皮兜子 都装上了土 现在回去吗 嗯 回去 木峰点头 用自己带的被篓 将水禽装起来背着 然后起身回去 一行人背着黄胶泥 都面色怪异地看着彼此 颇绝无奈 他们都是狩猎队的人 以往出来都是打猎找食物 眼下却在这挖土背土 真不知道大酋长在想什么 不过几次打猎之后 他们也都知道了 大酋长的做法他们不明白 那就只需要按照要求做就行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 大酋长还没让他们白跑过 而且 他们也没想到这一次出行这么顺利 来到河边 只是挖个土就要回去了 一行十来个人 小心翼翼地按原路返回 这条路是他们以前 多次取水发现的最安全的路线 附近草摊较多 大型的野兽都不在这里出没 来的时候 一片顺利也说明了这一点 只是很不巧的是 回去的时候没有这么顺利了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明光 忽然停下脚步 示意所有人原地不动 然后他慢慢蹲下来 侧着耳朵贴近草摊的地面上听声音 嗯 眼见如此 沐风跟着心底一紧 荒野的危险 他在前世就领教过的 即便是野兽稀少的现代 在深山草原处也很危险 更何况眼下是原始社会 而他周围的人 也都在此时全部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放下身上 背着的黄胶泥 手里踮起竹制镖枪 沐风皱眉 跟着也放下背篓 抄起铁铲 严阵以待 周围忽然传来一阵 沙沙沙的声音 明显是有什么东西 在草丛里奔跑 那是什么 一个疑问在沐风心底泛起 这时李虎转脸看向一个方向 伸手无声无息地 拨开了面前的草丛 所有人都顺着他 拨开的窝口看去 只是一眼 所有人都心神狂震 包括沐风 因为在那窝口的不远处 一个高昂着头颅的硕大蟒蛇 正如游艇一样 在草垫里快速游动 虽然隔着一段距离 但是沐风还是觉得 那蟒蛇的头足有半人大小 以此推测的话 这条蟒蛇 只怕不止六七米这么简单 太坦俱吗 沐风脑海里 第一个涌现的 就是这个词 第73章 遇险 在看到巨蟒硕大的头颅之后 所有人都到抽一口凉气 将在那里一动不敢动 就连明光拨着草丛的手 也在悬空僵着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惊动了这个大家伙 不过好在巨蟒 只是背对着他们快毒游动 硕大的头颅也很快远去 很明显 他有自己的猎物要追 带的沙沙声消失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大酋长 李虎这才放下手 长输了一口气 您没事吧 我没事 沐风重重也输了一口气 坦白说 刚才他整个心也在悬着 生怕被巨蟒发现了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可能对于 原始社会的残酷认识的 还不够具体 比如说 眼前存在于荒野中的危险 以前你们取水的时候 见过这只大蟒蛇吗 沐风问 没有啊 明光摇了摇头 压低了声音 刚才快把我吓死了 行了 沐风摆了摆手 赶紧回去吧 别出什么意外了 是 众人低贺 背起黄胶泥 继续向前走 只是还没走多远 明光马上脸色难看的一挥手 再次停下 怎么了 沐风低声问道 那蟒蛇又回来了 嗯 沐风赶紧示意众人聚在一起 放下后背的黄胶泥 又拿起竹枪 背靠着背蹲下 果然 几个呼吸之后 草摊间再次传来沙沙声 伴随着沙沙声响起的 还有扑苏苏的声音 还有别的野兽 沐风奇怪 示意明光看一下 明光点头 再次伸手扒了一下草丛 远远地看到蟒蛇的头露了出来 但他后面 竟然还时不时地 有几道灰影跳起 沐风只是看了一眼 心底就咯噔一下 狼 而黎虎也看到了 重重吐了一口气 没有动弹 他回头看了一眼沐风 面有询问 沐风看了一下 巨蟒与狼群的奔窜方向 竟然正是他们回去 那条路上的前面 他们的 沐风心底咒骂 不会这要巧吧 更巧的是 巨蟒在草丛里一个拧头 甩开扑向他 驳梗处的一只灰狼 一个压低身子 又一个翻滚 直接落在了那条路的中央 一瞬间 几道灰影 在草丛里如电闪现 齐齐掠向巨蟒 狼群与巨蟒的所在 距离他们不足三十米 大酋长 怎么办 明光用微不可查的声音 急急问道 沐风赶忙做了一个 近身的手势 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 明光无奈 只得缓缓压低身子 看着近在咫尺的狼蟒大战 蟒蛇翻滚还未起身 十几只灰狼 就如蝗虫一般 齐齐扑到蟒蛇身上 随后是一声声 低沉的呜呜嘶吼 明显是狼群得手了 蟒蛇几次挣扎 竟然没能成功 生生被群狼活活咬死在那里 一阵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随风飘来 将士族人 没有一个敢动他呢 李虎再次脸色难看地 看向沐风 用若有若无的声音问 大酋长 要不要绕路 沐风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 要是一旦有什么动静 被狼群发现了 势必会被他们认为 是要抢夺猎物 最好的办法就是原地不动 等着狼群离去 李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得原地蹲着不动 但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哪个族人 很不争气地挪动了一下 身边的青草 瞬间传来速速声响 这下子 群狼一下子察觉到异动 齐齐舍了巨蟒 齐齐看向沐风他们的所在 熬屋嘶吼了起来 糟糕 明光一声惊呼 直接抄起身边的竹枪 站起身来 别 沐风还未来得及说完 周围的族人 一个个都站起身来 气势汹汹地拿起竹枪 冲狼群 呜呜呜呜地吼了起来 我去 沐风头大如抖 心底暗叹 你们都不带脑子的吗 但现在再纠结 也无济于事了 因为狼群已经压低身子 呈扇形散开 朝他们包围了过来 保护大酋长 明光大呼 将士族人齐齐将沐风围在中央 卧槽 沐风骂了一句 知道必无可避 忍着头皮发麻 把铁铲递给最前面的明光 明光还要说着什么 却被沐风一声低喝 拿着 明光无奈 只得接过铁铲 群狼已经包围过来 粗看上去 约有二十来只 一个个呲牙咧嘴的冲沐风 他们低吼 他们的 老子今天不会要交代在这里了吧 沐风心底暗想 同时他从后背上拿出弓箭 悄悄大剑上弦 等下这些狼要是扑上来了 不要乱 拿竹枪的 对准狼眼戳 拿棍棒的 还有明光 打狼鼻子 实在不行 打他们的后腰 为时 明光刚开口又闭嘴 他知道 现在不是发问的时候 沐风也来不及解释了 前世的时候 草原上的老人告诉过他 说狼是麻杆腿 豆腐腰 扫帚尾巴铁头脑 他跟明光说的 都是狼身上最脆弱的部位 他现在想要做的 就是找到这一群狼的狼王 这才是解决这场危险的关键 第74章 擎贼仙擎王 狼王是一个狼群的首领 在狩猎的时候 负责策划与指挥 却未必是在最前头 但是一个狼群在围猎的时候 何时行动 是否出击 却都是看向狼王的 换句话说 处在最核心的位置的 基本就是狼王无疑了 沐风之所以要找到狼王 就是想要先解决掉狼王 然后狼群就会陷入混乱 这样的话 他们才有机会 所谓射人先射马 擎贼仙擎王 就是这个道理 但只看了一眼 沐风发现自己想多了 眼前的这群狼 最前头的那只 明显是狼王 因为他的个头 明显比其他的狼要大一些 体格也更为强壮 另外 他也是第一个低吼出生 跑到沐风他们跟前的 最重要的 狼群的包围圈子 隐约都是以他为中心 他身边左右各有两只 像是跟班一样的狼 紧紧跟随 就是他了 沐风低吼出生 明光 看到那只最大的狼了没有 他就是狼王 狼王 明光显然是第一次 听到这个词 想要回头询问 沐风赶忙低吼 别回头 听我说就行了 别管狼王是什么了 等下先动手的 应该就是他了 李虎直接铜铁铲 敲他鼻子 你们两个直接用竹枪 伺候 记住 等下不管能不能杀了狼王 哪怕他受伤了 也不要离开周围的人 守住这个圈子 沐风话音未落 那只狼王果然嘀吼一声 扑了上来 明光已经有了准备 舍了竹枪 抄起铁铲 对着他的鼻子砸去 与此同时 他身边的两个人 也齐齐出枪 分别左右刺向狼王脖子 跟眼睛 狼王两爪 恰恰挡住 明光铁铲 传来啪的一声 脆响 似乎是什么东西断了 至于另外两枪 则是在狼王一扭头之下 分别刺歪了 一枪刺到了肩膀 一枪刺到了额头 毫无剑术 好在明光力大 迎面将狼王拍倒在地 狼王嗷吾一声 低沉思鸣 身旁三只狼 也快速掠起 冲向目风他们 狼群狩猎就是这样 前面几轮攻击 都是试探性的 尤其是 让他们觉得棘手的 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 不停撩拨猎物 让猎物失去耐心 一旦猎物失去耐心 就会露出空门 继而被他们趁虚而入 一击必杀 而目风的机会 也就在狼群前面的 几轮试探当中 他注意到 狼王落地之后 只是一个打滚 就在一旁 攻着腰腹下脑袋 斜视他们 此时的他 也不再发出低吼 似乎暂时放弃了 出手的打算 但是目风知道 咬人的狗不叫 狗尚且如此 作为同类的狼 更是如此 眼下他是不再吼叫 但是下次他再出击 肯定就是雷霆一击了 而在此之前 目风要给他致命一击 他现在所有的目光 都集中在明光身上 因为从刚才的交手当中 明光分明给他的威胁最大 目风要的就是这种情况 他瞅准这个机会 单手握弓身 反手拉满 侧脸贴向弓弦 一口气吐出 钟 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 应声而起 还在死死盯着 明光的狼王 猛然在地上挣扎打滚 一滩血迹 瞬间染遍周围的草丛 怎么回事 有人低吼 而狼群也马上陷入骚乱 狼王疯狂凄厉地嘶吼 瞬间让他们失去主心骨 下意识向后退了几步 就是现在 目风一下跳出圈外 不带明光反应过来 从他手里拽过铁铲 顺势一记横扫千军 对着地上物资挣扎的狼王鼻子 狠狠砸去 这一击势大力尘 只听得啪叉 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而后狼王嘶吼声戛然而止 众人再去看时 狼王已然在地上不停抽搐 嘴角满是鲜血 眼见的是不活了 明光大喜 高呼 大求掌 还未等他喊完 受了刺激的狼群竟然不再后退 纷纷发疯一样 再次上前 这其中还有几只狼 再次高高跃起 扑向目风 以及他身后的明光等人 目风就地一滚 两手架起铁铲 往空中一撩 拍开一只狼 同时喊道 守住圈子 不要乱动 竹枪 大棒伺候 得了目风命令的众人心神大定 镇定抄起竹枪 对着扑面而来的野狼刺去 野狼不比狼王 立马有两只狼 被竹枪刺中眼睛 呜呜嘶吼 随时有可能再次扑上来 目风冷哼一声 双手握铁肠改为单手横沉 同时一手伸出 在倒地抽搐的狼王旁边 摸了一把血 又在自己脸上一抹 五个血红的指印 在他脸上出现 随后目风转脸 冲还在地上伺机而动的野狼 放声大吼 哦 一时间目风给人的感觉是 凶神恶煞 气势夺人 狼群掉头就跑 第75章 这里是原始社会 劫后于圣 目风一屁股坐在地上 心有余悸 从刚才出见到眼下逼退狼群 时间虽然很短 但他耗费了他大半的力气 刚才一瞬间 完成拉弓 瞄准在射箭 精神高度集中 耗费的精气神 不是一般的多 所幸 他前世剑术还没落下 不然也不会有刚才的一击击中 明光等人拿着枪棒左右张望 防备有其他野兽出没 目风摆手 快 分肉包皮 不要逗留 明光赶忙答应 收了竹枪 招呼四个人蹲下收拾死狼 明光这才注意到 被目风杀死的狼王 左眼上一只断掉的竹剑 鲜血还在层层流出 明光这才反应过来 大酋长 您竟然一键射中了他的眼睛 目风点头 狼身上的脆弱地方不多 眼睛就是一处弱点 明光看着面颊上 还留着五指狼血印的目风 可您刚才 为什么要把狼血抹在脸上 狼受到血的刺激 很容易发疯的 目风咧嘴笑道 但是我杀的是 他们的王 魔血一方面是刺激他们 另一方面也是告诉他们 再赶上前 下场就跟他们的狼王一样 只有死 狼也会害怕 目风问了一句很白痴的问题 目风摇头笑道 如果他们不害怕 怎么会逃走 明光这才恍然 一拍额头 我明白了 他一边用力拔出竹剑 另外一边拿着骨刀 熟练的包皮踢骨 同时他后怕说道 大酋长 弓箭竟然这么厉害 为什么您要交给那个青鸟部的丫头呢 万一他的部落也来结 目风无奈笑道 如果不交给他 不足的盐巴跟毛皮 从哪里来 没了盐巴跟毛皮 族人怎么生存 族人 羊群 哪个不需要盐巴 明光沉默 的确 如果没有盐巴跟毛皮 他们马上会被打回原形 目风又说道 青鸟部是从极西之地 被迫迁徙而来的 现在需要的是 能支持他们的部族 劫略我们 对他们来说没好处 而且 他也已经以 图腾信仰启示 他是青鸟的野马朵 未来青鸟部的大酋长 背弃图腾的人 图腾也不再庇护他们 那样的后果 他们承担不了 一个连图腾誓言 都能背弃的人 谁还愿意相信他们 明光眼中金芒爆射 不无艳羡 图腾信仰啊 我将是何时才能 目风摆了摆手 我们也会有的 李虎面色激动 他相信目风的话 但他还是面色担忧地说道 可是弓箭 这样厉害的武器 万一每天 他们用来对付我们 目风咧嘴大笑 弓箭又不是无敌的 腾甲 铠甲 盾牌 哪样不能防住 腾甲 铠甲 盾牌 明光一脸迷惑 目风也不解释 自信笑道 我能教他弓箭 自然也有比弓箭 更厉害的武器 万一他们打不过我们 得不到武器不说 还会死伤很多人 但凡他跟他的部落 有点脑子 都知道该怎么做 再说了 单竹片的弓箭还好 想要做双片 三片加层的硬弓 没那么容易的 他其实有句话没说 在前世 弓箭都是专门的匠人师傅 才做得出来的 还有拉弓扳指 护具 护手 这些东西 也不是谁都会做 即便青鸟部学会了做弓箭 没有了这些东西 谁又能开几次弓 有句话叫东西 是一样的东西 用的好坏 也是分人的 顿了顿 他又皱眉严肃说道 不过你说的也对 一个人不这么想 不代表其他人也不这么想 万一给别的大部落学去了 我将是一样 还是会有麻烦 那怎么办 明光着忙 慌什么 暮风冷笑道 再往后 我就只给东西 不教他们怎么做 想要的话 拿东西来换 可那样的话 厉害的武器 不还是到了人家手里吗 我们还是很危险啊 那可不一定 暮风笑道 我给他们换武器 能换什么样的 都是我说了算 哦 明光反应过来 咧嘴大笑道 大酬长大闲 行了 暮风摆手 赶紧收拾回去 是 明光等人迅速把三只狼皮包了下来 狼肉 狼骨拆整为零 分好装进被拢 继续向前 去分割蟒蛇肉 暮风这才来到蟒蛇跟前 看到 已经死透的蟒蛇 还是吃了一惊 一条不下于十米的大蟒蛇 横在他们归途中央 浑身花纹细米 看着很是瘆人 不过可惜 偌大的一只蟒蛇 身上被野狼群撕咬得体无完肤 好在还有几片地方完整 暮风让明光先包了蟒皮 然后把蟒蛇分割了包好 这才带着一行人 小心返回不足 路上的时候 暮风想了很多 最开始 他以为蟒蛇会威胁他们的生命 没想到转眼间 蟒蛇被群狼射杀 再没过多久 群狼的狼王又被自己射杀 看上去 他是最终的圣者 可将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原始社会 他会是蟒蛇 还会是射杀者呢 暮风一阵后怕 有些人 有些事 不得不防 这里是原始社会 第76章 拉披挖窑 回到部族以后 暮风让人把黄胶泥 都送到自己住的山洞附近 他开始着手准备制陶 但是制陶十分繁琐 需要准备的东西很多 他把砍刀给明光 让他去砍一根粗壮的木头过来 用来做拉披的工具 所谓的拉披工具 就是可以在制作淘气的时候 可以转动 帮助塑形 他先横着树桩 砍了一个圆柱下来 用自己的木匠斧头 一点一点削圆润了 做成一个近十厘米后 拌进二三十厘米的圆盘 木头是木风特别强调的 轻便的干炮铜树干 很轻便 然后他在圆盘一面的中央位置 打了一个圆孔 削了一根约五六厘米直径 半米多长的怀木圆棍 安在里面 这样圆盘就被木棍撑起 像一把小伞 最后一步就是 两端各放一块 厚约十来厘米的石头 在上面架起一根 削方了树干 这样 树干隔空离地 也差不多是十来厘米 他在树干的一头 挖了一个几乎与 怀木棍差不多粗细的洞 然后把怀木棍撑起的 圆盘尾段穿过树干 他伸手转动了一下圆盘 圆盘飞快转动起来 成了 木风点头 一个自制的简易拉批工具 就这么完成了 但接下来 他还不能制陶 因为陶器的烧成要繁琐很多 特别是烧陶时的温度要求就极高 烧制的时间也很长 动辄三五天起步 他要做的 就是为三五天的烧陶做准备 这就至少需要准备两样东西 一是烧陶的窑洞 一个是柴火 窑洞里 土窑耐热时间最短 石头窑耐热时间最长 窑洞耐不了热 就会炸窑的风险 这就让他尤为在意 窑洞的耐热程度了 木风前世 虽然做过工艺陶器 但烧陶还真没干过 他依稀记得 学制陶的时候 老师傅也跟他说了 陶器成品好坏与否 取决于材料 手艺跟窑洞的好坏 木风知道 材料就是这个材料 自己手艺也就那么回事 他现在唯一的要求 就是这个陶器能制成了 好看不好看的 暂时不在他考虑的范围 思前想后之下 他觉得 还是选离自己 山洞远一些的土丘 挖了一个两米建方的窑洞 用石头一层层堆砌起来 又护上了泥水 让里面变得相对圆滑 为了防止意外 他连着堆砌了三层石头 这才放下心来 留好迎风口 除烟口 一个简单的小窑洞 算是做好了 光是做这两样 直到日落西山的时候 他才堪堪弄好 没办法 部族里没一个知道 他要干什么的 除了帮他递材料 一点手也插不上 不过这么说也不全对 至少午后的时候 明光还带着几个人 学着他的样子 在一旁又挖了一个更大的土洞 不过这个土洞 不是用来烧窑的 而是用来熏木炭的 烧窑的温度眼下 也只有木炭才能满足 吃完了晚饭 木风又马不停蹄地 跑去熏木炭 熏木炭相对来说很简单 但是比较费功夫 木风准备好干草 点燃了放到土洞里 然后把准备好的木头 放进土洞里 看着干草点燃木头表皮 等了一段时间之后 直接封死土洞 不留一丝缝隙 等了好一会 然后再依法炮制 十分辛苦 好在木风只是示范了 第一批木炭如何做 接下来的一大堆木头 都交给了明光和朔风 他做完这些之后 终于松了口气 花了一天的时间找到陶土 做好了准备工作 明天就能开始直逃了 回到山洞的时候 李虎恰好拿着两把弓过来 让木风势势威力 因为做的都是单片弓 所以木风拉起来很轻松 让他意外的是李虎告诉他 两把弓都是李虎自己做的 白牙当时看着学得挺好 却没做成 木风心底了然 试了试道 还不错 但这样的弓给明光 函数他们用 可能会有点不适应 弓身太软了 李虎挠了挠头 您说的两片 或者三片绑在一起的法子 我也是了 但是固定的时候 中间有缝隙 上弓弦也不方便 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明白 怎么固定的 嗯 木风皱眉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 用兽精捆复住 李虎面色更为尴尬 我也听明白了 但就是做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且 只怕那个轻鸟部的野马朵 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 木风一拍脑门 果然如此 李虎制弓都是如此 那想必 常宁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还有就是 李虎无奈说道 就是弓弦如果拉得太满 容易割伤手指 您看 我的手指 已经被割伤几个伤口了 木风先是送了一口气 又接着叹气 忘记跟你们说拉弓的方法了 对了 还有撒放气 撒放气 李虎不减 什么撒放气 木风有些无奈说道 这样吧 我先想想 怎么做这个撒放气 然后再教你们 怎么样 好 感觉木风又要教他做新东西 李虎忍不住兴奋起来 第77章 团土制陶 因为心里有事 所以木风起了个大枣 他自己煮了鸡蛋 费了好大功夫才吃上 恨恨到 等我把陶罐做成了 就把这些石罐子都扔了 胡伦吃完早饭 他就去把明光 李虎 白牙 还有朔丰等人都叫了过来 他打算把这几个人交会以后 自己就不用再做这些了 毕竟一个部族这么多人 他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考虑到窑洞的大小 跟烧窑的时间 木风打算先挑几种比较常用 简单的容器 先试试手 几个人来到木风的山洞之后 一个个好奇看着木风 知道他要做新东西 都很期待 木风哥哥 你这是要做什么啊 白牙甜甜问道 等会你就知道了 木风笑道 你们都看仔细一点 有不明白的赶紧问我 以后这些事情 都是教给你们做的 今天我要教你们 做的是陶器 可以用来盛放东西的 也可以用来盛饭 炖汤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有识惯吗 白牙问道 大眼睛里满是不减 还结实 木风笑着摇头 可是太重了 也不方便呀 我今天教你们 做个更轻便 能成更多东西的 好 几人齐齐响应 满脸期待 做陶器第一步 就是把陶土揉成泥团 揉泥的时候主要手法 最大限度地 把泥里的气泡都给揉出去 这样泥料才会更紧实 不然的话 烧淘气的时候容易裂开 木风说着 取出一些黄胶泥 倒在准备好的青石板上 倒了点水 开始反复揉搓 这一步对于木风来说 再熟悉不过 小的时候 在农村的泥塘边上 他会经常挖红塘泥 反复揉搓摔大 做成一个小碗状的东西 碗底薄薄的 放在手心 然后高高举起 在碗口对着地面狠狠摔下 会听到一声 脆响至极的啪的声音 这就是农村孩子 但凡玩过的都知道 揉搓泥巴的手法跟力度 都很重要 这也是 后来木风第一次做淘气 就做成的原因之一 这一度让那个教他的 制陶老师傅连呼不可思议 直言摔泥巴 也能摔出来这样的经验来 但区别在于 木风要制陶的泥巴 要揉得软一些 这样后面才能好做劈 光是揉泥木风 就揉了一个小时不止 看得几个人都觉得索然无味了 他这才开始第二步拉劈 所谓拉劈 就是把揉好的陶土 放到拉劈工具上进行塑形 这对制陶人的手艺 要求很高 如果放在前世 只需要一个拉劈的机器就行了 人一手扶着陶泥 另外一手负责拉劈 但眼下他的拉劈 是自制的土工具 得找人帮忙转动圆盘 所幸 现在面前好几个人 劳力倒是不缺 谁来帮我转一下这个圆盘 木风笑着说道 白牙兴冲冲凑到跟前 甜甜笑道 我来 我来 嗯 好 木风笑着说道 尽量转得快一点 保持一致 好 白牙蹲下来 两手拨动木盘 快速转了起来 同时好看的毛子 一动不动 看着木风怎么拉劈 只见木风 先是两手左右虚握 轻轻放在陶泥上 姿势保持不变 随着白牙快速转动圆盘 在木风两手之间 很快出现一个 椭圆形的泥坯出来 呀 白牙睁大眼睛 第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场景 不由惊呼 木风微笑 略微收紧两手 将椭圆形的泥坯 进一步压缩 让他变得更紧慎 随后他一手扶住陶泥 另外一手拇指 与其余四指隔空虚握 中间隔着有二三厘米距离 四指直接从泥坯正中央插进去 而后慢慢收拢 在泥坯中央挤出一点空间来 一个容器的雏形已经出现 任谁也能看出来 这个东西是可以盛放东西的 这一下不止白牙 其他人也纷纷睁大眼睛 看着木风如何做的 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 木风微微微微一笑 慢慢收拢拇指与四指之间的距离 不断将已经出现雏形的陶罐 胎臂压薄 如此反复 最后泥坯成了一个陶罐样子 木风笑着说道 可以了 白牙 说着 他拿起先前准备好的 不知道什么野兽的毛发 两手攥住两头 从陶罐底下 与木盘相交的地方 拉搁了过去 然后他才轻轻捧起成形的陶罐 放到山洞附近的阴凉处 刚做好的陶罐粗胚 不能日晒 只能自然阴干 这是多少年都没改变的做法 阴干之后 就可以立劈 上右 折彩 最后是烧制了 不过对于木风来说 现在制作陶器 就是为了使用起来不方便 根本不存在上右跟着彩一说 倒是力劈不能省 毕竟陶罐上的一些细微凸起处 还是需要修整一下的 这对于木风来说 问题也不大 就等自然阴干了 第78章 双片弓 因为陶器阴干 需要几天的时间 所以木风在做了几件 常用的瓢盆瓦罐之后 就将它们放在山洞内 接着去忙其他的事 昨天虽然只是 去找黄娇泥 却让木风意识到 自己对于原始社会的危险 认识的还不够 他本以为 食物是部族生存的最大威胁 现在看来远不止于此 体型大道远超后世记载的巨蟒 更为凶悍的野狼 以及连明光提起 都心有余计的更远处的荒野 种种自然危险 都能危及族人的安全 就连不久前抓到的野猪 明明距离它们如此之近 明光它们却从未有过 要围猎的想法 而野猪也从未到 他们部族进行过骚扰 不是不想 而是不屑 木风无比憋屈地承认这个事实 人类 僵尸部族 竟然弱到连野猪 都不屑于骚扰 当然 这也与僵尸的一穷二白 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他想到了 昨天要不是自己的一剑 加上竹枪 兴许明光他们就要 交代在那里了 实力 实力才是硬道理 木风暗暗赚拳 必须得从里到外 武装到牙齿才行 以后出部族得横着走 李子是族人自己 能用的武器是棍棒鼓刀加竹枪 弓箭他们还不会制作 有了 木风冲明光 李虎等人说道 昨天李虎大叔给我看了一下弓箭 单片的 在这里 你们可以试试 他要先确定 昨天自己说的是否准确 明光接过弓箭 正准备拉弦 木风提醒 用力拉满弓 明光不解 但还是两手张开 轻松拉开 果然 木风点头 转向函数 你也试试 函数略带疑惑 但还是接过弓 学着李虎的样子 也很轻松 木风心下了然 点头道 看来单片弓 果然不适合你们两个 至少也得双片弓 单片弓 双片弓 明光诧异 嗯 木风笑着说道 单片弓 就是我做好的这个 做起来简单 用起来也方便 但是他的射程不远 速度也不是很快 如果目标有了防备 还是有很大可能躲掉的 啊 明光正住 可是昨天 您一下子就射中了 那只狼王的眼睛啊 木风微笑摇头 那是因为 他以为你威胁大 只盯着你 还有就是他之前 从未见过弓箭 也不知道怎么躲 您的意思是说 这样的单片弓 也不是最厉害的 明光一脸的难以置信 当然 木风点头 要想弓箭的威力变大 不容易被躲掉 那就至少得是双片弓 或者是三片弓 三片弓射得远 速度快 力量跟威力都更大 顿了顿木风 又终没说到 但是双片弓 做起来很麻烦 简单的绑复在一起也不行 李虎惭愧挠了挠头 我实在不知道 怎么才能做成双片弓 木风摆了摆手 不怪你 双片弓绑复的位置 跟弯曲的位置都有讲究 跟单片弓的做法不一样 而且 就算是双片弓做出来了 光有力气也不行的 还得有特殊的 拉弦护具跟方法 这 几人面面相去 完全听不懂 木风在说什么了 白牙更是瞪大眼睛 满脸迷惑地问 木风哥哥 你说的我怎么都不懂啊 木风摆了摆手 不懂没关系 我教你就行了 除了吐舌头 哦 木风想了想 自己也不清楚 怎么做双片弓 只得求助系统 花了100成就点 兑换了做双片弓的方法 他不禁暗自择舌 仅咕噜一套法子 才50点成就 双片弓竟然要100点 而且 他还看了一眼 系统的兑换页面 貌似后面 还有组合弓的方法 可以兑换 我去 看来 还是我把做弓箭 想得简单了 他自己在脑海里 过了一下具体的方法 双片弓的做法很精确 将工具箱里的尺子 是尺寸制的 甚是他们的见鬼了 木风心底嘟囔起来 有心直接兑换一把尺子 却不好 当着几人的面 凭空生出东西来 但是这也难不住他 区区一个厘米的刻度而已 小学的时候 老师就教他 怎么自制厘米为单位的 测量工具了 具体的标准 就是一毫米 千笔间 一厘米 指甲宽 意思就是 一毫米相当于 千笔间的宽度 一厘米与常人的小拇指 指甲盖宽度相当 为了确保无误 木风拿来一根竹片 让每个人都伸出小拇指 在上面笔划指甲盖的宽度 除了明光的指甲 明显要宽之外 木风 李虎跟韩树 即便是身高有诧异 但是指甲宽度却相当 看来这样没问题了 只是精确到厘米 他点了点头 按照一厘米的位置 做了一个长约 三十厘米的竹纸尺子 用烧黑的细竹丝 做了标记 又用刀刻了印记 这才笑着冲击人说道 好了 现在咱们做双片弓 第79章 弓箭军 从难易程度上来说 单片弓见过的人都会做 这就相当于小孩子舍了柳枝 系上麻绳 也能射出枝条件 但威力与射程 都只能算一般 而双片弓 及以上的组合弓 就不一样了 有专门的技术要求 精确度也更高 木风原以为双片弓 只是把两片竹片 叠在一起烤弯 绑在一起就行了 但实际操作起来 发现不是这样 两片同样厚薄的竹片 在弯曲的位置产生的弧度 无法让剑端的位置 无缝隙契合 强行用受精绑附在一起 只会让弓弦不稳 射出去的剑稳定性 根本无法保证 这就需要有一根竹片 需要从中央的位置 就开始渐渐变薄 呈现一个极为狭长的梯形竹片 这是说起来简单 但是操作起来很困难 因为这中间 涉及竹片渐薄的幅度问题 这就需要精确的划线 然后用木匠的豹子 一点一点打薄 即便是木峰有系统兑换的方法 烙印一样的 在脑海里一步一步教他 他也需要每刨一次 就对比着另外一片进行比划 这一下看呆了一众人 木峰哥哥 拔牙眨把眼睛 眉头促起 你这是在做什么啊 怎么老是不断地削驳呢 木峰一边把两个竹片 放在一起弯曲 一边说道 这两片竹片 是不是从中间到两端都有缝隙 但是竹片打薄弯曲之后 这中间的缝隙 就会就会紧紧贴在一起了 说着他两手 按住两片竹片 一个用力 果然竹片完美契合在一起 他点了点头 再次开始生活考竹片 这一次更是轻车熟路了 那你上次交给那个子子弓箭 没交这个 怎么办啊 白牙鹅眉青醋 满脸担忧道 他们不足的人那么多 要是劫掠我们 木峰笑道 教他做弓箭 是看在他 给了那么多的毛皮 跟盐巴的份上 不足也缺这些东西 后面他再来 没那么好的事了 啊 白牙担忧说道 那他要是生气的话怎么办 生气 木峰摇头笑道 不会 他要是劫掠我们 第一次就可以 把你们都抓起来 然后带走我 但是这样 对他们来说不划算 抓住你们又不能杀 杀了我不会告诉他们法子 不杀的话 让他们白白拿食物养我们 也不划算 那个丫头也是聪明人 知道怎么对他们部落最有利 木峰老成评价 不然他也不会成为野马斗 那个丫头 白牙重复了一句 撇了撇嘴 面上又扶起酒窝 说得好像你很大一样 白牙 李虎轻斥 嘴角却不自露出微笑 额 木峰摸了摸鼻子 他轻哼一声 并未真的愈怒 而是笑道 看来我们将是 也需要一个能干的女人 出人意料 白牙镜昂起头 露出雪白驳梗 如同骄傲的天鹅 我本来就是 行 行 木峰竖起大拇指夸赞道 就等着你将来变得厉害呢 说着 木峰将烤好的竹片 再次用石头坠起 定型 然后又看向明光跟函数 单片弓对你们来说很轻松 却发挥不了你们的实力 所以你们两个这样力气大的 需要双片或者是三片弓 除了弓对力气的要求更大以外 你们还需要专门的护具 护具 两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迷惑不解 就是拉弓弦的时候 手指不是捏着弓弦的吗 时间久了 或者次数多了 会割伤手指 影响准度 所以你们需要护指 木峰拿起弓箭示意 看到没有 拉弦的时候是这几个手指 来 明光 你拉一下再松开 明光照做 木峰笑问道 手指是不是有种轻微的振战感觉 明光仔细感受 这才反映过来 单片弓的力气要小 但是双片弓的话 手指会疼 对吗 对的 双片弓 三片弓这样的弓力气要大 弓弦的弹力也会大 就像这样 木峰示范了一下 看到没有 拉弓弦的时候 这三根手指容易受伤 射出去的时候 持弓的小手臂 肩膀位置 都容易被弓弦打伤 啊 这么危险 白牙惊呼 木峰点头 锋力道刀剑跟厉害的武器 使用不当的话 自伤威力也大 但是明光却是眼睛一亮 他兴奋问道 大球长 两片弓的弓弦力道这么大 那射出去的剑 是不是威力也更大 木峰点头 明光这算意识到重点了 等做好了你就知道了 明光兴奋起来 如果我们将是 人人都有这样的弓箭的话 木峰笑着说道 那我们将是 将会有一支弓箭军 就算是大部落 也无法威胁我们 这 几人瞬间激动起来 脸色战红 明光又问 可是护具怎么做呢 这个好办 木峰笑道 现在部族里 毛皮也已经足够 可以做一个左肩的护肩跟护臂 还有昨天割下来的蟒蛇皮 处理干净 刚好可以做护纸 同时他心底暗叹 蟒蛇皮护纸 真皮护具 这在前世也少见呀 第八十章 以后不再 对外教授技术 双片弓的难度在于 如何将两片竹片 怎么完美契合在一起 其他步骤与单片弓 相去无几 木峰又骗了几根竹片 交了李虎 明光 白牙 还有函树亲手做弓 并各自做好标记 方便回头比较 前后一共七把弓 三把是木峰自己示范 四把是四人 各自试作 然后他让明光 找来毛皮跟蟒皮 利用这个时间段做护具 他对比着函树的身形 把毛皮裁割大小 用骨针将毛皮缝合成圆筒状 给函树套在左肩上 又缝合了一个护臂给他 这些都很简单 难的是护纸 护纸又叫撒放器 最早的时候是玉绝或扳纸 后来直接改成皮质护纸 刚好 他手里有蟒皮 柔滑坚韧 正式做护纸的上好材料 他打算做的是 长筒手套一样的三纸护纸 长筒好做 卷成筒缝起来就可以 但是护纸比较细 还要与手指契合 这样拉弦射件的时候 准度会更高 对于木峰来说 粗针宽针脚的缝个对筋皮甲还行 针要细到秘密针脚 就有些麻烦了 好在这里有白牙 他按着木峰的要求 捏着蟒皮 围着韩树的三个手指 转了一圈 做好标记 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 最后 一件两人共同完工的 长筒护纸做成了 木峰就让韩树穿着这套护具 拿着那张单片弓 熟悉拉弓射件的姿势与手法 力道放轻 来回收放弓弦 而他则是拿起自己 最先放下去的双片 开始弯弓上弦 这些他都轻车熟路了 很快做好 他拿起弓身 颠了颠 用手勾动了一下弓弦 直觉勒手 乍一松开 一股蹭蹭的颤音 骤然响起 与单片弓的嗡嗡 明显不同 嗯 木峰点头 心底了然 果然双片弓的制作难度大 弓弦的弹力振战感 也强了不止一倍 他拿过一支竹剑 隔着约有五十米远的一棵树 一箭射去 嗖的一声 逐渐应声出现在树干之上 箭头没入树干两寸有余 箭尾振战不止 果然 木峰点头 他刻意控制了一下力度 但是威力却绝对超出意料 他转手地点函数 用我刚才教你的方法 试一下 函数照做 不过他对着的是另外一棵树 一箭射出 也是搜的一声植入树干 不止于此 逐渐竟然在剑尾阵战的时候 啪的一声折断了 这 韩树大炯 大球掌 木峰却是眼睛一亮 白手笑问道 韩树 你觉得这把弓怎么样 韩树想了想才挠头道 我觉得我还没有用尽全力 说完他有些紧张地看着木峰 是不是剑断了就不好 当然不是 木峰解释 这说明 双片弓对你来说还是不适合 可能你需要三片弓 而且你力气也大 剑身承受不了这样大的力道 遇到树干阻挡 这才震断了 您的意思是 韩树小心问道 这是好事 木峰大笑道 这说明 只要你用的是适合你的弓 别人破不开的东西 你能破开 顿了顿木峰 很有掌者风范地 拍了拍韩树肩膀 看来不足第一套护具给你做是对了 这把双片弓你先拿去熟悉 我明天再给你做一把三片硬弓 韩树狂喜 弯腰行礼 谢大球掌 木峰摆了摆手 行了 但是硬度上还不够 需要削尖了 放在火堆里炙口 这样更硬更锋利 是 几人齐齐回应 木峰自己也开始做自己的那两把弓 很快 六把弓箭做好了 李虎与明光做得重规重矩 白牙的弓弦有些偏松 韩树的却又明显紧绷着弓弦 总的来说 木峰 李虎 跟明光的弓箭 可以直接拿来用 但是白牙的弓弦需要上紧 这与它自身力气大小有关系 而韩树明显是需要更硬的弓 几人各自试验自己所做的两片弓 速度 射程都与单片弓明显不同 也远超木峰做的第一把单片弓 这样的武器 明光沉声喝道 有了这样的弓箭 我们打猎会更容易 李虎也兴奋喝道 就算莽龙部再来 一定要它们有来无回 白牙却不无担忧地问道 可要是青鸟部的那个野马朵再来 也要学双片弓 怎么办 木峰摇头笑道 怎么可能 之前是情况特殊 现在我们食物 毛皮都有了 我不会再教它了 可是它说了 还会来啊 白牙醋眉 大眼睛扑闪扑闪的 虽然充满担忧 却十分可爱 木峰轻笑道 没事 它真的要是再来 我有别的东西跟它换 我们能有什么东西 白牙不解 木峰指了指正在阴干的淘气 这些东西啊 以后咱们不教武器的法子 这样安全就有了保证 拿这些淘气 跟它们换东西 顿了顿它又咧嘴笑道 这样的核心技术 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淘气有什么好的 白牙小嘴撅着 嘟囔着 那么薄 一摔就烂 木峰哑然失笑 等做出来你就知道了 第81章 鸡毛当剑灵 双片弓的制作 算是交给了几人 除了白牙明显力道部族以外 其他三人都已经能够熟练制作了 按照木峰的打算 是尽快让部族的狩猎队 每人都有一把弓 先组建一支部族 最基本的防卫力量 然后再在整个部族里推广弓箭 全民皆兵 第二天一大早 明光就把狩猎队所有的人 都叫到了茅草屋跟前 分别放着单片弓和双片弓 让每个狩猎队的人自己去试弓 看自己适合哪一种 结果包括明光在内的58个狩猎队成员 有22个能开双片弓 30个人能开单片弓 剩下5个和函数一样 觉得双片弓的力气还是小 也就是 有6个人可能需要三片弓 木峰有些兴奋 没想到能开硬弓的人这么多 确定了要制作弓的数量 木峰开始安排人去砍竹子 制弓 除了最开始的十来把 需要他亲自指导以外 其余的单片弓跟双片弓都是李虎 明光还有函数在指导 为此白牙十分郁闷 撅着小嘴在木峰跟前抱怨 木峰哥哥 我也会做双片弓的呀 木峰无奈笑道 你是知道怎么做 可是你的力气太小了呀 上弓闲的时候力道不够 一把弓就浪费了 白牙还是有些气不过 秀美拧成疙瘩 一副受气的小媳妇模样 大家都有事情可做 偏偏就我连弓都做不了 木峰轻笑摇头 原来是想有事情做呀 这个简单 他一副庆幸模样 哎呀 我还想着好多事忙不过来呢 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 白牙马上转油为血 撅脸上满是笑意 我能帮你 木峰笑道 其实呢 也是关于提高逐渐的威力的 提高逐渐威力 白牙一下子来了精神 大眼睛大睁着瞪着木峰 一副你快说的模样 木峰微笑道 逐渐在飞行的过程中 其实是容易歪的 所以很多时候射不中 可是我看你射箭的时候 都很准啊 白牙眉头拧起 一脸不解 那是因为距离近 如果再远的话 就不行了 木峰摇头解释 所以要想逐渐射得更准 需要在箭尾上帮上点东西 绑东西 白牙反应过来 天天笑道 你是想让我给逐渐绑东西 好 你说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木峰点头 好 带你去基隆那边捡羽毛去 捡羽毛 白牙疑惑 捡羽毛干什么 鸡身上的尾羽和赤羽 可以捡下来绑在剑尾上 这样可以让剑 在飞的时候更准 木峰用最简单的话 让白牙明白 绑在上面的羽毛 就叫剑铃 说到剑铃的时候 他心底还是有些可惜的 最适合做剑铃的是燕尾 再然后是额尾跟鸭尾 最不济的 才是鸡身上的羽毛 还得是翅膀跟尾巴上的 可惜 木峰现在手头 能出羽毛的 只有鸡 不过好在给鸡捡赤羽 不只能做剑铃 还能防止鸡逃跑 因为明光已经不止一次 跟他说了 好几次看到鸡笼里的鸡 都非得老高 差点就越狱了 同时 明光问木峰 是否要把鸡笼加高 或者再编一个鸡笼 无论哪一种 好像都挺费事 现在要做剑铃 都不用了 直接捡了省事 木峰瞅着白牙没注意 又花了50点 成就兑换了一把剑刀 心底对于减少的成就 颇为无语 原本还想着能增加的 却没想到 找了陶土之后 还是在减少 猪油渣之后的1150点 加上水晴的200点 又花掉了200点 兑换双片弓 再加上这里花掉的50点 我的天 只剩下1100了 哀呼归哀呼 高付出与高回报的道理 木峰还是懂的 摇了摇头 带白牙来到鸡笼里 怎么捡鸡毛 对他来说是个 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但是对于白牙来说 就未必了 从拿剪刀到选鸡毛 再到下剪刀 没有一样 是不需要木峰示范的 木峰揪过来一只鸡 一把钻住鸡翅膀 拿剪刀对着比划了一下 看到了 在这里直接一剪刀下去 可以长一些 尾巴这里 只有这几根是可以用的 木峰说着 直接顺手 剪掉几根鸡毛 然后递给白牙 你看看 白牙一脸兴奋 接过木峰手里的剪刀 刚要伸手去接木峰递过来的鸡 不妨鸡张牙舞爪 在他面前使劲扑腾 呀 白牙吓得花容失色 尖叫道 这只鸡好凶呀 说着 赶紧甩手 把鸡扔了出去 这下倒好 落地的鸡 刚好又砸到了其他的鸡 一瞬间鸡飞狗跳 鸡毛乱飞 弄得木峰跟白牙头上 身上都是鸡毛 尤其是白牙 头发上跟蜘蛛网一样 沾了好多鸡毛 正满脸羞红的 一脚在地上画圈 木峰哥哥 白牙生如文锐 明显十分窘迫 木峰一边摘鸡毛一边瞧去 就见到白牙耳盼红霞飞升 大眼睛里满是局促不安 哈哈 木峰不以为意 下次抓紧一点 好 白牙正重点头 认真的模样 又让木峰忍俊不禁 第82章 部组里的大隐患 木峰跟白牙捡了鸡毛之后 准备离开 木峰笑着说道 等等 怎么了 白牙一脸兴奋 显然还没有从捡鸡毛的 斗智斗勇中恢复过来 捡鸡蛋啊 木峰笑道 你忘记了 鸡蛋的味道 呀 白牙一拍脑袋 翘脸上满是惊喜 我差点忘记了 我回去之后 用白水煮了鸡蛋 也很好吃呢 哈哈 木峰一边说着 一边来到鸡棚子跟前蹲下 只见棚子下面的草堆 已经成了一个个草窝 草窝里多少不拘一地 放着三三两两的鸡蛋 粗算了一下 约有五十来个 两人开始捡鸡蛋 木峰一边捡 一边比划鸡蛋大小 心底盘算着 怎么利用有限的材料 把鸡蛋做得好吃一些 忽然白牙惊叫了起来 呀 木峰赶忙回头 看到白牙正花容失色地 指着一个草窝里的鸡蛋 吓得手里 捡得鸡蛋 也掉在地上摔烂了两个 嗯 木峰顺着他手的方向看去 眉头一皱 随即放松下来 伸手轻轻拍了拍白牙 没事没事 说着 木峰伸手捡起了这枚鸡蛋 白牙吓得一个哆嗦 翘脸煞白 赶忙躲到木峰身后 木峰笑道 一个鸡蛋而已 以至于 吓成这样子吗 可是 白牙小手无脸 他跟别的鸡蛋不一样 怎么是软的 不会是舌蛋吧 舌蛋 木峰摇了摇头 舌蛋也不是这样的 这是鸡蛋 只不过他的咳软了 成了软皮蛋 鸡蛋不都是硬钞的吗 白牙察觉木峰无比镇定 也就悄悄在他背后探出头 这软皮蛋 不会是什么怪物吧 怪物 木峰摇了摇头 哪有这么多的怪物 他想告诉白牙鸡蛋 之所以有软皮蛋 那是因为 鸡的钙摄入量不足的缘故 要知道 蛋壳在鸡肚子里 天生是软皮的 但是生出来的鸡蛋蛋壳 却是硬的 就是因为 鸡除了吃食以外 还会定期不定期地 吃一些石灰质的东西 补充钙质 所以 自古至今的鸡 无论是家养还是野外的 都会有意无意地 在土堆里扒拉 甚至必要的时候 会吃食子 一旦钙质摄入不足 鸡蛋生出来 就会成为软皮蛋 白牙之前从未见过 以为是怪物 也就不足为奇了 木峰还在心底盘算 怎么解释 白牙才能理解 蛋壳跟钙质的关系 白牙忽然问了一句 别的鸡蛋都是硬撬的 这个鸡蛋生的 却是软皮蛋 那这生这个蛋的那只鸡 是不是病了呀 病了 木峰猛然警醒起来 鸡蛋是软皮蛋好办 扔点碎石子 硬土块就能解决 但是如果鸡要是病了的话 怎么办 前世的时候 什么禽流感 什么积温 动辄就会让一个区域内的 禽鸟大量死去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万一在鸡身上的病 传染到了身上 那后果不堪设想 一来前世的现代地球上 已经证明 禽流感之类的病毒 是有可能传染到人的身上的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状况 放在前世的地球还好说 可要是放到眼下的部族内 会怎样 只怕整个部族都要遭殃吧 木峰是研究历史出身的 自然知道 历史上很多灭族 灭种的大事件 都是由疾病引起的 二来是在原始社会 因为卫生条件 饮食条件的恶劣 基本上是得了病就很难治好 就等于宣判死刑 想到这里 木峰一下子神情严肃了起来 他马上意识到 部族里原来存在这么大一个隐患 卫生 消毒 防疫 自己要在这发生之前 防患于未然 白牙嚷了半天 发现木峰一声不吭 物资在那正正出神 他马上安静了下来 小声试探着问道 木峰哥哥 你在听吗 啊 木峰这才反应过来 点头 再听 白牙额眉促起 还是不确定地说道 那这个软皮鸡蛋怎么办 怪吓人的 木峰正色摇头 没事 这样的鸡蛋一样能吃 生出这样的鸡蛋 是因为这只鸡 他仔细想了一下 也懒得解释了 就是病了 啊 白牙吓了一跳 再次脸色煞白的 就要往外跑 那我们不足 岂不是要倒霉了 没那么夸张 木峰一把拉住他 这不是什么大病 木峰理了一下思路 这才说道 你去找来印的小土块 踩碎成颗粒 扔在里面就可以了 还有 把部族里烧柴火 干草的灰都集中起来 往这个鸡笼子里撒一些 一个地面都撒 对了 还有猪圈 羊圈都要撒 白牙疑惑 撒土会干什么 木峰摇头 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 你先去做这些 见灵的是放一放 对了 这件事就说是我让做的 再把你阿爹找来 就说我找他有事 草木灰消毒 是前世农村老人 常用的消毒法子 没办法 他现在没熟实灰 是 白牙察觉木峰神情严肃 也不敢多问 转身小跑出去了 木峰则是走出基隆 在那正正思考 第83章 改变不足的卫生举措 草木灰消毒 是最简单的 防止基隆圈 射细菌滋生的法子 木峰也无奈 心底感叹 要是身边有熟实灰就好多了 消毒什么的作用 也要比草木灰强太多 不足的发展壮大 是由那外的 木峰心想 这个内力 不仅是武器防御的强大 还有族人体魄的健壮 总不能拿着最好的武器 却一个个被疾病缠身 他想到了 原始社会人的普遍寿命 其实都不高 看来 除了与饮食环境有关系 跟这个卫生 也有脱不开的关系 木峰暗暗想着 心底已经有了计较 李虎很快赶来 见到木峰之后 神色无比紧张 大酋长 我听白牙说 我们的鸡得了病 木峰摆了摆手 不碍事的 不是什么大病 撒上一些土块 跟草木灰就能解决 李虎松了一口气 木峰所说 他自然不会怀疑 但是 木峰沉声说道 我们得防止大病的出现 现在部族里 养了这么多的牲畜 将来还会有别的 这么集中的话 很容易滋生细菌 让它们生病 李虎一下又紧张起来 神情严肃地问道 那怎么办啊 木峰再次理了一下思路 眼下是春天 天会越来越热 细菌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 要在部族里先杀菌消毒 这样就能防止大部分的疾病 细菌 李虎这才注意到 木峰反复提到了一个 他听不懂的词 他一脸茫然地问道 什么是细菌 木峰耐心解释 细菌就是一种 很小很小的虫子 小到眼睛是看不到的 比如说 我们喝的水 吃的食物 都是有细菌的 啊 李虎这下彻底慌了 那岂不是说 我也生病了 大酋长 您 您要救救我啊 木峰哭笑不得 白手说道 没那么严重 细菌很少的话 是不会生病的 但是有些东西里面的细菌 天生就很多 像河里的水 要比井水细菌多 生肉要比熟肉细菌多 李虎再次松了口气 庆幸道 看来还是熟肉好 不仅味道好 也更安全 可是水里面有细菌 要怎么解决呢 木峰点头 水里的细菌 可以通过高温杀死 也就是 以后 大家都先把井水烧开再喝 这样基本上里面的细菌 都会被杀死 这件事 你得告诉所有人 是 李虎赶忙保证 还有 把我上次做好的肥皂拿出来 放在茅草屋跟前 教会大家怎么用 以后吃饭前 必须都得用肥皂洗手 不洗手地告诉吉康 不准吃饭 顿了顿他又说道 尤其是吉康 他是负责分割食物的 尤其要洗手 几个 每天负责烤肉炖汤的 也是这样要求 是 李虎郑重点头 木峰继续理思路 饮食上喝开水 控制分发食物 几个人的个人卫生 已经安排下去了 部组里的个人卫生 也定下了 还有就是公共卫生 木峰抬头看向李虎 问道 李虎大叔 你平时方便都是去哪里的 李虎忽然老脸一红 嗨嗨 这个不都是 找个宽敞的地方 直接方便的吗 但他看到木峰一脸严肃 赶忙又加了一句 部组里的男人 都是往小树林里去方便 女人的话 我就不知道了 木峰叹了口气 心底猜出 大概女人也是如此了 行了 马上我会叫你们 先搭建一个厕所 分男人跟女人用的 以后不准再随便 找地方解决了 啊 李虎刚想说什么 却赶紧闭嘴 因为木峰一直在跟他说的 都是细菌的问题 除了厕所要统一安排 还有就是要建造 一个洗澡的地方 以后每个人定期 都要把身上洗一洗 洗干净了 才会减少细菌的滋生 李虎赶忙又答应下来 但是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洗澡的地方 是不是也要分男女啊 废话 木峰不自觉也老脸一红 肯定要分 不料 李虎却是一脸严肃的点头 是 木峰这才反应过来 李虎估计以为 洗澡就跟洗脸一样 所以才问出那句话 他无奈摇了摇头 深感不足内的文化水平 真的是处于文盲中的文盲阶段 对了 你们之前有没有见过一种 白色的石头 跟粉末一样 木峰试探着问道 跟粉末一样的石头 李虎摇了摇头 没见过 木峰点头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他问的是石灰石 有了石灰石 就可以做简易的消毒粉 也可以用来制作水泥什么的 不过他本来也没报什么打算 毕竟在原始社会 都还在忙着打猎找食物 谁没事了 去注意石头是什么颜色的 既然石灰岩没有 那他就只能另寻他法了 第84章 竹制澡堂 撒草木灰的事情 木峰不需要过多操心 他只是在白牙 带着人撒灰的时候 看了一下 确保撒得比较匀 就离开了 肥皂是直接放了两块 在阿公的茅草屋跟前 虽然老人现在已经 淤淤傻傻的 但是木峰也想着 让他跟部族里 其他人的待遇一样 他传递给自己的那段记忆 到现在他也没能解开 以至于木峰自己都放弃了 反正对自己也没什么影响 部族的人 开始使用肥皂洗手 纷纷惊叹于肥皂的奇异 吃饭的时候 木峰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 肥皂就放在这里 每顿饭之前必须洗手 这样大家 就会少吃到很多细菌 自然也就会少生病 还有井水 以后也都用食罐烧费了再喝 也能减少细菌 细菌 细菌是什么 很多人纷纷问道 木峰没奈何 只得再次解释 细菌就是很小的虫子 小到眼睛看不到 但是要是吃到肚子里会生病 轻得肚子疼 拉肚子 重得会让人死掉 啊 有人惊呼一声 怪不得我前几天喝了凉水 就肚子疼了 我们喝的井水 比喝水还要干净 那要是喝河水 岂不是更多的细菌 我阿爹以前就是喝了河水说 肚子疼 然后就 那让嚎啕大哭起来 木峰沉默 脑海里关于不足一些壮年 因病死掉的记忆 也在这个时候回想起来 就连上次蟒龙部的劫掠 很多人也不是被蟒龙部杀死的 而是细菌感染 而将士族人 此时都看向木峰 大酋长 如果您能早一点告诉我们就好了 木峰也无奈 那个时候 自己还没穿越过来呢 他神情严肃 所以大家要想 以后不发生这样的事 就按照我的要求来 所有人都在此时恭敬行礼 谨遵大酋长指引 吃完饭之后 木峰让明光继续去督造弓箭 留下了李虎 除了狩猎队以外 把部族内的青壮都集中起来 我们要开始建造厕所 跟洗澡的地方 是 李虎答应下来 自从知道了细菌的存在以后 现在木峰说什么他都答应 因为他是亲眼见过那些情况发生的 他不想部族再重蹈覆辙 木峰点头 带着一行人 去往部族西面 与北山脚下 那里地势是整个部族最低处 也是猪圈所在的附近 他选了一块 在猪圈附近上风口处 地势也偏高 更往山上去一点 你们 先在这边平一块地出来 然后 在这里挖了二十来个坑 坑与坑之间的位置留好 等一下要放石头在这中间 这边挖通 用石头砌好 就像砌墙一样 中间小缝隙 用更细小的石子填上 木峰选择的是 公厕与农村土厕相结合的方法 都选择石头砌面 铺上薄石板 坑位后面 用一条长钩连通 这样可以供水冲刷 一墙之隔的后面 他又建了一个 也是如此 最后 他才让人围着这些坑位 夯土砌墙 最外层在户上草泥 两个厕所虽然很大 建造起来有些麻烦 但是好在人多 花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建好 接下来是洗澡的地方 洗澡的地方 简单有简单的做法 麻烦有麻烦的做法 这让木峰有些纠结 因为洗澡的地方 必定伴随大量用水 大量用水的的话 对土壤的冲刷比较严重 放在现代地球 这根本不是问题 水泥地 地板砖 直接搞定 然而 眼下他手头都没有这些东西 这就成了大问题了 除非有奈冲刷的东西 拼接在一起 中间可以想办法 用细泥沙 或者黄胶泥 进行粘合固定 他安排好了 离虎匠公厕下方的勾挖通 连向猪圈以后 就自己在部族内夺步 看能不能有什么灵感 还别说 真给他发现了 可以解决问题的东西 黑皮竹 看到黑皮竹的瞬间 他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心想 怪不得前世的时候 人家说 要想有新发现 没事就得多出去溜达 这不见到了黑皮竹之后 他就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他想到了 前世南方人用竹子削平了 做成宽竹片 连在一起做成竹床 睡觉的时候 都不用席子 严丝合缝 细腻防肾 睡在上面要多舒服 有多舒服 有了 木峰不自觉咧嘴笑了起来 这满山的黑皮竹 就是最好的防肾材料呀 他动身返回 让离虎安排好挖钩的人 然后带着他 又直奔黑竹林 动手砍竹子 离虎既激动又疑惑 激动的是他知道 大酋长要他做事 肯定是有新动作了 疑惑的是他压根不知道 大酋长要他做这些事干什么的 因为就到现在 他还没闹明白 刚才的挖坑夯土 挖钩跟猪圈外围连在一起 到底有什么作用 不过离虎想不明白 也就暗自摇了摇头 不想了 反正有大酋长 也只有大酋长的智慧 才能想明白 这么复杂的事情 第85章 组建第一支弓箭军 木峰感觉自己 似乎跟黑皮竹 结下了不解之缘 鱼叉 竹枪 弓箭 再到眼下的洗澡 需要用到的防肾防腐的材料 用的都是竹子 甚至于不足的食物里 如今也多了一项竹笋 至于以后 可预见的盖房子什么的 还会用到黑皮竹 看来黑皮竹对于部族来说 意义重大 木峰随即跟李虎说道 你回头告诉一下族人 竹笋不要挖得太多 要让他们每年都有新竹子长出来 还有竹子 也不要随意毁坏 李虎奇怪 为什么呀 这么多黑皮竹 木峰摇头 再多 也禁不住我们用 记住了 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千万不能随意浪费 李虎听得似懂非懂 但还是老实点头 把这话记下了 木峰当着李虎的面 开始片竹片 然后用豹子将之刨平 差不多有一厘米厚 四五厘米宽 长约四十厘米 其实这样的竹片 已经算作竹板了 他想了想 找了块相对平整的地面 然后拿起竹板在地上 开始笔划拼接 差不多拼出来一块 一米见方的竹板来 乍一 看上去就好像是木质地板 有门 木峰心里一喜 然后对李虎说道 看到这些竹板了没有 李虎点了点头 那好 你就负责 将这些竹子做成竹板 都刨成这样宽厚的 刨平一点 是 李虎回应 与此同时 一个想法也由模糊 变得清晰起来 用竹子在这里 建一个公共浴池 要是浴池真的能够建成 那以后自己洗澡 泡澡什么的 就方便了 最主要的是 自从到了这个世界以来 木峰从来没好好 洗过一个澡 他自己都觉得 身上有点痒了 在对比着前世的时候 他经常会去澡堂子 泡个热水澡 美美地睡上一觉 再劳累的感觉 也能缓解不少 而对于将士族人来说 洗澡也能洗掉 他们身上的灰子 防止细菌的滋生 无形中 也就减少了 族人患病的可能 而眼下 他在实验了之后发现 黑皮竹的竹片 可以实现这个想法之后 他就更加确定了 那就做个 稍微麻烦一点的 洗澡浴池 这样以后 洗洗澡来就方便了 木峰打定竹翼之后 就让李虎 多片些竹片出来 并告诉他 自己有大用 这下李虎干得更起劲了 因为豹子只有一把 片竹片又需要时间 木峰又想到自己 答应给韩树 做一把三片弓 就暂时让李虎 自己在后山忙 自己去找冥光他们了 此时已经临近天黑 冥光他们第一批弓箭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由冥光 韩树 以及另外六个人 组成的制弓小分队 终于做出来五十多把弓箭 只有单片跟双片的 至于韩树在内的六个人 暂时都是 拿着一把两片弓 眼见木峰来到 所有人都兴冲冲拿着弓 激动地看着木峰 在做弓的过程中 韩树已经给他们 演示了弓箭的用法跟威力 他们这才知道 这么厉害的武器 原来是大酋长教会他的 而且他们还知道 大酋长会教他们射箭术 还要做护具 这让狩猎队的人 一个个激动莫名 专门针对每个人 力气大小制作的弓箭 专门的射箭术 专门的护具 再加上韩树那一件 射中树干时传来的声音 任谁也明白 弓箭的威力之大 眼见狩猎队的人 一个个摩拳擦掌的 木峰很是欣慰 他笑着说道 现在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弓箭了 你们应该也知道 弓箭是用来干什么的了 接下来 我会教你们 怎么去用弓箭 怎么射出去 会比较远 比较准 说着 木峰伸手是一函数 函数马上递过来一把弓箭 是一把两片弓 木峰伸手试了是弹力 一边示范 一边讲解 你是哪只手拿弓的 就哪边的肩膀 往要射出去的方向侧站着 两只脚稍微岔开 跟肩膀样宽 另外一只手像我这样 把剑放在弓弦上 剑尾的开口 直接搭在弦上 明天我会让白牙 给所有的剑都绑上剑铃 到时候 就拿有剑铃的一边项链 接下来是扣弦 食指 对 就是从拇指向这边的 第二个手指 在剑尾上面 第三 第四根手指 放在剑尾下面 都做好的话 开始预拉 拿弓的那只手 稍微往下沉一点 胳膊肘像我这样 往里面拐 注意 拉开 钻紧 两边肩膀张开 捏剑的那边眼睛睁开 看着剑头与目标 瞄准之后 稍微向上抬一点 手要稳 然后射出去 随着木风这一声 射出去喊出口之后 只听到身边嗖嗖声响起 然后一只只 逐渐远近不一地 开始飞出去 木风看了一眼 哑然失笑 有的鞋插在地上 有的直接摔在地上 少有的几只剑 歪歪斜斜的树干上 也是晃悠了两下就掉下来了 狩猎队的人 没关系 从明天开始 每天只派一部分人 出去看有没有猎物就行 先抓紧 把弓箭都练熟了再说 我们僵尸部族 要有一只弓箭军 第八十六章 上右 第二天上午 木风去看了一下 部族里的情况 厕所已经建造完毕 可以使用了 为了防止族人弄魂 他在南侧旁边 竖了一根竹子 在女侧那边 竖了两根竹子 并责令李虎通知下去 这才自己回去翻看 淘气阴干的怎么样了 他还没刚到山洞 就看到白牙小跑着冲他喊 木风哥哥 木风哥哥 怎么了 木风奇怪 有什么事情啊 白牙气喘吁吁 一见波澜的胸口起伏不定 他翘脸泛红 别了别嘴 终于低下头问了一句 那个 厕所要怎么用啊 啥 木风只觉得自己听错了 脑袋有点发猛 然后眼神无比怪异地 看了白牙一眼 发现他也已经羞到不行 木风只觉头大 左右看了没人 赶忙在地上画了两个坑位 然后自己一左一右地站到上面 快速说道 就这样 一只脚踩一个 然后蹲下 剩下的不用我教你了吧 嗯 白牙生如文睿 翘脸飞红 逃命也是的飞奔而走 木风自己也觉得一股羞耻 感觉涌上心头 他们的 老子教女人怎么上厕所 什么跟什么 吐槽归吐槽 该干的事还是得干 他小心翻了一下做好的淘气 已经算是阴干了 估摸着再晒上一天半天的 就可以静摇了 他用手轻轻试了一下 上面的触感 比我预计的 要早上一两天 看来这山洞里的空气相对干燥 淘气阴干的也快了 木风自言自语 看来得上点诱 不然烧出来的淘气表皮再不光滑 也容易脱皮 他想了想 之前老师傅教他做淘气的时候 教的那些知识 各种高级诱 各种上诱法 但是其中一种最简单的诱 也是最容易获取的 草木灰 而且 那位老师傅也告诉他了 草木灰幼稚 也分高低 灰质发白 显得轻飘得最差 灰质呈现灰色 甚至深灰 摸到手里 有种石粉感觉的最好 别的东西对他来说 可能不好找 但是草木灰 却再简单不过 白牙刚刚收集草木灰 撒技龙卷设 还剩下不少 木风直接去找了白牙 要了草木灰回去自己处理 筛柚跟柔土一样 都是要求精细为佳 木风先把一堆灰倒在地上 拿着一根竹片轻轻拍了灰 这样灰质紧实地沉到下面 上面的都是一层浮灰 木风轻轻吹动 让浮灰飞走 四下灰尘乱扬 白牙两手乱舞 俏脸满是不减 木风哥哥 你没事吹灰干什么 木风欠然说了一句 抱歉 你等灰就知道了 说着 他又拿起竹片 将剩下的灰表层上的 大颗粒灰质轻轻刮去 剩下的灰质看上去 已然十分精细 乍看上去 俨然如同金魔过的灰色面粉 他又拿起之前的纱布 捧起灰放在纱布上 一点一点筛除 最后终于得了一小堆 精细至极的草木灰 望着颜色淡灰 入手颇有沉淀感的草木灰 木风点了点头 行吧 也只能瘸子里挑将军 算是草木灰里的上等货了 瘸子 将军 白牙疑惑 大眼睛里眨呀眨的 木风哥哥 你在说什么呀 没什么 木风笑着说道 这些灰呀是有用的 有什么用 白牙更好奇了 我要用它做幼稚 抹在这些淘气上 这样的话 淘气出来就会很亮 也很好用 白牙听得一愣一愣 完全不明白 木风在说的什么 木风看他一脸兴趣 却又茫然的样子 忍不住想笑 摇了摇头 继续手里的活迹 草木灰上又发古来有之 灰与水的配比不一样 烧出来的淘气颜色也会不一样 什么烟灰色 水墨色 墨绿色之类的 木风听过的 最出名的就是51度灰 不过他虽了解过这些 但是真正烧淘 却真的是个半路出嫁的和尚 实在对此不擅长 好在他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淘气 能用就很好 至于能烧出来什么颜色的 看天意吧 因为筛出来的灰热石有些多了 木风也不是小气的人 加上担心淘气上 幼稚挂得少 影响质量 他直接照着迷糊糊的方式 搅和起来了 搅和半天之后 自己也觉得的确有些愁了 只得又加了水继续搅拌 不成想他这样举动 在白牙看来 却又意义非常了 他看着木风 自己唠叨不清的嘀咕 又是加水又是笔划的 一时间竟担心起木风来 他眉头轻轻促起 好看的一双大眼睛里 满是心疼 但是木风却没注意到这些 自己拿着一个小一点 已经因好的淘气 轻轻捏着在石罐里转了一圈 看了一下 上面的幼稚还是比较匀的 完美 木风咧嘴黑黑笑了起来 开摇 第87章 弓箭军大有可为 烧摇是技术活 也是体力活 因为开摇动辄一两天 甚至上十天个把月的都有 好在木风这一次只是是手 只做了大小十来件 大的不过脸盆大小 小的也只有饭碗那么大 按照他的估计 差不多三天的时间就可以了 但是这三天的时间 他基本上都得待在这里 防止出现意外 毕竟眼下部族里会制逃的 只有他一个人会 但只要第一次制逃成功了 以后就可以放手 把这些交给李虎 白牙他们了 因为木风不能轻易离开的原因 明光便把狩猎对弓箭的练习 选在了木风附近 这样方便木风一边守着摇动 一边指导他们练剑 不仅如此 为了遵守自己的承诺 木风还把做工的家伙事 都搬到了跟前 给函数他们做三片工 摇动里是木炭烧的火 持续的时间较长 所以只需要偶尔看着 一两眼就行了 练剑也只需要木风 动动嘴皮子指导一下就可以 所以真正费功夫的 还是做工 原本木风已经给李虎 明光详细说明了怎么去做三片工 只可惜无论他怎么解释 他们也不理解 怎么去把三片竹片贴合在一起 没奈何 木风指的自己动手 三片工区别于两片工 简单的一厚一薄 要求是两长一短 其中两长是一硬一软 所谓两长是有两片竹片 需要长度相同 一短是放在两长之间 做加层的竹片 至于两长中的一硬一软 则是需要放在那层的竹片 相对要厚 烤竹片的时候 也只是两端烤软 中段部分正常就可以 而最外层的那层竹片 则相对要薄一些 整体烤软 这样才能在隔着中间 一个短片加层的情况下 弯曲到能贴合里面的竹片 这些要求木风说起来 就比较繁琐 做起来需要注意的点更多 也难怪李虎跟明光他们 听着听着就犯迷糊了 这还是在木风当面 亲口说的情况下 搁着旁人 像是常宁 在没听说过这些细节的情况下 想做出来双片工 甚至是三片工 只怕是天方夜谭 一印一软竹片的厚度 都是比较均匀的 中间的一短竹片 却要求向外面呈现 一个极为狭长的弧度 这对木风的手艺 与准度要求极高 光是这一个竹片 就浪费了木风六枚竹片 这还是在有尺子 跟豹子的前提下 没有这些 只怕连木风也做不了 好在工夫没有白费 三片竹片都已经骗好考好 架在一旁坠着塑形 而后他就在一旁端坐 老神在在地看族人练剑 眼下狩猎队 只有四十来个人 另外十来个人 被冥光派出去捕猎了 因为掌握了捕鱼的技巧 距离不足不远处 还有捕羊陷阱 现在狩猎队 只需要每天派几个人 出去守着就行了 中间在木风的授意下 冥光又带着人 在另外一边挖了陷阱 抓回来不少野羊 现在族人每天的食物有羊 鱼 偶尔还会有水煮蛋 宰猪 杀鸡等食物加入 再加上竹笋 鸡菜 蘑菇 水禽这些蔬菜 其他的猪如羊 鸡 除了供应族人吃以外 每天都在三三两两的增长 这也是木风能够放心 开始训练弓箭军的原因 肚子吃饱了 还有鱼粮 当然要壮大自己了 眼下四十来个人分成四波 每一波人都拿着弓箭并排站着 距离他们三十米外 被竖起一个个 简单的原木装靶心 这也是木风 拉着冥光跟李虎他们连夜做的 眼下刚好派上用场 十来个人站成一排 随着冥光一声放箭令下 嗖嗖声不绝于耳 声音也明显有快有慢 至于射中靶子的箭十之二三 更不用说能射中靶心的了 一波射中以后 明光看向木风 大球掌 您看他们射得怎么样 所有人都下意识紧张起来 木风轻笑摇头 你们都是第一次接触弓箭 射不准很正常 这与不熟练有很大关系 但是要记住我昨天教你们的射箭要领 左手持弓就左边在前 右手持弓就右肩在前 两脚之间的距离要打开 开弓的时候是两只肩膀较近 射箭的时候需要眼睛 剑跟把心在一条线上 说着 木风拿起一把弓 做起了示范 开弓之后 搭弦的手要稳 呼吸放平缓 看中目标之后 稍微向上抬一点 然后射出 搜 逐渐硬身而落 正中把心 周围的人一阵惊叹 木风自己看了看不远处的 射在把心偏一点的剑 实在有些汗颜 三十米的距离 还是有点歪 这样的技术放在前世 只怕会被自己的教练喷死吧 得了木风指证的狩猎队员 似乎开了窍 接下来的几拨人 十剑已经能中五六剑 有两个甚至中了六环以内 要知道 这还只是刚刚开始练习 已经有了这么好的效果 看来 弓箭军大有可为啊 木风暗倒 第八十八章 部族的第一位神剑手 狩猎队员每一轮射出弓箭之后 木风都会上前指导 指出部族之后 顺便做一遍示范 就这样 三天的时间里 狩猎队的人都不分早晚的练剑 因为有木风这个名师指导 他们的剑术 也在突飞猛进地增长 到了最后 每一轮射箭都能中把 且都是六环以上 而经过几轮射箭 都是这个结果之后 明光忍不住得意起来 咧嘴大笑着看向木风 大校长 您看 我们真的能够射中目标了 还不够 木风摇头 淡淡说道 还不够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明光跟李虎 木风站起身来 你们现在练习的 都是在那里不动的靶子 但是真的有敌人 或者是猎物了 谁会傻傻地站在那里 让你们射箭 他还时一周 问道 要是有人要拿骨刀砍你 你手头又没有武器 该怎么办 有人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躲开 也有人说道 跑 明光恶狠狠地瞪了两人一眼 结果又给木风摆了一眼 他笑着说道 那别人知道你拿着剑要射他 他会不会也会躲 也要跑 这一下 把所有人问住了 明光忍不住问道 大球长 既然人家会躲 我们岂不是射不中了 那你还让我们练剑干什么呀 射不中 木风摇头笑道 那是练的功夫不到家 说着 他从函数手里 捞过已经做好的三片弓 顺手拿起一只 已经绑了灵毛的羽剑 都在一手拿着 同时另外一手 捡起旁边截掉的一截竹筒 直接扔了出去 不带所有人反应过来 木风扔出去竹筒的一瞬间 粘弓搭弦 眯起眼睛侧脸 往弓弦边上一凑 敢在竹筒下落的过程中 断鹤一声 去 逐渐应声而出 嗖声还未断绝 又听到啪的一声 剑剑直接在空中穿裂竹筒 竹筒就此列为竹片 纷纷扬扬洒落在地 这 明光倒吸一口凉气 惊得说不出话来 明光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其他狩猎队的人了 独独一旁的白牙 一脸的理所当然模样 就好像木风无论做出什么来 他都不会觉得意外 甚至于 他看向木风的眼神中 还有更多的期待 木风不管周围的震惊 把剑还给韩树 微笑说道 现在知道 你们练的效果如何了 这下明光才反应过来 他马上红着脸 扯着嗓子吆喝起来 都赶紧给我练剑 等练好了 再让大球长 教我们这射剑的方法 是 狩猎队的人 一个个嗷嗷叫了起来 收起了先前的自满心态 认认真真开始练剑 他们自然懂得 在射中靶心之前 大球长肯定是不会教他们这个的 木风眼见如此 终于暗自松了一口气 三天的时间里 他见证了狩猎队的努力与进步 也很欣慰 但是他也知道 部族很弱小 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强大自己 这样才能在周围恶劣的环境中 生存下去 所以 在见到了他们因为射中靶子 而忘乎所以的时候 他心底是比较担心的 好在他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前世在剑神俱乐部苦练的技术 也没落下 这才一手射飞盘的技术 震住了他们 最主要的是 他用的是三片弓 力量 速度上都不是其他两种剑 可比的 韩树接过剑的时候 目光灼灼 他沉声喝道 大酋长 我想学 沐峰愣了一下 你要学这个 是 韩树重重点头 我也想像您一样 能够有高超的剑术 以后保护部族 沐峰想了一下 明光和李虎 曾经跟自己说过 韩树为人踏实可靠 是作为将来部族首领来培养的 而且 沐峰通过这几天的观察 也觉得韩树的确不错 他点头说道 好 让我看看你的剑术 韩树脸上涌现激动 但是又马上压了下去 他深吸一口气 黏弓搭剑 转身对着一个剑把射去 正中红星 沐峰点了点头 又指了指不远出一棵树 看到那棵树旁边的树枝了吗 试试看 那根树枝 有手臂粗细 比剑把小伤太多 韩树点头 也不说话 再次出剑 还是射中了 沐峰眼睛一亮 心底暗道 这么快不足 就要出一个神剑手了吗 太好了 不过他脸上不露出分毫一色 点头说道 好 看他跟树枝的树叶 看他是怎么随风摆动的 啊 韩树疑惑 看树叶 大酋长 为什么要看树叶 沐峰微笑解释 树叶就好比是再动的目标 你想射中它 应该怎么办 韩树想了想说道 当然是要知道我射箭的时候 它会在哪里 沐峰笑着说道 那你射箭的时候 它会在哪里呢 这一下韩树愣住了 自己看了看树叶 皱眉思索 我射箭的时候 它在一个地方 但是见到的时候 它又在另外一个地方 它是一直在动的 沐峰听着韩树在那嘀咕 微笑点头 也不出声点拨 他知道 部族第一神剑手 马上要出现了 第89章 第一批淘气 沐峰的提示 足够让韩树理解 却也没有点破 只要韩树想明白了再去射箭 势必事半功倍 果然 韩树认真想了一会之后 眼里亮光见盛 他一言不发 皱眉死死盯着沐峰说的那片树叶 看了好大一回 眼睛一眨不眨 沐峰哥哥 白牙低声问道 翘脸上满是疑惑 他在那傻站着干什么 咻 沐峰做了近身手势 笑道 你就等着看吧 果然 没过多久 韩树深吸一口气 拿起弓 搭上剑 眯起眼睛 缓缓抬起弓 对着那片树叶 搜的一箭射出 不出意外 那只剑直接穿过那片树叶 四下接近 韩树 韩树竟然也能这么厉害 所有人都被韩树这一手剑术震惊了 反观韩树此时却没有出声 而是原地皱眉 仔细思索 明显是在回想 刚才那一件的感觉 嗯 沐峰微笑 抬手示意所有人不要喧哗 让韩树自己感受 所有人马上大气不敢出 半晌之后 韩树恭敬放下弓箭 单膝单手行礼 谢大酋长指引 沐峰摆了摆手 行了 起来吧 悟性不错 韩树站起身来 正则说道 可还是无法做到 像大酋长那样快速出剑 沐峰微笑 不急在这一时 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诀窍 勤家练习 就可以越来越快了 是 韩树正重点头 周围的人纷纷朝向韩树 投以赞叹目光 同时又对沐峰愈发敬畏起来 刚才韩树跟他们还差不多来着 经过大酋长一两句话的指引 现在就可以飞溅射中 不断晃动的树叶了 他能射中树叶 是不是意味着 也能射中飞鸟 而这一切 都只是因为大酋长说了几句话 不足理向来崇尚强者 这一点与年龄无关 尤其是大酋长刚才的一手剑术 明显远在韩树之上 这如何不让他们敬畏 好了 大家也都看到了 只要我们好好练习 能够射准剑吧 大酋长也会教我们 到时候 我们也能像韩树一样 明光事实吆喝起来 还别说 经他这么一喊 本就士气高昂的狩猎 对战士斗志再次高涨 叫嚷着快点快点 争先练习 这边沐风终于得了空 坐在地上歇息一会 又往窑洞里添了些木炭 他估摸着 这把炭火再烧完 差不多就可以熄火取淘了 隔着这窑洞特意留的小孔 都能看到 里面的淘气 已经烧得与火焰差不多颜色 他估摸着幼稚与淘土 该氧化的也氧化了 该镀磨的也镀磨了 这才熄了炭火 等着窑洞温度冷却下来 这才拿着铁铲 扒开窑洞门 露出里面18件淘气来 只是让木风意外的是 18个淘气烧裂了三个 都是太薄的小碗 他小心用事先准备好的 轻竹架子 沾了水去加淘气 竹架上仍旧传来呲呲响声 他一件一件取出淘气 趁着放凉的当口 仔细看了又看 15个淘气品相都还不错 胎质均匀 颜色暗黑带红 表皮蒙着一层黑灰相间的 泛光幼稚 虽不是什么传世名气 对于僵尸部族来说 却意义非凡 因为这是部族的第一批淘气 成了 木风咧嘴黑黑大笑 一直在旁边看着的白牙 看着木风举动 忍不住问道 你干嘛这么开心啊 木风笑着说道 淘气已经制成了 以后咱们就不必再使用 石罐子这么重的容器了 真的吗 白牙满脸期待 我也想试试 木风笑道 当然可以 你就等着吧 不远处的明光 有心过来看看 淘气怎么样了 却被木风一个眼神示意 给锯了回去 他的意思很明显 该干自己的正事 就别瞎凑热闹 明光信心而退 木风左等右等 终于在伸手接近淘气 感觉不到热了的时候 这才小心翼翼加着淘气 放在石罐子里加速冷却 石罐子里没有过激反应 但是水的温度还是有些高 来回淘血了好几遍之后 木风这才拿起一个淘碗 放在手里颠了颠 又敲了两下 确定声音与记忆中的声音一样 这才咧嘴笑了起来 真的做成了 他大笑着用淘碗舀了一碗水 感觉当真比石罐轻便许多 来 白牙你也试试 说着木风把淘碗递给白牙 白牙两手做托举状 就要接着 木风大笑道 这又不是石罐 不要这么麻烦 啊 白牙接过来 低呼 这淘气好轻呀 感觉都不怎么费力 他翘脸上满是吃惊 期盼地看向木风 木风哥哥 这个淘碗能给我吗 可以 木风大笑道 这只是第一批事做的 马上我们部族里的人 都会用上这种轻便的淘气 说着 他又看向那个脸盆一样 大小的淘罐 来试试这个淘罐吧 待他用水将淘罐冷却了之后 这才两手轻轻捧了起来 这在白牙眼里 简直是不可思议 因为同样大的石罐 他之前是绝对捧不起来的 这就是淘罐 木风很满意 白牙吃惊的反应 黑黑笑了起来 第九十章 洗澡也要分男女 第一次独立制作淘气 做成了十五件 这主要得益于 前世他已经做过 而且用的淘土 也是粘合性比较好的黄胶泥 不算因为胎壁太薄 烧裂的三个 这十五个淘气都挺不错 唯一不足的就是 这颜色实在不敢恭维 难登大雅之堂 好在眼下 无人去计较这些淘气的成色好坏 所有人关注的 都是淘气的轻便与大容量 不知何时凑上来的 李虎跟明光 也从白牙手里接过淘罐 装满了水之后感受了一下 惊叹道 这样的容器 真是太轻便了 结实吗 不知道能不能像石罐一样 用来炖汤 以后我们也能用上 这样好的东西吗 沐峰心情大好 也不计较两人的忙里偷闲 笑道 只要不故意摔塌 它是不会轻易烂的 至于炖汤成水 都不是问题 你们放心 这淘气的方法 我已经教给你们了 材料你们也知道是什么了 等部组里忙完了这一段时间 明光你再带着人去河边挖陶土 回来之后 就可以大批量至陶了 明光兴奋起来 是 李虎却听出了沐峰话外的意思 大酋长 部组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 嗯 沐峰点头 前几天让你骗的竹片 都放在石罐子里煮了吗 李虎点头 都已经煮好又晒干了 不平的地方 也已经刨平了 轻煮板含水分比较多 用开水煮一煮再晒干 一来能很快脱水 二来可以防止后期变形 好 沐峰点头 今天就开始扑浴池的地板 赶在天黑之前 把所有竹片扑下去 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 是 李虎点头 于是 沐峰先把淘气搬回自己山洞 这才让李虎他们 带着几个人 把竹板都抱到盖好的浴池那边 地上的土 早已被夯实踏平 上面还放着一层层细腻的沙土 沐峰开始扑竹板 横竖交错在一起 像扑地板一样 将它们扑在一起 时不时用自制的木锤 悄悄打打 看那一旁李虎他们 一愣一愣的 他们之前从没见过老酋长 做过这些 自然不知道 沐峰会的这些 是从哪里学来的 但是他们 十分确定一点 那就是 沐峰做的这些 对于不足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有利无害的 这就够了 话再说回来 只怕以李虎他们 也想不到什么 更深层的原因 开始的时候 还只是沐峰再扑 过了没多大会 李虎以及他身后的那几个人 也都动手帮忙起来 跟着沐峰来来回回做了好些事 他们多少也能明白沐峰的意思了 知道主板需要铺平 不平的的 需要用木锤往下敲敲 甚至有人开始自作主张地 看到凹陷处 会动手从别的地方捧来戏土填上 举动虽小 却让沐峰微微一愣 看来不足里的人 智力已经开始开化进步了 沐峰心想 这种感觉 虽不能与老来得子的那种快味相比 却也相差无几了 看来我的努力 总算没有白费 沐峰心想 心底对于未来的期望 又赢切了几分 大酋长 李虎望着铺好地面 围好池壁的浴池发愣 您造这么大一个容器干什么呀 容器 沐峰哑然失笑 这叫浴池 是用来洗澡的 这就是您说的浴池 是的 沐峰点头 在里面放上热水 很多人可以同时在一起洗澡 是整个不足的人吗 李虎又问 嗯 不过不能同时在里面洗 估计得分好几屁 沐峰解释 李虎开始嘀咕起来 那到时候 让白牙跟着您和青牙他们一起 我就跟明光 急仰他们一起了 沐峰一脑门子黑线 忍不住喝道 浴池跟厕所一样 也是分男女的 哦 李虎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 沐峰只觉彻底无语 不久前 他还在感叹不足开话了 没想到一转脸 李虎就问出这么若鸡的问题 可是 这么大的一个浴池 要从哪里弄来热水啊 这得要多少啊 沐峰点头 这下李虎算是问了一个 还算正常的问题了 也算问到了点子上 这的确是个问题 沐峰想了想说道 现在先把浴池造好 回头拿陶土活匀了 把这些缝隙都给抹上 自然应该 说到这里 他已经想好了 要怎么解决洗澡烧热水的问题了 用陶土造一个大号的 专门烧热水的大陶罐 嘿嘿 沐峰忍不住笑了起来 区区一个烧水的锅炉罢了 难不倒我的 第九十一章 危机感带来的动力 浴池很快建成 但却无法立刻使用 因为现在还没有能够 大批量烧水的东西 不过沐峰已经想好了对策 很快也能解决 无非就是再次出去 挖黄胶泥而已 解食 一旦澡堂投入使用 洗澡水顺着水沟流到下面厕所 冲刷厕所跟猪圈的粪便 都集中到一个大份池子里 份池子里堆上干草 再把多余的草木灰洒进去 混合发酵 就是上好的肥料 这也是农村多年来 一直在用的 欧制土肥的方法 到时候 无论是种地还是种菜 撒上土肥 只要达里得当 作物的产量自然也就上去了 所以 沐峰得出不足 有鉴于前几天出去 遇到了巨蟒跟狼群 他知道 这次出去 就得做完全的准备了 上次若不是自己 以剑术偷袭狼王 只怕他们也没那么容易逃命 至于这一次出部落 他有几件事要做 一是要挖黄胶泥 需要很多 所以去的人也得多 二是 他要在野外继续寻找能吃 能用的野生植物 如野菜 中草药 穀物等等 这些东西不仅能吃 能救人 还能帮沐峰赚取成就点 一举两得 三是 他想试试 能不能抓几只野狼 回来驯化为己用 最好是能抓到几只小狼 从小喂养 毕竟部族的人手实在有限 要想壮大部族 仅靠这两百来人 肯定是捉襟见肘 而狼通过不断驯化 可以养成后世的狗 狗是所有动物里 对人类最忠诚的 有了狗 部族的安全 打猎也都将有更高的保障 穆峰在心底 盘算了好几天这些事情 越想越觉得压力山大 与时间紧迫 刚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显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凶险 但有了上次的狱狼事件 之后 他迫切感受到了周围的危机四伏 自然环境 野兽 人都可能危及部族的安危 还有他的生命 时间不等人啊 穆峰在心底感叹 出去之前 还是得把部族的防御做好 而且也不能再冒险 将所有的狩猎队员都带出去 之前的做法 有些欠考虑了 穆峰心想 没道理 自己带着人到野外找吃的用的 部族没人看着 万一给人偷袭端了老巢 他到时候 只怕是哭都没有眼泪 人手 防御 穆峰念叨 很快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大早 他找到李虎跟明光 部族的防护墙 还要再扩建 还要扩建 两人齐齐一愣 可是我们现在的部族防护墙 已经很高了啊 上次猛龙不来劫掠的时候 连门都没靠近 还不够 穆峰摇头 那只是猛龙不人少 还不够强大 万一是有大部落的人来了呢 人多到能将防护墙直接拆了 又该怎么办 这 李虎将信将疑 我们附近没有大部落啊 再说了 他们也瞧不上我们这样的小部族 以前没有 不代表以后没有 穆峰严肃说道 赶在这种事发生之前 我们就做好准备 不然我们僵尸就会像上次一样 被莽龙不肆意截掠 那样的情况 你们还想再发生一次 不想 两人异口同声 那好 这次叫上所有劳力 我们要在部族外面 再起一座防护墙 再起一座防护墙 两人彼此相识一眼 又问 部族外面是种玉米的土地 我们要在哪里建防护墙 自然是在玉米地的外面 穆峰微笑 不仅要把玉米地包围进来 连玉米地的南面跟北边 连这山脚跟 那一片树林的地方 都连起来 穆峰所说的防护墙距离 不下五百米 也就是一里地那么长了 李虎吃了一惊 那也太长的距离了 我们要这么长的防护墙没用啊 穆峰摇头 眼下看着是没用 但是以后就未必了 一听到穆峰说到以后 两人又纷纷沉默了 因为他们不想以后 再被人随意劫掠 果然 危机感带来了动力 李虎跟明光当机立断 号召部族里的青壮劳力 开始搬石头垒墙 介于这次穆峰的要求 他们开始从南山脚下 往外搬石头 清理了一大片 开阔地带出来 清理出来的石头 都被运到外围垒墙 这次的防护墙 足有三米多高 一米多厚 当然 除了石头以外 缝隙重也护上了泥巴 从外观上看去 俨然是一道泥夯的土墙 因为这次垒墙实在太长 工程也大 穆峰不得不把狩猎队的人也叫来 即便如此 一百多号人前后累了五天 才将防护墙升级完毕 防护墙的外层 依然种上了构树跟极极木 构树长条 极极木挂藤长刺 都是让人头疼的植物 如今却被沐峰用作 不足的防护系统升级上 就这样 前后经过五天的时间 整个僵尸部族 就有了两道由极极刺 构树 石头组成的三层防护墙 这样的布置 不要说眼下 只怕是在历史上 也是极为罕见的存在 但是这样的防护墙一建成 沐峰就知道 这么做 值了 第九十二章 这是可以治病的中药 沐峰终于带着 三十个狩猎队员出去了 其余二十多个狩猎队员 在部族练剑 防护 现在部族已经有了众多牲畜 不再是衣物所有 需要专人看护了 这一次跟着的 还有二十来个部族的轻壮 他的打算是 狩猎队扩充人数 刚好趁着这一次外出的机会 带着这二十多个人锻炼一下 不过这一次领队的不是冥光 而是寒树 这也是沐峰与冥光商量之后的结果 冥光与李虎坐镇部族 改由寒树带队 是给他锻炼独当一面的机会 尤其是寒树现在的剑术 也是与日俱进 在部族内是一把好手 但光说不练假把式 寒树在族内设得再准 终究只是拿树叶 树枝练手 真能见真章的 还是得在野外 一行人带上外出所需 从部族内过了一道防护墙 向二道防护墙走去 小道两边都是玉米地 玉米苗已经尽一展高 绿意盎然 看得沐峰心底略感心味 草有些多了 回来的时候得找人拔草了 外围的防护墙 好像还缺点什么 嗯 回来的时候再搭几座箭塔 每座箭塔上 可以占三到四个人 沐峰一边走一边看 一边心底 想着自己眼下 如同旧时的城主一样 在自己的城内巡视 尽管眼下他的领地 只能算是寒陈的一亩三分地 外围的防护墙 用树木削尖了绑定的栅栏 需要四个人同时推动才能打开 整个外围的防护墙 已经出具了城门防守的气象了 沐峰有信心 这样的防护 绝对是超越这个时代的所有人了 瞧见防护墙左右都有人把守 他心底更觉欣慰 尝试着跟系统沟通 看升级了防护墙有没有什么奖励 没想到还真有 不仅有 而且还有专门的 关于不足基础设施的成就奖励 完成厕所建设 获得成就点300点 完成浴池建设 获得成就点300点 完成城墙防护升级 获得成就点300点 完成淘气制作 获得成就点300点 完成单片工升级 获得成就点200点 现在的成就点为2500点 我的天 沐峰心底大喜 这几天光芒着了 都没注意跟系统交任务 竟然一下子获得这么多成就点 发达了 发达了 他猛然想起 前世的时候听过的一句 关于赚钱的一句话 说是 你一心只想赚钱 而不关注做事的话 钱赚不到 是 也做不成 但如果你专注去做事的话 往往是事情做成了 钱 也自然而然就到了 以前沐峰只觉得这句话 是读到不能再读的鸡汤 现在看来 也却有几分道理 2500点成就 再攒一点成就 就能兑换大土豆之术了 到时候这个技能 跟木刀衍生术结合起来使用 加速成长 想想都觉得激动啊 淡电 淡电 沐峰心想 压下激动 带着众人出了防护墙 不远处就是一片丛林 也是连接僵尸部族 与外界的唯一出路 他回头看了一眼防护墙 心里大定 挥手道 出发 50多个人 呈箭头形状向前行进 狩猎队的人在外围 非队员的轻壮在里面 他们虽然是轻壮 一直负责的是保护部族 与野外打猎 着实不怎么擅长 这一次出来 全当是箭士来了 不仅如此 沐峰也有练兵的意思 所以 在出发之前 沐峰特意问了函数跟明光 把路线定得较上次偏远一些 按照两人所说 这些地方多是灌木 高大树木比较少 各种草类植物比较多 这刚好符合沐峰的要求 顺道去看看 路边有有没有什么 可以用的草药或是野菜 他已经看过系统 一种草药200成就点 与野菜相同 现在对于他来说 无论是野菜还是草药 只要发现了 都是既可以用 又可以转成就点的 一举两得的美差 果然 每走多远 他就看到远远的一片 纯黄色花朵的植物 周围的人对此视若不见 都在小心防备四周 有无危险 沐峰见到黄色花朵之后 先是一愣 迎春花 不应该啊 现在都种春了 迎春花都快泄了 沐峰疑惑走向黄花 仔细看了一眼 眼睛猛然一亮 连翘 怪不得 沐峰低声说道 连翘与迎春花的确很像 单从花的颜色上看 一般人很容易弄浑 而且 两者的花期 也有重合的时间 但是连翘的枝干 要比迎春花的粗壮 枝干的颜色 也比迎春花要深 且连翘花朵只有四半 迎春花却有六半 再加上叶子 有无毛绒的区别 沐峰还是认出了 眼前这些是连翘 最重要的是 连翘果实可以入药 清热解毒用的 也就是说 这是可以治病的中药 第九十三章 野外大发现 沐峰揪下一朵小黄花 仔细闻了闻 有一点淡淡的清香 哈哈 好东西啊 沐峰大笑道 好东西 一旁的寒树不解问道 怎么了 大酋长 这个 沐峰指着连翘花说道 这个东西是药材 结的果子 可以做药用 药材 药用 寒树一脸茫然 沐峰心情大好 笑着解释 就是他可以用来治病 清热解毒的 治病 这下寒树听明白了 马上狂喜道 是不是可以织布足里的细菌 那倒不是 是治疗风寒感冒的 不过现在 他还不能入药 得到了秋天 他结了果子 果子可以入药 哦 寒树这才反应过来 那现在怎么办 呃 沐峰面露沉思 拿着铁铲在一旁的几棵大树上 削了树皮 做了标记 这次我们还有别的事 记住这里的位置 回头你带着人 把这些连翘都连根挖回不足种下 是 是 寒树虽有疑惑 却老实硬下 于是 沐峰让寒树继续带着人往前走 结果没走多远 又再次遇到惊喜 不远处的草丛里 一朵朵淡黄色的小花 分外惹眼 蒲公英 沐峰断喝一声 这也是清热解毒的好东西啊 沐峰忍不住从地上拔起一株蒲公英 揪断花朵 直接放在嘴里吃了起来 小的时候 沐峰在田野里 经常会揪蒲公英的花当零食吃 没想到多年以后 竟然在这里再次见到蒲公英 他自然而然地做起了小时候的举动 大酋长 寒树大吃一惊 这东西 不会有毒吧 不会 沐峰笑着说道 这叫蒲公英 也是一味草药 也可以做菜 根茎叶都可以入药 浑身上下都是饱 嗯 这个现在 就可以挖一些回去 种在不足里面 这个也是要才 寒树瞪大眼睛看着沐峰 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刚才的那个开黄花的 叫莲翘的东西 能入药就算了 现在眼前这个叫蒲公英的 不仅能入药 还能吃 是不是在大酋长眼里 只要是开黄花的都能吃 好像也不对 部族里的槐花跟鱼钱花 就不是黄色的 还是说开花的都能吃 那也不对啊 大酋长就没说 那个莲翘可以吃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寒树眉头紧锁 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一副疑惑重重的样子 沐峰瞧见了 隐约猜出他的想法 笑道 记住了 在野外不是所有开花的 都能吃的 有些是药 有些是毒 寒树马上惊醒 忙问 可是我们也不认识啊 该怎么办 沐峰想了想说道 这个简单 我会把能用的 能吃的都移植到部族 在部族种下 让部族的人都认识 除了我告诉你们的 其他的不要去碰 知道吗 是 寒树恭敬说道 其他族人也纷纷响应 好了 继续出发 往河边去 是 一行人继续向前走 因为有了连翘跟蒲公英在前 沐峰这下打起了精神 沐峰仔细看着 周围是否还有草药 可惜的是 他们现在走向的是河边 周围的植被 也由灌木渐渐过渡到茅草 茅草的生长力与破坏性 是有目共睹的 只要生茅草的地方 很难有其他的植被出现 沐峰叹息地摇了摇头 看着渐渐变多的茅草 心底对于再次发现 中草药失去了信心 看来要想找到草药 还是要去更远的荒原 沐峰心底想着 丛林边缘灌木与草滩相交的地方 植被种类丰富 也是最容易发现草药的地方 不过沐峰内心还是很高兴的 一来是他发现了两种草药 二来是他知道了 将来要想找草药 自己应该往哪里去找 还有就是 两种草药的任务一交 自己的成就点来到了2900点 就在他自己心里 盘算着再做一件什么事 凑够3000成就点的时候 大惊喜又来了 真是刚瞌睡 就有人送枕头过来啊 沐峰大喜过望 就在他的左前方 一片相对希腊的草丛里 一丛丛翠绿玉滴的叶子 格外醒目 这些叶子像一片片稀疏的鸟羽 片片静挺 均匀分布在一根 跟更显静挺的绿巾上 让沐峰心跳都有些加速的是 这些绿巾下面不是什么枝叉 而是一截子露在外面的 暗黄色根莖上 胡萝卜 沐峰简直要跳了起来 不管旁边寒树出声提醒 一个剑步来到这一小片绿色根前 他小心剥开草丛 顺着一截子绿色根莖 捋顺了上面的绿叶 然后连根拔起 一截子只有拇指粗细 连根须只有十厘米出头的 黄褐色植物 便给他拔了出来 小是小了点 也细了很多 但眼前这东西 绝对是沐峰之前见过 且吃过的 他再三确认之后 咧嘴哈哈大笑 果然是胡萝卜 第九十四章 胡萝卜的意义 韩树整个人感觉都不好了 因为来之前 明光已经告诉他了 大酋长 这次是要到河边去挖陶土 可能还要去寻狼群 你千千万万要保护大酋长的安全 韩树在听到明光这些叮嘱以后 心底打定主意 一定会保护好沐峰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沐峰一路走走停停 时不时蹲下来 对着一株草 或是一棵小树看了又看 时不时的 还会嘀咕什么是药材 不是药材的话 一路走到现在 还没到河边 按照时间上 他们应该早就到了河边 没准现在已经挖完陶土回去了 可眼下 大酋长却站在那里 手里拿着一颗红色的东西 在那大笑 哪个哪啊 更让韩树觉得不可思议 甚至是胆战心惊的 眼下沐峰竟然把那个红色的东西 上面的泥擦掉 直接放在嘴里啃了起来 韩树脑袋轰得一下就慌神了 大酋长 那东西不能吃 沐峰脸上仍旧带着笑意 怎么了 可以吃啊 韩树更觉心惊 您赶紧吐了呀 那东西有毒啊 颜色越鲜艳的东西越有毒 颜色越鲜艳的东西越有毒 沐峰愣了一下 巴基嘴嚼着胡萝卜 心底暗到这句话听着好熟悉啊 谁告诉你的 沐峰皱眉问道 不是您说的吗 您让瑟峰告诉大家 颜色越鲜艳的东西 毒性越大 韩树手忙脚乱 来到沐峰跟前 就要夺走他的胡萝卜给扔掉 沐峰一个侧身躲了开去 皱眉仔细想了一遍 这才反应过来 你说的是蘑菇吧 他啼笑皆非 我跟瑟峰说的是蘑菇 颜色越鲜艳的蘑菇越不能吃 炖了炖他加重了一句 不是说胡萝卜 胡萝卜 韩树挠了挠头 一脸疑惑 是啊 沐峰无奈白了他一眼 用力擦了擦上面的泥 又用铁铲后饼上的小刀 切了一截子递给他 挠 你尝尝 味道很好的 韩树将信将疑 伸手接过一小截胡萝卜 看向沐峰 面带犹豫 沐峰哑然失笑 放心 没毒的 韩树咬牙 似做出生死决定一般 直接把胡萝卜扔进嘴里嚼了两下 同时闭上眼睛 一副豁出去了的模样 沐峰哭笑不得 就让你吃个胡萝卜 你至于吗 韩树嚼了两口之后 忽然睁大眼睛 一脸稀奇与兴奋 诶 大酋长 这个胡萝卜 味道是甜的 少见多怪 沐峰颇觉无奈 怎么样 味道好吃吗 嗯 好吃 韩树下意识点头说道 一副第一次见了 新奇玩意的孩子星星 全无一个部族成人的模样 现在不怕有毒了 沐峰言语道 韩树脸色一红 矛头说道 我 我之前没见过这个东西 沐峰心神一动 那为什么我要你吃 你就吃了呢 韩树愣了一下 认真说道 李虎大叔跟明光大叔说了 您是部族的大酋长 是您指引了我们 让将士部族免于死亡与迁徙 为我们带来希望 而且 是您带领我们 打败了猛龙部 让族人现在不愁吃穿 老酋长在的时候 对我们也很好 但是都没有您做得更好 他们说了 您说的 我照做就是了 韩树说这话的时候 神情肃穆至极 听得沐峰一愣一愣的 莫名其妙的 就被表了一番忠心 虽然说的是实话 但是这么直白的话 还是有些标柄炫耀的味道 沐峰无奈苦笑 只得在心底想着 这么直来直去的夸奖 倒弄得我不好意思了 不过要说不开心 那也是假的 哈哈 沐峰洋洋得意 他们还说了 韩树开口还要继续 行了行了行了 沐峰赶紧打住 韩树这么表忠心 实在让他有些招架不住 我知道了 半正是要紧 把这些胡萝卜 都连根挖起来 尽量不要冻上面的叶子 跟上带点泥巴最好 他已经打定主意了 这些胡萝卜 必须挪栽到部族里面 眼前的这些胡萝卜 已经长出小萝卜头了 一直会有些困难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 沐峰的热情 他已经打定主意 哪怕是费点事 也得把它们养活了 因为胡萝卜有个最大的优点 作为不足常年使用的蔬菜 尤其是胡萝卜的营养含量丰富 也远高于常见的其他蔬菜 这对长期食物贫乏 导致的营养不良的族人来说 绝对是最佳食物 可以这么说 发现胡萝卜的意义 直追玉米 第95章 角路只是诱饵 挖好了胡萝卜 沐峰终于带着一行人往河边去 路上他把胡萝卜的任务交了 成就点来到了3100点 他当时就想兑换大土稻枝树 但是想到回头还要去找狼群 自己的成就点可能另有他用 只得压下心底的冲动 一行人小心提防 没有任何意外地来到河边 有了上次的经验 所有人到了地方直接开挖 沐峰蹲在河边继续翻看草丛 期望有新的发现 上次在河边发现了水晴 再加上今天从出发到现在 自己已经获得了2000的成就点 心底大振 觉得趁着这个幸运的镜头 看看能不能再赚一波成就点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他在河边巴拉了半天 也没再有什么新的发现 哎 沐峰心底一探 只能这么着来啊 既然草丛里没有什么新发现 那他只能返回 去看看黄椒泥挖得怎么样了 这次带了50来个人 足足是上次的5倍 无论挖土的速度 还是挖土的量 都远超上次 毕竟这一次挖桃土回去之后 他就要开一窝大窑 烧制足够多的桃器 给不足的人用 如果有可能 他还要多烧制一部分 这样下次常宁过来的时候 他可以拿着桃器 跟常宁兑换东西 而且 一旦桃器能大规模烧制了 就可以升级烧摇的技术 烧桃技术一旦成熟 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 冶炼金属了 有了金属的不足 发展的速度 将领先于整个时代 哎 对了 冶炼金属 需要金属矿啊 沐峰心底猛然反应过来 很多铜矿石 就是在河边找到的 想到这里 他赶忙再次来到河边 左看看右看看 结果发现 岸边全是淤泥青草 没有他想要找的 带黄色或者褐色的石头 嗯 沐峰暗存 河边不可能没有石头啊 这里这么多淤泥跟青草 竟然看不到石头 这是为什么 他抬头左右看看 一眼望去 一片开阔平坦的视野 全是草滩 他又看了看河水的流速 也缓慢无比 看来 这里应该是这条河的下游位置 沐峰暗暗心想 受到水流速度影响 上游多是大石头 中游多是鹅卵石 下游是细密的泥沙 这里河水流得这么缓慢 要么是快入湖 要么是快入海了 就是不知道 这条河到底有多长 万一是条大江大河 哪怕是支流也够呛了 沐峰暗自摇了摇头 看来想要无缝衔接制陶 跟野炼金属 是不大可能了 只能回头 再想别的办法 于是他指的老师 走到寒树跟前 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已经挖好装好了 马上就可以出发 寒树老师回答 好 沐峰点头 空下来十个人 等下拿着弓箭护住其他人 回去的时候小心一点 遇到猎物的话 你们可以出剑 但是不能走远 明白吗 明白 寒树重重点头 压下心底激动 来的一路上 见到了好几只角鹿 他都忍不住想要出手 却给沐峰拦下了 因为沐峰担心射杀角鹿的话 携带不方便 会拖慢他们行进的路程 最主要的是 寒树自己也明白 如果不是专门打猎 或者是在归途 打猎是很危险的事 只要你不在第一时间 回到部族 死去的猎物流出的鲜血 只不定会吸引来什么野兽 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沐峰带着他们打猎 总能活捉猎物 带给部族的人 那么大震撼的原因之一 好在现在是归途 沐峰也言明了 可以打猎 最主要的是 他也明白 沐峰是要看看他的剑术 到底练得怎么样了 得了云准之后的函数 仿佛换了一个人 气势剑起 背着大弓 跟十来只竹剑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在沐峰的授意下 他们回去的路选的 是距离上次的路不远的路线 行进的速度 也稍稍放缓了 所有人都知道 沐峰要干什么 出奇的 竟没人提出异议 不仅没有异议 反倒有些之前 从未有过的期待 只是他们还没出草摊 就遇到了几只角鹿 韩树率先察觉到 角鹿的存在 他把手一挥 所有人立马缓缓蹲下 而后他悄然拿出弓箭 半跪在草丛里 无声无息地 开始瞄准不远处的角鹿 而他身边那十个拿弓的 狩猎队员 也都在此时 悄悄拈弓搭弦 剑尖指向角鹿 一 二 三 四 五 五只 沐峰莫属 看来这附近应该是 有个大的角鹿群 不然不会零散 看到好几拨落单的角鹿 五只角鹿 十一个人十一把剑 只要能够正常发挥 问题不大 沐峰老神在在 也不去看韩树他们神情 尽等结果 果然 不到三分钟 五只角鹿倒下了 大球长 现在怎么办 韩树兴奋 却没有擅自乱动 低声问沐峰 等 沐峰只说了一个字 韩树重重点头 没有说话 原地不动 他知道角鹿只是诱饵 第九十六章 他们害怕大球长 角鹿是诱饵 那猎物自然就是吃肉的野兽了 狼 上次回去之后 沐峰跟明光分析了一下 这附近之前是没遇到过狼的 也就是说 这些狼 要么是别处游荡过来的 要么就是跟随大批的 石草动物迁徙而来的 沐峰也让明光暗中出来 跟踪了两次 结果发现 这群狼果然是随着 石草动物迁徙而来的 也就是说 只要沐峰眼下 用这些角鹿的鲜血味道 就能吸引到这些狼的出现 不出所料 不远处的草丛里 很快就传来 嘻嘻嘻嘻的声音 一听到这个声音 沐峰眼睛一亮 来了 与此同时 韩树也不由压低了身子 眼睛一动不动 看向一个方向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放下了 背着的黄胶泥 神情各有不同 狩猎队的人跃跃欲试 反观那些没怎么出过 不足的轻壮 则明显有些局促不安 沐峰心下了然 心底暗道 看来这次让他们出来 跟着感受一下 是对的了 不然的话 仅靠狩猎队这么点人 力量始终有限 回到不足以后 就要对这一批的人 进行训练了 沐峰一边想着 回去之后的打算 一边仔细盯着 传来诉诉声的方向 他暗自摇头 觉得就机敏性 与警觉性而言 原始社会的狼 根本没办法 同后世的相比 这或许与 几千几万年的进化有关 也与随处可见的野兽有关系 猎物随处可见 它们似乎也不需要那么狡猾 不然的话 光是刚才的这一阵子 稀疏声音 就足以让它们暴露目标了 不过这也与周围的蒲草太高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总而言之 在众多江士族人的密切关注下 远处明显抖动的草丛里 开始有狼露出了头 露出头之后的狼 左右袖了袖 一甩头 略向角路所在的方向 而后面的草丛 又开始兮兮索索动了起来 显然也是奔向角路所在 目风大感意外 狼的嗅觉这么差的吗 上次狼之所以没有先发现它们 可以解释为 它们正在追捕蟒蛇 可这一次它们是后出现的 竟然也没发现有人 不过随后它就明白了 因为它自己轻轻闻了闻 自己身上的味道 差点没忍住要大口呼吸了 因为它自己也受不了 自己身上的怪味 就跟抓来的野猪 野羊一个档次 都是难闻的要死 感情在这些野狼的嗅觉中 压根就没分辨出来 它们身上的气味 不过这样也好 恰恰有利于它们现在的情况 带的野狼全部出现 在那边呜呜咽咽咽地 开始撕咬角路 目风看向寒树 示意它带人包抄过去 三十多个狩猎队员 再加上二十来个部族轻撞 敲摸摸地一点一点靠近狼群 不过还没等它们完全靠近狼群 野狼群里就有一只狼 嗷呜地叫了起来 所有野狼一瞬间 全部停下撕咬角路 纷纷呲牙咧嘴 扶地身子 看向从旁边包围过来的人类 狩猎队的人 纷纷手拿弓箭 瞄准狼群 僵尸不足的人奇奇欢呼 大酋长 这么多的野狼 杀了的话 我们一下子就会有很多的食物 闭嘴 寒树吆喝 他知道 目风之所以弄出这么大动静 可不是为了杀野狼 不急 目风白手 抄起手里铁铲 走到寒树旁边 也来到了群狼的附近 只是他刚出现 原本还在呲牙咧嘴的狼群 瞬间变了声调 改嗷呜威胁为低声的呜呜 明显是示弱了 这声音不要说目风 就连江士族人也明白了 这些野狼是害怕了 他们害怕大酋长 所有人都诧异无比地看向目风 野兽也会怕人吗 只有目风心底血量 狼跟狗的性子差不多 都有点欺软怕硬 他记得小的时候上学 村头那几家的土狗 老是喜欢冲他吼 经常把他吓得哇哇乱哭 可他遇事哭 那些狗就遇事喜欢冲他吼 终于有一天 目风受了一个老人的启发 你一次把他们打服气 他们就会怕你 不敢再咬了 于是目风咬牙忍着害怕 踮着棍子 拿着石头 追着那只带头的狗 打了二里电 来回折腾了半天的时间 自那以后 那些狗再见到他时 纷纷夹着尾巴缩在路边 不敢再坑一声 尤其是 那只为首的狗更是见着目风 就是夹着尾巴 呜呜地远远躲开 眼前这些狼群 虽然有二十来只 却分明还记得 不久前目风暴力射杀狼王的情形 不由得他们不害怕 要知道 狼也罢 狗也罢 打他再狠再凶 他都不会记恨 比他强大的存在 相反 他们还会顺从 因为在他们心底 那个比自己强大的存在是头领 是自己的老大 这一点从狼群里的狼王争霸前后 群狼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 现实中的宠物权也是 对他好的人他不一定亲近 但是对他凶的 敢动手打他的 他却一定会顺从 想明白这一点 目风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 原来你们还知道害怕呀 这就好办了 第97章 跟狼王要小狼仔 原本目风已经做好准备 必要的时候 恩威病师 先让函数他们射杀几只狼 然后自己趁机 用成就点兑换一个终极训兽术 借此训化几只狼 回去守门 让他意外的是 这些狼见了自己之后 竟然出现了沉浮之意 这反倒不好 让他痛下杀手了 不过他本来也就是打算 弄几只狼回去养着看门的 也犯不着拼消耗 来杀这些口感并不好的狼 最好的情况是 弄几只小狼回去 这样比较好训化 毕竟成年的狼野性难训 他也不敢堂而皇之地 把狼弄尽不足 于是他示意一旁 叙事待发的函数 稍安勿躁 自己仔细回想了 初级训兽术里面 关于狼的沟通叫声 试着叫了起来 嗷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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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意思就是 你们当中谁是老大 出来说话 喊完之后 沐风心里略微有些忐忑 毕竟上次 他用初级训兽术 去对那只大野猪使用 效果并没有他想得那么好 但让他意外的是 狼群中听到他这么一嗓子之后 竟然停止乌液 齐齐瞪大眼睛看向沐风 似在疑惑 为什么这个人类 会懂他们的语言 果然 一只浑身灰色 额头一点褐色的狼 从狼群中夺步上前 看着沐风压低尾巴 昂头冲他吼了一嗓子 嗷呜嗷呜 沐风乐了 笑着说道 你就是 说着又开始嗷呜嗷呜嗷地 吼了起来 这下周围所有的人 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沐风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 已经是无比高大了 却没想到 眼下他还会狼的语言 而沐风这边 已经跟这只新的狼王交流完毕 静等着答复 刚才沐风跟他表达了 自己想要几只小狼养的想法 并且告诉新狼 王还想要几只成年狼 结果新狼王表示 成年狼不能给他 小狼的话 自己也得跟族人商量 毕竟狼群想要壮大 也需要小狼扩充狼群的数量 于是 沐风告诉狼王 小狼必须得给几只 大狼的话让他们商量 不给的话 他就会像杀上次的狼王一样 对付他们 当然了 要是他们识实物的话 眼前的这几只角鹿 可以送给他们 威逼利诱 都是他用嗷嗷嗷嗷的狼叫声 跟新狼王沟通的 旁人自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韩树面露担忧 忍不住问道 大囚长 您这是 沐风挥了挥手 微笑道 再跟这个新狼 王要几只狼崽子养 顺便弄两只成年狼 回去给不足手门 啊 韩树惊叫起来 您要养狼 他这么一叫 沐风赶紧摆手示意他 你小点声 别把这些狼吓着了 什么 韩树以为自己听错了 吓着狼 沐风摆手示意他别再出声 再次冲新狼王 嗷嗷嗷叫了一声 催促他赶紧给答复 新狼王被逼无奈 只得以嗷嗷嗷嗷的回应 沐风听了 眉头一皱 因为新狼王告诉他 他的族人不同意 不同意 沐风冷笑一声 韩树 话音未落 韩树直接一箭射出 静止射中一只夹着尾巴 想要逃跑的狼身上 虽没有一箭要了他的命 却静止从他身 撕扯掉一块巴掌大的皮毛 那只狼痴痛之下 凶性毕露 嗷嗷一声跃起 就要扑向韩树 韩树冷笑一声 再次粘弓搭弦 搜得又是一箭 直接射中刚刚跃起的狼身上 这一箭势大力尘 竟然直接刺破狼皮 穿进了狼的肚子 呜呜 这只狼重重倒在地上 哀鸣不止 三片弓 加上韩树本身的力量与剑术 直接放倒了这只狼 所有将士族人 包括所有的狼 当然 除了沐风 在看向韩树的时候 眼神无不凛然 沐风这个时候 才笑眯眯看向狼王 连嗷嗷都懒得在跟他废话 直接冷哼一声 即便如此 新狼王还是明白了沐风的意思 赶忙嗷嗷嗷嗷地回应沐风 那意思是 我马上再跟他们商量 沐风没有说话 把手一抬 缓缓说了一个字 喊 狼王马上尾巴乱摇 就跟破扫把扫地一样 搅得周围青草东倒西歪 明显是妥协了 沐风似笑非笑 没有喊完函数两个字 而是等着新狼王再次回话 果然 这次他在敖屋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可以给五只 多了不行 沐风心底暗喜 他本来也没打算多药 毕竟再多的话 不足也不一定养得起 不足现在食物相对 还是紧张的 但是沐风也不想就这么便宜新狼王了 又敖屋地恐吓了一番 表示 他还需要几只大狼 这下新狼王是打死也不同意了 只是一个劲的摇尾巴 沐风眼见差不多了 就故作让步地呵斥新狼王 要他在附近狩猎的时候 不准再对将士族人出手 同时他也告诉狼王 每隔一段时间 他会带人来这边打猎 到时候 狼王需要带着群狼来配合 获得的猎物可以分给他们 不答应 就要他族群覆灭 再次威逼利诱 这一次 新狼王爽快答应了 而沐风也咧嘴满意地笑了起来 第98章 对小狼的期待 沐风如愿得到五只小狼仔 毛茸茸地 看上去十分可爱 但是当他伸手尝试着 去抚摸小狼仔时 他们齐齐呲牙咧嘴 冲沐风直叫唤 哎呦 还挺凶 沐风微笑 十分满意 而后他冲狼王熬屋叫了起来 意思是 小狼仔竟然给我了 那这几只角鹿 你们可以带走 别忘记跟我的约定 狼王也熬屋回应着 表示自己会遵守诺言 不仅如此 他竟然还会叮嘱沐风 不能杀死小狼 沐风哑然失笑 这次倒没有再威胁狼王 而是告诉狼王 他带着小狼是回去养着的 以后有机会的话 他们还会再见到 这下狼王彻底放下心来 小心翼翼凑向角鹿 人心化地看向沐风 眼带询问 沐风大手一挥 嗷呜一声 这些角鹿是你们的了 狼王欢快狂吠了几声 摇摇尾巴 招呼群狼将角鹿带走 前后不过半个小时 群狼从出现到消失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对于僵尸不足的人来说 一切显得那么不真实 一群二十来只的狼 竟然在面对他们的大酋长时 瑟瑟发抖 而他们的大酋长 竟然还会狼的语言 跟狼沟通 最让他们觉着不可思议的是 狼王竟然还送了 五只小狼仔给大酋长 只怕他们要是听明白了 沐风跟狼王的对话 就不会再认为 刚才的经历 仅是表面上的对峙了 韩树此时方如梦中惊醒 看向沐风说道 大酋长 狼群就这么 走了 不然呢 沐风笑道 让他们 在这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吗 怎么会 韩树眉毛一条 我们这么多人 难道还杀不死他们 没那个必要 沐风笑着摇头 而且狼肉也不好吃 留着他们比杀了更有用 啊 狼有什么用 韩树不解 那你觉得 如果刚才我们遇到的是巨尺虎 会怎么样 沐风不答反问 巨尺虎 韩树愣了一下 然后说道 我们这么多人 应该可以猎杀 沐风笑问 那你觉得 这么多野狼 能不能猎杀一只巨尺虎 韩树想了想才回答 可以 沐风又问 那你觉得 如果我跟巨尺虎 要一只小崽子 他会给吗 这 韩树又仔细想了想 还是摇头 我不知道 以前也没人跟他们要过 沐风一阵无语 感情自己还是表错意思了 韩树压根没明白自己的意思 于是他指的说明 这么跟你说吧 我跟狼王要狼崽子 是可以要来的 但是跟巨尺虎 是要不来的 为什么 韩树直接问他 沐风轻笑摇头 也不都圈子了 因为狼王懂得思考 知道权衡利弊 他要不给我小狼崽 我就会杀了他所有的族人 但是巨尺虎却不会明白 就算他明白了 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威胁 势必会跟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这样啊 韩树皱眉 还是一副不明白的样子 沐风无奈 犬科动物在智力上 似乎天生就比猫科要高 所以 历史上先驯化的 也是犬科动物 团体协作 也是犬科动物 做的要比猫科动物更出色 既然解释不清楚 他索性就不再解释 值得叹气说道 算了 以后你会明白的 这些小狼带回部族好好养着 等他们长大了 就可以帮助我们 做很多的事 帮我们做事 韩树又不解了 嗯 打猎 守护不足 抵御外敌 沐风摆了摆手 啊 韩树惊喜说道 真的吗 要是能有几只狼 在我们打猎的时候帮我们 那我们 将会打到更多的猎物 韩树对沐风所说 丝毫不怀疑 对小狼开始期待起来 会的 沐风点头 行了 既然角路送给了狼群 咱们也不好 空着手回去 再绕远一点 打些猎物回去 是 韩树马上兴奋响应 坦白说 刚才他两件重伤野狼 此刻已然是信心大涨 要不是沐风拦着 说不得他就要 带着狩猎队的人 把这群狼尽数射杀了 而此次跟着的 另外二十个族人 看向沐风跟韩树的眼神 充满崇拜 一个是能两件 狼群的人 一个是紧紧站在那里 就让狼群瑟瑟发抖的人 无论哪一个 都是他们这些人 心目中的守护神 也是他们心底 想要成为的人 一时间 就连沐风都没有察觉 这些人 正在从心底 形成一种叫做偶像的东西 将来整个僵尸部族的 儿狼守卫部族 也正是因为 他今天的神勇表现 似乎是刚才围困群狼 却没能一展所长的缘故 狩猎队的人 在归途之中 又见到了六七只角鹿 和三四只野羊 这些猎物放在以前 都是他们需要费尽心力 才能捕获区区一两只的存在 如今有了弓箭之后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 路上 但凡是被他们遇到的 目风目之所及 函数箭之所指 猎物无不应声而倒 弓箭军 将是部族 在这荒野 初见征容 第九十九章 驯化小狼 回到部族以后 目风直接带着小狼 来到披甲地龙跟前 几只小狼 应该有一两个月大 还一副蒙唇乃凶的样子 但是只要目风一伸手 小狼就会立马呲牙咧嘴 一副要进攻撕咬的姿势 果然 还是原生态的野性族 目风暗道 前世在地球 他有几个朋友 因为考古需要 经常出入原始地带 就有了养猎犬的习惯 他们常常因为 自己的猎犬野性不足 而去请专门的人去训练 从西摇犬到藏骯 都是如此 如今看来 这些猎犬之所以野性不足 很大程度上 与猎犬的生存环境有关系 眼下五只小狼虽然还小 却仍旧表现出来 野性难迅的样子 不仅没有让他担忧 反倒让他兴奋起来 因为这样的狼 一旦被驯服 战斗力绝对要比 后世驯化的狗 要强上不知多少倍 而他之所以带到 披甲地龙面前 就是想通过 披甲地龙的气息 先压一压小狼的气焰 避免他们太过嚣张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即便面对 披甲地龙这个庞然大物 五只小狼没有丝毫露怯的样子 凑在一起 仰头冲披甲地龙呜呜叫着 虽然他们是在昂头逞凶示威 却分明一副蒙唇可爱的样子 最让人捧服的是 其中一种稍大一点的小狼 竟然还胆大的凑上前 冲披甲地龙呲牙咧嘴 一副有种你过来啊的架势 披甲地龙置若罔闻 一来是他生性明显是温和派 二来是这五只小狼加在一起 也没他一个蹄子大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所以 他只是懒洋洋地看了几只小狼一眼 打了一个响鼻 就自顾自趴在地上 啃着自己面前的青草了 就像大象被一群蚊子吵闹得不行 只是扇了一下耳朵轰走 就再也不管了 蔑视 赤裸裸地蔑视 沐峰忍俊不惊 觉得几只小狼 真的是出生牛独不怕虎 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 眼前这个大家伙 是一蹄子 能将他们采成肉酱的存在 果然 虎豹之子 虽未成文 已有食牛之气 沐峰点头 披甲地龙还是食草动物 他摇了摇头 看来是我草率了 忘记这一茬了 没能用披甲地龙压住小狼的野性 反倒刺激出他们的野性了 这着实让沐峰有些意外 看来还是没经验呀 沐峰挠了挠头 想了想 仔细回想了一下训兽术的内容 貌似除了与一些动物沟通的语言之外 也有关于训化方面的介绍 总的来说 对于像小狼这样的野兽训化 要做的就是四个字 恩威并施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至于怎么给萝卜跟大棒 里面也有详细的说明 沐峰仔细看了又看 恍然有种捡到宝的感觉 之前他还觉得 500成就点 换个初级训兽术 有点亏 现在看来就比较值了 恩威并施 肯行示恩在先 考虑到小狼个头跟身体不大 才一两个月 按照常规来看 应该还没断奶 这个时候 他们能吃肉 但是肯定还撕不动生肉 沐峰决定 先从这方面入手 于是他找到函数 从他那里割了一大块鹿肉 回去切成小块 放在石罐子里 用骨棒反复垂倒 有点像前世 在蒜臼子里面倒蒜泥 将鹿肉倒成肉糜 然后他又把肉糜 捏成一个个小肉团 喂给小狼吃 这法子 就是效仿母狼 最开始喂小狼的法子 母狼把肉嚼碎成肉团 然后涂给小狼吃 不仅如此 沐峰记得 小时候村里很多老人 都是这么喂自己家的孩子的 如今看来 人类这法子 极有可能是学字动物 更可能就是野狼 小狼见到牧峰 伸手捏着肉团递了上来 一个个还乃凶乃凶的 冲牧峰呜嘶吼 一副警告一味 那架势分明在说 你走开 牧峰微笑不语 也不继续伸手 就这么用手拿着肉团 既不上前 也不收回 笑眯眯地看着小狼 周围都是一股子生肉的 心骚气味 在牧峰闻来自然不是 但对于小狼来说 却又未必了 小狼们先是一阵鸡蛙乱吼 一个劲地冲牧峰示威 但是没过多久 他们的肚子就不争气地 开始叫了起来 咕噜噜 咕噜噜 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狼 跟小孩子一样 都需要不断进食 眼下他们明显是饿了 听到咕噜声 牧峰脸上笑意更浓 老神在在捏着肉团 又晃了晃 空气中的肉香味 似乎更浓郁了 咕噜噜 这一下 小狼的肚子响得更厉害了 小狼们也不再冲牧峰乱吼 而是眼巴巴地看着牧峰的手 歪着头 欲进又退 牧峰也不着急 更知道自己现在不能着急 终于 有一只小狼忍不住了 试探着迈出步子 小心翼翼走到牧峰跟前 又小心翼翼地叼住肉团 然后飞快跑到一边 狼吞虎咽起来 第100章 驯化成功了 有了第一只小狼开头 其余的几只小狼 很快也坚持不下去了 呜呜低声叫了两声 跑到牧峰跟前吃起了肉团 每只小狼吃肉团时候的表现也不一样 有的是叼在一边大口吞咽 有的是直接一口咬住 死死不松开 还有的是 一边咬着肉团 一边眼睛警惕地看着牧峰 牧峰心情大好 静等着几只小狼 把嘴里的一个肉团吃完 可一只小肉团 显然不能让小狼填饱肚子 吃完了之后 几只小狼又眼巴巴地看着牧峰 这次不再是之前的那种警惕了 而是有些试探性地 冲牧峰抬了抬头 尾巴跟着摇了几下 笑着问道 你们还想吃 显然小狼听不懂 还是眼巴巴地看着牧峰 牧峰指了指小狼 又指了指一边的鹿肉 你们想吃这个 也不知道小狼是不是听懂了 就在牧峰指着鹿肉的时候 五只小狼一个个头不停地摆了起来 尾巴也一个劲地摇着 明显十分高兴 更夸张的是 刚才最先吃肉团的那只小狼 竟然跑出自己的队友 冲牧峰摇了尾巴 一个劲地叫呜 明显是在催促 牧峰笑了 点头笑道 好 说着他又开始做起了肉糜 眼见牧峰又拿刀割肉 小狼一个个欢呼雀跃起来 嗷嗷嗷 而后五只小狼齐刷刷地 跑到牧峰石罐子跟前 张口就要去咬鹿肉 甚至有小狼差点咬到牧峰的手 嗯 牧峰眯起眼睛 拿起倒肉糜的木棍 直接对着小狼的头敲了一下 虽然力气不大 却是将小狼敲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呜呜乱叫 显得十分委屈 牧峰板起脸 拿着木棒对着石罐子使劲敲了一下 啪的一声 一下子把小狼吓了一跳 他沉声说道 想吃肉 就给我老实一点 不然谁都没得吃 随后他又拿着棒子 在小狼跟前重重处了一下地 地面又传来咚的一声 这一下彻底震住了小狼 他这才开始捣肉糜 一边捣肉糜 一边念叨 想吃肉 就得乖一点 吃了肉就得听话 不然下次不给肉吃了 要想以后都有肉吃 就不能再冲我吼 也不知道是牧峰说的话起了作用 还是刚才的木棍震慑起了作用 五只小狼竟然真的老实待在原地 一个个眼睛盯着石罐子 舍不得转脸 终于 木峰再次捏好了肉团 他拿起一只肉团 再次递向小狼 这下小狼没了刚才的防备 一个个争先恐后 跑到木峰跟前 张着嘴就要吃肉团 木峰笑着说道 谁先到我跟前 谁有肉吃 然后 他把手里拿着的那只大肉团 递给最先到的小狼跟前 这只小狼一口叼住肉团 摇着尾巴 大嚼特嚼 然后他又拿起一块小一点的肉团 递给第二只 以此类推 最后一只到跟前的时候 已经是最小的一块了 这只小狼明显感觉到区别对待了 张开嘴冲木峰又叫了两声 就要去吃肉团 没想到 木峰又把肉团给收了回来 看也不看小狼 这下他开始着急了 冲木峰吼了两声 想要上前来抢肉团 直接给木峰一棍子给打了回来 虽然木峰下手还是不重 但已经让他觉得十分委屈了 他掉头想去抢其他小狼的肉团 却给其他小狼也挤到一边 哼 木峰冷声说道 想要吃肉 就得听话 这只小狼呜呜叫着 十分委屈 木峰看也不看他 等着其余几只小狼吃完肉团 静等下闻 结果几只小狼吃完之后 还是没吃饱 一个个继续眼巴巴地看着木峰 这次 他们没有任何犹豫 冲木峰摇头晃脑 小尾巴扑扑乱扫 就连刚才没吃到肉团的小狼 此时也反应过来 加入四只小狼的阵营 一起冲木峰摇尾示好 嘿嘿 木峰心底暗爽 这一招果然奏效 这样想着 他再次捣起肉糜来 不用说 捏好肉团的时候 小狼再也没有什么架子跟警惕 争抢着跑到木峰 跟前去吃肉团 木峰眼见时机成熟了 趁着小狼吃肉团的时候 伸手轻轻摸了摸一只小狼的头 刚开始的时候 这只小狼明显身子一僵 抬头张口 就要去咬他的手 但是他抬头一看是木峰时 摇了摇头 又继续吃肉团 任由木峰的手 在他头上妈撒 木峰心底大定 先是妈撒了小狼的头 又伸手在他背上抓了几下 跟挠痒痒似的 结果这只小狼 竟然很舒服地 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自己还主动伸头 在木峰的手掌心蹭了蹭 一整天 木峰都待在山洞里训小狼 当真实软硬兼施 再无警惕 甚至于五只小狼 已经开始跟在木峰屁股后面 来回晃悠起来 而在这时候 木峰暗自沟通了一下系统 系统 交任务 系统提示 驯化小狼成功 获得成就点300点 现在的成就点为 3400点